欢迎继续收听由紫禁故事制作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斗罗大陆》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第116章 大师微微一笑说 不,你还是太小看他了 他不只是使用那么简单 而且是非常强悍的一个魂技 你超越极限吸收了人面魔珠 又怎么会给你一个不够厉害的魂技呢 我似乎可以肯定 除非是遇到正好克制你限制技能的对手 否则同级别 甚至比你高出十级以内的魂师 谁也无法挣脱你的束缚 有了他 那你才算拥有了控制系魂师真正的强悍之处 看着唐三若有所思的目光 大师继续说 魂师在一对一的时候 最强的 也不是力量性魂师 也不是强弓或者敏弓性魂师 而是控制系魂师 因为控制系魂师能够限制住对手的动作 或者是控制住对手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方只要无法挣脱你的控制系魂技 有得能向你发动进攻呢 在魂师界 控制系魂师始终都是恐怖的存在 只是控制系魂师一般来说也需要有战友进行配合 所以并不出名 但真正强大的魂师都知道控制系的重要性和强大 唐三说 老师 您是说 如果在一对一的情况之下 现在四十级以下的魂师都无法挣脱我的珠网束缚吗 大师点了点头说 基本如此 但也不排除例外 这个世界是平等的 每个武魂也都有自己的特点 当初你不是也认为自己的蓝银草是废武魂吗 同样的 虽然你现在的武魂 在这三个魂魂的附加之下 已经非常的强大了 但是 同样有可行的存在哦 一边说着 大师从怀中磨出一个简单东西 缓缓走到唐三之前 释放出珠网的下方 在大师手中是一个火折子 他阴风一晃 顿时一股火苗从火折子中喷吐而出 大师将火折子放在珠网下方 用火焰烘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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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三蓝银草武魂的缠绕 虽然后面依旧吃了亏 但是却让唐三的蓝银草毫无用武之地 大师点了点头说 无论是植物还是你的猪王 本身都怕火 这火车子上燃烧的火焰肯小 自然不足以威胁到猪王 但是呢 如果你遇到一名擅长使用火的魂师 那么你的武魂就将被对方完全克制 几乎每一个控制系武魂 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弱点 这也是控制系武魂 相比于其他属性武魂强大的代价 而你的蓝银草弱点就是聚火 因此今后你要遇到这种属性的魂师 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唐三想了想了说 老师 那如果我以后再获得魂环的时候 尽可能想办法附加抵抗火焰的魂环 会不会将这个缺点抹去啊 大师说 不要那么做 那样虽然会令你的蓝银草对火焰的抗性增加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将一个甚至是两个魂技浪费在对火焰的抗性上 那么当你今后魂力达到一定级别之后 你还有与对手抗衡的足够魂技吗 唐三疑惑地说 可是如果不增加对火焰的抗性 今后我遇到拥有这类武魂的魂师 岂不是毫无办法 他并不是不明白大师的意思 但自己的武魂有这么大的缺陷 显然是他不希望看到的 大师淡淡一笑说 控制吸魂师很少独自行动的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你的伙伴替你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 你自己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你不是一直在弄你那暗器吗 虽然在我看来 这些东西有些玩物丧志 但我也不得不承认 你的那些个暗器 所拥有的威力 确实惊人 而且 你别忘了 你并不是只有蓝银草一个武魂 通过大师的提醒 唐三顿时想起自己那柄锤子 心中一动 说 老师 您是说 我可以修炼那柄锤子了 大师坚定地摇了摇头 不行 记住 没有我的同意 你绝对不能将魂魂附架在那柄锤子上 一定不能 这对你的未来十分重要 现在你所能依靠的就只有蓝银草了 虽然不明白大师为什么这么坚持 但唐三还是点头答应下来 大师说 小三 不要好高骛远 对你来说 更重要的依旧是魂力的提升 蓝银草现在所拥有的魂迹 已经超过了我的预计了 将来的你 只会变得更强 你是老师的希望 你明白吗 好了 现在让我看看最重要的东西 也是你心中的疑问 你先把上衣脱了 唐三心中一紧 自从离开星斗大三林之后 没有了魂兽的威胁 唐三一直在思考 自己背后那八条猪腿是怎么回事 此时见到老师 他自然迫不及待 希望得到答案 对于武魂魂兽魂环这些知识 他相信没有人能比自己的老师更加熟悉 火掉上衣 唐三会议的将背部对着老师 大师走到他的背后 抬手按上唐三的脊柱 唐三只感觉 一股柔和温暖的魂力从背后涌入 紧接着 这股力量开始在自己脊柱上上下游液 大师的表情很认真 他仔细地检查 唐三脊柱上每一处脊椎 小三 当你将这些猪腿收回后 你能感觉到他们去了哪里吗 唐三背转右手 在自己背后肋骨上点了点 说 在这对称的八根肋骨上 我能感觉到他们 似乎是依附在肋骨上一般 但对我的身体并没有任何影响 反而觉得背部的力量 似乎比以前更大了一些似的 大师按照唐三所指的位置摸取 立刻发现 不但这八根肋骨 要比其他肋骨显得粗壮一些 而且 与这八根肋骨相连的脊椎骨 似乎也要比其他脊椎骨要粗壮几分 摸上去不但坚硬 而且韧性十足 连带唐三背部的筋肉似乎也更有任性 惊喜的神色逐渐出现在大师面庞上 但是他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飞速地后退紧 来到唐三背后五米之外 说 用魂力催动 把这八条猪腿释放出来 玄天宫运转 此时的唐三不禁有些紧张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主动释放这些怪异的猪腿 坦白说 虽然感觉上这些猪腿会令他自身力量增强 但唐三却并不怎么喜欢它们 他总觉得多了这八条猪腿 自己似乎变成了怪物似的 大师目不转睛地盯着唐三的后背 生怕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淡淡蓝色光芒开始从唐三背后浮现出来 紧接着大师清晰地看到 唐三的整条脊柱 似乎要透顶而出似的 释放着淡紫色的光芒 刚才他注意到的 那几节脊柱上紫光释放的格外的明显 紧接着八根肋骨的末端 猛地从唐三背后凸起 形成八个骨薄 略微的疼痛和麻痒的感觉出现在后背 令唐三略微感到一些不适 但是他并没有停止魂力的启发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禁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第117章 唐三发现 催动背后的变异 并不会消耗自己太多的魂力 似乎那段脊椎骨之中本身就蕴含着一定能量似的 伴随着八个骨包的突起 唐三背后出现的紫光也越来越明显起来 突然 随着唐三身体一阵颤闹 八个骨包终于破底而出 把根粗壮的紫色柱状物体飞快从它背后延伸出来 如果此时有唐三在史莱河学院的伙伴在 一定会发现 这一次猪腿生长出的速度比上一次要快得多 几乎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 粗壮的猪腿就已经伸展到一米五的程度 紧接着猪腿骤然舒展开来 从那一米五的粗壮猪腿上 通过末端关节骤然又弹出一米五的长度 露出最尖锐的部分 唐三忍不住发出一声嘀吼 背后八只猪腿同时向身体两旁伸展开来 紫悠悠的光芒闪扬 就像是拔根巨大的手臂一样 将他的身体保护在中央 在猪腿上 隐约能够看到 上面浮现着一层淡淡的紫气 紫光流转 似乎他本身是透明的紫水晶一般 好 大师赞叹了一声 小三 控制你的猪腿 刺一棵大树 用力 唐三虽然对自己的猪腿控制的还是很生疏 但仅仅是刺中一棵树 他还是能做到的 位移侧身 左侧一条猪腿 骤人弹出 轰的一声 唐三惊讶地发现 猪腿就像没有碰到任何阻碍似的 轻松地刺入 每一刻需要担任核爆的树木之中 并且从另外一端穿透而出 更令人惊讶的一幕还在后面 随着猪腿的穿透 唐三和大师都清晰地看到 一层紫色从猪腿上悄然蔓延 以惊人的速度传遍树深 不但树干快速地变成紫色 一会儿的功夫 就连枝叶和树叶也变成同样的颜色 一片变树叶从天而降 还没等落地 就在空中化为一缕缕紫色粉末消失不见 而那株大树更像冰雪消融一般 就那么悄然地化为紫色烟粉融化了 就连地面在大树附近 一切接触到这紫色粉末的灌木 也相继被紫色渲染而消失 房源数米之内 全部变成一片紫色的死鸡 一股微弱的能量 顺着猪腿传入唐三体内 虽然能量不多 但是却非常的清晰 上次在马红骏摸到猪腿中毒之后 唐三也有类似的感觉 只是那次更加轻微 他也并没有过多注意 这一次却变得极为明显 就像是猪腿吸收大树所蕴含的能量 在传入唐三身体似的 落在地上的紫色粉末 渐渐变成无色 一会儿的功夫已经与泥土混合在一起 再也无法看到了 而之前那株大树 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 唐三刺出的猪腿还保持先前的动作 可是那里却已经是空无一物了 这究竟是 唐三呆呆看着猪腿 虽然他已经猜到猪腿的攻击力会不错 但是也没想到 这猪腿做附带的毒性会如此恐怖 大师缓缓走到唐三身边 绕开他的猪腿说 看来我的判断是没错的 小三 这次你收获最大的 并不是第三魂环 更不是那第三魂祭 猪往束缚 还是这八条猪腿 或者说 是这块 外腹魂骨 唐三看向大师 外腹魂骨 大师点了点头 说 这些年 我一直在教导你 怎样辨别 魂兽和魂环 以及 武魂的修炼方法 和各种应用 一直没说过 什么关于魂骨的知识 这主要的原因 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你这么早就接触魂骨 看来 现在该是给你讲讲 关于魂骨奥秘的时候了 说到这些 就先得说说什么是魂骨 在大师的示意下 唐三控制着魂力 将八根猪腿收回体内 和上次一样 这猪腿在收回的时候 消耗唐三不少的魂力 与释放时没有消耗 截然相反 大师正则说 魂骨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东西 或者说 它是魂师梦想中 最希望得到的物品 和魂环有些类似的是 魂骨也是出自于魂兽 但它与魂环 又有着极大的不同 首先呢 魂骨的出现几率 只有千分之一 甚至更低 一般来说 只有实力极其强大 并且在死的时候 经历一些特殊情况的魂兽 才会有可能在死之后 出现魂骨 并不像每一只魂兽 都会出现魂环那样 因此 魂骨就变得极为稀有 也极为珍贵了 魂骨和魂环 另一个区别是 它不需要像魂环那样 谁杀死魂兽 谁才能拥有 使用 魂骨得到之后 甚至可以用来贩卖 还记得吗 我以前对你说过 你要尽力地 多载一些金币 目的就是能在未来的 一些特殊地方 购买到你所需要的魂骨 任何一块魂骨 哪怕是再普通的魂骨 那也是天价 而且还是 有价无市哦 唐三问道 那魂骨 又应该怎么使用呢 您的意思是 我背后这八条猪腿 就是八个魂骨吗 听了唐三的话 大师忍不住笑了 你倒不贪心 还八个魂骨 能拥有一块魂骨 就已经是极其幸运了 更何况 你这还是外富魂骨 其珍贵的程度 几乎可以和顶级魂骨相媲美 你这块外富魂骨 是脊椎骨 当然 也连带八根肋骨 它的作用 就是将你杀死的那只 人面魔珠所有的毒性 全部储存下来 并且复制到 它的八条猪腿之后 再与你自身的能力相结合 演化出现在的这八条猪腿 人面魔珠魂环 与你的五魂相结合 对你的身体的各方面 沾性有所提升 蓝银草的毒性 也增加了不少 但是 那毕竟不是 人面魔珠本身的毒性 但 你的八只猪腿 就不一样了 不但拥有人面魔珠的毒素 甚至还出现了 一定的变异 刚才 它那超强的腐蚀效果 你也看到了 如果 这是刺中人体 会怎么样呢 大师说到这里 整个人 都显得有些兴奋 小三 我问你 一名魂师最多能够 得到几个魂环呢 唐三说 九个 得到九个 就是极限了 也就是 封号陡落 大师点了点头 那 大家都是九个魂环 而且年线差不多的情况之下 如何决定 谁更加强大呢 唐三想了想 要看双方的五魂是什么 是否有克制 还要看双方的实战经验对比 综合在一起 才能判断出 谁更强一些 大师点了点头 说 你说的没错 我教你的东西 你记得很清楚 那么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在双方一切相等的情况之下 如果有一个人拥有一块魂骨 那么 刚才你所说的那些 都没有必要计算进去了 因为拥有魂骨的魂师 是占绝对优势的 唐三有些吃惊的看着大师 啊 魂骨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大师点了点头 魂幻附加的是魂技 虽然也对魂师本身的属性有所增强 但 它主要的作用毕竟在附带的魂披之上 而魂骨呢 刚好相反 或许魂骨不会附带技能 但 对于魂师本身增强那是巨大的 更为重要的是 魂骨拥有可成长性 比魂环更加宝贵 魂环附带的技能 都会随着魂力的增加而增幅 这你是知道的 但你也应该知道 魂环本身的年限会限制它的增幅 哪怕是一位九十几以上的封号斗罗 它的第一魂环技能也不会增幅到足够强大的程度 就是这个道理 而魂骨却不一样 魂骨是不会受到产生它的魂兽年限限制的 只会随着魂师本身的实力增强而进化 也就是说 越早得到魂骨 给它进化的时间 就会越长 唐三说 人身上的骨头有那么多 如果能有那么多种魂骨吸收到自身的话 岂不是千变万化 大师摇里摇头说 人身上的骨头虽然多 但却只分为几个大部分 所以一般来说 能够吸收魂骨也只是有几类 此之头和躯干 也就是说 一般人能吸收的魂骨是六块 就像魂师能够吸收九个魂环是一个道理 魂骨的好坏 以及对魂师的作用 主要是取决于吸收的早晚和属性是否与自己相合上 唐三恍然说 那我这块来自人面魔珠的魂骨 唯一是与自身相合的 属于屈干类魂骨 对吗 前一句你说得很对 拥有最合适自己的魂骨的方法 就是得到魂骨和自己身上的一个魂环 出自同一个魂兽 但你的这块魂骨却并不属于屈干类 所以我才会说它是外富魂骨 唐三好奇地问 那什么是外富魂骨啊 大师很有耐心地解释着 外富魂骨是一种神奇的存在 是除了六大类魂骨之外的特殊存在 如果说普通的魂骨 从魂兽身上出现的几率是千分之一 那么外富魂骨出现的几率 连万分之一也没有 而且吸收外富魂骨的条件 首先就是要吸收这个魂骨 掉落魂兽的魂环才行 我们所说的屈干类魂骨 一般是指胸骨 而你吸收的这块魂骨 却是脊椎骨 通过先前的观察 我可以肯定 它就是一块外富魂骨 孩子啊 你知道吗 在魂世界 对于一个魂师来说 最珍贵的东西有一个排行榜 名叫魂师梦想榜 其中这外富魂骨 一直高居魂师梦想榜第二位 仅次于第一位 那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十万年魂环的 大师用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了唐三 他这自以为是怪物的八条猪腿 有多么的珍贵 唐三忍不住 心中暗暗疑惑 这八条猪腿 真的有那么强大吗 大师说了这么多话 也有些口干了 清晨天气凉 你先把衣服穿上吧 记住 今天我对你说的外富魂骨 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虽然外富魂骨不像普通魂骨能够被吸收 但正所谓木秀于林 封闭催制 越少人知道你拥有外富魂骨越好 以免有人因为嫉妒而向你下手 唐三穿好了外衣 向大师问道 老师 那我这个外富魂骨究竟有什么用呢 大师说 具体有什么用 我现在也不好说 毕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才可以磨清楚 从今天开始 你将增加一项训练任务 那就是尽快掌握外富魂骨的使用 从刚才的情形看 你这个外富魂骨拥有着极其强大的攻击力 不但可以穿刺还附带剧毒 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 那猪腿上附带的毒素应该就是能够控制的 可以随你心意释放 同时那八条猪腿的长度 你想过没有 如果用他们来代替你的双腿进行前进 会怎样呢 唐三是聪明人 有了大师的提点 他顿时明白过来 如果是那样的话 不但速度会增加 而且地形对于速度的影响 也将会大幅度削弱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继续收听 由紫禁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 第118章 大师微微一笑说 所以这八条猪腿 带给你的能力中 就包括一个 无视地形急速前进 至于它的好处嘛 你今后就会看到 更多的精细了 更何况 它还会随着你 每一次通过 魂环进阶而进化 威力甚至会超乎你的想象 有了它在 你现在已经拥有了 可以全方位与十几以内 差距的对手交手的机会 而且因为外富魂骨的稀有 除非你自己说出来 否则谁也不会知道 你这八条猪腿是外富魂骨 他们更多的会以为 这是你那蓝银草的表现形式之一 毕竟它除了坚硬以外 外表和蓝银草 还是有十分的相似的 至于以后能够控制它 发挥到什么程度 就要看你自己的努力了 如果你能让这八条猪腿 变成八根 如臂食指般的剧毒长矛 可想而知 你自身的战斗力 会增负到怎样的程度呢 当唐三赫大师 回到史莱赫学院时 天已经大亮 大师今天说了很多 关于魂骨的知识 虽然只是大体上的情况 唐三也需要将这些知识 逐渐消化才行 小赛 去吃饭吧 从今天开始 我将给你重新安排一个 修炼的时间表 唐三抬头看向大师 说 老师 你要走了吗 在他看来 大师给自己安排好修炼方法 恐怕是要离开了 心中不禁一阵失落 大师微微一笑 说 放心吧 老师不走 我还怕你在练习 外腹魂骨的时候 会出现问题 这外腹魂骨 已经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与你的脊椎骨完全融为异体 万一出现了问题 很有可能就会是致命的 所以 我也只能留下来了 老师不走了 那真是太好了 唐三一听 大师将留下来 继续指导自己修炼 不禁心中依稀 大师脸上流露出一丝 向往的情绪 说 小赛 你知道吗 我现在很想看看你二十年后的样子 我决定留下来也不光是为了你 还有你那些个学院的伙伴 你们每一个都可以用天才来形容 如果没有合适的修炼方法 那岂不是要浪费了吗 富兰德虽然有不少的修炼经验 但很多细节上做的不够好 我希望今后你们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团体 所以就必定要从现在开始 用最优秀的修炼方法来指导你们 对于唐三来说 大师留下来的理由并不重要 关键是他决定留下来 这就足够了 师徒二人来到学院食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赶路太辛苦 此时食堂内早饭虽然早已准备好了 但却空无一人 唐三赶忙成了两碗粥 分别给自己和大师 史莱克学院经济不富裕 早点自然也不会有多么的丰盛 今天早点很简单 馒头 咸菜 粥 还有每个人一个鸡蛋 看着唐三端到自己面前的早点 大师一阵皱眉 大师僵硬的脸 看上去有些发黑 说 富兰德就给你们吃这个 唐三说 这已经很不错了呀 馒头管饱 比我小时候强多了 胡闹 大师放下手中的馒头 怒气上涌 他的脾气一向刚硬 你们这些孩子正在长身体的重要时刻 身体才是武魂的本钱 没有一个好身体 怎么可以坚持紧张的修炼呢 这早点对于我和弗兰德这样的年纪来说足够了 但对于你们这些孩子却是远远不够 大师正在发火 弗兰德 懒洋洋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我说大师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也知道这些孩子都是长身体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一天要吃多少东西吗 山珍海味在索托城买得到 但学院的经济条件怎么可能允许我给他们山珍海味吃啊 你要是愿意赞助的话 那我没意见 随着声音 弗兰德从外面走了进来 看着他 大师脸色略微缓和了几分 学院有什么困难我不管 但既然我决定留下来 作为这里的一名老师 就绝对不能哭了孩子们 弗兰德 这件事你交给我全权处理吧 以后这些孩子没顿吃什么 由我来决定 弗兰德心中一乐 怎么 小高 你决定留下来了 大师点了点头说 无论是为了唐三 还是为了你招揽来的这些个小怪物们 我决定留在这里一段时间 这两天 我也简单的了解了一下 你们现在的教学方法 有许多地方需要改善 那天你对我说过 只要我愿意留下来 你可以将权力下放给我 是不是 弗兰德太了解大师了 看着他的样子 已经明白自己这位老兄弟 要大干一场的决心 表面上他虽然没什么表示 但心中已经乐开了话了 大师的理论知识 那可是独步天下的 当下他唯恐大师后悔 立刻痛快地说 没问题 你要干什么 只需要先通知我一下就行了 学员的老师随你调配 当然 需要花钱的地方 你可要先告诉我 学员的经济状况 肯定要比你想象的还差 大师微微皱眉 说 我知道你们这些人 都是性格孤傲之辈 但就不能变通一些 增加收入吗 弗兰德愣了一下 是笑的 刚硬如你 也知道变通了 大师目光柔和地看了一眼 身边的唐三说 为了这些孩子 变通一些又有什么吗 弗兰德 呵呵一笑 行 只要不违背我做人的原则 随便你如何变通 早餐之后 钟声准时响起 将全部学员召集到 学院的操场上 今天显得格外热闹 不但正负两位院长弗兰德和赵乌吉来了 还有大师和学院的另外几位老师 也都来到操场上 除了两位院长之外 学院原本还有三位老师 也就是入学考试时负责前三官的那三位 唐三只见过其中一位 就是当初凭借棍子无魂下走了不少人的老者 弗兰德走到七名学员面前 目光从七人身上 严肃地扫过 说 好 大家都到齐了 下面我有几件事情要宣布 首先 我给新来的四名学员 介绍一下学院的老师 说着 弗兰德指向唐三曾经见过的那位 武魂为长棍的老者 这位是李玉松老师 武魂龙门棍 六十三级魂帝 指向第二位 年纪更大一些 似乎有七巡开外的老者 说 这位是 卢奇斌卢老师 武魂兴罗奇 六十六级魂帝 最后一位老师的年纪 比前两位要年轻一些 似乎和弗兰德差不多的样子 这位是绍心绍老师 武魂唐斗 七十一级魂圣 十五系魂尸 邵老师是我知道的十五系魂尸中 绝对排名前五位的强者 如果说前两位老师还不够给人震撼的话 那么因为七十一级十五系魂圣的出现 令新来学院的四名学员同时震惊 那位邵老师看上去个子不高 和才只是十二岁的小五差不多 甚至还要矮上一顶 小眼睛大鼻子 喜貌不扬 但谁能想到 他竟然是一位如此高级的十五系魂尸呢 其实一级十五系魂圣 不论是放在武魂殿 还是放在任何一个魂尸家族 都绝对是供奉起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此今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第119章 三名老师在弗兰德介绍之后 都朝学员们点了点头 不同的是 第一位李老师面无表情 第二位卢老师则是面带微笑 到那位邵老师 脸上表情自有些怪异了 他的目光始终落在奥斯卡身上 目光甚至带着几分痴迷 最后弗兰德走到大师的身边 搂住大师的肩膀说 最后这位 我要给大家仔细介绍一下 他就是凭借自己的研究 得出十大武魂竞争力 被誉为武魂理论的最强者 最具智慧的魂师 同时也是唐三的老师 玉小刚先生 当然他也是我的老兄弟 我们已经认识了几十年 也许提到他的名字 你们不太清楚 但他的称号 我想你们都应该有所耳闻 以后你们称他为大师就行了 听到大师儿子 众人不禁都是精神一振 目光纷纷投向唐三 虽然他们对大师并不了解 他能够调教出像唐三这样出色的弟子 老师又怎么会不优秀呢 唐三也同样有些惊讶 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知道大师的名字 以前大师从没说过 他自然也不好问 原来自己的老师叫做玉小刚啊 弗兰德说 从今天开始 对你们的教学将由大师全权负责 我们都会配合大师 你们昨天才回来 我想大家也算比较疲惫了 今天就给你们放一天假 明天开始恢复尚课 此次兴斗大森林之行 又有三个人达到了魂尊境界 尚未突破三十级的宁荣荣 马红巨 朱朱青 你们也要努力了 争取早日追上其他几人的步伐 大师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最后一句 是向大师发出的询问 大师点了点头 僵硬的面旁一如既往 看着眼前的七名学员淡淡的说 学院只有你们七名学员 在我看来 你们也是一个整体 我已经看过你们的简历了 之后 我会制定出一些针对性的教学方法 除了配合以外 我不希望听到任何不同的声音 无论是谁 我都会一视同仁 你们既然是怪物学院的学员 但就要比普通魂师怪出来 今后 让所有人提起你们 只能想到怪物二字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七人 将不再像以前那样 分为初级高级两个部分 完全进行统一教训 按照年纪 我将你们进行排位 一号 戴木白 二号 奥斯卡 三号 唐三 四号 马洪俊 五号 小五 六号 颖蓉蓉 七号 朱朱青 大师沐光 从众人身上扫锅 说 好了 现在你们可以解散了 明天清晨在这里集合 对了还有 早饭时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 缺席 否则将受到特别的训练对待 休息一天当然是好事 不过大师的到来 也让学员们有些好奇和忐忑 目送着老师们相继离去 奥斯卡站在唐三身边 鼻声说 小三 看上去 你的这位老师似乎比弗兰德校长 还要厉害啊 唐三微微一笑 老师做事一向意思不够 只要严格按照他的吩咐去做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戴木白说 除了我和小傲 你们五个都是童年的 没想到小三是小三 小五是小五 这倒是巧了 胖子 嘿嘿一笑 说 三位小妹妹 小声速过来听听 小五白了他一眼 神出手 说 没问题啊 红包拿来 我就叫 胖子一愣 帅哥 宁荣荣更绝了 胖子 只要你的实力能和三哥差不多 我就叫你一声 中竹青的回答最简洁 冷冷的目光看向马洪俊 只说出三个字 大赢我 算了 我忍了 胖子有些郁闷的摆了摆手 你们有没有人进城啊 好不容易休息一点 我去索托城转转 戴木白这几天憋的也是有些辛苦 不过通过星斗大森林之行 他和朱祝卿之间的关系 好不容易缓和了一些 此事自然不会破坏 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形象 抬头望天 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奥斯卡打了个哈欠说 我不去了 我回去补教了 终于三十级了 以后可以清闲一些了 三个女孩都在瞪视着马洪俊 他们显然都知道 这个胖子进城没啥好事情 正在这时候 杭三突然开口说 我和你一起去吧 胖子眼睛一亮 偷偷看了一眼脸色微变的小五 老大 你也开窍了 杭三愣了一下 开什么窍啊 我要去找个铁匠铺 看看能不能雇佣两位铁匠 制造一些东西 不然 有我一个人的力量 想把你们每个人都装备起来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宁荣荣扑斥一笑 我就知道 三哥不会像你那么龌龊 小五脸色也悄悄地回复了正常 说 我和你一起去吧 唐三微微摇头 算了 我自己去吧 这次你也受了不少惊吓 在学院休息休息 我很快就回来 唐三没有坚持 点头答应了 胖子美好气地看着宁荣荣 什么叫龌龊呀 我是解决邪火的问题 这可是院长特批的 小三我们走吧 唐三苦笑的 你这一会儿老三一会儿小三的 能不能同意一下承欢 胖子黑黑一笑 那我还是叫你小三吧 你也不过比我大一两个月而已 走了走了 他似乎有些迫不及待了 扯着唐三就上学院外面走去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宁荣荣在小五耳边压低声一说 哎 你就不怕你家小三被胖子带坏了吗 要是我肯定跟着去了 小五微微一笑 男人总要有点自由的空间 而且我才不相信小三会被胖子带坏呢 宁荣荣笑道 哼 看你那得意的样子 好一对叛情惬意的阿哥阿妹 小五笑脸一红 抬手在宁荣荣叶下轻骚 不要乱说 我和小三是兄妹关系 宁荣荣直至一笑 一边朝宿舍跑去 一边取笑道 行了 不用可以标榜嘛 哎哟 知道你们是兄妹 比亲兄妹还轻的那种 讨厌 小五从来就不是尸亏的主 顿时笑闹着追上去 两女同一宿舍 自然也是朝着同一方向跑了 奥斯卡打着哈欠回宿舍而去 戴木白的目光则是落在朱竹青身上 朱竹 朱竹青抬头看了他一眼 活去修炼了 说完转身要离去 戴木白一个剑步挡在朱竹青的身前 哎 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 我记得小时候的你不是这样的 朱竹青脸上流露出一丝冷笑 那你呢 小时候的你也是像现在这样吗 双胞胎 冷横一声转身就走 虽然他的话比前几天多了一些 但是那道冰封的门 还是将戴木白牢牢的拒绝在外 看着朱竹青快步离去 戴木白没有追上去 脸上流露着哭笑 哎 难道这就是我应得的报应 想我风流带哨也有这么一天 哎 报应啊 或许真的是报应吧 戴木白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 他和朱竹青之间的关系 可如果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就算朱竹青长得再漂亮 一向高傲的邪魔白虎 又怎么会如此低声下气呢 索托城 一进城胖子就飞快的和唐三分了手 去解决自己的邪火问题了 路上他自然是数次诱惑唐三 希望能够拉他下水 不过唐三明显意志坚定 并没有被他作惑 同样是12岁 但是心智差距也依然巨大 佐托城还是那么繁华 此时是上午 各家店铺都已经开门营业 欣欣嚣嚣的人群 与史莱和学院的亲近截然不同 唐三此行的目的地很简单 就是要寻找一家合作的铁匠铺 昨天晚上他睡得虽早 但也考虑了宁荣荣的提议 如果只是自己用 那么他一个人的力量 足以制造出足够多的安器了 但如果是要提供给别人 那么他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禁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 第120章 当初唐三在唐门的时候 就是专门负责按器制造 在他跳崖之前 已经做到了外门中管的级别 对于唐门的按器制造流程极为熟悉 唐门的所有经济来源 几乎都是依靠外门制造的毒药和按器 唐三仔细思考之后 决定将这个方法搬到斗罗大陆来 其中虽然也有一些困难 但先简单的实行一下还是可以的 因此 唐三才决定 趁今天放假这段时间来寻找一家铁匠铺 进行合作 进入魂钻境界 只要到下个月去武魂店领取补助的时候 重新进行一下等级测试 唐三自己就将有每个月一百个金魂币的收入 铁匠作为低等职业 雇佣有极为便宜 他相信自己还是能够支持的 更何况所有按器的制造成本 都是大家来分探 钱并不是问题 之所以下定决心要找铁匠铺合作 来制造机构类按器 也是因为唐三决定要制作出几种更强烈一些的按器 这个世界毕竟和以前的世界不同 所有的材料都需要他自己来收集 制作更强大的按器 自然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心力 当然制造唐门按器工艺 唐三是不会外传的 他只需要将制造按器零件的工作包给铁匠铺 自己进行最后组装就足以保密了 别说铁匠铺的人无法防止 他们甚至连唐三要制作的最后成品是什么 都不可能知道 询问了几位路人之后 唐三终于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做到城内最大的铁匠铺 这家铁匠铺名字很简单 就叫铁匠铺 没有任何装饰的词 还没走进铁匠铺 就一听到密集的敲击声 声音密集清脆 显然是有众多铁匠在工作着 从外表看 这间铁匠铺的规模 比唐三曾经在诺丁城工作过的铁匠铺 要大得多 足有内建十三铁匠铺五六倍大 环阔的银客厅内 按照分类摆访着各种各样的成品 其中分为三大区域 分别是日用器具 武器和防具 其中日用器具 占据店铺约一半的面积 剩余的在手武器防具一类 在店铺前厅与后面工作间中央 用长条黑色漫步隔开 漫步每隔三米 就有一个持进一米的白色帖子 看上去很有气势 店铺客厅内负责接待客人的伙计 就有六七名 迎来送往 分工非常明确 有的负责接待客人结下生意 有的负责将做好的成品交给客人 还有一名看上去身材魁梧的中年人 短坐在柜台后面 专门负责收钱 唐三迈步向店铺内走去 直奔柜台 一名店铺内的伙计赶蒙迎了上来 挡住了唐三 小先生 你有什么需要的吗 唐三心中好笑 先生就先生 还偏偏加上个小子 虽然他的身高也算接近成人 但是一脸稚气 一看就是年龄不大的少年 唐三微笑道 我想和你们谈比生意 伙计上下打量了唐三基因 唐三依着十分简朴 不依不顾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相貌普通 身材匀衬 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人 你想打到什么 直接和我说就行了 唐三说 你恐怕做不了种 我这是一个长期的生意 如果可以的话 会一直合作 一边说着 唐三从怀中摸出一张纸说 这个你能看懂吗 那是一张暗器零件的设计图 唐三自己在制作暗器的时候 也需要进行绘图 仔细地测量和计算之后才能制作 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依靠脑子记住的 火星接过图纸 只看了一眼就啥了 图纸上画着许多复杂的图案 也说看懂 他连这些东西是什么都看不出来 这个 火星再次看了唐三一眼 这才说 麻烦你等一下啊 我请教一下掌柜 看看我们能不能做 说完 立刻向柜台方向跑去 柜台后面那身材壮瘦的中年人 很快就拿到了火星地上的图纸 一会儿的功夫 他脸上就布满了惊讶之色 和火星说了几句什么 就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 在火星带领之下 来到唐三的面前 小伙子 这是你带来的图纸啊 你要制造的这些东西是什么 我也看不出来啊 能不能强解一下啊 唐三说 你们不需要知道这些是什么 我只想问你们能不能做 要用上等的晶铁 最好是铁金来进行打造 中年人皱了皱眉 我是这个铁江铺的老板 我叫铁鑫 小伙子 你知不知道铁金的价钱呢 再加上制造费用 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你最好还请你家大人来谈得好 唐三突然心中一动 从面前这中年人身上 他感受到了魂力的波动气息 这铁江铺的老板 竟然是一位魂石吗 铁金的价格我当然知道 不瞒您说 我也是一个铁江 只是我势单力薄 不可能一个人制造这么多东西 所以才找上您这里的 铁金的价格按照重量 一公斤铁金是十个金魂米 没错吧 你您这里的规模 我想应该能够提炼铁金 中年人点了点头 嗯 价格你说的没错 你也应该知道 铁金的坚韧程度 远超普通的金铁 打造也自然是要困难的多 用它来打造任何的物品 加工费和铁金本身价格是等同的 也就是说 用一公斤铁金打造任何东西 我们要收取十个金魂米的加工费用 而你这图纸上的物件 有这么复杂啊 甚至还要再多收百分之五十 如果普通人听到这里 听到铁江铺的人说 拿到一些东西居然是以金魂米来衡量价格的 一定会大为吃惊 但唐三却知道 面前这位叫铁心的老板 说的价格已经是非常的公道了 心中顿时好感大增 大叔 您说的价格没问题 如果我要求制造量比较大 能否有些优惠呢 唐三虽然不太会讨价还价 但必要的优惠还少争取的 铁心全音说 这是肯定的 如果你真的要求用铁精来制造这些东西 就算是我们大客户了 材料费是不能减少的 总不能赔钱吧 工费我可以给你打个九折 如果你使用的铁精超过十公斤 那么我可以给你八折 最低也就是八折了 唐三爽快的点了点头 说 就这么定了 麻烦您按照我给的这张图纸 制作出十份 我已经详细结算过 每一份大概需要铁精两公斤左右 一共就是二十公斤 铁心吃惊的看着唐三 你要做这么多啊 这个是二十公斤铁精啊 加上工费就是五百个金魂笔 就算工费我给你八折 要四百四十个金魂笔啊 看铁心的样子 唐三就明白 可是怕自己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唐三突然说 他说 你也是混师吧 铁心心中一领 看着唐三皱了皱眉 唐三说 我想和您单独谈谈 可以吗 四百多个金魂笔的生意 哪怕是这家索托城最大的铁匠铺 也绝对是一笔大生意 要知道 他们全年营业额也不过是三千个金魂笔左右 铁心点了点头说 那请你跟我到后面来吧 当下他带着唐三朝后面走去 穿过隔离部杖 唐三顿时看到了惊讶的影 这家铁匠部前面的银客厅已经是很大了 可这后面的工作间却更大 放眼望去 竟是一片炉火通火 至少有超过五十名铁匠在同时工作 唐三的子吉摩铜盒等锐利 目光简单从这些铁匠身上扫过 心中就暗暗点头 这里的铁匠虽然不是每一个都那么强壮 但不论是眼神还是他们的手都极为沉稳 显然都是资深铁匠 能够支撑这么大一家铁匠部 也必须要有这么多优秀铁匠存在 突然 唐三口中发出一声轻疑 自言自语地说 他们 怎么也在这里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由紫禁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第121章 铁心停下脚步 疑惑地看向唐三 小伙子 有什么问题吗 从内心中 铁心对唐三并不怎么信任 毕竟他看上去年纪太小了 但唐三拿出的图纸 却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而且只是一笔400多个禁魂币的大声音 铁心可不想因为自己意识多疑而放过了 他们虽然是缩头城最大的铁枪铺 但是却绝不是唯一的铁枪铺 顺着唐三的目光看过去 唐三注意到的是两名正在工作的年轻铁枪 他们看上去是八九岁的样子 都是抱头还眼 相貌极为相像 身材雄壮 油黑的肌肉如同小山般纹起 手中铸造锤也比别的铁枪大了许多 打造的过程却极为沉稳 甚至比周围一些中年铁枪效率都要高 铁心进唐三注意的是他们 不禁有些得意的呵呵一笑说 这两个小子现在是越来越壮了 怎么样 我这里铁枪都不错吧 他们两个是我的双胞胎儿子 一个叫铁龙一个叫铁虎 虽然年纪不大 那也算是得了我的真传 是铺子里最好的铁匠 没错 唐三看到的这两个人 就是上次在斗魂台上 败给他和小五的铁石兄弟 也就是那个铁血组合 当时他们的孤主以致技能 还伤了唐三 听铁心这么一说 唐三顿时明白 为什么铁心身上会有魂力波动 从魂力波动来看 铁心的实力并不是很强 甚至还不如他两个儿子 显然铁龙和铁虎的五魂 是有些变异程度在内的 以他们的年纪 已经拥有了二十多季的魂力 就算是高等魂式血缘中 应该也算是相当不错的血缘了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的话 那我就请他们打造这些东西好了 唐三本身是铁匠也是魂师 他当然清楚 有魂力作为后盾打造物品 要比普通铁匠打造的好很多 但是打造是力量的匀程程度 以及力量的控制 都是普通人无法奇迹的 铁心深深的看了唐三一眼 淡淡一笑说 如果真的合作成功 这没问题 他带着唐三 一直来到工作间后面的一个房间之处 房间内放着一张桌子和七八把椅子 还有一张简单的大床 竟然是这位老板的办公室 平时也可以用来休息 从窗户直接能看到外面工作间的情况 铁心静止走到自己桌子后面 坐了下来 同时向铁三比了个请坐的手势 从对眼前这个少年的第一印象来看 铁心倒是挺喜欢唐三那种朴实的气息 但如果说生意合作 他感到的更多是可笑 如果不是抱着万分之一的可能 他都不会让唐三跟自己进来 一个看上去最多不过十五岁的少年 他都带着自己什么声音 而且他说的是铁精 铁心问道 小伙子 你说你曾经也是铁将 唐三心中暗暗哭笑 对于铁心的心态 他多少也明白一些 毕竟自己年纪太小了 此时倒不像是谈生意 反而像是质问 是的 我以前是铁将 我父亲也是一位铁将 我的技艺是和他学的 一听唐三是铁将传家 贴心不禁增加了几番好感 原来是这样啊 听你的口音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你是跟着家人千居到所托的 唐三摇里摇头 不 我是来上学的 上学 难道你是浑师 铁心略带期望地看着唐三 虽然在陆地上有各种学院 但无疑浑师学院是最受瞩目的 一般来说 学习其他东西很少有异地的 只有浑师学院不同 高级浑师学院只有在大城市才有 而且铁心看到唐三虽然衣着相貌 都很普通 但谈吐却明显超越他的年龄 既然是见过一些世面的 顾赛有此疑问 他当然希望唐三是某个浑师学院的学员 虽然以他的年纪 不过是刚加入中级浑师学院的样子 但浑师的身份毕竟不同 在五魂殿都有记录在案的 和浑师做生意 只要看过对方的浑师等级 并与五魂殿核实 就不怕对方刷什么画招 唐三点了点头说 是 我刚刚进入学院学习 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铁心拿出图纸 拼探在桌子上 又仔细看了看 才说 嗯 从图纸上看 你要的这些东西都十分精巧 打造起来并不容易 而且这笔生意的数额不小 虽然我们铁匠铺有一定规模 但是四百四十个金币 对我们来说还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你准备如何与我们合作呢 唐三在来的路上已经想好了合作方式 铁大叔 这样好了 我先支付一部分定金 麻烦你们先将这些东西打造一套出来 如果质量没问题的话 就继续制作 我首次能够支付的金魂币大概是一百枚左右 铁心皱了皱眉 说 小伙子 你既然曾经是铁匠 就应该知道 很多精细的东西是需要模具来制作的 这模具也是制作成本中最大的一块 如果只是做一套 别说我无法给你折扣 甚至还会赔钱的 一百个金币的定金虽然是够了 但是我希望能增加一份保证 既然你是魂师 那能否把你的魂师手扎给我看看 只要确定没问题 我们的合作就可以开始了 听唐三说 首先肯付一百个金魂币 铁心已经有些相信眼前这个少年了 不过他开铁匠铺有不少的年头 而唐三制作的这些东西又不是他认识的 因此处于稳妥期间 他当然希望能够先摸清一些唐三的底细 只要唐三的魂师身份没有问题 这笔大生意他就敢接下 至于魂师手扎 那是魂师在五魂店第一次领取补助金所发放的 可以说是魂师身份的象征 上面会记载着魂师本人的资料 并有五魂店的专门编号 只需要凭借这个编号 就能够花一定金钱 通过五魂店的联络系统 查到这名魂师是否有其人 唐三没有犹豫 右手在二十四角明月夜上一抹 取出了自己的魂师手扎 他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而且很希望能够完成这次合作 自然是要先取信于对方了 魂师手扎并不是纸张或者不薄 而是一款八掌大小的金属编 据说这种特殊金属只有五魂店才出 很难仿望 魂师手扎选用金属制作而成 也是为防止破损 毕竟这一份手扎在正常情况之下 是要跟着魂师一生的 在八掌大小的金属上 刻画着魂师每一次进阶的时间 一共有十行 第一行刻着注册时间地点 以及魂师的五魂 第二行则开始是进阶的时间 以及魂环的等级 在魂师手扎另一面则刻着 五魂店的第一标记 异柄常见 这手扎方面所有魂师都是一样的 只有五魂店的人才会多出一些变化 眼看唐三取出魂师手扎递了过来 铁星赶忙站起身 从桌子后面走了出来 郑重地用双手借过 魂师手扎是魂师身份的象征 以及进阶的记录 一般是不会轻易出事的 就像魂师的尊严一样重要 尽管唐三看上去年纪不大 但铁星还是不敢怠慢 写过冰凉的金属片 铁星仔细向上看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最上面一行小字 这些客送的人都是五魂店专门培养的 不论哪处五魂店字体都是一样的 只见上面写着 姓名唐三 性别男 斗罗利2637年 注册于诺丁城五魂坟店 五魂蓝银草 看了这一行 铁星不禁有些失望 它本身虽然天赋不高 现在也只是二世纪纪 属于一辈子无法突破三世纪的大魂师 但眼光还是有的 蓝银草这个标准废五魂自然知道 难道说 拥有蓝银草五魂也能成为魂师不成吗 在这心中的疑惑 铁星向魂师手扎第二行看去 十几魂师注册时间 斗罗利2637年注册于诺丁城五魂坟店 唐心揉了揉自己眼睛 我会看错了吧 怎么还是2637年呢 蓝银草五魂真的能够修炼 修炼到魂师境界吗 这个是不是记载错误了 他抬头看向唐三 带着疑惑的目光说 小伙子 你这魂师手扎上的记载是不是有问题啊 为什么你注册成为魂师和成为魂师竟然是同你呢 唐三微微一笑 不 还没有记载错 因为我是仙天满魂力 仙天满魂力 铁星大吃一惊 看着唐三的目光顿时就变了 先不管他是什么样的魂魂 但是仙天满魂力这几个字 就带给他足够多的震撼 至少在铁星认识和知道的魂师之中 还没有一个是仙天满魂力的 难怪 难怪他会在童年成为魂师 自己怎么没想到啊 还有仙天满魂力这种情况存在 一个仙天满魂力的蓝银草魂师 这也太令人意外了 有些急切地看向魂师首查第三行 因为之前他一共看到三行自己 二十几大魂师 注册时间 斗罗利 二六三九年 注册于 诺丁城五魂粉底 魂师首查上是不会记载魂师不同级别 获得的魂环等级以及魂记的 那毕竟是魂师的秘密 哪怕是五魂殿自己的记载中 最多也只是魂环级别 至于魂记 那都是魂师不会轻隐外露的 三七年 三八年 三九年 仅仅三年时间 他就已经成为大魂师了 二十几以上的大魂师们 看上去他现在也不超过十五岁 而今年是二六四三年 也就是说 他在四年前就已经突破二十几了 这下子 铁心是彻底真情了 排除眼前这个孩子的蓝银草是废物魂 单从魂力上看 他也绝对是个天才 比自己两个儿子更加出色的天才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荆故事制作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斗罗大陆》 《斗罗大陆》 《斗罗大陆》第122章 唐三客气地问道 铁手说 您看完了吗 铁心默默地将魂石手扎递还给唐三 他已经记住上面的编号了随时可以去进行查询 铁心郑重地说 唐三大婚事 我为之前的冒昧 郑重地向您道歉 唐三微笑摇头 没什么 你做生意也不容易 换了是我 可能比您还不放心呢 毕竟我的年纪小一些 铁心忍不住问 能不能告诉我 你今年多大呀 唐三没有隐瞒 再过几个月 就是三岁了 铁心道歇一口惊气 不到是三岁 也就是说 他才只有十二岁 而且是四年前 也就是他在八岁那年 就已经成为大婚事了 这是真的吗 这可能是真的吗 唐三大婚事 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 能不能让我看一下 你的婚婚呢 十二岁的大婚事 对于铁心来说 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存在 毕竟 史莱克的怪物 也只有七个而已 这并不是普通人 能够理解的 铁心说出这句话 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 似乎过于多疑了一些 脸上危险的赫然 唐三却并不在意 他需要的是一个 长期稳定的合作铁枪铺 取信于对方 显然是极为重要的 铁心的言行举止 给人沉稳的感觉 再加上 这件铁枪铺的规模 都令他十分的满意 好 唐三缓缓抬起自己左手 蓝色光芒悄然涌动 唐三聚精会神的 看着唐三 等待着伴随五魂 同时出现的魂魂 或许魂石手扎能够作假 可魂魂却绝对假不了 那才是魂石等其真正的象征 来着映然蓝紫色的蓝烟草 从唐三掌心蜂拥而出 瞬间蔓延 垂至地面之后 迅速地爬满房间底面 与此同时 亮丽的三个魂魂 同时从他脚下升起 两黄一紫 三个魂魂极其明显地 围绕着他的身体 有序的律动着 就在这一刻 空气仿佛已经凝固 房间内的一切 都变得奇幻起来 铁心张大了嘴 死死地盯着 唐三身上的魂魂 双手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 你 你 唐三说 我刚获得了第三个魂魂 还没来得及到五魂店注册 所以魂石手扎上 没有我成为魂尊的记录 三个 那真的是三个吗 铁心的心在颤抖 十二岁 魂尊 超过三十几 蓝银草 这些词汇不断地在铁心脑海中盘旋 他的大脑在此时陷入一片空白 一股难以言语的感觉 弥漫在胸前 从唐三身上 铁心感受到了压力 那是高等级魂师对低等级魂师特有的压力 唐三有些艰难地问道 你 你真的 只有十二岁 正在这时候 突然房门打开 一个高大的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 爸 我听前面的伙计说 来了一笔大声音 这是 高大身影 驻然凝固了 在蓝银草带来的压力之下 他的五魂第一时间释放而出 两个黄色百年魂魂从脚下升起 是你 进来的是铁龙 当他看到唐三的时候 顿时惊呼出声 尤其是看到唐三身上那紫色的第三魂魂 顿时脸色就变了 铁心毕竟是见过一些市民 此时已经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说 阿龙啊 你认识唐三的魂村 铁龙瞪大眼睛 盯视着唐三的第三魂魂 有些颓然的说 爸 你还记得 上次我们兄弟在斗魂场 拜给两个少年吗 就是唐三和一个女孩子 组成的三五组合 当时唐三还阻止了 小五重创我们 唐三 你竟然已经通破三十几了 唐三收回自己的五魂 蓝音草和魂魂同时消失 向铁龙微微点头 说 铁大哥 你好啊 上次我们在斗魂场对战的时候 我就已经二十九级 前几天机缘巧合 突破了三十级 铁龙苦笑说 和你想比 我们兄弟简直就是废物了 前面伙计说 那个带来大生意的人 不会就是你吧 唐三呵呵一笑 怎么不是我 这次我是特意来麻烦你们的 只是没想到 这居然是你家的铁墙坡 铁心心中安叹了一声 看着唐三的目光 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 一个十二岁的魂尊 代表着什么 他或许不太清楚 但就算他再没眼光 也能看得出 唐三的未来将不可限量 和这样一位魂尊合作 还有什么可耐忧的呢 唐三魂尊呢 我为之前对你的怀疑道歉 我们的合作没问题 就按照你之前说的办吧 唐三暗暗松了口气 终于完成合作了 这样一来 自己就有更多的时间来修炼 和制造一些更加强大的暗器了 铁大叔 我还想向您购买一套铁浆纹的炉具 要品质最好的 麻烦您找人帮我送到学院 我待会儿告诉您地址 铁心痛快地说 没问题 以后你有什么需要 只要是我们能做到的 尽管来找我们 你放心 你的订单 我让铁龙铁虎两个小子 主要负责 质量肯定是没问题 这两小子是我交大的 他们的技术在铺子里是最好的 唐三说 那就麻烦两位铁大哥了 留下是莱克学院地址 支付了一百个金魂币之后 唐三在铁师父子三人的陪同之下 走出了铁降坡 铁大叔 两位铁大哥 你们不用送了 东西就麻烦你们了 打造好了以后 让人到学院通知我一下 我来去 罗聚还要麻烦你们 尽快送过去 还有刚才我写的那些金属材料 放心吧 这些东西 明天我就让人给你送到学院去 话说 唐三混存 你们学院还收学院吗 我这两个不争气的儿子 要是能到贵学院去 我想实力一定会增加的更快 铁心心眼看到唐三的实力 能够培养出唐三这样的混师 绝对令人心动了 唐三说 恐怕不行啊 学院要求比较严格 只收12岁的学院 两位铁大哥的年纪已经超过了 铁龙说 算了吧 我们在索托城高级混师学院也一样 我们会努力的 争取早日达到30级 来的时候 马洪君已经告诉过唐三 让他回去的时候不用等了 唐三离开铁江铺之后 没有在索托城逗留 直接返回学院 对于他来说 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 将完全在修炼中度过 唐三从未认为自己是天才 他只是得天独厚的 带着悬天保禄来到这个世界 不论是先天满魂力 还是后天魂力提升快速 这其实是修炼玄天保禄的结果 所以他绝不能懈怠 第二天一早 唐三习惯性地盘上房顶 修炼紫济摩瞳 呼吸着那朝阳带来的东来紫气 天很晴 看着那冉冉升起的 橙黄色混原 还有那远方被渲染成金色的天空 唐三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眼中紫意盎然 精气神几乎同时达到巅峰 他知道自己又有进步了 从星斗大森林归来之后 直到现在 他才算是完全恢复了原本的实力 虽然每天都要早起修炼 但实际上修炼时间并不长 东方随着朝阳出现的磁器 只能维持极为短暂的时间 要吃早饭了 唐三翻身下房 直接来到食堂 还未进到食堂 唐三就已经闻到一股扑鼻的香气 浓浓的肉香 继维的诱人 其中还混杂着一些其他的味道 走进食堂 唐三顿时被眼前的一幕震撼出 他来的绝对是学员里面最早 可这里却已经有了一个忙碌的身影了 他不断地看着火上的锅 控制火候 并且忙碌地弄着各种食物 头上戴着一顶白色厨师帽 相应的面膀刮着几滴汗水 赫然正是大师 他竟然在亲手给大家弄早餐 唐三一步跨入食堂 老师 大师抬头看到唐三 脸上顿时露出一丝温和的微笑 你永远都不会迟到 唐三快步走到一旁 先洗干净自己的手 再次来到大师的身边 我来帮你 他知道 凡是大师要做的事情 就一定会做到底 绝没有中途反悔的可能 所以他既没有去问大师 为什么要亲自做早饭给大家 更没有阻止 嘎师微笑着摇里摇头说 不用了 我都已经梦好了 来 尝尝老师的手艺怎么样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自今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 第一百二十三掌 大师拿起一个大碗 从不断冒出肉香的锅里 咬了两大勺之后 递给躺三 再从一旁抓起两个馒头和两个鸡蛋 放在一个盘子中 摆在他的面前 吃吧 你们这些孩子都是长身体的时候 一定要有充足的营养补给 身体是修炼的基础 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又怎么可能承受得了庞大的魂力呢 昨天我仔细地思考了 你这次前往新斗大森林之后的遭遇 尤其是超越自身等级 吸收人面魔珠魂环 你能够成功 固然与你坚定的意志有关 但你的身体强健 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很多魂师都只顾修炼 自己的魂力和技巧 却是忽略了最为本源 最为基础的身体训练 或许在短时间内看不出什么 但是长此以往 对于更高等级提升 必然会起到制约作用 结果大师递过来的早餐 唐三不禁伸直大动 浓郁的肉汤 显然已经煮了很长的时间 切成小块的肉已经炖得烂熟 里面还有一股淡淡的药物清香 只是闻了一下 唐三就觉得自己肚子鼓鼓作响 大师的厨艺比想象中还要好 肉汤浓香鲜美 烂熟的肉几乎是入口即化 配着两个馒头两个鸡蛋 自从来到史莱克学院之后 这还是唐三第一次早餐吃得这么饱 暖洋洋的感觉 不断从腹中传遍全身 说不出的舒服 唐三刚吃完 就听外面传出小五的声音 哇 好香啊 看来今天有好东西吃了 走进食堂的是两个人 除了小五之外 还有他的同宿舍的宁荣荣 别人不知道大师的脾气 小五怎么会不知道啊 唐三是大师的弟子 这么多年耳濡目染 他对大师也算是有几分了解 大师 您好 小五恭敬地向大师行礼 大师向他点了点头 但却少了对唐三时的笑容 准确地说除了唐三以外 也很少有人能看到大师的笑容 宁荣荣鼻子动了动 他是被小五强行拉起来的 此时依旧有些睡眼朦胧 但那浓郁的肉香 却令他渐渐清醒过来 大师递给他们 每人一碗肉汤 一个馒头和一个鸡蛋 对比唐三要少了一半 女孩子饭量毕竟要小一些 快吃吧 不够的话还有 小五和宁荣荣 也被肉烫的香气 勾结了蝉虫 立刻开动 失去了他们的早餐 看到小五将宁荣荣带过来 唐三顿时惊醒 是啊 自己也应该把奥斯卡叫起来才是 他比小五更加了解大师 自然知道老师的脾气可不像他表面这么平静的 宁哲不安的性格令他人如其名 极其的刚芒 想到这里 唐三赶忙想大师告辞 他不仅要去叫奥斯卡 还有其他几人也要叫过来 在唐三的努力下 所有人都吃到这顿早餐了 如果说开始的时候 被唐三叫起几个人 还有些不满的话 吃过这么丰盛的早餐之后 大家却都是赞不绝口 半个时辰之后 上课的钟声响起 集合的时间到了 阳光普照大地 温暖的气息带来干爽和薄薄生机 万物在明媚的阳光中复苏着 新的一天开始了 大师双手背后 站在操场中央 看着面前按照年纪排列好的七名学员 今天来上课的老师只有他一个人 弗兰德说过 所有学员老师从今天开始 都将配合大师进行教学 大师的目光冷漠地 从众人身上扫握 明天早餐时间 我希望更早看到你们出现在食堂 食物吃下后需要时间来消化 不能立刻进行剧烈运动 黎明时我会准备好早餐 如果半个时辰之内还没有前来吃的话 那就不用吃了 大师微冷的目光 从众学员身上扫握 可当然看得出 有些人是没听进去的 但他也并没有再强调 我已经了解了你们各自的武魂和能力 从今天开始 我将对你们展开强化训练 戴木白 出列 戴木白上前一步 邪谋中光芒吞吐 或许他以前的私生活不太简点 但在上课的时候 他却绝对是一个好学生 老师的话对他来说就是命令 大师看着身材高大的戴木白 说 我给你个任务 从现在开始 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之下 将他们六个人逐一打倒 戴木白愣了一下 吃惊地看着大师 大师脸上神色一僵 你三十七级魂力 他们最高也才三十一级 有问题吗 戴木白扭头 开向众人 目光第一个落在唐三身上 别人他可以不在乎 可唐三那神呼气气的暗器 就让他不能不怕 大师的声音再次响起 唐三出列 唐三立即上前一步 来到戴木白身旁站定 大师看着唐三说 不得使用第三技能 和你那些特殊武器 你们可以开始了 等一下 开口的是戴木白 大师 是不公平啊 如果唐三不能全力发挥的话 那么我们打起来还有什么意思 他的等级本身就比我低 如果还限制他的魂迹 那这个便宜 我就占得太大了 虽然唐三的第三魂环 人面魔珠相当强悍 但我对自己有信心 大师 淡然说 如果他使用第三魂环 你将没有任何机会 控制西魂师 在不曾遇到克制武魂之前 单挑是最强的 既然你如此要求 那么就让唐三使用第三魂环 作为伙伴 你们也必须要彼此了解 其他人都下意识朝后退去 大师也不例外 三十级以上的魂尊实力 已经有相当的威势 而且对自己的魂力 还无法控制到 如必实质的程度 很容易误伤他人 戴木白的邪眸渐渐变红 虽然面前的对手 比他整整低了六级 但他却丝毫不敢答应 史莱赫学院的学员 都是怪物 但真正让他忌惮的怪物 也只有唐三一个而已 小三 小心了 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唐三只是点了一下头 并没有说话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戴木白身上的筋肉 已经完全绷进 迅势待发的样子 就像一头下山猛虎一般 苍白色光芒 骤然从戴木白身上爆发 双臂同时向两旁伸展 胸口挺起 全身骨骼劈啪一阵坐下 肌肉瞬间膨胀 将身上依附撑起 他身边的空气 似乎都已经变得狂暴起来 戴木白的五魂白虎 已经完成附体 蓝光从唐三身上奔涌而出 经过人面魔珠 浑缓改造 已经变信一下的蓝烟草 从唐三脚下悄然延伸开来 缓缓对着迅势待发的戴木白 抬起自己的右手 唐三郑重地说 穆白 如果你能破开我的第三魂技 那么就算你赢了 戴木白精神一阵 不只是他 就连观战的其他学员 也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唐三 他们都想看看 经历那么剧烈痛苦之后 唐三得到的第三魂技 究竟强大到什么程度 戴木白 协谋中双瞳瞬间合一 根本没有考虑 身上第三魂魂 那晶莹的紫色瞬间释放 第三魂技 白虎金刚变爆发 五魂白虎附体 而变得雄壮的身体 再一次膨胀 自身肌肉夸张的隆起 身上衣服被完全撑爆 露出恐怖的肌肉轮廓 皮肤上出现一条条黑色横纹 一张弧掌再大一圈 上面弹出利刃变成亮银色 全身上下笼罩在一层强烈的金光之中 仿佛自身镀金一般 血红色双眸流露出视线的光芒 全身上下都带着那种 寿终之王的霸气 当初戴木白第一次和唐三交手的时候 就是凭借白虎金刚变 瞬间破开唐三第二魂环技能 寄生 此时再次面对唐三 他又用出自己的最强技能 目的就是凭借锋利的弧爪 破开唐三的蓝银草 小心了 唐三脚下蓝银草瞬间发动 无数能量往右而出 有的腾空 有的天地滑行 有的从侧面绕过 四面八方的涌向太木牌 戴木白属于强弓力量的一种事 敏捷并不是他所擅长的 眼看蓝银草缠绕而至 他并没有多伤 身上金光骤人变得更加强盛击 整个人迎着蓝银草 发起来冲锋 戴木白只慢出三 他那雄壮的身体就停止了行动 蓝银草第一魂缓起 缠绕发动 此次将他的身体缠绕在内 戴木白下一身 想凭借此之力 将蓝银草挣脱 就像上次一样 但是 在他发力的一瞬间 就发现不对了 注入第三魂缓的属性 蓝银草虽然变细 但本身的坚韧程度 却几何倍数增加 戴木白全身用力 情况之下 竟没能将蓝银草成立 反而是被那变息的蓝银草 勒入肌肉几分 鬼藤附带的尖刺悄然突出 如果不是戴木白 在白虎金刚变状态之下 皮肤变得坚硬 就要被鬼藤人面魔珠 融合之后的毒素 其辱 但是 三十七级的戴木白 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眼看着凭借蛮力 无法挣脱蓝银草 还被困住的双手 顿时动了起来 我爪上历人骤然弹出 在一定瓶子之下 剧烈紧贴蓝银草 剧烈颤抖起来 眼看着那蜂人 已经逐渐割入蓝银草之中 一旦让戴木白出手 魂力全力发动 这些增幅之后的蓝银草 也不可能困得住它 可惜 唐三并没有指望过 凭借这些蓝银草 就能直接限制住戴木白 毕竟它可是拥有 但是积极魂力的魂尊 它的目的 只是让蓝银草 暂时限制戴木白 短暂的时间 给自己发动第三魂集 控制系魂师的奥运 就是从战斗一开始 就控制住自己的对手 直到战斗结束为止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继续收听 由自今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 第124场 蓝绿色光球 在戴木白胡掌 利刃开始切割蓝银草的时候 就已经发出 戴木白自然也看到 那个光球了 他的身体虽然被捆住 但是也不是不能移动 他知道 从唐三手中发出的光球 应该就是他的第三魂集 当下也固搏的形象 身体一侧 朝旁边倒去 他现在需要的是时间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振动开身上的蓝银草 凭借37级魂力 加上白虎金刚变的 成倍力量 攻击增幅 他有信心荡开 唐三的第三魂集 在众人惊讶的注视中 蓝绿色光芒 瞬间舒展 直径五米的大王 从天而降 戴木白的身体 虽然滚倒 但是也没能脱离 这个范围 整张大王扩张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而且蓝绿色光球 是唐三以甩手剑的手法 发出的 本身前行的速度 就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 巨大的中网 骤然包袱 戴木白只觉得 全身一挤 整个身体 都被那庞大的中网 紧紧束缚在内 虎爪切割开内层的蓝银草 就在戴木白 准备继续切割之时 他看上去 比蓝银草还要细的中网网丝上 突然传出一阵强烈的麻痹和灼烧感 以白火金刚变得强悍 也无法将麻痹感驱散 强烈的粘性 将戴木白的身体 包裹得像粽子一样 猪网不断收紧 虎爪上的锋锐和猪网接触 竟然被直接弹开 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 戴木白全力发动自己的魂力 希望能够从麻痹和猪网中挣脱出来 但越用力 束缚在身上的猪网 却缠绕得越紧 有种有力无处使的感觉 顿时令这位邪魔白虎 陷入极度的郁闻 麻痹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抗争的魂力也自然被削弱 闪烁着蓝绿色光芒的猪网 不断地收紧 戴木白的身上骨壳 开始发出噼啪的响声 大师淡淡出眼 说 可以了 唐三赶忙大步上前 抬手在猪网上一抹 说也奇怪 那充满年轻的猪网 重新化为光芒 小然融入唐三手掌中 消失不清 就连那缠绕在 戴木白身上的蓝阴草 也化为道道流光消失了 这是我的第三魂记 猪网束缝 唐三一边将倒在地上的 戴木白扶起 一边向他解释着 同时扶着他的手 也将戴木白身上的 猪网毒素 吸收回自己体内 大师走向两人面前 看着一脸郁闷的戴木白 丹然说 控制 是控制系魂尸特有的能力 一般来说 控制系魂尸的攻击都很弱 但是控制力 却是极为强暗 在六十级以下 一名出色的控制系魂尸 完全能够控制住和自己 差距在十级之内的所有对手 除了能够克制 控制系魂尸的武魂以外 面对控制系魂尸 最好的办法 就是不给他控制的机会 而你作为力量强弓型魂尸 控制系魂尸正是你的克星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要拉开自己和控制系魂尸的距离 目光扫向其他人 大师继续说 每一名魂尸都有着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完美的魂尸 但是 说到这里 大师停顿了一下 说 但是却有完美的团体 一个人的力量无法达到绝对的强度 但一个团体 却能够在默契的配合之下 却可以达到完美 凭借彼此能力互补 就足以面对任何属性的敌人 唐三的第三魂技 控制力很强 但也有极其明显的弱点 那就是使用次数的限制 和控制时的范围 如果是闽攻型魂尸 只要尽量注意到他出手的时候的情况 尽可能地逃脱他的攻击距离 再强的助网 也无法完成束缚啊 你们是一个整体 当同时面对敌人的时候 你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弥补彼此的缺点 将每个人的优势都充分地发挥出来 那个时候你们将成为同级别中无敌的存在 戴姆白 继续你今天的课程 前世来你将迎战的分别是朱竹青和宁荣荣的组合 以及奥斯卡和马红炬的组合 戴姆白此时已经收回了自己的白虎金刚鞭 血谋中光芒吞吐 这次他只是用力点了一下头 却并没有说什么 大师目光转向唐三说 因为你之前向戴姆白使用第三混迹 那么就替他分担一个对手 小五 让我看看你的第三混迹 小五欣欣一笑 朝唐三走了过来 小赛 你可要小心了 两场战斗几乎同时开始 唐三面对的是小五 戴姆白面对的是马红炬和奥斯卡 看这一脸不爽的戴姆白 马红炬心中不禁有些发虚 戴姆大 你不会把血火发在我身上吧 戴姆白没好气的说 只有你才有血火 少废话 来吧 说着就照马红炬扑了上去 马红炬不敢怠慢 飞快的一边完成自己的五魂附体 同时回首接过奥斯卡定过来的两根香肠 飞快的后退 面对气势汹汹的戴姆白 马红炬不敢让他靠近 立刻发动自己第二混环技能 运火凤凰 强烈的紫焰骤然燃起 炬热的温度瞬间在空气中蔓延 火焰的强度明显比在星斗大森林中强盛了几分 在星斗大森林遇到重重危险之后 不只是唐三和小五势力紧接 每个人都在压力之下有所提升 史莱赫学员本就是天才 在危机之中 他们的潜力自然是被更大的压迫出来了 感受着马红炬身上凤凰火焰的炽热 戴姆白却没有丝毫的退避的意思 迎着马红炬就扑了上去 胖子身上的烈焰虽会对他造成伤害 但是还没到能够重创他的程度 可胖子如果让他近身发动攻击 那么一定会死得很惨 要是以往马红炬看到戴姆白近身 一定会惊慌失措 他的魂力虽然不低 但实战经验却远远不如 戴姆白和唐三等人丰富 一向是依靠霸道的火焰 可此时面对戴姆白的扑击 马红炬不但没有丝毫的惊慌 脸上反而露出黑黑的怀笑 戴姆白自然不会因为对方的表情 而放弃自己的攻击 就在他即将扑到马红炬身前的瞬间 马红炬第一魂环突然亮起 一口粗如手臂的凤凰火线喷头而出 经过了星斗大森林的战斗 马红炬发现 在浴火凤凰中使用凤凰火线 威力会数倍增加 虽然对魂力消耗也大 但效果却是极佳的 甚至可以和一些魂尸的第三魂级威力相比 这就是五魂天生强悍的好处 戴姆白冷哼了一声 他似乎早就想到马红炬会有此一招 自己身上第一第二魂环同时亮了起来 白虎护身杖 白虎烈光波同时发动 强烈的白光与磁火在空气中剧烈的撞击在一起 尽管凤凰火线在浴火凤凰增幅之下强大了许多 但是马红炬与戴姆白的魂力差距达到十几 依旧是他吃了暗溃 门哼了一声 身体急速倒退 戴姆白的战斗经验是何等丰富 虎掌力抓弹出 就像一头凶猛的白虎瞬间扑了上去 戴老大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马红炬毫不慌乱 眼看戴姆白就要扑到他身上的瞬间 突然 马红炬的身体一个惊人素 骤人后飞 眨眼之间身体也在数十米开玩 戴姆白一下扑空了 顿时愣住了 虽然马红炬的武魂拥有飞行能力 但以他现代的魂力 还远不足以发动武魂进行飞行 联想起马红炬那句话 戴姆白顿时明白了 是奥斯卡的魔骨肠 凭借魔骨肠 马红炬可以飞行一分钟的时间 那可是凤尾机关蛇的错 戴姆白自然无法追击 一分钟 你也只有一分钟而已 戴姆白心中冷笑了一声 身体偏转 闪开马红炬空中喷朵出的一口凤凰火线 宛如猛虎扑式一般 朝不远处奥斯卡供了过去 先将这个辅助解决 一分钟之后 这场战斗就结束了 可惜他的如意算盘还是落了空 奥斯卡早有准备 眼看戴姆白目标转向自己 不等他靠近 已经是一根魔骨肠 吃下高飞而起了 戴姆白 白虎烈光波 虽能够远距离攻击 但是距离只在二十米之内 如果延伸到更远 就需要消耗大量的魂力 之前于唐三一战 他用过白虎金刚罩 魂力消耗本就不小 此时自然不敢过多的消耗 眼看着奥斯卡和马红俊两人 在空中一人吃下一根恢复香肠 奥斯卡就那么在马红俊身边 飞快地制造着他那古怪的无魂 而马红俊则不断从空中喷吐下 一道道凤凰火线 有着恢复香肠的帮助 他的魂力消耗得到一定的补充 短时间内 绝不担心会消耗殆尽 在欲获凤凤凰的增幅之下 马红俊的凤凰火线 威力极其的强悍 死焰灼烧地面 都会留下一道道宫壳 更令戴木白气劫的是 这胖子从空中喷出出火焰 不断横扫 本就不太擅长敏捷的他 被逼得一时间狼狈不堪 只凭低魂环技能 白虎护身杖 是挡不住胖子火焰的 不得已之下 在无法躲闪之时 他只能使用白虎猎光波 与胖子对号着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共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 第125章 可是 一边有恢复香肠的支持 一边却是 刚刚消耗不少的魂力 死消鼻掌之下 胖子之下 第二根蘑菇肠 保持飞行的时候 戴木白的魂力 已经有些跟不上了 就是巅峰状态 面对胖子 戴木白还可以 凭借自己浑厚的魂力 和对方频频消耗 毕竟奥斯卡的恢复香肠 一次也只能恢复 少量魂力而已 制造蘑菇肠 对奥斯卡消耗 也是不小 简直够一段时间 这两个家伙 自然会降落到地面上 可此时 戴木白 有了之前 白虎金刚罩的消耗 再加上 奥斯卡到了三十几之后 制造恢复香肠 几乎就是瞬间 就像不需要 消耗魂力似的 不停地抛给马红菊 有大量恢复香肠支持 胖子的耐战能力 明显要支持更久 当马红菊吃下 第三根蘑菇肠的时候 戴木白的白虎猎光波 已经有些挡不住 胖子的疯狂火线了 魂力已经不足以支持消耗 而此时 另一边的唐三和小五 也在斗得不易乐乎 唐三和小五 不知道实战过多少次了 来因草第一时间 密布在身体周围 只要小五进入这个区域 立即就会发动缠绕技能 唐三对小五熟悉 小五对他又怎么会不熟悉呢 虽然唐三拥有第三魂技之后 蓝音草发生不小的变化 但通过之前 他与戴木拔一战 小五仔细观察之下 也大概摸清了 唐三五魂变化的程度 小三 你用得着那么警惕吗 小五有些忧怨的声音响起 声音中还带着几分委屈 唐三下意识抬头向他看去 尽管在抬头过程中 他就已经意识到不好了 但终究还是晚了一点 看到小五变得粉红色的双眼 小五第二魂环境 魅惑发动 唐三只感觉脑海中一阵旋愈 幸好他在第一时间闭上了双眼 没有让小五的技能威力 完全发挥出来 但是达到三十级之后 小五的魂技有了一定程度增强 这一下令唐三大脑 短暂的陷入一片空白 唐三按摩自己糊涂 自从来到史莱河学院之后 一直没和小五练过 他也有些放松了 要是之前一上来就催动紫迹魔童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 紫迹魔童可是小五魅惑魂气的可行 连小五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成功 眼看唐三闭上双眼 蓝音草上光泽浸湿 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单脚点地 乔生息地朝唐三窜了过去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小五也算是一名民工性魂师了 只不过他和朱竹青不同的是 他的攻击必须是贴身才能实战 而朱竹青则是一瞻即走 走的是刺客路线 大脑短暂陷入空白 但在潜意识中 每个人都会有保护自己 唐三毫不犹豫地抬起右手 蓝绿色光芒再发动 光芒瞬间扩大 直径无米的朱王 瞬间将唐三正面所有能够让敌人攻击的方位 全部封死 小五的冲击也不例外 此时看上去 小五的招式已经完全涌起了 根本没有改变方向的可能 眼看着就要冲进唐三朱王束缚之中 这可是连戴木白也无法挣脱的朱王 以他的魂力 一旦被缠绕 也只能是马匹倒地 失去战斗能力 但小五就像是由蘑菇常帮助飞起的马红骏 面对唐三的朱王束缚 一点都没有惊慌 正像大师所说的那样 任何魂迹都有被克制的可能 眼看朱王临身 小五身上第三魂魂骤然闪亮 他的第三魂迹 也终于第一次展现在众人面前 小五身上的第三魂魂 紫光绽放 但和其他人不一样 他身上释放的紫光 一瞬间将自己身体包裹在内 下一刻 小五就这么凭空 消失不见了 而此时的唐三 正好从小五的魅惑技能中挣脱出来 凭借自己魔童的凶恋和坚定的毅力 再加上玄天宫正宗道门心法 对魅惑这种技能 先天性克制 他也只是呆着短暂而已 当他恢复正常之时 正好看到小五的身体 在紫光包裹中消失的一幕 小五消失 唐三的朱王顿时迫在空处 紫光重新出现时 却已在朱王背后 准确地说是在唐三的身前 小五那双修长的小腿 同时已经搭在唐三的肩膀上 同时传出他的娇笑的声音 小三 你输了 在以往的较量中 一旦被小五近身 唐三在不使用暗器的情况之下 根本就没任何的办法 提升到三十级以后 小五的魂力明显增强 虽然隔着裤子 但唐三也能感觉到 他小腿上惊人的弹性 小腿一挤牙 已经盘绕住唐三的脖子 第一魂技 妖弓瞬间发动 直接将唐三身体带立地面 要知道 随着魂力等级的增加 现在小五的妖弓 已经能够增幅自身妖力 超过120% 那绝不是同等级任何魂师 凭借力量能够抵抗的 眼看着小五厚仰的胶躯 和脖子上传出的大力 唐三在吃惊中 五旺大喝了一声 未必 蓝绿色光芒再走 这一次 却是向唐三自己身上释放而出 竹王束缚本就是顺法的 巨大的粘性竹王 一下子将唐三和小五的身体 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小五腰弓 虽然发动成功 但是两人缠绕着 自然无法将唐三甩出去 扑动一声 同时甩倒在地 唐三也是第一次体会到 珠王束缚的口 由烂烟草组成的珠王 瞬间粘住两个人收紧 令他们的身体紧紧地贴合在一起 此时 小五是小腿夹住唐三的脖子 身体后仰 这一缠绕 正好是翘臀 贴在唐三下身处 浑原温热起来 再加上两人身体全面接触 和摔倒时的挤压 趴在小五身上的唐三 顿时感觉全身一阵燥热 小五想要再发动自己第三魂机 已经无法完成了 珠王上附带的毒性 对唐三自然是无效的 可对他却效果极强 瞬间的麻痹和灼烧感 传遍全身 硬是压制的他 无法凝聚魂力 再次发动第三魂机 可这时候 也正是戴木白 魂力大幅度消耗 无法再战的时刻 大师的声音 适时的响起 好了 你们都可以停下了 也就在这时候 奥斯卡已经从空中 落了下来 此时戴木白才想起 奥斯卡自己吃自己的香肠 效果是有一定削弱的 可惜他的魂力 已经远远不足 否则现在就是翻盘的机会 收回猪王 唐三扶着小五站了起来 两人表情都有些尴尬 小五白嫩的小脸 红得像手头的苹果 唐三身上男人特有的味道 沾染在他身上久久不散 低着头 脑后的大辫子 垂在胸前 不敢去看 自己这名义上的哥哥 大师似乎并没看到 唐三和小五之间的感慨 让空中的马洪俊下来 扫视之间动手的五人一圈 说 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戴木白此时心情极度郁闷 输给唐三的第三魂禁 也就算了 毕竟唐三是控制系魂师 可马洪俊这胖子 从来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次居然失手了 顿时有些不服气的说 要是我的魂力处于巅峰状态 他们没有机会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自今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 第126章 大师淡淡瞥了他一眼 说 想要杀你的敌人 是会在你魂力 最强的时候来吗 戴木白愣了一下 大师简单的一句话 就让他无言也对 大师继续说 明知道奥斯卡的蘑菇肠可以提供 你为什么给马洪郡吃下蘑菇肠的机会呢 如果一开始你就阻止他 或者是尽量节省自己的魂力 这场赢的就应该是你 马洪郡勾扣奥斯卡的肩膀 爽 真是爽啊 没想到我有一天也能赢了戴劳大 怎一个爽子了的 小昂 你这香肠 还真是好用啊 奥斯卡 嘿嘿一笑 那是当然 怎么说咱现在也是魂尊啊 大师冷冷地看着二人说 你们很得意吗 马洪郡 我问你 奥斯卡的飞行蘑菇肠失效的时候 你为什么任由它掉落到地面上 如果这个时候戴姆白还有一击之力 将其击杀了 你该怎么办 我 马洪郡目瞪口呆地看着大师 大师转向奥斯卡 还有你 一个食物系魂师 最重要的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下 尽可能保住你自己的性命 他不主动帮你 你就不会抓住他的身体 继续漂浮在空中吗 如果戴姆白 是在魂力充足的情况之下 第一个 就把落下来的你解决掉呢 如果是敌人 现在就已经死了 魂尊 就算是封号斗罗级别的食物系魂师 在战魂师面前 他也是脆弱不堪的 戴姆白 奥斯卡 马洪郡三人 面面相觑 谁也说不出话来 大师的声音平淡而冷静 一阵间歇地指出了他们之前的食物 大师转向唐三 小三 唐三赶忙上前一步 老师 我在 说说你和小五一战的感受吧 唐三脸上一红 老师 我错了 我不该大意 中了小五的第二魂技魅惑 以至于陷入被动局面 在不知道他第三魂技是什么的情况之下 贸然释放出猪王 令自己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大师点了点头 说 嗯 知道错了就好 你的错误才是最严重的 狮子薄兔 尚需权力呢 你竟然在动手之初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如果敌人的攻击再凌厉一点 你也死了 记住 控制系魂师 不是要控制敌人 同时 也要控制你自己 最后 大师看向小五 你的第三魂技应该是顺移吧 不过 是有距离限制的 如果我猜得不错 这应该是 闪电兔的能力 你的第三魂环 是一支天年级别的闪电兔 顺移这个魂技 在所有魂技当中 属于最为难得的几种之一 你给了我很大的惊喜啊 同时 顺移配合你的柔技 杀伤力将大幅增加 但是 为什么在你缠上唐三的脖子的时候 就断定自己已经获胜了 如果那个时候你小心一点的话 在看到唐三施展第三次珠网束缚的时候 就不要急于求成 先顺移离开他的攻击范围 然后再继续发动 那么你已经胜了 而不是被重新的控制 小五悄悄吐了吐舌头 却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大师僵硬的面膀上 脸色很难看 这就是所谓的怪物天才吗 你们今天的表现让我很失望 每一个人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现在你们全体都要受到惩罚 跑步前进 互相监督 不得使用魂力 从学院跑到缩托城 再跑回来 在中午饭之前 我要求你们跑完十个来回 什么时候跑完 什么时候吃饭 唐三 你的错误最严重 所以你得跑十二个来回 立刻行动 开始吧 唐三第一个跑了出去 大师的话对他来说和命令没什么区别 小五 戴木白 奥斯卡 马洪君 紧随其后 大师连自己敌传弟子都罚了 而且罚得最重 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更何况 大师只说错误 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大的实物 大师强调了一句 学院大门处 有准备好的岩石 你们每人背负一块 负重跑 你们要记住 你们是一个团队 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完成惩罚 那么 所有人都没饭吃 虽然不能使用魂力 但他们都是魂师 魂力多年对身体的改造 令他们的身体本就比普通人强很多 只是跑步的话 那就达不到大师的目的 从学院到索托城距离不算太远 但也有三四公里左右的距离 来回十次 那就是六七十公里左右 加上负重 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看着唐三五人跑出去的身影 宁容容不禁迟迟笑了起来 不过她的笑容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 大师冷冷的声音响起 你怎么不跑 宁容容吃惊地看着大师 嗯 我们也要跑 大师说 我刚才说的是 你们全部都要受到惩罚 宁容容顿时有些急了 可是这不公平 我和竹枪并没有犯错 大师淡然说 我问你 他们是你什么人 宁容容愣了一下 同学 伙伴 有一句话叫做同甘共苦 你听说过没有 你们是伙伴 想要成为可以将自己后背托付给对方的伙伴 你觉得你自己应该看着他们受到惩罚 而自己休息吗 我 宁容容哑口无言 而中竹枪此时已经跑了出去 当七人先后来到学院门口的时候 他们发现 大师对他们的惩罚还是区别对待的 或者说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七个用竹子编织而成的竹框里 放着大小不同的石头 每一个竹框上都带着背带并且写着名字 其中唐三 戴木白 马洪俊三人竹框里的石头是最大的 小五和中竹筋 奥斯卡三人次质 宁容容竹框里的石头是最小的 当宁容容看到竹框里的石头时 心中不满 顿时降低了几分 心中暗响 这大师也不算太不近人情 大师看着背起烛光跑远的七人 僵硬的面庞上不禁流露出 一丝淡淡的微笑 在不适用混历的情况下 负重长距离跑 这惩罚是不是重了点啊 那可是数百公里 别说中午 天黑恐怕他们也完不成吧 没想到 你比我还狠呢 弗兰德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来到大师的身边 有些担忧地说着 大师淡然说道 吃得苦中苦 放为人上人啊 我仔细算过他们的身体状况了 不会累坏他们的 更何况 你认为他们早餐吃得那么好 就是白吃了吗 不经过同甘共苦这个阶段 他们怎么可能成为将后辈互相托付的真正伙伴呢 弗兰德举起双手 做出投降桌 行行行 都听你的 你看着办吧 我知道 你甚至比我更看重这些孩子 不过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你 学院的经费有限 大师冷横了一声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咯 你以为我是你吗 堂堂浑胜 连一个学院的经费都弄不到 弗兰德 唯怒说 那是我不想背供取袭的衣服 他人 否则 以我的实力大富大贵也并非难事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那张脸皮 可比我还薄得多呀 大师挟了 弗兰德一眼 那你就等着看好了 背上朱筐 唐三戴木白二人 一马当先狂奔而出 直到跑起来 他们才意识到 这个惩罚果然很重闻 如果可以使用魂力 六七十公里的距离 半天的时间 对他们来说 并不算什么问题 甚至很轻松就能完成 可是 在不使用魂力 还要负重的情况之下 那就不是能够轻易完成它了 木白 我们先停一下吧 奔跑中的唐三 突然停下脚步 此时 才跑出不远 他额头上 就已经微微减悍了 两人之前 虽然都消耗了魂力 但此时 不使用魂力的奔跑 在体力上 他们虽然是 史莱克七怪中最好的 此时 小五 马红军和奥斯卡 已经落后数百米了 后面的中竹青 已经追上他们的脚步 宁荣荣 拉在最后面 小三 怎么了 戴木白也停了下来 有些疑惑地 看着唐三 说 十个来回可不短 赶快跑吧 唐三说 木白还记得吗 老师刚才在出发之前说过 我们是一个整体 他要求我们 共同完成这次惩罚 你看 朱青和荣荣 也和我们一起受罚了 除了我要跑 十二个来回之外 你们也必须同时完成 以我对老师的了解 这次 他不只是要惩罚我们 同时 也是让我们锻炼身体 昨天老师才和我说过 身体是浑尸的基础 我能够越即吸收 人面膜中浑环 就和身体素质有关 更加重要的是 这次惩罚 恐怕也是老师 对我们的一次考验 他要考验的 就是我们的集体性 我们是一个整体 论体力 或许你我都能够支持 可他们却未必 我看 我们必须要想些办法 看如何能够 让大家共同完成 这次考验 作为大师唯一的弟子 唐三对大师 显然是最了解的 听了他的话 戴木白 缓缓点头 说 恐怕真的是这样 等他们上来 我们先商量一下 很快 后面的五人跟了上来 唐三将自己 对今天惩罚的看法 又说了一遍 奥斯卡 眉头微皱 说 我认为 唐三说得很对 大师应该就是要考验我们 我们的负重 有所不同 应该是大师 刻意计算过了 我们的体力 能够承受的极限范围 像唐三 和戴老大的情况 应该就是极限承受之内 就能够完成的 甚至还会有体力留存 像胖子应该是刚好能达到极限 自然也是有超过极限承受的范围 只有大家通力协作 才有完成的可能 那超过承受极限的负重 恐怕就只有我一个人 还有容容了 说到最后 他不禁面露苦笑 好出来才两公里 他就已经感觉到背上烛光 越来越沉 额头渐汗 后面还有那么长的距离 他自问是肯定坚持不下来的 胖子马红俊大大咧咧地说 不如我们作弊吧 我们偷偷吃点小欧的恢复香肠 还怕体力不足吗 作弊 奥斯卡没好气地瞪了胖子一眼 他是聪明人 绝不会做傻师 胖子 我只问你一句 你能肯定大师 没让其他老师监督我们吗 要是万一作弊被发现呢 恐怕就不是现在的惩罚这么简单了 而且大师对我们这样进行惩罚 一定有他的深意 只会对我们好 现在我们只有想个办法 尽可能的节省体力 唐三突然开口说 老师虽然让我们负重跑 不能使用魂力 我们七个人总负重是这么多 只要能够带着这些负重完成惩罚 自然就可以了 奥斯卡 把你的石头给我吧 奥斯卡愣了一下 黑黑吟笑 好兄弟 不过 现在还没必要 我看不如这样 我们七个人从现在开始 按照速度最慢的那个云速跑 这样大家都能够集聚在一起 而云速又是最节省体力的 等谁坚持不住了 就在互相调整负重 这样一来 就能够尽可能的节省体力 你们看怎么样 宁荣荣在一旁笑道 小奥 没看出来吗 你还挺聪明的 奥斯卡脸上戴着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不知道我小的时候被称为聪慧小王子的吗 这算什么 戴木白在众人中年纪是最大的 实力也是最强的 展现出老大应有的带头作用 别废话了 说话也会浪费体力 我们跑吧 就按照小奥说的吧 当下其人重新开始了他们的长跑之旅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荆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 第127章 毋庸置疑 这七人中自然是作为辅助系魂师的奥斯卡和宁荣荣 体力最差 众人也就按照他们的速度跑了起来 匀速前进 朝着索托城的方向而去 第一个往返就在这种匀速中跑完了全城 真正跑起来 众人才逐渐感觉到负重带来的压力 如果这是普通的跑步 就算不用魂力 一个来回六公里左右的路程 对他们来说都谈不上什么负荷 魂力对身体的改造 令他们有着远超常人的体能 连奥斯卡和宁荣荣 这样的辅助系魂师也不例外 有了负重 身体明显变得不适应 一个来回下来 宁荣荣和奥斯卡两人 已经是汗流加倍 其他人也都显露出些许的疲态 宁荣荣无疑是众人中体力最差的 奥斯卡虽然也是辅助系魂师 但他毕竟突破了三十斤 身体有了第三魂环 各种属性的加成 状态要比宁荣荣耗上不少 唐三和戴木白自身上的负重 是一块十五公斤的石块 小五朱朱青和马洪俊身上的负重 是十公斤 宁荣荣和奥斯卡虽然只有五公斤 但此时他们却感觉到 像背负着一座大山似的 身体越来越沉 只能咬牙保持运走 学院大门在望 令大家有些惊讶的是 大师正站在学院门口 看着他们完成第一次往返跑过来 在大师身边还摆着一张桌子 上面放了一个大桶 大师的话一向严谨一概 每个人喝点水 再继续 桶内是温水略但咸味 似乎是放了盐 在大师的督促和监督之下 每个人只允许喝一杯温水 立刻就督促他们 再次踏上惩罚之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 空中的大火球 已经渐渐向当中靠拢 带来的温度也逐渐增加 喝了盐水的众人 体力得到一些补充 唐三和戴木白倒是没什么 但是奥斯卡和宁荣荣 却明显感觉到 自己恢复了几分力气 看着学员们 渐渐远去的背影 大师站在园里面无表情 但看到亲人是共同回来的 他眼神深处 明显流露出几分满意 提着大统朝学院内走去 此时的他 不仅仅是教导学员的老师 同时也是关心他们的长者 他要做的定不是虐待学员 而是让他们得到真正的锻炼 第二次往返 第三次往返 第四次 每一次众人回到学院前时 都会喝到大师准备好 温度适宜的盐水 温水容易吸收 盐分不忠 排汗对体力的透支 哪怕是宁荣荣和奥斯卡 都感觉自己有些奇迹式的 坚持跑完四个云速往返 除了喝水以外 中途并没有任何的停顿 但是当第五次往返开始的时候 奥斯卡和宁荣荣的速度 已经明显是慢了下来 他们眼前的景物 已经开始变得模糊 双腿像是灌了千一般沉重 背后的竹筐更像是山月般 带来着重力 在匀速情况之下 其他人体力都还能保持 虽然此时 每个人都已经是寒流加倍 可精神却还保持得很好 唐三向奥斯卡说 小 把你的石头给我吧 戴木白也同时 向宁荣荣伸出了手 这一次 奥斯卡和宁荣荣都没有拒绝 他们很清楚 自己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了 再这样下去 恐怕这次往返都未必能够坚持得下来 唐三和戴木白的负重 直接从15公斤变成20公斤 中框里变成两块石头 5公斤看上去不重 但是在体力大幅度消耗情况之下 这简单的5公斤 已经带给两人明显的负担 匀速虽然能够保持 但是两人的呼吸也明显变得粗重起来 正好相反的是 失去了5公斤的压力 奥斯卡和宁荣荣瞬间阐述了一种超脱一切的感觉 仿佛整个身体都能轻地飘飞起来一般 大口喘吸气声 抛起来顿时变得轻松多了 不但恢复了原本的匀速 甚至还能游刃有余的感觉 第五 第六 第七 三次往返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结束了 第八次往返开始时 已经整整过去将近两个时辰时间 此时太阳已经偏离正中 正午已过了 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很艰难起来 肺部仿佛像火烧一般的灼热 每迈出一步 地面上都会留下一个清晰的水印 那是他们身上流淌的汗液 从上一次往返开始 他们在学校门口补充的盐水 已经变成两杯了 并且有着短暂的休息时间 大师并没有催促他们 依旧在每一次往返之后 给他们准备好温盐水 不行了 我不行了 说话的是马洪峻 脚下一个猎青 陷陷扑倒在地 胖子停了下来 双手撑在自己膝盖上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他的胖脸已经变得一片苍白 似乎每一次呼吸都已经极为的困难 众人先后停了下来 这一刻大家竟然都说不出话 彼此对望 他们发现 每一个伙伴身上的衣服都已经被汗水浸透 最为可观的要属朱乳青了 他的年纪虽然在众人中最小 但却是三个女孩中发育最好的一个 湿透的衣服浸天身躯 勾勒出一条条惊人的曲线 可惜的是 现在没有谁有精力去关注这份美景 一个一个站在原地喘息不停 本来唐三和戴木白是不应该如此疲惫的 但是他们身上多了宁荣荣和奥斯卡的负重 比起其他人负重更重 七个人中 唯一显得轻松一些的倒是小五 小五也达到三十几 但他的负重却是和朱竹青马洪俊一样的 再加上他本身体重就轻 此时也只有他还有些游刃有余的感觉 足足喘心了五分钟 众人才渐渐缓了过来 马洪俊忍不住说 反正午饭也吃不上了 不如我们慢一点吧 我不行了 再跑下去 恐怕又累死了 戴木白周美术 慢 你没发现大师每次给我们准备的盐水温度都一样吗 可我们的速度一直都在降低 很明显啊 大师是算计了我们的体力情况的 跑回去太慢 恐怕还会有额外的惩罚出现呢 虽然大师对我们的训练严厉了点 但他也是为了我们好 一定要坚持啊 胖子 来 把你的负重给我吧 马洪俊有些吃惊的看着戴木白 大老大 你还行啊 戴木白 挺起胸膛 说 胖子 记住 男人 不能说不行 拿来 在戴木白将马洪俊背后的石块装住自己背后竹框的时候 唐三也来到忠竹青的身边 虽然他不太明白为什么戴木白不是帮忠竹青减轻负担 但他此时的身体状态和戴木白差不多 而朱竹青虽然嘴上不说 但明显体力消耗也是很大 我来帮你吧 朱青 唐三伸手向朱竹青背后的竹框探去 朱竹青一拧身 让过了唐三的手 不用 我还能坚持 你比我们还要多跑两圈 现在消耗这么大 最后怎么坚持 唐三看着忠竹青愣了一下 他突然发现 他似乎也并不是那么冷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 第128章 征程再次开始 这一次 众人将速度再次降低 戴木白虽然一声不吭 但能够明显看出 他的步伐变得沉重了许多 每一步流下的汗水 都是七人中最多的 胖子带给他的负重 可是十公斤 在体力本就有些透支的情况下 又将负重增加到三十公斤的程度 对他的体力消耗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第八次往返结束 大师在提供给他们温盐水的时候 刻意看了一眼众人背后的竹筐 却什么都没有说 第九次往返继续 尽管没有负重 但奥斯卡和宁荣荣的体力 也已经接近了极限程度了 马洪俊倒是恢复了一些 小五还能坚持 钟竹青的脚步却越来越慢了 反倒是唐三似乎咬牙挺过自己的极限 看上去并没有透支的现象 眼看着索头城已经在望 第九次往返就要跑完一半了 突然戴木白脚下一个亮枪 整个人朝前面扑了下去 要是在以往 听着戴木白的实力 一挺身就能斩持 可此时他的体力消耗的实在是太严重了 唐三一直跟在戴木白的身边 眼看着他要摔倒 赶忙一步践步上前 扶住他的肩膀 戴木白协谋中双瞳已经合一 这种情况 唐三曾经在他遇到危险时候见过 应该是一种极限的表示 戴木白并没有自己站稳 整个人是靠在唐三肩膀上的 胸膀就像风箱一样 剧烈起伏着 整个人看上去 已经接近脱水的状态 戴老大 你怎么样 众人赶忙围了上来 关切询问着戴木白怎么样了 唐三没有吭声 直接取出戴木白竹筐中 最大那块15公斤重的石块 放入自己的烛光之内 小三 不用 我还能坚持 戴木白勉强站着自己的身体 眼中流露出坚毅的神光 看着唐三 你连人面膜珠浑环 带来那么巨大的痛苦都能支持 我为什么不能支持下去 我可以的 兄弟们 让我们坚持下去 谁也不能掉队 一边说着 戴木白强行从唐三筑筐中 拿出自己那块15公斤重的石头 重新放回自己的筑筐内 马洪俊突然开口了 大老大 忙我都还给我吧 此时距离全部惩罚结束 还有一个半往返的距离 谁都知道 戴木白扛着30公斤的腹中 是不可能完成的 宁荣荣突然上前一步 还有我的 我这会儿要好多了 能够自己背负 唐三说 荣荣就算了 胖子 你坚持一会儿 马洪俊自己的负重 重新回到背后 给戴木白减轻10公斤重量 在唐三的一再要求之下 宁荣荣那5公斤石块 也从戴木白的筐内 到了唐三的筑筐之中 负重增加到25公斤 征程继续上演 每一步迈出都是那么的艰难 戴木白在少了15公斤负重的情况之下 凭借他坚韧的毅力 硬生生的挺了下来 第九次往返 就在众人互相扶持下挺了快的 此时他们虽然依旧在跑着 可实际上比起走路已经快不了多少 惩罚从开始到现在 已经过去整整三个时辰了 大口大口地喝着盐水 七个人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大师依旧站在旁边 一言不发 戴木白强大精神 说 兄弟们 还有最后一套 大家要坚持住 奥斯卡突然开口说 小三 把我的负重还给我 就剩最后一个来回了 我能支持 唐三愣了一下 他突然发现 奥斯卡眼中似乎多了些什么 他看着他那正在不断颤抖的双腿 唐三摇了摇头 不用 我还能行 奥斯卡走到唐三身边 汗水不断滴答着 他此时目光变得很是坚定 但我是兄弟 你去还给我 我能行的 宁荣荣在一旁已经喘息不停 小脸苍白 但看着奥斯卡从唐三竹筐中 拿出五公斤的石块时 还是忍不住地说 小小小 你 你今天 真像个 男人 奥斯卡死时 已经累得笑不出来了 只能挺挺胸膛 来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此时的史莱克奇怪 体力都已经透支 但他们的神情却没有一个放松下来 有的时候 天才与庸才的区别 就在于意志力是否坚定 挺过一次极限 就意味着一切都会改变 惩罚的第十次往返 终于踏上了正程 这一次 众人实在是跑不动了 只能勉强挪动自己脚步 一步一步向前迈进 不行了吗 不行的 我们都行的 扛着背后的石块 埋着沉重的步伐 他们一步步朝着最后的目标 先进 走出一公里 先下昏倒的奥斯卡 背后石块重新回到 唐三的竹矿里 走出两公里 朱竹青背后的石块 到了小五的竹矿内 走出三公里 宁荣荣昏倒 唐三将自己石块 都给了戴姆白 背起了宁荣荣 返回一公里 奥斯卡昏倒 朱竹青拿回自己的石块 小五的腹中 到了马洪郡的竹矿内 宁荣荣到了小五的背上 唐三背起了奥斯卡 返回两公里 朱竹青昏倒 戴姆白勉强抱起他 距离终点 还有不到五百米的距离 唐三已经挂在胸前的竹矿里 放着之前朱竹青的腹中 以及从戴姆白那里 拿过来的十五公斤腹中 背后背着奥斯卡 戴姆白背着朱竹青 小五背着宁荣荣 马洪郡带着二十公斤的腹中 他们几乎是一步一步 挪移着朝终点走去 放 放我下来吧 宁荣荣虚弱的声音 在小五背后响起 小五脚下一个亮脚 险些摔倒在地 而宁荣荣从他背上滑了下来 两人互相搀扶着 一步步走向前 奥斯卡也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挣扎着从唐三背上滑落 在唐三搀扶之下 向前走去 朱竹青还没有醒 他虽然嘴上不说 但之前他透支的却比奥斯卡和宁荣荣还要厉害 马洪郡虽然胖 但体力却比朱竹青好得多 戴木白又帮他拿了一段距离的辅助 自然情况要好得多了 当然此时的马洪郡也已经到了极限状态 会合在唐三和奥斯卡的身边 三个人互相搀扶 一步步向前走去 如果被惩罚的是一个人 以宁荣荣奥斯卡那样的体力 恐怕早就已经坚持不住了 但惩罚的是七个人 在互相扶持 互相帮助之下 他们心中的执着早就已经激发了 眼前的景物已经模糊 隐约中能够看到那终点的存在 他们的身体 此时已经完全依靠意志力的支撑 在继续前行 唐三背着重重的石块 双手同时搀扶着马洪郡和奥斯卡 帮他们支撑一部分体重 虽然不能使用魂力 但是在身体极限情况之下 玄天空本身的强韧特性 已经逐渐发挥出来 否则他也无法坚持到现在了 戴木白的腰已经被压得有些弯了 邪眸中已经多了几分红色 每一步脉斗都仿佛有先军重力压在身上 四百米 三百米 两百米 一百米 大师僵硬的面膨已经出现在众人眼前 眼看着他们互相搀扶共同前进的样子 就连大师也不禁动容 这最后一次往返 他们走了整整一个时辰的时间 但是他们也终于坚持着回来了 七人几乎先后倒退 奥斯卡 宁荣荣 马洪郡几乎在同一时间 晕了过去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由紫荆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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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木白倒在中主清身边 大吼大吼地喘息着 整个人的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小五头上的蝎子变 已经变得散乱 不断滴落着汗水 红唇河洞 唐三 然后去除多余的负重 此时的他同样是眼前一片朦胧 但是意识中还有一些东西在支撑着他 对于其他人来说 惩罚或者说训练已经结束 可对于他来说还没有 扶着放水桶的桌子 背负着十五公斤的重物 唐三勉强站起身 一步步朝着前方迈倒 虽然不用再搀扶其他人 但此时他脚下的步伐 已经完全亮枪了 哥 我陪你 小五同样扶着桌子站了起来 但是他只迈出一步 整个人就已经扑倒在地 他的身体情况虽然比朱竹筋好了不少 但之前他却背着宁荣荣 走了一段不短的距离 极限同样来临 小三 我也陪你 说话的是戴木白 同样背起自己的腹中 戴木白亮枪地追到唐三身边 两人互相对视一眼 苍白的面庞上勉强挤出一丝 看上去有些怪异的笑容 同时伸出自己的右手 在空中相握 下一刻 这在整个惩罚过程中 承受最多的两人 已经同时摔倒了地面 顾了其他同伴的后尘 史莱克奇怪 七个人受罚 此时也是躺下了七个 大师眼看着他们 一个接一个倒下 却始终未动 直到唐三和戴木白 最后同时昏倒之后 他脸上才露出一丝 淡淡的笑意 不抛弃 不放弃 很好 很好 弗兰德带着赵乌吉 和其他几位老师 悄然出现在大师的身边 大师 你也很好 够狠 大师没有理会 弗兰德言语中的不满 挥了挥手 说 赶快带他们过去吧 包括大师在内 钟老师赶忙卸下 孩子们身上的竹筐 抱着他们朝学院里走去 当唐三从昏迷中 清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在宿舍中 温柔的感觉 从四面八方传入体内 很暖融融的舒适 陷陷令他身影出声 顶了顶神 唐三发现 自己赤卤着身体 在一个大木桶之中 木桶内满是褐色液体 奥斯卡就在另一边 还在木桶中沉沉浑水着 由于宿舍内 多了这么两个大木桶 此时已经显得拥挤不堪 随手搅动神浅的液体 不算太浓郁的药味 扑鼻而入 唐三鼻子冻了头 心中顿时明白气氛了 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他虽然没有仔细研究过 这个世界的药物 但也大概知道一些 这个世界的药材 和他潜意识 有很多相像之处 此时大桶内的液体 应该是用一些药材组成的 而这些药材的作用 是书筋活血和固本培缘为主 难怪在那样的剧烈消耗之后 醒来时却并没有太多痛苦的感觉 只有双腿微微酸痛 身体略微有些发软 后来唐三才知道 大师为了维持桶内的水温 每过一定时间 就会给他们桶内加入一些热水 女孩子们是过境的村里妇女 帮忙添加的 木桶旁贴了一张纸条 上面留着大师的自己 醒来后到食堂吃饭 看到吃饭的儿子 唐三顿时感觉肚子里咕噜了一下 似乎响了一声 饥饿感顿时涌起 从水中站起之后 他才发现 在两个大木桶旁边 还摆放着另外两个小一些的团 里面盛放着一些清水 显然是给他们冲洗身体用的 清水可不是温热的 当唐三浸泡在其中的时候 不禁机灵灵打了个寒颤 顿时觉得精神大爽 全身那种酸软的感觉 也逐渐消失了 匆匆洗进身上的药液 换上一身干净衣服 唐三这才做出了宿舍 他惊讶地发现 外面居然已经是星斗漫天 近净的夜晚之中 虫鸣鸟叫 见火响起 给人一种静谧的感觉 用力伸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全身骨壳发出一连串琵琶之声 仿佛整个人都已经伸展开了似的 身心两口新鲜空气 替换自己体内的灼气 大步朝着食堂走去 远远地能够看到食堂的灯亮着 当唐三走进食堂的时候 发现一个人正在那里大吃 听到脚步声 正在吃喝的这位 回头看向唐三 正是戴木白 魂力修为 令他比唐三醒得更早 小三 回来吃 味道还真不错 戴木白的邪眸双瞳 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 看到唐三顿时一脸微笑 他们已经不止一次 同甘苦共患难 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根本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什么 彼此对视之间 已经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友谊了 走到戴木白身边坐了下来 食堂桌子上还有六份食物 显然是给他和其他人准备的 桌子上同样有纸条 也是大师的自己 吃完饭 把餐具刷干净 房间内桶里的水倒掉 清洗干净 不得睡觉 天亮前修炼魂力 清晨 集合上课 晚餐十分丰盛 一大碗香气扑鼻的炖肉 足足五个雪白的大馒头 还有一碗浓汤 一盘蔬菜和几个水果 动作的抗议 令唐三来不及和戴木白说话 立刻开始大块斗衣 风卷餐云一般 将面前的食物一扫而光 爽啊 很爽 非常爽 在体力大量消耗之后 食物的补充 似乎能令人感受到身体在飞速吸收其中的养分似的 戴木白在唐三大块斗衣的时候已经吃完了 靠在桌子上看着他 眼看他已经吃完 才说 小三 大师可够狠的 这可比以前弗兰德院长还要猛啊 看大师留言的意思 恐怕以后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了 以前大师都是这么教你的 唐三摇里摇头说 老师以前教我的 他都是一些理论知识 这样的训练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不过 昨天老师对我说过 作为一名混师 身体是基础 我能够承受超越极限的人面魔珠 魂环魂力的冲击 和身体状态是分不开的 只有强健的身体 才能承受更多的魂力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老师才决定 让我们增强身体的基础训练吧 戴木白苦笑说 唉 这可不是增强那么简单 大师对我们的训练啊 完全是按照极限安排的 要不是我们的身体素质好 这一次恐怕躺上几天都起不来 不过那桶奇怪的液体 似乎也有一定的作用 饿死了 饭在哪里啊 一到身影 风风火火的从外面跑了进来 也顾不上和唐三戴木白打招呼 直接扑向桌子上的食物 来的正是小五 看着他那红扑扑的小脸 唐三顿时流露出一丝微笑 显然 小五也已经从极度消耗中恢复过来 小五一边吃着 也看到桌子上的字条 同时向唐三笔画几个手势 意思是等自己吃完再说 从昏睡中清醒过来 吃过了饭 唐三此时感觉身体懒洋洋的 一点都不像 学着戴木白的动作 也靠在桌子上 看着小五毫无淑女形象的 大吃面前的食物 给女孩子的食物 除了馒头是两个之外 其他的都和他们是一样的 小五的嘴虽然不大 可吃起东西来可不含糊 一会儿功夫 就将面前食物 吃了个七七八八 第四个来到食堂的 并不是另外一个 达到三十级以上的奥斯卡 而是朱竹青 朱竹青走进来的时候 脸上神色很平静 直到看见戴木白 才有些故意似的 拌起几分面孔 但从他的眼中 唐三明显没有看到 任何的排斥的情绪 朱竹青吃东西的动作 要比小五优雅多了 细脚慢咽 每一个动作看上去 都那么的优美 在优美动作背后 是速度 要不是眼看他面前 食物飞快地减少 唐三真的很难相信 以他这种看上去 慢悠悠的动作 居然能够吃得这么快 好舒服啊 吃饱了 小五毫不避讳地 直接靠在唐三肩膀上 说 小三 你后来又跑了那两圈吗 唐三哭笑摇头 喂 你昏到之后 我和木白也昏了过去 醒来时 就已经在木桶的药水之中了 小五翘脸突然一红 坐直身体 低声说 你也没穿衣服吗 唐三愣了一下 下意识点了点头 小五吐了吐舌头 我们宿舍里留下的字条上写着 不用惊慌 你们的衣服 都是村子里的妇女帮忙脱的 到食堂吃饭 唐三呵呵一笑 小五 你脸红的样子真可爱 像个苹果 一边说着 他处腻地念了捏小五的脸蛋 小五只是不满地瞪了他一眼 但却并没有阻止他的动作 戴木白手 奥斯卡他们三个还没起来呢 看样子是累得惨了 我们回去修炼吧 还不知道明天 大师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魔鬼训练呢 唐三点了点头 就要去收拾自己的餐具 却被小五阻止了 走吧 这刷锅洗碗的 可不是你们男人该干的事情 交给我嘛好了 唐三微微一笑 摸了摸小五的头 转身就向外面走去 戴木白的目光 落向朱竹青的身上 朱竹青此时还没吃完 但他却伸出一只手 将戴木白之前用过的餐具 落在一起 嘴上不说 可行动上已经证明了他的意思 戴木白大喜 他自然知道朱竹青脸皮薄 也不吭声 赶忙追着唐三 往外面走去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荆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 第130场 当两人走到食堂门口的时候 背后却传来小五的声音 这刷锅洗碗 不是你们男人该做的 不过 倒那些大桶里的水 好留给你们了 明天早上 记得早点起来报吗 唐三脚下一个亮脚 险些被门砍给半倒 扭头看向小五时 正好看到他脸上 那次狡猾的笑容 正朝他挥了挥手 一夜无话 当唐三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黎明 生物中习惯性叫醒了他 昨晚的修炼 他入定得很深 感觉上 整个人完全沉浸在 玄天宫的内力海洋之中 甚至连奥斯卡 什么时候去吃饭的都不知道 昨天晚上修炼之前 他就已经清理了自己的水桶 此时宿舍内空荡荡的 奥斯卡也坐在床上修炼 他的水桶也自行清理过了 小然出门 修炼自己磨铜 吃早饭 完成了这一切之后 唐三再去敲响了小五的访问 小五和宁荣荣 都已经起来了 他们去吃饭 唐三帮他们 把沉重的水桶处理完毕 熟悉的钟声响起 史莱克七块 几乎在第一时间赶到了操场 大师早已站在操场正中 等待着他们 看着大师那平静而僵硬的面膀 除了唐三以外 其他人都不自觉地感到有些紧张 甚至是有些惧怕 很好 今天你们来得都很快 大师点了点头 目光习惯性地从众人脸上扫过 昨天你们的行动令我很满意 虽然有人并没有完成惩罚 但令我满意的是 从你们的身上 我看到了不抛弃 不放弃的精神 作为伙伴 怎么才能彼此之间 放心地将后背交给对方呢 就必须要有信任二字 你们都做得很好 彼此间的信任 让你们更好地完成了 昨天的测试 今天的课程开始之前 唐三 先去完成你昨天的惩罚 是 唐三答应一声 转身就向学院外面跑去 小五蹦蹦跳跳地追了上去 小三 我陪你 昨天就是好的 宁荣荣突然说 我们也去吧 我们不是一个整体吗 奥斯卡伸展了一下自己的手臂 热热身也好 我们这次不是惩罚 是陪跑 反正也不用负重 胖子有些愁眉苦脸的说 后来真是要减肥了 不养着点肉容易吗 戴木白和钟竹青 已经跑了出去 少废话 快跟上 整体 好一个整体 大使有些愕然看着 离去的少年们 心中突然有一种冲动的感觉 在他脑海中 能够闪现的只有四个字 天之交子 尽管这七个孩子 在一起的时间 还不足一个月 但从他们此事的行动 就能看出 他们之间的友谊 将是一生的 双拳攥紧 大使暗暗决定 一定要尽自己的一切努力 培养好这些孩子 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 大使让史莱克七怪 充分明白了 魔鬼二字的含义 当怪物遇到魔鬼时 会怎么样呢 大使对他们的训练很简单 每天一到两个时辰的对敌 每天的对战情况 都是不一样的 对战双方 进行随机的组合 有时候是一对一 有时候是一对二 还有二对二 甚至是三对三 三对四的PP 每天的对战 大使都会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 比如允许使用什么魂技 不允许使用什么 有哪方面的制约等等 在对战训练结束之后 就会开始进行体能训练 和第一天一样 在体能训练的时候 不允许使用魂力 同时必须七个人共同完成 大使训练体能的方法层出不穷 最简单的就是负重跑 还有负重登山 等各种各样的方法 但不论是哪种体能训练方法 勿就让史莱克七怪 达到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都已经习惯了 每天夜晚 从木桶水中醒了过来 这魔鬼一般的训练 虽然艰苦 但有一点大使绝不吝啬 在饮食方面 换着样的最大程度上 满足众人的口腹之一 由于训练密度强大 三个月时间过去 马洪骏可能是邪火 在魔鬼训练中消耗得太厉害 竟然一次都没有前往索头城 解决他那邪火压制不住的问题 而唐三从铁匠铺买来的卢锯 早已送到 他却没时间去铸造暗器 就连铁匠铺已经完工的第一批零件 还没时间进行组装 唐三奥斯卡小五三人 正是在索头城注册成为魂尊 为了不引起轰盗 他们去注册的时候 大使特意让他们戴上 特殊制作的面具前往 虽然引起了一定怀疑 但魂尸件 隐藏自己容貌的情况 也时有发生 还是成功领取了 他们的补助金 三个月魔鬼神的训练 对史莱克七怪的魂力 并没有太大提升 期间只是马洪骏的魂力 提升一击而已 但是这三个月极限的体能训练 却令他们的身体素质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现在唐三和戴木白 在像第一天那样负重长跑时 身上负载的重量 已超过了50公斤 结果还是游人游余 要知道 不使用魂力的情况之下 这已经是极为可怕的数据了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 都有了极大的改善 在大量运动和充足营养补给之下 首先就体现在身材上 莱姆白明显变得更加强壮 邪魔中多了几分微冷之光 整个人看上去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现在的他 真的像是一头下山猛虎一般 奥斯卡的变化更加明显 整个人瘦了一圈 但如果只看外形 绝没有人会认为 他是一名辅助系魂师 强健的身形完全可以媲美 大多数战的魂师 当然 他的声音还是那么软绵绵的 脸上的大胡子 以及那双桃花眼 也都没什么变化 唐三的外貌变化很小 相貌依旧是那么普通 但整个人看上去更加内敛 身材也不算多壮硕 只长高了一点 感觉上就像是一个很普通的少年 绝对属于那种 放在人堆里找不到的类型 令人惊喜的是 唐三的魂力已经达到32级 这并不是三个月特训带来的 而是来自当初的人灭魔珠魂环 或许是因为突破极限 人灭魔珠魂环带给唐三的痛苦 固然是巨大的 可收益也同样不少 除了魂环魂骨之外 连魂力也直接提升到32级 令其他人羡慕不已 当然羡慕归羡慕 他们谁也不敢像唐三那样 去月级吸收魂环 马洪俊整整瘦了两圈 看上去不再是那么臃肿了 可给人却是有力的感觉 魂力提升到28级 朝着30级昂首阔步的前进着 身体的变化 令他整个人看上去都疯烈了许多 小五依旧是老样子 论外表变化最小 众人中就是他了 甚至连皮肤都没有被晒黑 成天都是一副快乐活泼的样子 不过在每天对战的时候 他也让大家吃了不少的苦头 他那第三魂器 顺移 神出鬼没 连戴木白和唐三都没少吃亏 还好 他顺移的距离 现在只能维持五米 尽管如此 配合起妖功和魅惑两个技能 三个技能发挥出的进战作用 足以令人感到恐怖 宁荣荣和刚来血缘相比 交金之气 虽不能说荡然无存 但是也比从前好了不知道多少 梅雨间多了几分阴气 脾气的内敛令他更加充满迷惑性 使得原本已经放弃追求的奥斯卡 希望重燃 当然这三个月以来 就算奥斯卡有追求他的心 也没有追求的心力和力气了 至于朱竹青 不得不说他的毅力丝毫不弱于男子 三个月的魔鬼训练 从未交过一身苦 不但咬牙坚持下来 甚至还曾主动要求增加难度 整个人瘦了一圈 但是作为敏攻系魂师 他的速度在身体变强的情况之下 也增加了许多 三个月的魔鬼训练 终于是在昨天完结了 大师给我们的史莱克七块 放了七天的假期 让他们自己调整状态 终于有了休息的机会 奥斯卡是一头扎在床上睡了懒枪 唐三一如既往地修炼 由于朱竹青坚持继续锻炼身体基础 戴木白主动要求陪同 小五和宁荣荣与奥斯卡差不多 也决定趁着七天好好休息一下 只有马洪俊掀不住 魔鬼训练期间 教育最多的就是他了 但此时一放假 这胖子立刻溜出血院 上索图城解决他的邪火问题去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荆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 第131章 一边听着奥斯卡的憨声 唐三一边组装着 从铁匠铺送来的零件 今天终于有时间了 铁匠铺铁石兄弟的工艺 令他很满意 目前为止 无声锈剑 寒沙射影 锦背低头弩 等几种激阔类暗器零件 已经制造完成 只有中格神弩要求较高 还在继续锻造之中 唐三准备趁这几点休息 除了修炼以外 将这些已经弄好的暗器 组装起来 发给大家 并且教他们使用的方法 投入暗器组装之中 时间过得飞快 直到奥斯卡 从睡梦中清醒过来 叫他去吃饭 唐三才发现 外面的阳光 已经变成月光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两人出了宿舍 结伴向食堂走去 正走着 突然看到前面 有一个人 摇摇晃晃的走了过来 卧槽 这是谁啊 怎么长了个猪头 奥斯卡有些夸张的 惊呼了一声 唐三定睛看去 那摇晃着身体 有些蹒跚走来的 竟然是马红俊 只不过 他现在看起来 却极为狼狈 不但身上的衣服 多出破损 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 同时 他那圆乎乎的胖脸 完全肿了一圈 脸上带着紫黑色的鱼青 嘴角处 还挂着干涸的血迹 唐三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唐三赶忙走上去 扶住摇摇欲坠的马红俊 奥斯卡熟练的召唤出自己的恢复大香肠递了过去 马红俊也不客气 两口三口就吃下香肠 看上去 这才好了一些 这次可动人了 马红俊眼中充满了恨意 他本就脸圆眼小 此时脸被一打肿 眼睛几乎被脸上肥肉挤的都看不到 唐三的声音中明显多了几分含义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三个月的魔鬼训练 大家是相互扶持着走过来的 彼此之间早已不是同学那么简单 眼看着兄弟被打成这样 唐三又怎么能不愤怒 马红俊恨恨的说 让一个猥琐大叔给揍了 丢人 真他妈的丢人 奥斯卡皱了皱眉 说 胖子 你不会是和人家争风吃醋被揍了吧 马红俊怒道 什么争风吃醋啊 分明就是我先看上那个小妹 猥琐大叔真不掉脸 听马红俊这么一说 唐三顿时明白了几分 很明显像奥斯卡说的那样 这胖子正是在解决 他那邪火问题时被揍了一顿 唐三拍了拍马红俊肩膀说 走吧 先到食堂吃点东西去 慢慢说 有了奥斯卡的恢复香肠帮助 马红俊的身体情况好了许多 三人这才走进食堂 食堂内 戴木白正坐在那里大吃大喝 朱竹青却没有在他身边 我靠 胖子 你这是怎么搞的 看到马红俊很狼狈的样子 戴木白也是吓了一跳 他的脾气可比唐三要火爆多了 猛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邪谋中怒光大方 马红俊哭丧着脸 那老大你可要为兄弟做主啊 你看他们把我打的 连我这英俊的面庞都扭曲了 让我以后怎么跑牛啊 奥斯卡扑斥一笑 还引起面孔呢 肿着跟猪头似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先说来听听 马红俊拉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这才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我上午就走了 到索头城准备好好解决一下 我那些火问题 到了地方 真让我在草卧中发现了金凤凰 就在我准备叫上那小妹 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甚至到却冒出一个猥琐大叔 那家伙看上去又四十多岁 短头发 某一看上去倒是挺憨厚的 可仔细一看 那家伙眼中近是银血的光 他有一只手还用纱布包扎着 却非要跟我抢那小妹 当时我就问他 大叔 你手都这样了 还出来搞 你们猜他说什么 他竟然说老子又不用手搞 见过猥琐的 没见过这么猥琐的 戴木白说 后来你就和他打起来了 胖子听了挺凶 那是当然 他都欺负到我头上了 难道我还能忍吗 本来我只想把他赶走就算了 谁知道 这家伙竟然也是个魂师 而且还是个四环的魂踪 三下午初二就把我揍了一头 还扔出了那家草窝 虽然我忍无可忍的事 他居然还弹了我的小鸡鸡 说我那里小 作为一个男人 这样的侮辱 我怎么能忍受啊 然后我又爬起来和他打 然后就变成这样了 你们没看到他那嚣张的样子 戴老大 奥尔哥 唐三哥 你们可要为兄弟我做主啊 可不是最近练得还算结实 说不定 我就要被打的 回不来了 马红军这次显然是被揍得不轻 尤其是精神上的打击 是十分严重的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倾诉着 听着唐三三人一阵皱眉呀 唐三问他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马红军用衣袖抹了一把脸 我听草味的老保 叫他什么不乐 估计不是真名 不乐 一个魂宗就敢欺负我兄弟 走 胖子 你带路 咱们现在就去看看 小三 找 你们两个去不去 戴木白很能理解现在胖子的心情 争风吃醋的事情 他以前也没少看 只不过大多是占便宜而已 自从猪猪青来了 他才收敛起来 更何况胖子被揍得这么惨 虽然看上去没有伤筋动骨 可这人丢的也是够大了 唐三点了点头说 走 一起去看看吧 这种事情 其实根本说不上是谁对谁错 但哪有不向着自己人点 眼看着兄弟被揍 要是不还手 那就不是男人了 奥斯卡 嘿嘿一笑 说 我当然要去 我都要看看 是谁能比我们胖子还要猥琐 就算是打不过 有我的蘑菇常在 咱们跑也来得及 马红军一听 三人肯为自己出头 顿时大喜 好兄弟 走 咱们现在就去 说不定还能堵着他 说完 他立刻跳了起来 转身就朝外面跑 似乎身上的伤都已经不疼了 戴木白一把扯住马红军 烧什么劲 要去也要先吃饱了 这样才有力气 你顺便说说 那家伙的武魂是什么情况 所谓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胜 胖子虽然一脸的急迫 但肚子确实很空 这才重新坐下 众人一边吃着晚饭 马红军一边将自己被揍的经过 说了出来 那家伙身材不高 大约只有一米六左右 脸黑黑的 就像是从煤窑里面出来似的 他的武魂很奇怪 并不是攻击防御或者速度性的 感觉上 感觉上 胖子的目光飘到唐三身上 似乎和三哥的武魂作用差不多 只是外形不同 唐三和戴木白对慎一眼 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控制戏魂师 胖子点了点头 说 应该是控制戏的 他的武魂表面看去 是两个半圆形的罩子 都只有馒头大小 粉红色 这家伙把武魂一召唤出来 就戴在头上 那样子别提多恶心了 他和我打的时候 一共用过两个魂机 第一魂机是将那两个罩子变大 挡住了我的凤凰火线 第二个魂机是 用罩子一见以后困住了我的身体 那罩子感觉上很柔韧 也不知是什么材质 连我的凤凰火焰都无法将它破坏 顺服在身上 把我包裹得像粽子一样 然后我就变成套的刷袋了 粉红色的两个罩子 这是什么武魂呢 就算是和大师学习多年 也算了尝试见多识广的唐三 都想不出来 唐三说 这么说 他应该还有另外两个魂机 没有伸展出来 胖子说 犯哥 与你们三个魂尊 再加上一个我 二十亲戚大魂师 难道还怕他不成吗 何况 你也是控制器魂师 他会做了意 以为唐三会怕 唐三说 控制器魂师比较特殊 在一对一的情况之下 控制器魂师有着很大的优势 胖子 如果我们遇到他 你负责远程攻击骚扰 我和戴老大正面上 小傲负责补给 他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 控制器不像强攻系 他只要不能控制住我们所有人 那必然会失败 如果我猜得不错 他的武魂应该是天生克制火焰的 不然你的邪火 也不会一点作用都没有 动手的时候 我会对他进行反控制 虽然我的魂力不如他 但至少可以骚扰的他 无法控制我们的人 控制器魂师的进展能力 完全不可能挡住你们的攻击的 哪怕他是40级 也一样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自今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 比132长 等级相差十级左右 唐三完全有信心 可以阻挠对方的控制能力 大师曾经说过 对付控制系魂师 最好的办法 就是以控制对控制 如果说强攻系魂师 是一个团队的核心 辅助系魂师 是一个团队的基础 闽攻系魂师 是一个团队的眼睛 那么控制系魂师 就是一个团队的灵魂 这三个月的魔鬼训练 唐三不只是身体得到了强化 同时 每天晚上大师 还格外对他进行特训 特训的目标 就是潜伏在他脊柱内的外腹魂骨 八柱毛 八柱毛这个名字是大师取的 原因是轴外腹魂骨 得子人灭魔中 又酷死八甘肠毛 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 唐三从不适应到适应 再到现在 他已经基本可以控制八柱毛 作为自身防御两端的力气使用 同时 也能够控制八柱毛内的毒素 释放和收敛 大师说过 凭借这外腹魂骨 再加上他本身的控制系 五魂蓝烟草 完全可以对抗 不足四十级左右的对手 三人匆匆吃过晚饭 胖子又吃了两根奥斯卡的 恢复香肠 四人这才悄悄地 向学院外面而去 马洪俊没准备再告诉其他人 毕竟 这在草屋中被揍的事 可不怎么光彩 正当四人刚走到学院门口 突然 一道黑影横向闪了出来 挡住他们前进的群 马洪俊被揍了之后 已经有些逢生鹤立 几乎第一时间 就释放出自己的五魂 紫红色的火焰 照亮黑暗 四人这才看清 拦在前面的是谁 马洪俊松了口气 收回凤凰火焰 怎么说你啊 你要吓死人吗 这突然出现在四人面前的 正是小五 小五今天穿了一条棕色长裤 上身是简单的白色贴身小衣 他的身材虽然没有 竹竹青那么火爆 但全身修长的感觉 却另有一番风味 尤其是那纤细的惊人 却有弹性十足的小蛮腰 和背后的垂直 脚后的黑亮蝎尾便 更有几分林家小妹的美感 一双黑蟹蟹大眼睛 带有几分疑惑 盯视着唐三四人 你们鬼鬼祟祟的 要干什么去啊 胖子 你的脸怎么肿了 让人揍了 马红俊干咳了一声 唐三三人毕竟和他一样 都是男人 他也不避讳什么 可小五却是女孩子 有一向不满 那解决邪火的方式 一时间顿时有些不想说出 自己挨揍的经过 小五上前几个 借着月光看清了 马红俊脸上的伤势 顿时一愤天赢地跳了起来 是谁这么狠啊 竟然把你做成这样 戴老大 不会是你吧 戴木败撇了撇嘴 我会对自己兄弟下狠手吗 胖子这是和别人 争风吃醋被揍的 我们正准备 给他找场子去 那还等什么 算我一个 敢打我兄弟 非要打得他 生活不能自理 小五本就是 唯恐天下不乱的脾气 刚进学院的时候 他对胖子是有成见的 但这么多天过去了 大家彼此相互关照 度过这般魔鬼训练 成见早就消失 更何况 他当初在诺丁学院 就是大街头 没少干 得人找场子打架的事情 平时大家切磋下手 都是有谱的 终于有打架的机会 看他的样子 看上去比马洪俊 还要着急似的 五妹 你是不是太好了 要不 我以身相许吧 眼看小五 不但没有阻止众人 去寻仇 反而立即加入进来 胖子顿时大为感动 心中的郁闷 也随之消化了几分 最后一句 明显有了 他一向猥琐的本性 你要对谁以身相许啊 唐三看着胖子 声音有些怪 胖子看了唐三一眼 赶忙 嘿嘿一笑 那我没说 三哥 咱们快走吧 四个人变成了五个 趁着夜色 踏上他们输到 不能再说的路径 五人催动魂力 风直电掣地 朝索托城而去 小半个时辰之后 胖子 你平时就到这里 解决邪火问题 戴木白的眉头 都要皱到一起了 呈现在五人面前的 是一派平房 这是索托城内 一个偏偏的角落 面前的平房 只有三米多口 看上去 不少地方 都已经很破酸了 门口挂着 几盏粉红色灯笼 灯笼下面 沾着几个浓装艳膜 年纪明显不小的 风尘女子 正在向过往行人 兜售自己 奥斯卡的嘴角 牵动了一下 难怪你总是说 草窝里也有金凤凰 这还真是个草窝啊 对于马洪俊的品位 戴木白和奥斯卡 实在是有些不敢恭维 小五和唐三 是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 除了好奇之外 倒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胖子只是黑黑怪笑两声 低声说 这里便宜啊 便宜量有足 一个银币就能来一次 两个银币三次 性价比高 而且你们一定要相信 草窝中也有金凤凰的道理 这就要看运气了 戴木白 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 以后出去 别说我认识你啊 虽然知道你不择时 可也没想到你居然强悍到这种地步 这种档次的垃圾地方 你居然也来 你那些金凤凰的年纪 都够给你当仪的了 胖子有些恼羞成怒地说 大老大 你不是故意来含着我的吧 什么正事 我们在这等着 我就问问 那混蛋走了没有 一边说着 胖子快步朝着他的草窝而去 奥斯卡四下看了看 说 这里倒是很偏僻 适合动手 老子又跟大香肠 老子又跟小腊肠 老子又跟蘑菇肠 听着奥斯卡念动浑舟 开始战前准备 小武不禁清脆了一声 真不愧是大香肠叔叔 一会儿功夫 马洪俊兴冲冲冲地跑了回来 太好了 那家伙还没走 不过我已经在结账了 估计马上就快出来 兄弟们 这次帮我报仇成功 回头我做东 请大家吃段好的 乃木白冲他摆了摆手 别废话了 你请客 我们可不敢去 你这品味 还是算了吧 听了战木白的话 连小武都不禁点了点头 他和唐三是看过战木白 带着双胞胎姐妹开房的 他对极品双胞胎 和眼前这些阿姨们相比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正在说话之间 从草窝里已经走出一个人 唐三五人只站在草窝对面 一个阴暗角落之中的 此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从对面很难看到这边 胖子咬牙切齿地说 就是他 正像胖子形容的那样 从草窝走出来的 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皮肤黑黑的 一米六多点的身高 脸上挂着几分满足的银笑 右手上缠着线布 下身穿着一条有几个破洞的大裤衩子 脚汰一双人子托 摇头晃脑地朝街道走去 一边走还一边哼着小调 今天大爷我心情好啊 出来溜溜鸟啊 让不让 胖子的双拳已经钻得琵琶作响 啊 等会儿 小五一把抓住马红俊肥厚的肩膀 另一只手将身前蝎子便甩到脑后 翘脸上挂起一丝 忍住无害的微笑 哼 你们待会儿再出来 看我的 一边说着 小五迈着小碎布 从侧面朝那个叫不乐的围佐大叔 走过去 小五要干什么呀 马红俊有些疑惑地看向唐三 谁都知道 唐三是最了解他的 唐三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有些无奈地说 你等着看就知道了 小五看似走得不快 但却正好拦在那围佐大叔的面前 叔叔你好 请问附近有卖糖果的吗 不乐刚从草窝里面出来 整个人都沉浸在满足之中 突如其来的声音 令他愣了一下 抬头照声音的来源看去 顿时 他那貌似憨厚的面膀上 多了一种特殊的光彩 身体的某些部位 立刻就有蠢蠢欲动之势 不得不说 夜晚突然出现在了面前的小五 看上去是那么的可人 稚嫩白皙的小脸 修长黑亮的蟹子变 虽不算丰满 但是也有些规模的身材 尤其是红布布的小脸上那一抹青色 对于不乐这种老阴虫来说 更是充满了诱惑力 不乐双眼看着小五一阵放光 心中暗淘 咳嗽一声 不乐飞快地收起 曾经眼中银线的光芒 挺了挺凶 摆出一副严整的姿态 变化之快 如果不是小五一直在注视他 恐怕都要被骗过去了 小姑娘啊 这么晚了还出来买糖果啊 这便如此偏僻 你就不怕碰到坏人吗 不乐扳起面孔的时候 加上他那貌似憨厚的外表 别说还真有几分 道貌黯然的样子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荆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 第133章 小五眨了眨漂亮的大眼睛 叔叔 那你是坏人吗 他那细声细气的样子 看得不远处的戴姆白 马洪俊和奥斯卡 心中不禁一阵抽搐 这还是在对战中 摔他们像摔沙包一样的 风骚小五吗 这 这也太能撞了 只有唐三脸上流露出 苦笑并未惊奇 这样的场面 早在诺丁的时候 他就已经见识过了 论迷惑性 小五可要比当初 刚来到石莱河学院的 宁荣荣做得更好 尤其是他能装出那种 林家小妹的样子 几乎没有正常男人 能够免疫的 不同的是 好人看到他这样 只会产生怜惜 而不乐这种人 看到此事的小五 却只会流口水 不乐听着小五的疑问 立刻一整言辞地说 哎呀叔叔 当然是好人了 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今年多大了 小五小脸上 飞起一抹凶红 我叫小五 快十三岁了 快十三 这么说才十二 不乐呆了一下 侯姐随着吞吐唾沫 有力地动了一下 哎呀 这送到嘴边的嫩肉 要是不吃 真是对不起自己啊 你才十二岁 就长这么高了 将来一定是个大美女啊 哎 小五啊 这边可没有卖糖果的 跟叔叔走吧 叔叔带你去卖糖果 然后再送你回家 好不好啊 小五笑了笑 乖巧地点了点头 说 好啊 不乐也没想到 这个小姑娘如此好骗 眼看她答应和自己走 顿时心中大喜 一双小眼睛朝周围看了看 按照记忆朝一个偏僻方向走去 为了不打扫惊蛇 她强忍着没有去拉小五的小难手 奥斯卡用力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彤彤身边的唐三 小三 这 这真是小五吗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像啊 唐三有些怪异的说 当初在诺丁学院的时候 学院有个女孩子被一个怪大叔猥亵了 小五就是用这一招 把那人骗到一个一案角落中 然后就是八段摔 戴木白也不禁好奇起来 八段摔 那是什么 杭三眼中流露出一丝恐惧了 就是小五柔记中一种最狂暴的摔法 连摔八下 只要摔出第一下 几乎就没有反抗的可能 那才是小五的真正的势力 所以千万不要被她禁身啊 我看 这个叫什么不乐的猥琐大叔 恐怕将有幸尝到这段大残乱 我们快跟上去吧 一防一万 不乐此时是银心大动 以她达到四十六级的魂力 要是想平常时候警惕一些 说不定能发现唐三等人的跟踪 可此时她的心思 全放在身边这个稚嫩的小萝莉身上 哪还过得上其他呀 她又怎么知道 有的时候 萝莉也会变成萝刹的 偷眼观看小五 小五那鲜血的小腰支 走起来是轻摇慢动 她的臀部并不算太大 但是腰支实在太细了 所以带起了那一抹弧线 令不乐这个老银虫 不断地偷偷吞咽着口水 再加上小五近乎完美的容颜 如同风柏荷叶 鱼润霸椒 她心中原本泄掉的那股血火 已经逐渐生腾而起 对她这样年纪的老银虫来说 外在的刺激尤为重要 眼前的小五 尤其是草窝中那些土鸡 所能相比的 越走越偏僻 周围已经很少能看到星人了 不乐带着小五拐了个弯 来到一个幽深黑暗的小巷子中 小五细声细气 似乎有些惊慌地说 叔叔 到底哪里有卖糖果的呀 这边好黑 我有点怕 不乐黑黑一笑说 小五啊 这大晚上的 吃糖果对身体不好 还是让叔叔带你看金鱼吧 小五好奇地问道 看金鱼 哪里有金鱼呀 不乐停下脚步 伸手就开始捡自己的裤袋 马上就有了 小五突然笑 叔叔 你下一句是不是要说 老子又跟大香肠 不乐手上一僵 动作顿时停了下来 他看到了一双红色的眼眸 充满魅惑的眼眸 整个人顿时陷入僵质之中 而下一刻 他面前却只留下一抹紫色的残影 脖子上一僵 不等不乐释放五魂 那黑色鞋子变已经悄然缠上他的脖子 下一刻 不乐只感觉一股大力从脖子上出来 整个人已经不由自主地离开了地面 如果不乐是力量型浑石 或许还有机会稳住自己的身体 可惜他是控制系浑石 而浑石的五魂如果没能释放出来 实力又将极大程度削弱 再加上他心情耕耘了一天 体力早就是下降大半了 此时的不乐 只感觉一阵天悬地转 下一刻 整个人眼前已经变成一片星光 金星银星大小星星 眼前不断闪烁着 剧烈的震荡令他根本无法集中魂力 释放出自己的五魂 身体甚至感觉不到疼痛 只有强烈的麻痹 戴姆白 奥斯卡 唐三 马洪俊四人 此时已经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除了唐三以外 另外三人全都瞪大了眼睛 看着之前还是声色稚嫩的郊区 正做着无比狂暴的动作 他们也终于第一次看到了 小五全套的八段帅 瞬移技能涌出 正是小五从不乐面前消失的时候 早已蓄势待发 对上毫无心理准备 小五的鞋子变成功缠上不乐的脖子 下一刻 猥琐怪叔叔不乐的悲惨生活已经开始了 缠绕住不乐的脖子 小五一只脚蹬踏在他的后腰上 第一魂缓技能腰弓发动 以腰力带上身 脖子向后一仰 脚向前一送 不乐的身体已经飞到了空中 蝎子变悄然脱离 小五追着不乐被甩上空中的身体跳了 他那腰弓的力量实在恐怖 三十一级魂力 百分之一百二的增幅 直接将不乐 摔上五米高空 当不乐的身体 攀升到最高点的时候 也正是小五追上的那一刻 双手直接抓住不乐的腰间 腰弓之力再次发动 小蛮腰就像折断了一般 带着不乐的身体 瞬间向后旋转 此时的不乐 还处在小五魅惑技能的迷惘之中 出了天旋地转的感觉 他什么也做不了 小五就那么抓着不乐腰间的衣服 足足在半空之中旋转两周 当他落向地面时 在腰弓作用下 急速旋转着他不乐的身体 以一种惊心动魄的呼啸声 砸向地面 那一刻 唐三四人几乎同时闭上了眼睛 这种凌空截杀 盘旋摔的力气 可想而知啊 小五与大家鄙视的时候也曾经用过 只不过那时候 他是半空中就将他们甩向空中 而不是这么实打实地甩向地面的 无乐今天也算是倒霉了 遇到小五这个小杀心 再加上他那猥琐的样子 又是小五最讨厌的 此时出手 根本没有一点手下留情的意思 在小五心中 像他这样 连一个十二岁小女孩都不准备放过的怪叔叔 就算杀了也不为过 不过 无乐毕竟是一名四十多级的魂踪 两圈急速旋转之中 他也终于从小五的魅惑技能中清醒过来 五魂虽然来不及用处 但是也终于勉强将魂力遍布全身 护住自己的身体 而就在下一刻 剧烈的震荡 也将他提具的魂力震散了 无乐的身体重重地摔在地面上 小五是将他的身体平拍向地面的 完全是无体投地的接触 无乐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就已经是鼻血横流 整个人都被摔得有些发懵了 可是 这才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小五毫不停顿 双手按在不乐的腰间一个后手翻 双脚直接夹住不乐头颅两旁 腰弓又一次发动 带着不乐的身体向前直接摔出 手势松开了 但脚却能发挥更大的力量 不乐的身体在小五的双脚带动之下 随着小五的本身又一个后手翻 整个人被抡了起来 再次重砸在地面上 小五充分展示出自己腰力的弹性 借助着第二摔的反作用力 身体倒摔而回 将不乐砸在原来的位置 不乐的身体就像是被小五用脚抡起的麻袋 一共六下 前后各三下 砸了他全身骨骼不断发出劈啪之声 在木白三人嘴里 只能不断的发出 我靠的叫声 他们三人目光 不断跟着不乐 那被小五全力甩起的身体 每一次重摔 他们就忍不住要惊呼一声 我靠 鲜血已经飞溅到他们的脚边了 终于 当小五又一次把不乐的身体甩起的时候 没有直接摔向地面 而是摔向半空之中 六连摔 这才算是结束 加上最初那凌空截杀盘旋摔 已经是整整七下了 不论是戴姆白 奥斯卡 还是马红军 心中都在想 如果这七下 摔的是自己 会是一副怎样的光景 哪怕是实力最强的戴姆白 也立刻意识到 就算是自己 已经用出了白虎金刚变 一旦被小五这样摔起来 恐怕魂力也会被震散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 第134场 小五又一次跳了起来 就在戴姆白三人以为 他要再次施展 凌空截杀盘旋摔的时候 小五并没有做出 这样的动作 此时的不乐 已经完全陷入 半昏迷状态 小五追上他身体的同时 双脚再次夹在他脖子上 他的身体飞速来了一个 1080度旋转 不乐的脖子被他夹着 自然也只能随他这样转动 脖子上不断发出琵琶之声 颈椎就算没断 也好不到哪里去 1080度之后 小五一个慢秒的后空翻 姚公最后一次发动 将不乐的身体 直接甩向地面 自己也利用甩出不乐的反作用力 在空中翻滚几周 朝地面落去 猥琐怪兽术不乐的身体 以一种极为怪异的姿态 被砸在地面上 整个人的身体 除了抽搐以外 已经做不出其他动作 马红俊看着 落在自己身边不远 微微有些喘息的小五 试探着问他 小五 你不会是杀了他吧 小五不懈地瞪了 不停惊弯抽搐的身体一眼 说 杀他脏了我的手 我也有分寸 小三不让我随便杀人 只是给他一个教训而已 不过 估计他不在床上躺三个月 是起不来了 我说话一向算数 他身上很多关节 都被我摔脱臼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 恐怕他真的要生活不能自理了 戴木白有些郁闷地说 我们是来打架的 你把他都摔成这样了 我们还打个屁啊 不过小五 你这套八段摔还真是威猛 奥斯卡五重说道 关键是 他那瞬移太变态了 一旦到了他身体五米范围之内 想跑都跑不了 还有 小五 你那个妖功技能 是能够连续使用的吗 冲突 就不需要重新凝聚一下魂力 小五细心一笑 似乎刚才的壮举 根本就不是他完成的 以前是需要凝聚魂力的 不过 我到了三十几以后 就不再需要多余的时间了 再说 就算凝聚魂力 在每一次发动妖功的间隙 也已经足够了 我这八段摔 只对力量性魂师没什么用 像他这样的控制性魂师 被我直接偷袭成功 也要倒霉 唐三突然说 小五 以后不要再用 刚才那种方法诱惑敌人了 这样太危险 小五愣了一下 看着唐三认真地双眼 吐了吐舌头 却乖巧地点了点头 唐三没有说的是 他眼开着小五 去诱惑不乐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非常的不舒服 戴木白回了回手说 好了 我们走吧 胖子 这家伙比你惨多了 你也算报仇了吧 马洪俊毕竟不是自己出的手 此刻还是有些不解气 跑到不乐身边 抬脚用力踹了他几下 一边踹 还一边狠狠地说 让你打我 让你打我 让你说我叽叽笑 对了 似乎突然想到什么 马洪俊 嘿嘿一笑 你们前辈先走 我马上就来 戴木白皱了皱眉 说 别玩大了 这家伙虽然打了你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还醉不至死 你动作快点 知道了 眼看着戴木白 唐三奥斯卡小五四人 在拐角处消失 马洪俊脸上 流露出一丝怪异的笑容 抬起右手 一团紫红色火焰 从掌心中冒了出来 而他的目光 却描向了不乐的下身 坏大叔 你不是说我金鸡小吗 好啊 那我就让你变成烤鸡 唐三四人还没走出多远 就听到一声 不似人声的惨叫出来 四人对视一眼 都有些无奈的摇里摇头 很快 胖子已经兴冲冲地追了上来 没等众人发问 他已经主动说了 放心吧 我没把他怎么样 不会让他死的 小五说的对 杀了他还脏了我们的手呢 伍麦 今天多谢你了 以后用着找我胖子的地方 尽管开口 只要我能做得到 绝不推辞 小五 哲哲哲一笑 抱打就不用了 刚才我摔得也很爽 好久没有这么爽过了 唐三若有所思地说 其实我们这么做不好 不好 小三 你不会是心软了吧 弹幕白 疑惑地看着唐三 虽然唐三平时很沉稳 但怎么看也不像是心软的人 他可还清楚记得唐三伸展暗器的样子 连赵无极都吃过不小的亏 唐三摇里摇头说 我是说 斩草不出根 春风吹又生 啊 其余几人看着唐三的目光 都发生了几番变化 他们虽然都是天才浑士 但毕竟也只有十几岁 说起杀人 恐怕也只有弹幕白能接受一些 谁也没想到 唐三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唐三从未忘记 玄天保禄总纲中的记载 玄天保禄总纲第三条 确定对手是敌人 只要其有取死之道 就不要手下留情 否则只会给自己增添烦恼 那个叫不乐的维佐大叔 这次不死 恐怕不会善罢感受的 他毕竟有四十级以上的魂力 如果纠结彭党 先来报复 胖子你可要小心了 他虽然被打得不轻 但听力还在 再加上日间你和他的冲突 肯定能猜到 是你代人下的手 之前如果不是戴木白说了一句 不乐罪不正死 唐三已经出手了 现在也只能提醒马红俊一句 以免他以后吃亏 马红俊突然咽一口唾沫 没想到还是小三你最狠啊 看来得罪谁也不能得罪你啊 唐三展颜一笑 来之前 你似乎不是这么成活的吧 好吧 赵魏哥哥 还有小五妹妹 这次事情多谢了 还请你们帮兄弟保密 戴木白抬手 在胖子肿大的头上 请拍了一下 自家兄弟 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 赶快回去吧 可别让大师发现 咱们这么晚了还在外边 除非你想再来点魔鬼训练 史莱克学院 院长办公室 我说小高 虽然我不愿意打扰你 教导我们那些小怪物 但是啊 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 学院的那点钱 已经被你花光了 有些无奈地说出这话 弗兰德也是一脸的黯然 认为一名强大的魂圣 却因为自身的高傲 而被钱财所致 这是何等的悲哀呀 原本按照正常开销 学员们交上的学费 是总够支撑他们一年 学习消耗的 甚至还会有些剩余 但大师的教导方法 却极为另类 不但伙食大幅度上升 他每天掺杂在食物 和给学生泡澡水中的药物 更是贵得下人 这才三个月过去 史莱克学院 今年收上来的学费 就已经没有什么剩余了 大师点了点头 依旧是他那 横骨不变的 僵硬脸色 淡淡地说 我知道了 弗兰德苦笑说 你知道了 总要拿出个办法来吧 等这七天修成完毕 我将带着他们 进行第二阶段的训练 你就不用费心了 费用的问题 我会解决的 弗兰德 叹息了一声说 要不是这些孩子 是那么的优秀 我真的不想再维持下去了 还是以前我们一起 游历大陆的日子 最令人动心呢 或许有一天 我们会重复当初的快乐吧 小高 你下一阶段 准备怎样教导 这些孩子 是不是优着点 这三个月 他们吃的苦着实不少 毕竟才十几岁 所谓过刚则一辙 可不要太过了 大师的表情 又恢复 属于他的正常状态 既然你将这些孩子 都交给了我 就只能选择完全信任我 我有分寸 贪软在地的伯乐 依旧在不停肘肘着 此时 他已经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清醒了 前两次醒来 瞬间被全身脑 无比剧烈的剧痛 可以再次带入黑暗 鸟鸦强忍着痛苦 胡乐勉强将眼睛睁开 江湖的味道 不断冲击他的嗅觉 最令他绝望的 是毫无知觉的下山 他知道 自己这一辈子 恐怕是完了 他想动 却只能勉强蠕动 四肢完全脱臼 就连肘关节和膝关节 也脱离开来 肋骨至少有五根断裂 颈椎至少有两处 所谓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自今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 第135章 而这所有的一切 还是建立在 小屋手下留情的基础上 否则的话 他就不是脱臼这么简单了 虽然小五的魂力 还没纯粹到 可以将他全身骨骼 摔碎而不死的程度 但是 这全身脱臼的痛苦 却更令人难以忍受 哪怕是以后恢复了 也会留下暗伤 正在这时候 一连串脚步声响起 正逐渐朝我这边接近着 说话的是一个听上去 很有雌性 且浑厚的声音 标准的男中音 如果只是听声音的话 恐怕对30岁以上的女性 有不可抵挡的心眼 如果说第一个声音 无比动听 那么这第二个声音 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了 沙哑的宛如公鸭乌叫 再加上其中猥琐的笑容 顿时给人一种 掉进苍蝇堆里的恶心感觉 听到这两个声音 板昏迷中的不乐 猛得精神一震 还好他下喝苦 并没有脱酒 催动着他勉强凝聚的 一些魂力 强大精神 喊道 老鹅 天涯 我在这里 那正在闲聊的两个声音 骤然停顿下来 伴随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很快两道身影 来到不乐的面前 你 你是不乐 动听的南中音 不敢置信地说着 借着月光能够看清 虽然身材高大 肩膀宽阔而结实 一头长发虽然有些凌乱 但但有几分狂野的气息 最引人注目的是 他那双眼睛 那是一双小到极致的眼睛 细微的似乎只有一道缝隙 如果从正面观看 很难看出 他究竟是睁着还是闭着 再加上中眼炮带来的负担效果 更是很容易让人忽略他那对戏风 即使这一点就将他那完美的南中音彻底破坏了 不乐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啊 另外一个人飞快地来到不乐身边蹲下来 尽量脸上流露出凝重的神色 但他的外貌却比不乐和那中年人更加的猥琐 简单来说除了头发还算正常之外 基本就没有什么正常的地方 整个人瘦的似乎只剩下骨头 眼睛倒是很大 但眼中却是黄色的 闪烁着阴阴的光芒 两皮鼠须在鼠话中颤抖 眼角与尾纹几乎能同时夹死一个般的苍蝇 这出现在不乐面前的两个人 看上去和他年纪都差不多 此时两人已经收起脸上的嬉笑之色 一脸的凝重 瘦小为所难 双手飞快地在不乐身上摸索了一遍 嘴里不时爆出两句葱口 他那双黄色的眼睛中已经多了几分红色了 好灵力的手段啊 不乐这回惨了 四肢关节脱就不说 肋骨有五根断了 四根骨裂 颈椎三处错位骨裂 没有几个月是恢复不了的 最重要的是 不乐那东西熟了 熟了 天涯 什么叫熟了 被称作老鹅的南中阴吃了一净 猥琐瘦小男天涯苦笑道 你没闻到烤鸡的味道吗 这次不乐得亏可吃得太大了 骨头好恢复 那烤鸟确实 一边说着 天涯抬起自己的右手 伴随着一柄亮丽的绿光闪烁 一柄利刃已经出现在他的手中 同时出现的还有整整五个魂环 一白两黄两子 虽然魂环属性普通 但却是一名十打十的 五十斤以上的魂王 他手中利刃却是一把断刃 似乎是齐腰折断的 刀刃宽约四只 从刀柄断口处长一尺二寸 刀柄长八寸 通体绿光闪烁 赫然是一名拥有七无魂的战魂师 伯乐对不起 不赶快切掉的话 恐怕会更严重 吕光一闪 手起人落 扑的一声 似乎有什么东西掉落在地 诡异的是 伯乐并没有发出一丝的声音 只是眼中却流淌出 群辱怨毒的泪水 我要报仇 我要报仇 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 七天的休息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又到了要开始上课的日子 自从那天几人偷偷出去 虐了猥琐大叔伯乐之后 几天过去 也渐渐将这事给淡忘了 除了马洪郡之外 其他几人都不知道 伯乐被烤了鸡 马洪郡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收敛了许多 之后的几天休息 都没有再到索头城去 他那邪火 似乎也在高强度锻炼中 停止了发作 吃过早饭 在熟悉的上课终声敲响之时 唐三七人准时来到操场上 今天的阳光格外明媚 毕空万里无云 虽然还是清晨 但日光却竟有几分灼热的感觉 大师的影子被阳光拉长 双手环抱在胸前站在那里 等着七人站好 从我来这里开始教你们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三个月的时间了 在众位老师的督促之下和帮助之下 你们的身体已经打下了一些基础 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魂师 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值得一提的是 在之前三个月的魔鬼训练之中 其他几位老师并没有闲着 这还是马洪俊一次偷懒之后才知道的 老师们就隐藏在他们锻炼路途的阴暗角落中 踪走他们 马洪俊那次偷懒的后果 时间导致所有人训练量在三天之内增加了50% 大师始终贯彻的都是整体连坐之法 一人犯错全体受过 这才是整体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将对你们进行第二阶段的教学 听弗兰多说 你们都已经去过了索托大斗魂场了 那里将成为接下来一段时间你们的教学之所 这次教学没有时间限制 什么时候拿到了银斗魂徽章 训练什么时候结束 在这段期间里 我会安排你们住在距离大斗魂场 最近的旅店当中 一切的实俗自理 只要有本事 你们从大斗魂场得到的收入 将会十分的可观 听了大师的话 中学员同时松了口气 去大斗魂场参加斗魂 总要比大师的魔鬼训练轻松的多了 但是你们要记住 获得银斗魂徽章 不只是在一对一的魂之中 同时还要获得团队的银斗魂徽章 你们将以史莱克七怪的团队名称出战 团战 不但可以让每个人都获得个人积分 同时还会有一个团队积分 这是二对二斗魂中所没有的 当然 如果你们想要更快地获得银斗魂的称号 也可以自由组合参加二对二 我不阻止 但我有几个限制 你们要记住 第一 不得在斗魂时显露你们的相貌 和告知对手你们的性命 一切要以代号出战 第二 包括唐三自己在内 谁也不需使用暗器 第三 无论胜负 每天每人至少出战两次 奥斯卡有些抱怨地说 大师 我和荣荣是辅助系魂师 也必须要拿到银斗魂微章吗 大师 淡然说道 或者你可以选择像之前那样训练 直到其他人都拿到银斗魂徽章为止 呃 大师 我突然发现 你让我们前往斗魂场进行比试 来提升实战经验 这个决定是那么的英明 刚才我的话 你就当我没说 宁荣荣本来也想提出同样的问题 眼看奥斯卡吃了瘪 不禁暗自庆幸 在一旁痴痴地笑了起来 大师一向是雷厉风行的 让所有学员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行装之后 立刻带他们出发了 先往索托学院 同行的还有学员们的老熟人 学院原本的两位院长 四眼猫鹰弗兰德和不动名王赵无极 其他三位老师则留守在学院里 弗兰德对大师的决定 也是不禁安安佩服 学员们住到索托城 一切实俗费用自理 学院自然就没有了经济上的压力了 而他和赵无极大师三人 也可以住在他那个店铺中 每天照样能够监督学员们的实战进度 大斗魂场的斗魂比试 都在晚上进行的 一行人来到索托城内 现在大斗魂场附近 选择一间普通酒店住了下来 由于毗临大斗魂场 这就算虽然普通 但房价却比其他地方要贵了一倍 当然对于每月收入至少十个金币 甚至是上百个金币的七名学员来说 这还算不上负担 毕竟像玫瑰酒店那样的极度昂贵的地方 还是不多的 安排学员们住下之后 大师将新人叫到唐三的房间 现在你们可以进行自由组合了 要决定参加哪种斗魂比试 大斗魂场一般都是一对一或者二对二的比试先开始 团战虽然是与前两者分开的 但开始的时间都比较晚 也算是大赌魂场最吸引观众的战斗 时间错开也能赚取更多观看者的门票 每天你们必须要参加的是一场团战 另一场可以自由选择 愿意参加三场的我也不反对 前提是你掌握好自己的魂力情况 大师话音也落 奥斯卡顿时流露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看向戴木白说 戴老大 不如我们一起参加二对二吧 你看怎么样 虽然我才刚刚到三十级 但是我的辅助能力 应该还是能够帮到你的 要不然 我这积分还不知道哪辈子 才能攒到淫斗魂 违章的级别呢 戴木白愣了一下 他本意是和朱竹青参加二对二的斗魂 或者是自己参加一对一斗魂 看着奥斯卡哀求的目光 想了想之后 还是点了点头说 好吧 在亲人之中 论战斗力 竟然是戴木白和唐三最强 奥斯卡上来就选择戴木白 宁荣荣的目光顿时就转向唐三 逆声说道 三哥 你愿意帮我吗 唐三愣了一下 可是 我已经和小五组成三五组合了 一旁的马红俊赶忙凑了上来 容容 你看我怎么样啊 我愿意和你一起参加二对二 你 你还是算了吧 宁荣荣没好气的瞪了庞子一眼 你自顾都不暇 还帮我呢 大师突然开口说 不 我建议你 确实该和马红俊 组合成一对二对二的组合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荆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 第136章 宁荣荣疑惑地问 为什么 大师淡然说道 因为你和唐三等级不同 在参加二对二的情况之下 如果有一名魂师达到更高级别 那么就必须要参加更高级别的队决 唐三已经突破了三十级 而你还停留在二十级的程度 如果你们合作参加二对二斗魂 那么就必须要参加三十级一档 一般来说 魂师到大斗魂场参加斗魂 除非自持极高 或者是五魂有极大优势 都会在自己同一档高等级时 才会参加 至少也要超过本档次的一半等级 比如二十级一档 一般参赛就都是二十五级以上的魂师 三十级一档 自然也一样 唐三的五魂虽然特殊一下 但参加一对一或许勉强可以 但如果增加了你 你的七宝琉璃五魂 虽然是很强的辅助类五魂 但现在带给他的增幅还不足以弥补他与两名三十五级以上对手之间的差距 而你和马红俊一起参加就不一样了 他已经二十八级 本身五魂的优势又不小 加上你的辅助 获胜的几率可能会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宁荣荣虽然心中不怨 但也不得不承认那是说的是对的 但他终究还是没有选择马红俊 而是将目标看向朱竹青 七妹 还是我们合作吧 怎么样 好 朱竹青的回答很简单 在宁荣荣看来 虽然朱竹青的魂力比马红俊低上一级 但是与他合作 竟然比邪火上来压不住的某人强盛很多 他恶不希望在二对二斗魂的时候 被身边的战友吃豆腐 马红俊怪声怪气地说 荣荣 你这是歧视 我抗议 宁荣荣嘻嘻一笑 拿出他那温柔的手段 四哥 你实力那么强 和我参加二对二 岂不是可惜了 反正你一对一也肯定能赢的 对吧 马红俊对美女的免疫力本就低 看着宁荣荣脸上温柔的笑容 怎么也说不出一个步子来 也只有勉强地接受了现实 如何参加抖魂你自己决定 这个给你们 每人一块 在抖魂的时候戴好 同时在台上 少说话 尽量不要让对手知道你们的年纪 一边说着 大师从孙姐的魂倒气手镯中 取出七块早已准备好的面具 面具的样子 大家都是很熟悉的 正是史莱克学院的标志 绿油油的怪物史莱克形象 戴木白拿过一块面具 戴在自己脸上 面具的工艺虽然一般 但是与面部贴合之后 露出眼口鼻音 倒是也并不碍事 参加团战时 你们以史莱克七怪组合进行 参加各项单项抖魂的时候 二对二的称号你们自己起 一对一时 我给你们每人想了一个绰号 就用这个绰号进行比试 只要报名的时候说明一下 你们的本名就不会出现在斗魂场上 众人还是能够理解大师的意思的 他们的年纪毕竟都还小 尤其是像唐三小五这样的 十二岁就已达到三世纪魂尊境界的 随便拿出一个放在魂世界 也是惊世骇俗 尤其在大斗魂场一旦出名 恐怕五魂殿第一个就会找上门来的 奥斯卡好奇地问他 那我们的称号用什么 大师说 戴木白你就用原本的邪魔白武 你还是想唱专卖 至于小三就叫千手银草 你们觉得呢怎么样 啊这个不好换一个吧 小五抢先说的 一点都不拉风 银草太难听了 大师看向唐三 见他并没有发表意见 脸上不仅流露出一丝微笑 对于自己这位弟子 大师一直都是极为满意的 那你们说说应该叫什么才好呢 戴木白说 小三平时看起来虽然老实 可真要发表 比我们哪个杀气都壮 我看不如叫千手修罗好了 修罗是杀戮魔鬼的意思 也能给对手一定的震慑作用 大师看向唐三 你自己的意思呢 唐三说 我无所谓 老师您定吧 大师说 那就叫千手修罗吧 马红俊 你的称号我也帮你起好了 就叫邪火凤凰如何 胖子黑黑一笑 多谢大师 这个好 怎么说咱也是个凤凰 你旁的奥斯卡都能说的 嗯 是凤凰 不过 我觉得就勾拦凤凰更好一点 胖子大怒 小奥 你故意拆台是不是 小武则是一凑到大师面前 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大师 那我叫什么呀 您可要给我几个好听的 大师 我也想说 你使用的是柔剂 全身柔软五骨 再加上你的兔子五魂和魅惑技能 不如叫柔骨魅兔吧 小武顿时开心地笑了 听上去还不错 荣荣的五魂是七宝琉璃塔 没有什么比七宝琉璃更好形容你的了 同时也能对你本身有所遮掩 毕竟你们七宝琉璃宗直系弟子的五魂都是这个 至于竹青 就以他的五魂为名 最为何事 幽冥灵猫 本身就是不错的名字 当下 史莱克奇怪 终于都有了自己的称号 邪牟白虎戴木白 香肠专卖奥斯卡 鲜手修罗唐三 邪火凤凰马红骏 容骨魅兔小武 七宝琉璃宁容容 幽冥灵猫 朱朱琴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这间不亲眼的旅店之中 取好的称号 不但追随他们一生 同时也响彻陆地 史莱克奇怪 这个团队也从这一点开始 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组成了 为了让自身保持到最佳状态 众人都留在酒店中修炼自己的魂力 等待夜晚的来历 现在七人都是铁斗魂级别 其中戴木白 积分三 奥斯卡为零 唐三因为和小武都参加过 一场一对一和一场二对二 所以积分是二 马红骏上次也战胜了对手 积分成为众人中最多的 已经达到十 而且是连胜三场 小武和唐三一样 也是积分二 宁荣荣是零 朱朱卿上次在独魂场 对手是小三 输了比赛 所以木剑积分是零 从铁斗魂到铜斗魂 需要积分一百 再到银斗魂积分是一千 他们距离这个第二阶段特训目标 还有一段很遥远的路要走 因为戴木白 马红骏中竹青都已经在同档子中属于高级的存在 再加上他们本身的五魂出色 所以都决定先参加一场一对一的斗魂 然后再参加二对二 在这种时候 奥斯卡的作用就充分显现出来了 由他的大香肠作为补给 众人的魂力和体力都能得到有效的补充 比参加斗魂的普通魂师就有了更大的优势 所以就算一晚上参加三场斗魂也不是不可能的 前提是在前面斗魂中不要消耗太大的魂力 唐三和小五第三魂级可以说是极品魂级 所以尽管他们斗赛刚刚突破三十级 也还是决定参加一对一斗魂 唐三甚至曾经经败过戴木白 自然有着不小的把握 而小五只要近身就能令对手很难反抗的特殊能力 也是他第七十足 小五的弱点和优点同样明显 他的优点在于近似等级近身无敌 但他的弱点是只能面对一个对手 一旦对手众多 他的实力就很难发挥出来 而当对手的力量超过他的妖功威力时 他的所有技能也将完全变作无庸 至于奥斯卡和宁荣荣 也只能等待大家完成一对一斗魂之后 再与他们进行配合二对二的斗魂了 夜幕降临 锁头大斗魂场重复着每天夜晚的热闹 熙熙攘攘的人群开始从四面八方在这里汇聚 作为最传统也是最受民众喜爱的娱乐 这里每天都会迎来众多的观众 有钱人在这里能够得到极致的享受 就算没什么钱的拼命 也同样能够看到魂师的比赛 由于大斗魂场 有着一些专门针对拼命的套票 价格十分低廉 所以只要能够满足温饱的民众 也都愿意来这里观看魂师比拼 毕竟仅仅能看到魂师就可以满足大多数拼命的虚荣性了 当然因为拿的是低价票 他们能看到的也只是一些普通的斗魂比赛而已 真正精彩的斗魂绝对是价值不菲的 而锁头城也从不缺乏一致千金的富豪 再加上由大斗魂场主办的下注制作 这斗魂也是富豪和贵族们彼此暗中生斗的地方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由紫荆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第137章 此时距离大斗魂场开始例行斗魂的时间 已经是很近了 再过不久 一对一和二对二外围斗魂即将开始 等到这两项斗魂结束 最精彩的团战才会上演 正在这时 一支十人队伍吸引正在准备进入大斗魂场人群的目光 因为这十人之中 倒有七人戴着相同的面具 绿色的面具看上去有些搞笑 身上的衣服却各不相同 有的华丽 有的朴素 这一星人正是来自史莱克学院的七名学员 以及两位院长和大师 这次他们来到的第13分斗魂场 按照原本计划好的 众人先后用自己铁斗魂徽章进行报名 在大师的指点之下 同时参加一对一和二对二斗魂的五人 在两个区报名时说明自己要同时参加两场的情况 工作人员对他们的斗魂进行一定时间安排 使两场斗魂不至于时间重叠 同时 众人也分别更改自己铁斗魂徽章上的名字 把真名隐区 用上自己白天旗号的称号 单是更改名号一项 就花费他们每人十个金魂笔 不过这次因为不需要再进行注册 花费也就只有这么多而已 只要获得一场斗魂的胜利 就能够赚回开销了 唐三和小五选择先参加二对二斗魂 然后再参加一对一 与另外五人自然是分开 奥斯卡和宁荣荣要等到戴木白 朱朱青参加完一对一斗魂 所以也先去了一区 弗兰德和赵无极 跟着人数多的一方进了一对一斗魂区 大师则跟着唐三小五来到二对二斗魂区 由于后面还有斗魂比试 三五组合的二对二斗魂被安排在 十三分斗魂区二对二区的第二场进行 很快就轮到二人上场了 大师坐在观战台上 与众多观众坐在一起 今天对于普通人来说正好是周末 所以大斗魂场中的观战者也是格外的多 这些分斗魂场更多的是普通拼命 此时已经因为第一场斗魂被勾起了兴奋 呼喊之声死起必伏 唐三和小五自然是没什么名气的 当他们在主持人的宣布中走上场的时候 并未赢得多少掌声 下面让我们有请三五组合的对手 已经在二对二斗魂中获得四场连胜的猫鼠组合 他们凭借强大的实力 在魂尊级别比试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如果他们能够战胜今天的对手三五组合 那么就将完成五场连胜 或许下一次他们再出现在索托大斗魂场的时候 就将进入中央斗魂区 那可是斗魂者巨大的荣誉 猫鼠组合 听到这四个字 唐三和小五对视了一眼 虽然隔着面具无法看到彼此的眼神 但从对方的眼神中 他们还是看到了几分效应 从对方组合的名称上就能判断出 今天的对手将会是一对敏公系浑士 无论是猫还是鼠都以速度渐长 而作为控制系浑士的唐三 正好又是敏公系浑士的可行 在对手等级不超过自己实际的情况之下 两人已经有了一定把握了 很快在热烈欢呼声和掌声中 散无组合的对手登上斗魂台 上来的两名浑士一男一女 女子身材修长 看上去二十多岁的样子 一头火红短发极为醒目 眼神锐利 双手伸趾不断地轻微律动着 看他这个动作 唐三就判断出 这个女子应该就是猫鼠组合中的猫了 因为戴木白曾经告诉过他 凡是猫颗类五魂 伸趾律动是浑士的常用动作 那男子身材矮小 但出乎唐三和小五预料的是 他竟然非常胖 身材比马洪俊还要夸张得多 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大大的圆球 无论是个头还是身体 都是魂圆形状 只有那一双眯着的小眼 才给人几分老鼠的感觉 瘦猫胖鼠 给人一些搞笑的感觉 猫鼠组合上了斗魂台 自然也在观察对面的唐三和小五 当他们看到唐三和小五脸上的面具时 都不禁愣了一下 虽然参加斗魂的魂师 也有一些会掩饰自己的身份 但像这样戴面具的还是很少见的 瘦猫少女不屑地哼了一声 哼 藏头鹿尾够做神秘 随着斗魂即将开始 斗魂场周围的观众情绪 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 在如此热烈的气氛之中 主持人也不敢耽搁时间 立刻宣布 第十三斗魂场 二对二斗魂 第二场 开始 随着主持人 一声开始 猫鼠组合同时催动起自身魂力 身体发生飞速转变 到了三十几以后 受魂师进行五魂附体时 身体的改变 比以前会更大 正如唐三预料的那样 少女的五魂是猫 指尖利刃 瞬间弹出 头上红发 瞬间多出积膜亮银色 树桶起 上身扑腐 耳朵微微竖起 手臂上多了一层细密的银色毛发 一白一黄一紫 三个魂环同时闪亮 第三魂环能够达到千年级别 显然 这个少女魂环附加的魂技也是相当不俗的 至于那位胖鼠的变化 看上去则是有些好笑了 嘴突出便尖了 多出几抹鼠蓄 上唇下方两颗巨大的板牙突出 一双小眼睛从密缝状变得溜圆 胖红红的身体同时扑腹下来 两只前臂便洗 黑色的小爪子从指尖弹出 他的三个魂环同样是一白一黄一紫 眼看对方亮出五魂 唐三和小五也没闲着 小五熟练地空欲而起 胆脚点在唐三肩膀上站稳 两人同时也开启自己的五魂 长长的兔耳朵 白色的绒毛 加上胸长的双腿 再加上红红的眼睛 都是小五的特点 和以前相比 他也手臂上镀了一些绒毛 但是要比对方的瘦猫细密一些 同样的两黄一紫 一共六个魂环 骤然出现在三五组合的身上 顿时引起场边观众一片的哗然 经常观看斗魂比赛的观众 对于魂师的魂环等级 自然是极为熟悉的 两个百年魂环 一个千年 在魂环上 三五组合明显压了对手 猫鼠组合一头 之前本来极为看好 猫鼠组合的观众们 心态顿时发生一些变化 但气氛却是更为激烈 越是势均力敌的比赛 就越是好看 观众们看出三五组合 两个魂环的强悍 对面的猫鼠组合又怎么会看不出呢 但斗魂已经开始 他们是溅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瘦猫少女身形一斩 双腿飞速绿度 整个人就像一阵天地的旋风 朝着唐三和小五的方向席卷而来 身上两个魂环同时亮了起来 手中利爪交错挥出 使到银色的抓隐破空而出 同时攻向暂无组合而然 同时他的速度达到一种极为恐怖的程度 魂力所带来的压力瞬间就升到极致 两个魂器 一个是增速 一个是力爪攻击 虽然不知道名称 唐三已经做出正确判断 肩膀一怂 肩上小五已经届时乐器 入半空之中 直接朝后面那胖鼠扑了过去 而唐三则双手在身前一圈 脚踏鬼影弥足 手上控鹤金龙直接用了出来 他要试试对方的魂力到底有多强 光影一闪而过 唐三的身体被带着一个亮枪 心中顿时暗自骇然 难怪猫鼠组合能够连上四场 面前这位瘦猫少女的魂力 恐怕已经达到不弱于戴墨白的程度 幸好唐三是鬼影弥足 和控鹤金龙同时有处 不但闪开正面 还凭借自己的玄天宫内力 将对方的攻击带便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 抖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共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抖罗大陆 精彩继续 抖罗大陆 第138章 瘦猫少女 竟然没有寄希望于 自己第一次攻击 就能击败对手 就在唐三 卸掉她的银色抓隐 同时 她已经栖身到唐三面前 身上第三魂环 同时亮了起来 另一边 小五凌空下扑 蚀奔地面的胖鼠 胖鼠爷抬头看向她 并没有因为她的扑击而慌张 圆球般的身体 骤然弹起 身上两个魂环 同时闪亮 手上利爪 骤然弹出 与其身材绝不相符的速度 直接影响小五 她的速度竟然比之前的兽猫 还要快 胖鼠的身材 对任何对手 都会产生一定迷惑左右 其实唐三开始判断 是没有错的 她和兽猫少女一样 都是民工系魂师 而兽猫的第一魂环技能是增速 那是一个十年魂环 而她却是第二魂环技能 才是增速 百年魂环技能的增幅 自然不是十年魂环 素能相比的 所以实际上 胖鼠的速度 要比兽猫更快 只是前两个魂环 展现的攻击力的时候 她要弱于兽猫一些而已 她和兽猫 都是三十七级的魂孙 在魂孙这一档 双人组合之中 也算是相当强悍的存在了 两边同时交锋 斗魂的火爆 也在这一刻完全展开 兽猫亲近唐三身体时 她的第三魂环 已经完全释放出了技能 她的目的 就少于雷霆万钧之势 将唐三击败 然后去援助胖鼠 在看到唐三和小五的魂环 比他们更加出色之后 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 兽猫就已经决定 用这种近乎极端的方式 发动攻击了 一般的斗魂 双方都会进行一定试探 先尽可能摸清楚对方的魂器之后 才会发动全面的攻击 而她此刻这么做 是被唐三和小五 那强悍的魂环所逼的 一旦成功 这场二对二的胜利 还是属于他们 四连胜不容易 他们可不愿意放弃五连胜的机会 那时候不论积分还是奖金 可都是十倍的计算增加 一声尖利猫叫 诸然响起 有毛少女身体 在半空中发生变化 双手利爪突然十倍变长 变成一柄利剑一般 刺脚唐三 利爪上带起的魂力 在空中发出扑扑之声 所过之处 空气产生出阵阵的扭曲 这显然已经不是属于她的力量 而是第三魂迹所附带的能力 此时的她 本就是到唐三的面前 骤然变长的利爪 直接就刺向唐三全身各处 而她的攻击力 也在自己千年魂团作用下 陡增一倍 绝不是同级变魂师 所能抵挡的 如果面对的是另外一名魂师 说不定还真被她这样 一往无前的气势 做射住 而败下阵来 正面被封 能做的就只有后退 才有可能躲过受帽的攻击 而唐三之前 闪避她的利爪是已经后退了一些了 距离斗魂台边缘不远 只要此时她在后腿一步 瘦猫就勇把握 在她五魂没有发挥出威力的情况之下 将她逼出斗魂台 可惜 瘦猫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 她面对的唐三曾经从生死之间走过 又岂会这么容易被击退呢 眼看着即将利刃穿蹄 突然 唐三的上半身就那么凭空的消失了 没有任何的预兆的消失了 瘦猫少女顿时呆了一待 她动作实在是太快 以至于自己都没来得及看清楚 唐三是如何做到的 其实 唐三动作很简单 只做了一个标准的铁板桥 上身完全后仰 她虽然不像小五那么柔柔无骨 但做出这样的动作还是没问题的 但是由于她此时就在瘦猫少女面前 上一个铁板桥动作排出 也就相当于把自己的胸腹破绽 完全呈现在对手的面前 瘦猫少女虽然愣了一下 但她立刻就发现 唐三只看似错误的应对 此时她只向手腕下翻 让猫爪利刃直接刺向唐三 就能获得这场战斗的胜利 胜利就在眼前 瘦猫少女不禁大喜 手腕下翻的动作对她来说 实在是太简单了 心中暗道 这戴着面具的家伙 回还虽然不错 但实战经验也太差了 居然用这种把要害露出的方式 化解我之前的禁忌 但她忘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忽略了对方的武魂 瘦猫少女心中的得意 只维持了一瞬间而已 下一刻她已经发现自己的身体动不了了 哪怕是最简单的手腕下翻这样的动作 也无法做出了 早在小五从自己肩膀上起来的时候 唐三又已经释放出蓝野草 只不过她的蓝野草是贴地释放而出的 瘦猫少女对她发出攻击的刹那 身体自然要停顿 早已操控自如的蓝野草 自然攀升而上 趁机缠绕住了瘦猫少女的身体 如果不是有蓝野草的缠绕 虽然对手速度很快 但唐三又怎么可能把自己的要害 暴露在对手的面前呢 借着铁板桥指示 唐三身体向后翻起 双脚交替踢出 蹬在对方的手腕上 手猫少女骤然发现 自己的身体被蓝野草缠绕得动弹不得 正拼命想要挣扎 唐三踢来的双脚 她却没有任何的阻挡可能 从手上传出的大力 带动她的身体向后跌出 同时蓝野草附带的尖刺 也已突出 麻痹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 逼迫她不得不凝聚 全部魂力来对抗 在真正的实战之中 就体现出唐三承受巨大痛苦 获得那人面魔珠魂环的强势了 不但蓝野草本身减人异常 同时附带的毒性也大幅度提升 缠绕看似只是唐三第一魂环技能 但蓝野草却是唐三五魂的本体 每获得一个魂环 蓝野草本身就会得到增强 这就是气魂师和受魂师相比的优势素材 气魂师虽然本体无法被五魂增强 但是五魂本体增强 再用出魂技却会变得更强 尽管瘦猫少女拼尽全力的挣扎 但她的魂力还不如戴木白 五魂也不像戴木白那么强势 唐三那极度坚韧的蓝野草 尤其是她能挣脱的 在麻痹毒素的作用之下 她已经被唐三完全的控制住了 唐三脚踏鬼影迷足 一步就来到瘦猫少女的身侧 脚尖筋条已经将她的身体送下斗魂台 按照斗魂的规矩 一旦掉下斗魂台就意味着斗魂失败 在瘦猫少女掉落台下的同时 胖鼠也同样飞起 从斗魂台另外一边被甩了下去 原来在半空中扑向胖鼠的小五 眼看着对方以惊人速度冲过来 毫不犹豫地发动自己第三魂环技能 瞬移 身形闪烁之间就到胖鼠的背后 蝎子便甩出 卷住对方的脖子 右脚一蹬 已经将她甩出去了 如果是在生死搏斗 被扔出去的胖鼠 显然还有再战之力 小五这一下 虽然是发动妖攻技能 但还不足以给对手重创 毕竟瘦魂失的身体都是极为强悍的 对手又有所准备 不像前些天被偷袭的猥琐大叔不乐 是在连魂力都没释放的情况下 被摔了个七魂八素 可这是在斗魂 胖鼠的武魂又不是飞行类武魂 在空中怎能控制得了自己的身体 眼看着就被甩了出去 和兽猫几乎同时掉落斗魂台下 战斗开始的快 结束的更快 吐起胡落 几乎只是几眨眼的功夫 就已决定胜负了 观众台上 那些为猫鼠组合欢呼的观众们 刹那间变得鸦雀无声 唐三和小五稳稳地落在斗魂台上 相视一笑 他们也没想到 今天的斗魂变得这么轻松 心中都认为 这正好是五魂相克的原因 不论是唐三的控制性 还是小五的近身强攻 对冥攻系魂师都有很强的克制 原本小五是应该被冥攻系魂师所克的 可他现在有了瞬移这个技能 大幅度弥补了自己的缺陷 在猝不及防之下 那位胖鼠甚至连自己的千年魂环剂 都没能释放出来 就已经被他甩飞出去 大师坐在观众台上 微微点头 对唐三和小五的表现很满意 作为旁观者 他看得反而更加清楚 在之前动手的几个瞬间 唐三二人所表现出的应变能力 以及与自身舞魂的结合 都恰到好处 轻松战胜魂力超过自己的组合 并不只是五魂相克那么简单 这几个月来 在他指点下进行的实战训练 已经悄然发挥出作用 在主持人的宣布下 三五组合 二对二斗魂 获得二连胜的好成绩 两人的积分 也都上升到了三分 直到这时候 台上的观众 才再次欢呼起来 尽管这场斗魂的时间 显得格外短暂 但不论是唐三的蓝音草 还是小五的瞬仪 都令这些普通民众 大开眼界 观众是公平的 更不会练习自己的掌声 三五组合的大片欢呼声中 悄然下台而去 等待他们的 还有各自一对一的斗魂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禁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 第139章 或许今天是 史莱赫奇怪的幸运人 在全部一对一 和二对二的斗魂之中 竟然都获得了胜利 其中奥斯卡和戴姆白的组合 被他们自己命名为 双翼白虎 一直在小傲的辅助之下 邪姆白虎如虎天翼 他们遇到了一对 攻防两性魂式的组合 戴姆白在奥斯卡的 蘑菇香肠帮助之下 速度弱想得到全面弥补 再加上飞行能力 以训练不及掩耳之势 先将其中一名对手 送下斗魂台 事后的比试 自然没有任何的悬念了 宁荣荣和朱朱青的组合 被他们命名为 七宝灵猫 当对方看到宁荣荣的 七宝琉璃塔的时候 已经战役大减 面对拥有辅助系魂师的组合 本来应该先攻击 对方的辅助系魂师 但是七宝琉璃宗作为魂师七大宗门之一 可不是普通魂师愿意得罪的 所以两名同样是二世纪的魂师 就要面对速度和力量 骤然提升30%的朱朱青 在七宝琉璃塔的辅助之下 此时的朱朱青 除了没有第三魂技以外 实力已经超越了三十节的程度 凭借闪电般的速度 没有耗费太多周折 就搞定了对手 五场一对一 三场二对二 以全胜告终 给史莱克七怪的斗魂之旅 揭开了一个完美的开端 当然他们今天的斗魂还没有结束 还有最后一场 等待他们去完成 自己连吃两根 给其他人一人一根恢复香肠 奥斯卡一脸得意 第一次参战就获得了一个积分 还有怎么能不兴奋 尤其是自己除了消耗一些魂力 给戴木白提供一根蘑菇肠之外 其他根本就没有做什么 连原本想在擂台上 逃避对方攻击的计划 都没来得及去实施呢 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 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七位弟子 都不禁暗暗点头 这些少年最大的才不过十五岁 能够在斗魂场上取得这样的夹击 他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大师说 该去参加团战了 由于保命比较晚 你们应该是比较靠后的位置出场 记住 你们要面对的 是三十级以上的团队 团队不同于一对一或者二对二 彼此之间的配合 远比单打独斗的强势来得重要 对方既然是团队作战 那就不会缺少各类魂事 至于是怎样的组合 就要看他们对组合的理解了 戴木白说 大师 我们的配合 难道您还不放心吗 小三 你是控制吸魂师 待会动手的时候 你来指挥 我们大家听你调遣 唐三也不推辞 作为队伍的灵魂 这是他的义务 好 待会儿 木白 小五 竹青 你们三人主攻 木白居中 小五和竹青 两侧侧应 我居中尽可能控制对手 并辅助你们的攻击 胖子 你留在后方 用你的凤凰火线 做到远程攻击 并且保护小傲和荣荣 小傲 你现在就开始准备 把你的三类香肠 给每人搭配一个 没问题吧 奥斯卡说 没问题 我的魂力还充足 唐三最后转向宁荣荣说 注意保护自己 你和小傲 都不要远离胖子身边 如果对方向你们 发动攻击 也不用紧张 我会帮助胖子 一起保护你们 宁荣荣 嘻嘻一笑 紧张是什么 我似乎没出现过 这样的情绪 戴木白说 那好 我们走吧 团战场地 明显要比一对一和二对二大得多了 选手休息室中也格外的热闹 至少三十多名魂师 等在这里 要知道 在整个巴拉克王国 像索托大斗魂场 这样规模的斗魂场 也只有两个而已 一个在这里 另一个在巴拉克王国的首都中的 巴拉克大斗魂场 可以说 巴拉克王国中 只要是肯参加斗魂比赛的魂师 几乎都聚集在这两座城市中 否则 这里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魂师了 根据武魂殿的统计 全陆地的魂师 总共不超过十万人 其中巴拉克王国 常驻魂师 也只有两千人左右而已 由此可见 大斗魂场 能够吸引多少的魂师过来 哪怕是像弗兰德和赵乌吉 这样级别的魂师 也有不少参加斗魂比赛的 因为等级高实力强悍 他们能从大斗魂场 得到的收益极为可观 要不是赵乌吉仇家多 弗兰德又自视甚高 在学院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说不定他们也参加斗魂大赛了 果然如大师所说的 唐三七人被安排在倒数第二个出场 他们并没有在外面去观战 七人中有四人都经历过两场斗魂 魂力都有一定的消耗 尽管有奥斯卡的恢复香肠辅助 但魂力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恢复 趁着没轮到他们出场之前 七人在角落处安静坐了下来 尽心凝聚魂力 准备待会儿的斗魂 如果只是一个人戴着面具 或许还不会太引人瞩目 但是当七人戴着同样的面具 同时走入这团战休息室的时候 就不得不被别人注意了 大多数魂师看到唐三一姓人的时候 都流露出了警惕的神色 虽然看不到史莱克奇怪的脸 但是从身材和衣着上也能分出 他们是三女四男的组合 在魂师团体中 女性魂师的数量只有男性魂师的五分之一 这样的组合就已经有些奇怪了 正在唐三亲人默默修炼等待出场的时候 一名身高超过两米 及其壮硕的大汉突然朝他们的方向走了过来 此人看上去三十多岁的样子 赤裸着上身露出夸张的有黑色肌肉 不用问 他也是一名力量性魂师 他说话的对象 只是来和七块三个女孩中身材最火爆的朱竹青 尽管朱竹青年纪最小 但是他发育的程度 令宁荣忠和小五暗中极度不已 此时有面具遮脸 根本看不出他是十二岁的孩子 滚 朱竹青的回答很符合他一贯的个性 只有冷冷的一个字 哼 给脸不要脸是不是 小丫头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吗 敢这么和我说话 一边说着 他的大手已经举了起来 他说让你滚 你没听见吗 戴姆白猛地站起身 来到朱竹青的身前 虽然在身材上 他比对方要小上几号 但瞬间爆发出的气势 也令对方不尽一致 找死 大汉凶眼大睁 右手重燃下挥 朝戴姆白就拍了下来 戴姆白冷哼了一声 右拳由下而上地 迎向对方的手掌 砰的一声闷响 大汉的身体晃动一下 戴姆白却向后退了两步 邪魔四童同时闪过一丝冷光 强烈的杀机 顿时从这史莱克七怪老大 邪魔白虎身上爆发出来 史莱克七怪一边的众人 自然都看得出 戴姆白吃亏了 作为强攻系魂师 戴姆白虽然没有用出武魂 但魂力是可以作用在攻击上的 被对方阵退两步 显然对手的魂力要高于他 要知道 此生的戴姆白已经是37级的魂尊 而且马上就要进入38级的境界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被对方所击退 那么面前这积极壮硕的大汉 很有可能就是一名38级 甚至是39级的魂尊 在30级这一档中 他的魂力已经是顶级的存在了 出手 正在双方剑把奴章 即将大打出手的时候 一个中性的声音突然插了起来 只见一鸣看上去 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大步走上起来 也没看他如何做事 似乎只迈出两步 就来到了戴姆白和那名高大壮汉之间 你们不知道 斗魂准备区是不能私斗的吗 是大斗魂场的规矩 要打到斗魂台上去 看到这个中年人 之前还怒发冲灌的壮汉 竟然立刻变了一副脸色 傲主管 是我不好 一时没忍住 被称为傲主管的中年人 目光看向史莱克七怪七人 你们就是今天新注册的那个组合 史莱克七怪吧 行了 你们也不用在这里争 正好 今天你们彼此是斗魂台上的对手 有什么恩怨 自己到斗魂台解决 狂熙 下次再让我看到你在我的地盘闹事 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你给我记住了 是 是 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 狂熙强重的身体 和他那一脸善笑的样子 看上去极为不和谐 当他的目光转向戴木白的时候 立刻变得冷立起来 伸出一根手指 朝戴木白点了点 说 小子 我们待会走着瞧 我打得你妈妈都不认识 你老子就不叫狂熙 说完 狂熙这才转身而去 那位傲主管 淡淡扫了戴木白一眼 淡淡地说 不要被比傲相所蒙蔽 狂熙 狂战队的队场 狂战队所有队员 都是35级以上的实力 来到斗魂场注册7天 团队已经获得 魂尊级7连胜的成绩 如果他们能够完成10连胜 将直接进阶同斗魂 以他们的实力 就算是在同斗魂一级的 30级团队之中 也会是出类拔退的存在 你们自求多福吧 如果自认实力不够 上台后立即认输 黄战队出手 飞死几生 敖主管的声音不大 正好能让 史莱克七怪七人 全部都听到 说完他转身走了 而周围的其他魂师 见到敖主管之后 也都没有注视他们这边 盖木白撇了撇嘴 说 没想到我们第一次登上团战斗魂台 就遇到了跟南啃的骨头 非死即伤吗 哼 我倒要看看 是谁非死即伤 那个狂熙不简单 奥斯卡说 戴老大 你记得刚才 这主管说的第一句话吗 不要被他的表象所蒙地 他是在点醒我们 狂熙这个人 绝对不像表面那么粗犷 能够成为战队队长 带领自己的战队 获得七连胜 给其他的组 都带来了恐惧的感觉 绝对不只是实力 就能够做到的 这个家伙 恐怕是特意来试探 我们的实力的 戴木白点了点头 很有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谨慎一些 大家听好了 一旦形势不好 不要强求 立刻使用小傲的蘑菇肠 飞离斗魂坛 大家的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禁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 第140场 所谓史莱赫七怪战队的队长 戴木白绝不是一起勇士之人 但他也绝不会眼睁睁看着 自己的女人受辱 当然 这自己的女人几个字 目前只有他自己承认 朱竹青是绝不会认的 唐三说 对方的优势在等级高 那个狂熙竟然是以蜥为名 五魂应该是犀牛 为偏防御型的力量性魂式 展开攻击时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与他硬碰 先攻击其他防御不高的魂式为主 这个狂熙就交给我吧 我会尽可能的控制住他 十三区的团战斗魂 一共有五场 史莱赫七怪在前面三场斗魂中 获得了半个时辰的休息时间 终于要轮到他们出场了 史莱赫七怪是和狂战队一同走出 魂式准备区的 此时他们也终于看到了狂战队的全部成员 况且那雄壮高大的身体 走在他们队伍最前面 紧随其后的是两名和他年纪相仿的中年人 看上去两人相貌有些类似 应该是一对兄弟 身材普通 脸色阴沉 再后面是一名妖艳的女子 也是狂战队唯一的女性 浓妆艳抹地看不出年纪 但从她的身材来看 应该超过了二十岁 穿着更是极为暴露 上身只有抹凶 下身虽然穿着裙子 但是却薄如青纱 隐约之间能够清晰地看到其中的肉光 妖艳女子先向史莱赫七怪 最前面的戴木白抛了个媚眼 戴木白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她见过的美女多了 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浓妆艳魔 根本就没半分的兴趣 戴木白没兴趣 不代表其他人没有兴趣 譬如某胖子 此时已经邪火上升 暗暗吞咽着口水 脑海中更是进行一些 少而不一的译淫 妖艳女子背后 是两名身材瘦小的青年 目光闪烁 不停地四处看着 走在狂战队最后面的人 年纪最大 至少一有四十开玩 看上去很普通 穿着也非常简单 如果不是在这大斗魂场 很难让人把它和魂师二字联系在一起 史莱赫七怪在观察对方 对方也自然在观察他们 可惜的是 史莱赫七怪这边 除了胖子身材有些特异之外 其他人只看身材都是很正常 脸又被史莱赫拿面具给蒙住 很难从外形上判断出什么 团战斗魂台的面积 要比一对一和二对二大得多 实境达到四十米 周围的观众席也要大上一倍 此时观众已经坐满 斗魂台上有些许血迹 显然是之前团战斗魂时留下的 狂战队一出场 就点燃了观众的狂热 强烈的欢呼声响彻全场 类似的呼喊上 不但产生了压力 也更令人热血 台上的主持人 竟是之前那位 替史莱赫七怪解围的熬主管 站在斗魂台中央说 第四场 团战对阵双方 狂战队与史莱克七怪 对于狂战队 我想我已经不需要过多介绍了 他们已经获得七连胜的好成绩 如果他们能继续身影 在今后的斗魂中 再连胜几场 那么他们很有可能 创造索托大斗魂场 最快到达同斗魂的记录 下面让我们看看 斗魂台另外一侧的神秘组合 这个组合是今天刚刚完成注册 这是他们第一场团战斗魂 很不幸他们遇到了狂战队 这些戴着面具的魂师 就叫做史莱克七怪 不知道是因为狂战队的支持者太多 还是史莱克七怪脸上的面具 给观众的感觉不好 当敖主管一宣布他们的名号 观众台上顿时响起一片虚声 直径40米的原型斗魂台 已经是非常大了 足有上千平方米 所以对阵双方虽然有14人之多 却也不显得拥挤 伴随着敖主管的宣布 史莱克七怪与狂战队 各自在自己一方摆出阵型 狂战队一方 站在最前面的就是队长狂熙 紧随狂熙背后的 那两名脸色阴沉的中年人 三人摆出一个三角阵型 妖艳女子在七人中央 依旧是一脸昧笑 两个身材瘦小的青年 在两翼 那名看上去很普通的大龄中年人 则排在最后 整个阵型就像是尖锥一般 史莱克七怪一方 也同样摆出自己的阵型 和对方的3331阵型不同 史莱克七怪这边摆出的是 3112的阵型 七人分成四行 最前面的是戴木白 小五和朱竹青 第二行是唐三 第三行是马红俊 最后一行则是奥斯卡和宁荣荣 奥斯卡紧贴着宁荣荣站在那里 现在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任务了 之前唐三要求的每人三根香肠 已经到了大家手中 就算需要补充 他也能够快速地完成 宁荣荣低声说 你离我这么近干什么 奥斯卡说 万一有人攻击你 我好给你做人肉顿打啊 如果是平时听到奥斯卡这么说 宁荣荣一定会以为 她是试图占自己便宜 可此时奥斯卡的话语 却听不出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她的目光始终盯视着 不远处的对手 声音也明显变得凝重起来 有两名辅助系魂师固然好 可也使使莱克清怪一方的战力 只有五个人 而他们要面对的 又是一支全部35G以上的队伍 压力可笑而知 而拥有七宝琉璃塔武魂的宁荣荣 在团队中 显然是对方的首要攻击目标 要知道有他的存在 可是能让本方整体实力 增强30%的 主持人分别向双方询问 是否准备好 作为队长的戴木白 和对方的狂熙 同时表示准备完毕 倒计师五秒 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团战斗魂 第四场 开始 这个倒计师 在一对一和二对二中 是没有的 为的是 让对方魂师 能够有时间 将自己的五魂释放出来 这样一来 在团战时 就可以避免有人失误 因为五魂释放慢 而影响发挥 当然 对于大斗魂场来说 也是为了让斗魂的过程 变得更加精彩 以吸引观众 戴木白大吼了一声 兄弟们 开五魂 气势斗增 全身肌肉瞬间膨胀 双臂同时向身体两侧伸展 释放出自己的五魂 白虎附体 与此同时 双方的五魂同时释放出来 一时间 受魂师的身体发生变化 气魂师召唤出自己的五魂 整个斗魂台上 顿时变得无比的绚丽 唐三此事终于明白 为什么观众都喜欢看 团战斗魂 但是这开场的瞬间 已经不是另外两种斗魂方式 作弄相别的 试问 同时十四名魂师 释放出自己的五魂 绚丽的魂魂同时亮起 那是何等气势的一幕 史莱克七怪这边 四名魂尊身上魂魂 颜色一模一样 戴木白 奥斯卡 唐三小五 都是两魂一子 也就是两个百年 一个千年 共三个魂魂 另外三人 也间是两个百年魂魂 和史莱克七怪相比 对面的狂战队魂魂 就显得有些参差不齐了 黄西是一百有皇一子 标准的十年百年千年 三魂魂组合 他身边两名阴沉中年人 则是一百两皇 在魂魂魂在魂魂上明显弱了不少 唯一拥有顶级魂魂配置的竟是那位妖艳女子 和史莱克七怪这边四名魂尊一样 他也拥有两皇一子的魂魂辅助 另外三人 虽然也都是三十级以上的魂尸 但是千年魂魂也只出现在 最后那名看上去很普通的大龄中年人身上 他的魂魂和狂战一样 其他两人则是一百两皇 史莱克七怪一边的整齐颜色 和对方的增思不齐 顿时形成鲜明的对比 尽管狂战之前已经试探过戴姆白的实力 有一定心理准备 但是当他看到史莱克七怪中 竟有四个拥有顶级魂魂配置的魂尊 还是暗示了一镜 幸好还有三个是大魂尸级别的 否则的话 他直接就会产生出投降的心情 从眼前的魂魂对比 就能看出高等级魂魂是何等难得 普通魂尸 想要得到一个好的魂魂是极为艰难的 毕竟产生优秀魂魂的魂兽 一般都比魂尸实力强大 只有强者从旁辅助才能平安获得 原本过躁的观众 此时也安静下来 四个子魂魂对他们产生的视觉冲击力 绝对不像 更何况史莱克七怪这边 也连一个十年白色魂魂都没有出现 这就足以证明他们是有背景的 敖主管同样被史莱克七怪这边的魂魂吓了一跳 但他还是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伴随着一声开始 他已经飞身而退 动作无比的快速 显然是一名实力不弱的魂尸 最先发动的都不是双方站在最前面的战魂式 而是后排的辅助性魂式 对方那名大龄中年人手中光芒一闪 手掌中剁了一面银色的圆盘 身上的白色和黄色两个魂魂同时亮了起来 如意之盘 防御直光绽放 如意之盘 攻击光环绽放 两圈与两个魂魂同色的光圈瞬间释放 给前方的六名同伴 每人身上都添加一层黄白色的光芒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由紫禁共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 第141章 史莱克七怪这边 宁荣荣手中绚丽的光芒已经闪亮 右手掌心之中已经多了一座 齿鱼高的七彩宝塔 宝光闪烁 跪迹逼人 宁荣荣面带微笑 整个人看上去飘然若鲜 辅助系浑湿浑皱 从他口中清脆的响起 七宝有名 一约利 七宝有名 二约素 盘旋在宁荣荣身上的两个魂环同时盘旋上升 笼罩在七宝琉璃塔上 14道采光同时释放而出 分别施加在自己和六名同伴身上 轻盈与温热两种感觉同时传遍使来和七怪全身 力量与敏捷瞬间得到了30%的加成 七宝琉璃塔这个武魂实在是被太多人熟知了 眼看对方竟有一名七宝琉璃塔浑尸 狂战队的队员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先不说七宝琉璃塔总能给队友附加的效果冠决附助系浑尸 但是七宝琉璃宗出身的身份 就已经足以令他们产生气的 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狂喜此时已经顾不得考虑太多了 心中虽然懊悔之前对戴姆白的挑衅 但此时此刻也只有先完成眼前这一战再说 盘算这次胜了 也绝不能像以前那样将对手伤惨 七宝琉璃宗可不是他们得罪了起的 狂喜的武魂正是犀牛 在释放出自己的武魂之后 不仅是身体膨胀了一圈 皮肤上更是多了一层宛如铠甲一般的厚实角质物 变化最大的是头部 一根半尺多长的独角闪烁着棕黄色的光芒 伴随着抬一声大鹤声 身上的十年魂环白光尚涌 整个人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朝戴姆白的方向就冲了过来 狂喜身边两名魂师也属于抢攻系 都是兽魂师 拥有着同样的武魂 头生双脚 皮肤上多了一层白毛 赫然是阳武魂 配合着狂喜 同时发起了冲锋 作为一个团队 配合是极为重要的 狂战队这边辅助系魂师 给他们增加的5%的防御力 和10%的攻击力 和七宝琉璃塔的增幅相比 相差实在太远 否则七宝琉璃塔 又怎么会被称为第一辅助武魂呢 在狂喜三人背后 两名名攻系魂师也飞快动了起来 他们的武魂是猴 身体覆盖着黄色的毛发 纵度奇快无比的 从两侧绕过正面的戴姆白三人 目标直指后方的宁荣荣 与此同时 那拥有顶级魂环的摇眼少女 也动了起来 她也是一名兽武魂 能够占据队伍中央的位置 除了实力之外 就是她的魂师修炼方向 与唐三一样 她也是一名控制系魂师 令唐三有些惊讶的是 这名妖艳的女子 兽武魂竟然是蜘蛛 在武魂附体的一瞬间 唐三就注意到了她 妖艳少女身上的武魂 释放式 全身覆盖一层粉红色的光芒 波浪状的长发 横起八缕发丝 形成蜘蛛的八条腿的形态 横于头部两侧 额上多了一个中网的标志 双眼也变成一片的粉红色 随着身上第一魂魂的亮起 此时双手同时抬起 一道道钟丝 从掌心处射出 她设想的方向是空中 钟丝在空中 开始了飞快的贬值 看到对方的控制性魂师 是蜘蛛 连戴木白都不禁笑了起来 人面魔珠 在蜘蛛类受魂中 还有一个称号 那就是蜘蛛王 她连想都不用想 已经知道对方的武魂 正好被己方所克制 唐三冷冷注视着 肠中的局面 打喝了一声 胖子空中 凤凰火线放 马洪郡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紫红色火焰喷涂而出 直奔空中诛网而去 也就在这个时候 唐三爷已经动了起来 数十根蓝阴草 从他脚下飞快延伸出去 并不是向前 而是向两侧绕 缠绕技能双发 直接挡住 两名拥有猴子无魂的 敏弓系年轻魂师 控制系克敏弓系 只是任何魂师都知道的 眼看着蓝阴草蜂拥而至 两名速度奇快的猴子魂师 顿时就停滞了一下 唐三的手也抬了起来 看也不看两旁的情况 掌心中一团绿光 已经被他用甩手剑法 给扔了出去 目标正是对方冲在最前面的 黄熙 黄熙自然看到 唐三释放出的绿光了 他也明白 对方这个人是控制系魂师 想也不想 直接发动自己第二魂魂 庞大的身体往前冲 双拳同时挥出 一团耀眼的黑光 从拳头上亮起 两团光芒在空中骤然碰撞 变成一道巨大的黑色光波 直奔唐三发出的 黄绿色光芒冲了过去 不得不说 黄熙的实战经验 非常的丰富 他发出的这道黑色光波 目标不只是 唐三发动的绿光 一旦将绿光击溃 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戴木白 可是他真的能够阻挡住 那绿色光芒吗 黄熙终究还是忽略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唐三在释放绿光的时候 身上亮起的第三魂魂 也是那紫色的千年魂魂 绿光并没有被黑光击溃 也没有阻挡黑光的前行 那黑色光芒冲击之下 荡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 一根蓝眼草 从刁钻角度悄然前探 正好接触在绿光后面 轻轻一带 原本被黑光带的 往后飘的绿光 直接飞向空中 然后再当头落下 狂熙 小心 摇曳女子脸色一变 赶忙大声提醒 此时 她在空中尚未知好的钟王 在马洪郡的邪火面前 已经被完全化去 根本没起到半分作用 有了宁荣荣七宝琉璃塔的增幅 双方原本差距不小的魂力 被大幅度拉近 马洪郡则作为炮台一般的攻击 将自身邪火的威能 发挥到了极致 黄熙当然知道自己要小心 但速度毕竟不是她所擅长的 双卷轰出的黑光 此时已经撞上戴木白发动的 第二魂环技能 白虎烈光波 黑一白两色撞击 顿时引起一声剧烈的轰鸣 这一次 狂熙并没占到便宜 与戴木白同时身体一顿 晃动了一下 绿光终于展现出 她的真实面目了 瞬间张开的大网 从天而降 把狂熙高大的身体 完全笼罩在内 朱网骤然收缩 将狂熙的身体 紧紧缠绕在一起 凭借着中网束缚 对蓝银草增负一倍的韧性 狂熙想从这中网中挣脱出来 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一阵烟雾随着中网照相同时出现 中网附带的腐蚀麻痹 两种剧毒同时发动 开始侵蚀 狂熙身上的脚趾层 小三 好样的 莱姆白眼看狂熙 被唐三成功的控制 顿时精神大振 脚下一跺 整个人如同箭矢一般射了出去 目标正是左侧的杨魂师 面对对方的冲撞 他根本就懒得闪避 正所谓杨入虎口 五魂的天生相克 戴姆白身上的气息 对对方已经产生不小的影响 小五身形一闪 迎向另外一名杨魂师 而中竹青则全身加速 从侧面包抄过去 不管那名控制系魂师 目标真是最后面的如意盘辅助魂师 整场战斗此时已经完全展开了 在第一次碰撞中 显然是狂战队一方吃了大亏 最主要的战斗力 狂熙被唐三的中网束缚缠绕 令他们正面的局面顿时变得不利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狂战队展现出他们七连胜的实力 在任何一支魂师队伍中 不论人数如何 控制系魂师都是队伍的灵魂 谣言少女 眼看狂戏被困 没有露出焦躁神色 反而是飞速上前朝狂戏扑去 同时大喝 双猴腿 把护如一盘 双羊顶住 两支猴混尸 在之前被唐三兰茵草阻挠之后 已经飞速后撤到己方的一旁 此时听到妖艳少女的命令 毫不犹豫地朝猪猪亲扑了过去 狂熙在剧烈挣扎中 此时已经滚倒在地 他想凭借自身力量 挣脱唐三的猪网束缚 但是那猪网中 不断传出的腐射性剧毒 正在飞快地侵蚀 他身上的角质层 他的防御力固然很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他能够免疫剧毒 最外面的角质层已经被俯视了 而他的挣扎越距离 猪网也就雷得越紧 此时已经逐渐地深陷 谣言少女看到唐三顺发的猪网时 就已经大吃一惊 虽然唐三的猪网 是以蓝烟草组成的 但他很清楚 对方的第三魂魂一定来自于蜘蛛类的魂兽 而拥有蜘蛛舞魂的他 面对这样的对手 一点把握也没有 此时他的目的很简单 先化解黄西身上的猪网再说 你的对手是我 唐三冷淡却坚定的声音 在妖艳少女耳边响起 蓝音草蜂拥而至 直奔他的身体缠绕而来 他绝不会给黄西恢复战斗力的机会 戴木白面对那名羊魂时 已经占据绝对的上风 尽管对方的魂力并不弱于他 但五魂上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在他狂暴的狐爪攻击面前 对方只能是节节败团 但双方都没有使用自己第三魂魂 那是最后的手段 不到万不得已 谁都不会轻易动用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禁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 第142章 与戴木白的轻松不同 小五却遇到了一些麻烦 他的对手同样是一名洋魂师 除了冲撞技能之外 这洋魂师的第二魂魂技能 竟是少见的践踏 尽管践踏的范围 只是很小的一圈 但是每当小五即将近身的时候 他就发动一次自己践踏技能 根本不能给小五近身的机会 同时 小五被他的践踏技能震晕之后 还要面对对手的冲撞 几次都险些受伤 一时间也不敢过于紧逼 他的瞬移技能 竟然被一个第二魂魂技给克制了 尽管对方这个技能 只能限制他一秒的时间 可就这一秒 去让小五大为无奈 更何况 对方的魂力又高于他 一时之间 就只能互相缠住 谁都拿对手 没有办法 朱竹青的速度奇快无比 在宁荣荣七宝琉璃塔的辅助之下 几乎只是一次几个闪身 就来到了对方那名如意盘魂师的面前 此时那两名猴魂师还和他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第一魂技幽冥突刺 发动 在自己魂技帮助之下 朱竹青的速度再增 指尖利爪一镜弹出 目标直指对方魂师的脖子 只要成功地控制对手 令其辅助能力消失 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兰荫草疯狂地涌动 缠绕向摇言少女 面对唐三的攻击 摇言少女丝毫不敢大意 作为双方的灵魂人物 他们终于碰撞在一起了 摇言少女身上第二魂环亮了起来 双手同时抬起 这一次不再是从双手中喷吐出朱丝了 而是全身上下都有朱丝喷出 朱丝虽然比兰荫草细 但剩在数量 在他面前形成一道屏障 硬生生地挡住兰荫草发动的技能 朱丝与兰荫接触在一起 不断发出扑扑之声 那是毒素的交锋 拥有蜘蛛武魂 摇言少女的魂迹中 怎能不包含剧毒呢 摇言少女的朱丝 似乎与唐三的兰荫草 走的是同样的发展方向 朱丝坚韧 兰荫草本身也甚以柔然为主 双方在空中僵持 神也奈何不了对方 只能凭借毒素互相攻击 在这方面 拥有人面魔珠剧毒的兰荫草 明显占据了上方 奉带的腐蚀性毒素 不断侵蚀对面的蛛丝 摇言少女虽然心中吃惊 但她此时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只要能趁此机会 帮助狂喜解放出来 那么这场战斗的盛事 还在他们一方 正在这时候 扑的一声 一股聪如手臂的火焰 从蓝阴草缝隙穿过 实际轰击在摇言少女 勾置出的猪网之上 紫红色的火焰 不但将猪网直接冲开一个缺口 同时还依附其上 快速向旁边蔓延 正是马洪郡的志愿到了 唐三心中 按赞一声 手腕一抖 又是一团绿光送出 正好从对方猪网的破洞 钻了过去 直奔了妖言少女而去 只要能够再将对方 这名控制袖魂师控制住 这张斗魂就将失去悬念 妖言少女如果不是闪得快 也要被马洪郡的凤凰火线所伤的 凤凰火线在马洪郡 已经开启浴火凤凰的情况之下 攻击力极强 温度更是奇高无比 最可怕的是 他这凤凰火线喷涂的 不只是直线攻击 在马洪郡的控制下 像是一条火焰长边 几次挥舞就能破除他的珠网 眼看唐三的攻击已经到来 妖言少女再也顾不上 去解救地上的狂吸 身体一个倒翻 躲避唐三发出的珠网束缚 珠网束缚在空中张开 直径五米的范围覆盖 尤其是那么容易闪开的 就在这时候 妖言少女身上第三魂环 终于亮了起来 她头部两侧 横起八缕发丝瞬间蔓延 在粉红色光芒笼罩之下 化为八条长达两米的鞭子 同时挥舞之下 紧张唐三的珠网束缚 抽击地停顿了一下 最为奇特的是 她挥出的这粉红色长鞭 居然没有被珠网上的粘性所沾 身体一个反滚 已经逃离出了珠网的覆盖范位 如意盘混时 面对敏攻系朱竹青 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就像控制系刻敏攻系一样 敏攻系也是专刻辅助系 朱竹青一掌 切在对方脖子上 如意盘混时 连哼都没哼一声 就倒地晕了过去 但是在朱竹青临身前的一刻 她自知无法幸免 也释放出自己第三环境 如意盘上 释放出一层奇怪的银色波动 接着朱竹青命中她身体的同时 那荧光已经化为六国 红石注入到狂战队 其他六名队员身上 而此时也正是那名妖艳少女 从唐三中往束缚中逃离的瞬间 荧光入体 狂战队的六人 身体同时颤抖了一下 下一刻 他们的眼睛竟然同时变红 身体也足足膨胀了一圈 就连地面的狂熙 也在朱网束缚中 凭借妖力从地面上跳了起来 戴木白本来已经全面占据上方 但她的对手在荧光注入之后 竟然突然变得狂躁起来 不但魂力大增 同时双眼通红 硬生生的将戴木白逼退 并且疯狂地冲了上来 小五的情况比戴木白还要早 那荧光注入 不止令她对面的阳魂师 魂力大增 整个人变得疯狂起来 同时那践踏技能覆盖的范围也变大了许多 伴随剧烈震荡 小五身体顿时僵直 眼看对方冲撞而至 却无法闪躲 关键时刻 团队配合就显示出来了 一根蓝烟草悄然缠住小五的腰间 将他身体强行地后扯 让开对方的攻击 两名猴魂师速度骤增 竟然赶上中竹青的速度 朝他逼了过去 而唐三面前的妖艳少女 头上挥动的八缕粉红色长发 瞬间延长 分出四股 勾上了站直身体的 狂熙身上的猪网 拼命地扯动 加上狂熙本身全力发动 那缠绕在他身上的猪网束缚 竟被一点点的抽离 虽然在狂熙身上 留下大片的猪网的伤痕 但是 只要他能够脱离猪网的范围 那么 有他加入对方阵营 场面立刻就会改变 另外四股则快速延伸 直奔唐三身上抽来 此时 唐三体内一阵空虚 接连释放两次猪网束缚 已经消耗他三分之二的魂力了 面对对方狂热状态下的攻击 蓝阴草已经不足以低档 无奈之下 只能脚踏鬼影迷宗飞速地后退 幸好有胖子的凤凰火线掩护 再将对方的攻击抵挡了回去 在狂战队的七人中 除了倒地昏迷的如意盘浑狮之外 多数都已经陷入了一种特殊的状态 似乎只有那蜘蛛女浑狮还保持着清醒 凤凤凰邪火虽然是他的可行 但他却用自己面前的狂熙身体当作盾牌 马洪骏凤凤凰火线烧上去 虽然会令狂熙怒吼连连 但还不足以对他构成足够的伤害 而唐三的朱网束缚 同样被邪火所克 在狂熙和蜘蛛女魂式的拼命拉扯之下 朱网束缚终于被解除了 原本大忧的局面 就在对方的如意盘浑狮 一个魂技下完全改变 千年浑缓之际果然非同凡响 是莱克奇怪不知道的事 对方之所以叫狂战队 和他们此时的情况有很大的关系 那名如意盘浑狮的第三浑缓技能 只得自一头狂惹摩西 一旦使用这个千年浑缓之际 能够令本方在三分钟之内保持狂热状态 狂热状态加持之后 将失去痛苦的感觉 如果精神力不够强 也将同时失去神智 换来的是所有属性瞬间增加15%的变态能力 而已经加持过的辅助系魂技 也将被凝固一分钟 也就是说 就算那如意盘浑狮 此时已经昏迷过去 那之前施加在狂战队队员身上的辅助效果 依旧会持续一分钟的时间 与狂热本身的增幅 附加在一起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才能瞬间扭转局面 当然 狂热技能如此霸道 自然也有他的缺陷 缺陷很直接 狂热技能持续时间只有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 被附加过狂热技能者 将在一个时辰内无法使用和凝聚魂力 也就是说 如果他们在狂热情况之下 没能击溃对手 死的就是自己了 这是拼命用的魂技 但他的作用也是绝对不俗的 关键时刻能够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 关键时刻 就体现在唐三作为控制系魂师 团队灵魂的重要作用 他放弃向正面的主动攻击 兰因操飞快探出 紧随小五之后 处于被对方两名猴魂师 围追堵截的朱竹青 也被他飞速扯回到身边 同时被带回的 还有被对手逼退的戴木白 短时间内 令本方七人快速凝聚到一处 控制系魂师 在战斗中不只是要控制对手 同时也要控制本方队员 唐三此时所做的一切 深谙其中三位 出乎意料的是 黄战队战斗力爆发的六人并没有攻击 随着妖艳女子一声尖笑 她们全部凝聚在她的身边 停了下来 你们认输吧 否则的话 接下来会给你们造成怎样的损伤 我也无法保证 妖艳女子的声音听上去十分的悦耳 但此时的语气却多少有些无奈 而处于她身边的狂战队队员 不断发出粗重的喘息声 澎湃的魂力波动 形成扑面而至的巨大压力 戴木白冷喝了一声 让我们认输 别做梦了 有本事战胜我们再说 妖艳的女魂师 不屑地撇了撇嘴 如果不是七宝琉璃浑尸的存在 你以为我会和你们废话吗 既然如此 对接下来给你们造成的损伤 我只能说声抱歉 尖笑声再次从她口中响起 狂热只有三分钟 她不敢再耽搁下去了 狂战队已经获得七连胜 只要继续再连胜下去 那么他们所获得收益将无法估量 哪怕对方有七宝琉璃塔浑尸的存在 也绝不会放弃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斗罗大陆第143章 在之前的团战斗魂之中 狂战队之所以能够屡屡战胜强敌 凭借的就是这狂热辅助技能的存在 也正是因为大多数队员都失去了神志 才会出现经常伤残对手 甚至是致死的结局 作为指挥者 唐三当即立断 大家升空 史莱克清怪口中 几乎同时堕了一根样子奇特的蘑菇肠 就在狂战队员飞速接近的同时 骑人身体一轻 在背后突然出现那光影凝结的翅膀 坐拥下腾空而起 瞬间升入20米高的高空之中 对手突然消失 狂战队队员顿时失去了目标 作为唯一清醒的一个 蜘蛛女魂是大惊失色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面对的对手 竟然全部拥有飞行能力 飞入空中 史莱克清怪每人再吃下一根恢复相肠 恢复自己的体力和魂力 唐三没有去管下面的对手 狂战队一个飞行师都没有 也并不擅长远程攻击 就算是控制系的蜘蛛女魂时 也无法像他蓝蚓草那样 控制超过20米外的对手 小三 现在怎么办 蘑菇肠只能让我们飞行一分钟 奥斯卡甚至只能飞行半分钟的时间 戴木白虽然不拒对手 眼看着狂战队全部超过35级的魂师们 此时实力再度大增 他也是不禁感到一阵无力 唐三并没有慌张 陈生说 如果我猜的不错 他们的实力之所以能够突然增强 应该是那辅助魂师 灵魂迷前释放的千年魂技起到作用 瞬间提升了他们的实力 但是你们没有发现 除了那蜘蛛女魂师之外 其他人都已经失去了神志 按照老师对辅助系魂师的辅助能力总结 如果我猜的不错 他们的眼前情况并不会维持太久 就像小奥提供的蘑菇肠一样 而且他们此时的状态结束之后 一定会有很强的副作用 否则的话那辅助系魂师的武魂 岂不是要和荣荣的心宝琉璃塔一样强悍了 马洪俊说 可是我们要是降落下去的时候 他们还没解除现在状态 那怎么办呢 唐三陈生说 他就只能赌一赌了 胜利固然是我们期盼的 但大家的安全却更加重要 一狂战队现在的状态 已经不是我们所能抗航的 小奥 你还能弄出几根蘑菇肠 奥斯卡先递过来一根给唐三 我的魂力已经不多了 和戴老大参加二对二斗魂的时候 给了他一根 之后我没有一人一根 这是第九根了 我最多还能再制作出一根来 唐三说 好 那你制作出来给我 稍后 当你们飞行能力即将结束时 全部下台 小三 还是我来吧 戴木白此时已经明白唐三的意思 他是要凭借更长的飞行时间 来堵对手的狂热状态先消失 更是在堵对方被狂热技能反噬之后的情况 唐三说 不 还是我来 现在大家的魂力消耗都不小 在肉搏的技巧上 你不如我 何况我还有保命的手段 就算对方的狂热状态真的比我预想中持续时间更长 我也能脱离战场 既然让我指挥 就听我的吧 一分钟的时间十分短暂 眼看着就已经到了 而下面的狂战队队员身上的狂热状态 显然没有解除的意思 神助女魂师在短暂吃惊之后也冷静下来 同样作为控制系魂师 他的实战经验也是很丰富的 如果史莱克七怪这边 只有一两个人能飞起来 那么还可以理解为 他们拥有飞行魂师存在 可新个人同时起飞 那只能证明这是技能作用 唐三在读 他又何尝不是在读 对方持续飞行的时间 比己方狂热状态持续时间要短呢 奥斯卡将自己能制作出的第十根蘑菇肠 递给唐三之后 立刻朝窦魂台下飞去 此时的他魂力几乎是耗尽 脸色极为苍白 整个人都处在内部空虚的虚脱感之中 在这种时候 之前三个月的魔鬼训练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虽然体内空虚极为难受 但他却依旧保持清醒和常人无异 魂力过度消耗的副作用并没有显现太多 又半分钟之后 史莱克七怪除了唐三之外 一一朝台下飞去 脱离了窦魂台战场 蜘蛛女魂师眼看他们一一的飞落 尤其是看到七宝琉璃塔魂师飞离赛场时 明显是松了口气 但是当他看到所有人都飞走之后 却依旧剩下一个唐三 脸色不仅变了变 此时唐三已经吃下第二根蘑菇肠了 你还不离开战场吗 君主女魂师脸上画起一丝魅笑 仰望着空中的唐三 唐三淡淡一笑 虽然只剩我一个人 但谁又能说 最后的胜利者不是我们呢 此时 观众台上已是一片的哗然 当史莱克七怪升空飞起的时候 也是令众观众大叠眼睛 眼看双方形成对峙的局面 这样新奇的情况 令欢呼和怒骂声同时相近 欢呼自然是因为浑石飞行的奇特景象 而怒骂的自然是因为 双方脱离对战彼此对峙 而这怒骂的矛头 自然指向悬浮在空中的唐三 唐三并没有理会观众们的态度 此时他将自己全部精力都放在 对狂战队的观察上 眼中紫光闪烁 死鸡魔童已经动用 当戴姆白等人离开渡关台的时候 唐三清楚地看到 下方的狂战队队员们身体颤抖了一下 气势明显回落 魂力波动似乎也没刚才那么凶 他当然不知道 这是狂战队队员身上 前两种附加状态已经消失 在他眼中 这就是狂热即将消退的迹象 对于自己的判断 自然是信心大增 狂战队失去神智的队员们不断地在下方大吼 蜘蛛女魂师的目光也始终盯视着唐三身上 双方都在等待 等待着对方身上出现自己渴望看到的情况出现 笑到最后的 终究还是唐三 第三根蘑菇肠吃下之后不久 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 狂战队对原身体集体一阵颤抖 除了蜘蛛女魂师之外 其余五人眼中狂乱渐渐消失了 又露出懵懂的神情 眼底光芒也逐渐变得精澈起来 而他们身上的魂力波动更是急剧下降 成了 唐三心中一喜 但此时他却丝毫没有答应 他可不希望自己被对方所迷惑而导致失败 神主女魂师的脸色一阵变化 他的身体虽然也在颤抖 但幅度并没有同伴们那么大 魂力却依旧是滑落大半 看上去明显是薰弱了许多 蘑菇肠所提供的激素飞行效果终于消失了 唐三缓缓飘落地面 凭借着奥斯卡的恢复香肠效果 此时他的体力已经恢复到巅峰状态 魂力也从之前的消耗恢复到四成多的水平 果然如我所料 你不能持续飞行 蜘蛛女魂师显得很冷静 并没有去看身边脸色苍白 身体因为承受着魂力抽空之后 产生痛苦的同伴们 依旧盯视着唐三 似乎恢复了风润 唐三淡然一笑说 你们不是也一样吗 刚才的状态也终究不能持续太长时间 如果我猜得不错 就算你们那位扶珠系魂师不曾昏迷 这样的技能他应该也只能释放一次吧 斗罗大陆第144章 蜘蛛女魂师毫不慎弱地说 是又如何 难道你现在以为自己就能够获得胜利了吗 别忘了 现在你只有一个人 而你要面对的 却是我们六个人 唐三微微一笑 可是真正有战斗力的 恐怕只有你一个人而已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能够进入那样的状态之后 还能保持清醒并能够指挥同伴 但那样的强化状态的负面效果 你同样需要承受 哪怕你现在还有一定魂力残留 也不可能是最佳状态 既然如此 这场团战就将成为你我之间的决战 不是吗 黄歇此时已经完全清醒过来 他身上的五魂附体状态已经消失 但身体的强悍令他已经从痛苦中挣脱出来 谁说我没有战斗力 就算是凭借肉身的力量 我也能够捏碎你这混蛋 黄歇的怒火并没有因为自身魂力被抽空而消失 他从未想今天这样愤怒 一身强悍的实力竟然在唐三的中网束缚中 没能发挥出半分 致使本方处于绝对的劣势 华音一落立刻找唐三就冲了过来 神助女魂师并没有阻止狂吸 他很清楚以狂吸的力量 就算没有魂力辅助 只并且体力也能扳倒一头健壮的空牛 他之所以能够在狂热状态下保持清醒 是因为他那千年魂魂带来的负面效果 除了强烈的毒性和柔韧的外表之外 他那八根千年魂魂剂还有削弱一切负面效果50%的能力 也就是说他完全承受狂热带来的促进同时 对于狂热状态带来的负面效果却只需要承受一半 因此他才能在之前尽可能保持清醒 此时被抽空的也只有剩余魂力的一半 经过先前战斗的消耗和狂热状态的剥离 此时他所剩的魂力也只有三成而已 眼看着狂吸朝自己冲来 康三并没有在催懂蓝银草舞 他要留着自己的魂力与对方那最强的女魂师对抗 失去了魂力的狂吸就像没有牙的老虎 对付这样一个对手 难道还需要他用魂力辅助吗 眼看着狂吸张开双臂朝自己冲了过来 唐三不退反进 脚踏龟影弥宗轻飘飘地迎了上去 龟影弥宗带着唐三的身形飘忽不定 虽然是看似往前冲 可狂吸却怎么也捕捉不到他的真正身影 身形微闪 唐三已经切到狂吸身侧 左脚轻巧地递到狂吸脚下 左臂横起 手肘从狂吸背后重击而出 虽然唐三的身体看上去不像狂吸那么强壮 但他本身的力量却并不比狂吸差多少 从小的铁匠生涯 再加上这段时间对身体的强化训练 令他有着极为强悍的递迫 狂吸脚下被唐三绊住 只感觉背后一股大力传来 整个人就已经飞跌而出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蜘蛛女魂师终于出手了 他那千年魂魂之际 因为没有足够的魂力支持 已经消失 掌心中无数蛛丝 趁着唐三摔出鼓吸 身形定住的瞬间 从正面覆盖而出 将唐三所有可以躲闪的空间覆盖笼罩 唐三眉头微皱 你还不死心吗 这一次他并没有闪躲 而是任由蜘蛛女魂师的蛛丝 缠绕上自己的身体 几乎只是瞬间功夫 他就已经被缠绕得像柱子一样 全身都覆盖上一层分红色的蛛丝 蜘蛛女魂师大醒 高盛说道 快 将他扔到斗魂台下 我们就赢了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不对了 因为没有一名队友 想赢他的话 侧头看时 他吃惊地发现 自己那些失去魂力的队友 此时都被一根根蓝眼草 给紧紧地缠绕着 在没有魂力 抵消麻痹毒素的情况之下 一个个连说话的能力 都已经失去了 蜘蛛女魂师 突然感觉到 自己的心跳仿佛露了一拍似的 一种不祥的预感从心中涌起 紧接着 不等他扯动蛛丝 将唐三扔下斗魂台 一股无与伦比的威压 祝然从唐三体内释放出来 那并不是魂力带来的压力 而是一股特殊的气息 而对于他来说 这股气息所产生的作用 却是无与伦比的强悍 鬼异的一幕出现了 唐三身上的蛛丝 从背后开始 突然如冰雪一般消融着 那所有的蛛丝 都朝他背后的位置疯狂的凝聚 仿佛已经不再是实体 而是一种能量形态的存在 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 唐三身前的蛛丝 就已经消失了 蜘蛛女魂是吃惊的发现 他正用一种有些怪异的目光 看着自己 蛛丝的起点 是蜘蛛女魂式的双手 当唐三身上蛛丝 全部从他背后被吸收之后 顺着蛛丝的延展 一股强大的吸力 诸然拉着蜘蛛女魂式的身体 朝着唐三飞走接近 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整个人就已经来到唐三面前 蜘蛛女魂式小反抗 可是那股对他产生出 痴心一般的压力的气息 却令他根本无法做出任何的动作 蜘蛛女魂式看不到 单处在唐三背后的观众们 却能看到 唐三背后的衣服已经消失了 八团紫黑色光芒正从他背后亮起 而那些蛛丝正是从那里面 被强行吸收而去的 抬起右手 唐三捏住了蜘蛛女魂式的脖子 这才阻止了蜘蛛女魂式 在强力吸收力作用下 撞向自己的身体停顿下来 此时的唐三 眼中紫眸中闪烁着一丝 冰冷而弦翼的光彩 扭头看向喧嚣的观众台 凡是被他眼中光芒看到的观众 都慌不迭低下头 全身震震寒碟 那是怎样的邪恶气息 唐三左手十指 竖在自己面具嘴唇的位置 向着台上观众们做出一个噤声的动作 厂商局势已经不会再有任何的变化 除了蜘蛛女魂式以外 包括被唐三甩出去的狂吸 甚至是那名已经昏迷的辅助洗魂师 都已经在蓝银草的缠绕之中 而蜘蛛女魂师也被唐三捏住了脖子 这场团战斗魂 至此终于结束了 唐三背后 八团紫黑色光芒小燃消失 被拉扯的蛛丝也由此折断 那令蜘蛛女魂师窒息的压力 也在这时候突然消失了 他眼神复杂 有些艰难地看着唐三说 会 为什么 唐三当然知道他问的是什么 捏着他的脖子 让他凑近自己 用只有两人才能听到的声音 说 因为 我的第三魂魂 是千年人灭国珠 听明白了吗 蜘蛛女魂师的身体 重燃颤抖了一下 你明明是植物系魂师 为什么 为什么却能吸收 这本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 只不过太多人走入了误区而已 植物系魂师也是气魂师中的一员 既然你的队友 那颅异盘 能够随意吸收 受雷魂魂 为什么 我的蓝音草 就不行呢 看着主持人 那位熬主管走上台 唐三 随手一挥 将蜘蛛女魂师甩出数米之外 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 吸收蜘蛛女魂师蛛丝的 虽然是唐三那奇异的外腹魂骨 作为承载人面魔珠能量而潜伏的外腹魂骨 对于一切蜘蛛类的武魂 它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震慑作用 从战斗一开始的时候 唐三还有所保留 没有动用他给对方威压 但到了最后关头 他自身的魂力也并不充足 同时他也不想再耽搁下去 终于还是释放了外腹魂骨中附加的气息 当然 没有人会知道 那是属于外腹魂骨的力量 经过这些日子以来 对外腹魂骨的练习 唐三发现 每当自己使用外腹魂骨 扒猪毛力量的时候 自己的情绪都会受到一定影响 仿佛是沾染人面魔珠 那暴力的气息一般 当他停止使用扒猪毛的时候 力气又完全消失 这是为什么 刚才他不符合平时性格的 向观众台做出嚣张手势的原因 对于这种情况 唐三询问过大师 大师的答案很简单 因为人面魔珠本身的能量 比唐三现在的魂力要强大 唐三还不足以完全驾驭八珠毛 所以才会受到八珠毛上 存留的人面魔珠气息影响 对于这些 不需要担忧什么 当唐三的魂力足够时 这种负面影响也自然会消失了 而以唐三坚定的毅力 现在也不会因为八珠毛的影响而丧失本性 最多只是气质上的变化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第145章 主持人奥主管 有些艰难地宣布了这个结果 史莱克奇怪 上 目光带着几分特殊含义地 看着台上唯一战力的唐三 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觉得 这些戴着绿色面具的魂师 将在不久之后成为 所托大斗魂场中的宠儿 唐三得到了应有的结果 转身朝台下走去 正在这时 身处女魂师动听的声音 带有几分惶恐和几分特殊的情绪 从身后响起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唐三停下脚步 并没有回头说 史莱克奇怪之三 牵手修罗 这一次 唐三并没有掩盖自己的声音 不但蜘蛛女魂师听到 熬主管和距离看台比较近的观众们 也都听到了 当唐三走下魂台时 首先迎来的就是小五热情的拥抱 小三 你太帅了 小五的拥抱方式 或许受到他自身魂技的影响 修长的娇躯像八爪鱼一样 缠上唐三的身体 双腿缠绕在唐三腰间 双臂搂住他的脖子 翘脸兴奋的通红 小五看上去是小女孩兴奋特有的冲动 可唐三的十几年龄 毕竟已经超过了三十 看着其他伙伴们眼中玩味的笑意 脸上不禁有些发烧 快下来 戴木白哈哈一笑 今天我们大货全上 走兄弟姐妹们 我请客 咱们喝酒去 七个人依旧带着面具 在欢呼声中先登进了自己的积分 领取了相应的报酬之后 走出了索托大豆馆场 当陆续离开大豆馆场 这三分区的观众们看到他们的时候 不少人都在窃窃自语 尤其是看着穿着朴素的唐三 更是引来最多的目光 在之前的团战中 唐三一上来就控制住 对方防御力强战魂师狂熙 之后又成功地控制场上的局面 危机关头带领伙伴们脱离危险 最后又以一起之力战胜对手 在观众们眼中自然看不出 狂战队是因为狂热消失受到反噬 而只有唐三的力望狂澜 人群内也有不少人在称呼着 他那牵手修罗的名号 七人没有多逗留 赶忙走出人群 和大师弗兰德 赵无奇三人会合之后 快速离开大豆馆场的范围 一旁的弗兰德听到这里 也不禁笑了 我说大师 今天你不是故意回来 夸赞这些孩子的吧 大师淡然一笑说 当然不是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 他们是最好的 但是 却还不是最完美的 明天我允许你们停止一天参加斗魂 但是除了休息之外 你们要在一起好好地总结今天团战的得失 后天 狗魂前告诉我 好了 我要走了 记住 我们不在的时候 不要惹事 尤其不要和任何魂师产生冲突 因为你们很有可能会遇到属于一些家族的魂师 弗兰德说 大师说的没错 尽量少惹麻烦 但是 如果有人欺负到你们头上 也不许丢了咱们史莱克学院的脸 马洪峻暗自吐了吐舌头 和身边的奥斯卡对视一眼 不禁都笑了 几天前 他们可是才刚刚惹了一位魂宗 而且马洪峻还将对方的某个部位给烤了 大师三人走出旅馆 弗兰德说 小刚 这些孩子带给我的惊喜 真是越来越多了 看来 将他们全都交给你训练 是个不错的主意啊 大师说 这也是他们自己的天赋 面对平均等级比几方高出五级以上的对手 魂环总数要多三个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一举致胜 这已经不是他们武魂和魂环素质上的优势了 同心协力十分重要 弗兰德叹息了一声 说 但我还是输了 听到弗兰德认输 大师脸上再次流露出一丝笑容 这是显而易见的 难得你肯承认 弗兰德没好气地说 我是输了不认的主吗 一旁的赵无奇适时地插上一句 似乎是吧 上次和我打赌 输给我十个精魂病 你一直都不承认呢 你 大师哈哈一笑 弗兰德 我突然想喝酒了 既然你承认输了 那请客吧 弗兰德恶狠狠地说 好 看我不喝死你们 但眼中的笑意却透露出了他真正的情绪 再次见到大师 不知道为什么 多年未见的快乐 似乎又出现了 老师们都走了 只来和奇怪自然少了一些舒服 戴木白没有忘记之前自己说过的话 也不走远 就在酒店餐厅内 要了一桌丰盛的菜肴 再加上两桶上好的麦酒 请大家一桶吃喝 戴木白端起自己面前那杯满满的麦酒 向唐三说 小三 来 我敬你 谢谢你的及时援助 唐三微微一笑 也端起自己的麦酒 和戴木白一起 一言而尽 他当然知道 戴木白并不是为自己而感谢他的 那时候戴木白虽然被对方逼退 但却并不危险 他的感谢 是为了唐三在危机关头 救回朱竹青而来 小三 我也敬你 实力虽然不如你 但是喝酒 你恐怕就不行了吧 奥斯卡有些不怀好意地端起杯子 没等唐三举杯 小五却挡了上来 奥斯卡 你想惯罪他吗 我跟你喝 说着 小五充分体现出自己大姐大的风采 一口就喝进了杯中的麦酒 奥斯卡无奈地喝了下去 眼角余光却看到坐在那里的唐三也陪着喝了 好 酒品好 就是人品好 我敬大家 这次站起来的是宁荣荣 他并没有着急喝酒 站在那里 看着众人 眼圈微红 说 刚来到学院的时候 我曾经给大家带来了不少麻烦 那时候三哥和小奥说得不错 如果我一直那样下去的话 恐怕真的永远也不会明白 朋友二字的含义 这么多天过去了 我们大家一直在一起修炼 在一起战斗 共同经历生死的磨难 谢谢你们 我的伙伴 这杯酒 我敬大家 同时也要向你们说一句 我一直说不出的话 对不起 说完最后三个字 宁荣荣一口关下麦酒 在她喝酒的时候 两横晶莹的泪水 已顺着白嫩的脸颊流淌而下了 奥斯卡好心提醒说 蓉蓉 不要喝那么萌 看着宁荣荣现在的样子 最高兴的恐怕就是她了 在第一次看到宁荣荣的时候 她就确定了目标 后来却遭受了打击 可现在的宁荣荣荣 却已经变得那么的可爱 都说孩子的可塑性是最强的 只有十二岁的宁荣荣 此时已经和数月之前 是截然不同了 蓉蓉 我们是伙伴 也是兄弟 现在是 以后也是 早在从新斗大森林归来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接纳了你 以后不要再说这些了 来 大家喝酒 不过 你们的年纪都太小了 要少喝一点哦 奥斯卡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 说 蓉蓉 为什么你叫唐三三哥 却叫我小傲呢 这个似乎不太公平吧 宁荣荣敲脸一红 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却并没有回答 一旁的马红俊 看出了有些端倪 就说 小傲 难怪你排行老二 你还真二的 我倒希望有着区别对待呢 奥斯卡是聪明人 立刻回过味来 深深地看了宁荣荣一眼 兴奋地先些笑了出来 赶忙说 对 对 是我不好 我罚酒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自今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 第146章 酒这东西 喝起来就越喝越近 也越喝越控制不住 包括最初 含着要少喝的戴木白 到最后呢 也只是不停地要求 虽然他们七人 年纪都不大 但作为浑师 他们本就有着 远超常人的身体素质 再加上这段时间的锻炼 对于酒精的消化能力 无疑是极强的 这顿酒 整整喝了两个时辰 才算结束 当第二天 大家从罪梦中 清醒过来的时候 勉强能够记忆的 就是某个人喝得格外多 也是最后唯一 还保持清醒的 不是魂力最强的戴木白 不是综合实力最猛的唐三 而是拥有七宝琉璃塔 无魂的宁容路 当时 第一个倒下的是马红俊 小胖子的酒量 明显不怎么样 第二个是奥斯卡 紧接着就是小五 谁也没有想到 年纪最大的戴木白 竟然跌四个倒下 朱朱卿和唐三 是一起倒下的 而最后没有倒下的 就是宁容容 宁容容不但没有醉倒 而且喝的还醉多 喝酒的时候 几乎都是一口一杯 带有她以前 经常发飙时候的气势 而据宁容容自己说 这是她第一次喝酒 事后 每当史莱克七怪的 其他六人 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脑海中只有两个字 天赋啊 斗魂结束 而接下来一个月时间内 史莱克七怪在索托大斗魂场的分赛场 可谓是风生水起 一个月内 史莱克七怪已经参加27场团战斗魂 27场战 27胜 在三十级一档内 竟然是毫无敌手 在个人比赛中 三五组合也获得27连胜的后战绩 唐三和小五默契地配合强劲的魂迹 令对手无可奈何 戴木白和奥斯卡的双翼白虎组合 获得27战16胜11负的成绩 毕竟战斗的只有戴木白一个人 奥斯卡的香肠 在这种方式的斗魂比赛中 发挥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 宁容容和朱竹青的 七宝灵毛组合的成绩 比双翼白虎还要强上一些 毕竟他们参加的是 二十级大魂式一档的 二对二斗魂 获得了27战 22胜五负的好成绩 其中有八场连胜 给他们赚取不少的积分 至于个人赛 史莱克七怪更是全线飘红 戴木白在三十级一档中 除了遇到两次控制绣魂式 输掉比赛之外 获得25胜 唐三运气极好 一次火类五魂对手都没遇到 以三十二级的低等级 在三十级魂尊一档中 竟然保持了全胜 毕竟面对他的珠王束缚 没有克制的方法 在这一等级中 很难有人挣脱的 小五就要差一下了 虽然他的瞬移十分特殊 但是数次遇到 刚好克制自己能力的对手 但是也有二十胜 马洪俊在二十级一档中 也是风生水起 二十七战 二十三胜 朱竹青的个人赛成绩毫不逊色 也只比马洪俊少了一胜而已 这样计算下来 唐三成为最大的赢家 虽然大斗魂场 三种不同形式的斗魂 连胜场次要分别计算 但是凭借多场连胜 他的积分还是极度飙升 如果不是大斗魂场 有规定 连胜场次的增加积分 需要当月月末 才统一计算的话 此时的它 就已经不是铁斗魂徽章 那么简单了 更为可贵的是 史莱克七怪中 队长邪谋白虎戴姆白 突破三十八级 这不但是 他一直以来 刻苦修炼的原因 也和最近四个月来的 身体训练和实战 有密切关系 同样提升了 魂力等级的 还有中竹青和宁荣荣 分别到了二十八级和二十七级 不断地向三十级方向迈进 夜幕降临 位于索透城中心繁华地带的 索透大斗魂场 又是一片灯火通明 前来观看斗魂的观众 络绎不绝地 从四面八方赶来 不时能够看到豪华马车 在护总的保护下 从贵宾通道进入大斗魂场 那些都是贵族或者大家族的人 能入他们法眼的斗魂 自然要是索透大斗魂场 中心场地的比赛了 今天是月末 同时也正好是周末 索透大斗魂场自然成为 索透人休闲的最佳去处 在这里不但能看到精彩的斗魂比赛 同时也可以小赌一把 碰碰运气 追逐自己支持的魂式比赛 包括大师弗兰德和赵乌吉在内 史莱赫学院一姓人 是完全分散进入索透大斗魂场的 倒不是他们为了小心隐藏身份 而是不得不如此 经过这一个月的斗魂 史莱赫清怪取得骄人的成绩 同时也自然成为观众们关注的脚底 虽然他们还未曾到中心逐斗魂场 但是外围斗魂场的观众 却已经对他们极为的熟悉了 史莱赫清怪的称号 早已成为这些观众耳熟能详的兴奋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缠 从十天前开始 史莱赫学院一姓人 在进入斗魂场时 都会以本面目进入 然后再到指定地点 换上另一身衣服 戴好面具去报名斗魂 也因为如此 猜测史莱赫清怪 在哪个斗魂区进行斗魂 也成为在外围斗魂场的观众 乐此不疲的习惯 今天依旧如此 特意穿了朴素的装束 进入大斗魂场 谁也不会注意到 几个看上去 只有十几岁的小孩子 经过这几个月的时间 唐三和马洪俊 都已经到了十三岁 再过几个月 小五 宁荣汝和钟竹青 也要全进入十三岁区间 年龄成了他们最好的伪装 对于大师让他们戴上面具 那高瞻远瞩的决定 众人是非常的佩服的 团战虽然是最后开始 但却是最先报名的 为了不在一对一和二对二 比赛中碰到 大师先告诉他们 一个团战的分区地点 再让史莱赫七块 在参加前两项比赛时 都分散到不同的分区 这样就能避免彼此碰面 而影响连胜的情况出现了 而这团战报名 就由大师以史莱赫七块 经纪人的身份来进行 今天大师选择的是 第八分斗魂区 替自己弟子们报名 经过这一个月的斗魂 原本看上去 极难达到的银斗魂级别 在大家连胜中 已经基本可以搞定 现在只需要等待 今日读魂结束之后 统计计算积分就可以了 大师是不希望 自己这些弟子 受到太多关注的 一旦被人挖掘出 他们的年纪 那么来自各方的关注 将凡不胜凡 因此他已经决定 过了今天 就将带着史莱赫七块 进入自己为他们安排的 第三阶段试炼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荆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 第147章 习惯性地来到团战区报名点 大师拿出史莱赫七块 团战的注册徽章 递给工作人员 麻烦你 报名团战 工作人员同样习惯性地 接过徽章 当他看到徽章上 雕刻的刺势 顿时脸色大变 嘀唬了一声 史莱赫奇怪 大师眉头皱了皱 大斗魂场的工作人员素质还是不错的 哪怕是遇到高等级斗魂者也不会有太多的表情 此时 这位工作人员的表现显然不让人满意 工作人员试探着问 对不起先生 请问您是史莱赫七块的领队吗 大师缓缓点头说 算是吧 麻烦请你快一点 先生 请您稍等 工作人员 在大师有些惊讶的注视下 快速离开自己的工位 朝着工作区后方跑去 手中还紧握着史莱赫七块的战团徽章 大师虽然大为不满 但对方已经将报名用的徽章给拿走了 他就算想要换个分区也做不到 只能在这里耐心地等待着 其实大师并不知道 只要他今天在索托大斗魂场出示这个徽章 无论在哪个分区 都会得到同样的待遇 并没有等待太长时间 一会儿的功夫 之前那名工作人员带着一个人回到报名点 对不起 让您久等了 工作人员客气地将战团徽章递回给大师 工作人员带来的人大师有印象 正是在史莱赫七块 这次前来索托大斗魂场 参加第一场团战时 那位主持人敖主管 因为事后 唐三告诉过大师 这位敖主管曾经好心提醒过他 狂战队的厉害 所以大师对这个人 还算是有着比较深刻的印象 敖主管面带微笑说 你好啊 尊敬的领队先生 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谈一谈 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 大师 大师淡然说 是代表你个人呢 还是代表索托大斗魂场呢 敖主管赶忙说 当然是代表索托大斗魂场 大师点了点头 这种情况他早就有所预料了 毕竟史莱赫七块 在这一个月内取得的成绩实在是太出色了 不受到关注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发挥最出色 在整个月内获得所有斗魂胜利的躺三 肯定是更是被关注的焦虑 虽然大师很不愿意和大斗魂场打交道 但大斗魂场的势力之庞大 连国家都要忌惮几分 他自然不会主动的去得罪的 当下点了点头 在敖主管的带领之下 到报名点后面 一间安静的房间之内 领队先生 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 敖主管有些凝重的说 我代表索托大斗魂场 希望今天十来个奇怪参加的团餐 能在中心驻斗魂场进行 哦 大师并没有惊讶 只是淡淡的说 这似乎不符合规矩吧 按照斗魂场的规定 只有银斗魂以上级别的魂师 才能够在主斗魂场露面 而史莱克奇怪 都是铁斗魂而已啊 毛主管苦笑说道 您就不用谦虚了 一时莱克奇怪这个月的战绩 今日斗魂结束之后 他们全部都会去拿到银斗魂回账的 就算早一天成为银斗魂 也没什么不可以 大师的神色依旧是古井不波 既然如此 你们也应该不在乎差这么一天吧 毛主管叹心了一声 说 我就实话实说了 三天前来了一个魂师团队 他们全部由银斗魂的魂师组成 似乎是索托城几位大贵族招来的魂师 连续两天 那些大贵族们都在他们身上下了重处 而他们也毫无悬念的取得了斗魂的胜利 给大斗魂场带来极大的损失 您既然对大斗魂场熟悉 应该也知道 一般来说达到银斗魂级别的魂师 都有四十级以上的水准 可这个团队成员全部是魂尊 我们不能破坏了规矩 请四十级的魂宗团队与他们进行斗魂 可这样下去 大斗魂场也承受不起持续的损失 或许是因为尝到甜头 今天那几位贵族又额外增加独处了 如果再输下去 恐怕 大师心中跟明镜似的 立刻就明白了敖主管的意思 心中微微一动说 魂尊就已经达到了银斗魂一级 看来他们的实力很强啊 那么之前两天 斗魂场是用什么样的团队来迎战的呢 敖主管说 由于我们所拓大斗魂场 没有魂尊级的银斗魂队伍 无奈之下就只能派出魂尊级的 同渡魂队伍与这进行斗魂 其中的一支 就是不久之前 刚刚提升到同渡魂队伍的 同时也是曾经与史莱克七怪 交过手的狂战队 但他们却是一百徒弟 大师微微皱眉说 在魂尊级别的团队当中 狂战队的等级已经相当客观了 难道那支银斗魂队伍的成员 比他们的等级更高吗 敖主管摇头说的 哎呀不是啊 并不是魂力等级的问题 主要是魂魂上的差距 这支银斗魂队伍和史莱克七怪一样 都是最佳魂环组合 在魂级上的巨大优势 压迫的狂战队没有一丝气贵 听到这句话 大师脸色终于出现一些变化了 作为魂尸界最著名的理论刘大师 他当然知道 所谓的最佳魂环指的是什么 意思就是 第一魂环即为百年 第二魂环为五百年以上 第三魂环直接是千年 表现在魂尸身上 就是两黄一子 像戴木白 唐三 奥斯卡和小五 先是如此 既是如此 大斗魂场 又怎么认为我们史莱克七怪 就可以一定能够获得斗魂胜利呢 毕竟我们只有四名三十级以上的魂师 剩余的三人都还未到三十级的区间呢 毛主管微微一笑说 这您就谦虚了 谁都知道史莱克七怪 如果论魂力等级的话 在所有魂尊级团队中 都可以说是倒数几位的 可是在之前27场团战斗魂之中 却取得了全胜的战绩 这在我们所斗大斗魂场 可以说是史无简历的 所谓存在即是合理 我想史莱克七怪团队 一定有能力与这支银斗魂队伍抗衡 大师眼中光芒闪烁 思索片刻之后说 如果我记得不错 参加中心竹斗魂场的斗魂比赛 应该有额外的奖励对吧 老主管一看 大师似乎动心了 心中顿时暗息 赶忙说 当然 参加竹斗魂场的比赛 每一位魂师都将得到 五百清魂币的直接奖励 而这次 贵房更是受到我们的邀请 如果能够获得这场斗魂的胜利 斗魂场还愿额外支付 一万斤魂币作为奖励 但因为史莱克七怪 毕竟还没获得银斗魂徽章 几分还是按照之前的结算方法 幸好他们现在的团战 一直都是连胜 获得的几分已经不少了 不等大师开口 郝主管继续说 为了这场斗魂 仅仅让史莱克七怪的队员 今日就不要参加 一对一和二对二斗魂了 虽然我们不能额外的 给他们增加积分破坏规矩 但在权限之内 我们斗魂场 就可以将他们今天的 一对一和二对二斗魂 都算作胜利 让他们报名之后的对手 自行认输 这样 史莱克七怪 就能够全力以赴的 面对对手 大师从来都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 更何况 对方给出的条件 已经是十分的优厚了 最重要的是 他心动于这场斗魂 主要原因并不是积分和金钱 而是对弟子们的历练 一支 能够让索托大斗魂场 如此重视的银斗魂队伍 再加上 全部都是最佳魂 这样的磨练 对于史莱克七怪来说 持有好处 大师缓缓点头说 好吧 我答应你 请你准备好对方的资料 我先去将弟子们召回 不用麻烦您了 召回史莱克七怪 就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吧 对手的资料 我已经准备好了 您可以先和他们研究一下 稍后我再带你们 进入中心煮斗魂场 进行准备 说完 熬主管快速转身离去 显然是将 史莱克七怪 已经答应参加斗魂的事情 向上面汇报去 并且做出相应的安排去了 此时距离团战斗魂开始 还有整整一个时辰的功夫 足够做多大斗魂场 做出很多安排 时间不长 不但史莱克七怪 被工作人员带到这个房间 就连弗兰德和赵乌吉 也同样被人请了过来 充分显示出 索托大斗魂场 已经观察他们这个团体 不是一天两天了 大斗魂平静地将之前 熬主管所说的话 重复了一遍 同时将刚刚得到的资料 平摊在房间桌案上 站在一旁的唐三突然发现 大斗魂眼中似乎多了点什么 那似乎是一种火焰般的光滑 而且是战斗的火焰 哪怕是他 也是第一次见到 大斗魂的眼神中 出现如此强烈的战役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荆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片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 第148章 弗兰德有些无奈地说 我说小高 你不该这么快就答应了他们 起码要等我们赶来再说呀 人家都说了有大贵族下了众主 这赌出显然金额巨大 要是好好的谈一下 他们应该会付出更多的代价 大师没好气地说 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势快了 福兰德哭笑的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你以为我想啊 这次如果胜了 我们的收益已经不小 一万金魂币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我已经想好了 给每个孩子们一人一千足以 剩余的三千留给学院 好配合我对他们的第三阶段试炼安排 你们有意见吗 最后一句话 并不是问弗兰德和赵无极的 而是对着史莱克七怪七人所说 七人几乎同时摇头 学院的经济状况 他们多少也知道一些 而且他们谁也不缺钱 经过最近这一个月的斗魂 不但积分上升 还会获得相应的收益 连胜超过五场以后 每多胜一场就是一百个金魂币 超过十场更是变成两百金魂币 弗兰德前天还提起 现在这些孩子 哪一个都比学院有钱 大师翘了翘桌子上 摊开的资料不薄 表情凝重地说 好了 这些事等以后再说吧 先研究下你们的对手 对你们来说 这场是一场极为艰难的斗魂 白色布膜外围 有一圈金丝绣花边 两旁更刺绣着 索托大斗魂场的标记 上面整齐记录着 一个团队的资料 众人低头看了一遍 哪怕是一身傲骨的戴木白 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每个人心中 都有种拔凉拔凉的感觉 按照团战斗魂的规定 每个团队最多可以有十人 最少不得低于七人 在斗魂时 按照人数少的一方 参加数量决定双方参战人数 眼前出现在资料上的 这只队伍和史莱赫清管一样 只有七人 资料如下 黄斗战队 全七人 全银斗魂会章拥有者 队长 独孤雁 武魂碧琳蛇 三十八级控制系战魂师 魂魂两黄一子 队员 石墨 武魂玄武龟 三十八级防御系战魂师 魂魂两黄一子 队员 石墨 武魂玄武龟 三十七级防御系战魂师 魂魂两黄一子 队员 御风 武魂风灵鸟 三十六级敏弓系战魂师 魂魂两黄一子 队员 奥斯罗武魂鬼豹 三十六级敏弓系战魂师 魂魂两黄一子 队员 叶灵灵 武魂九心海棠 三十五级辅助系战魂师 魂魂两黄一子 在整个资料中 并没有提及对手的魂技 对于这一点 大事明白 并不是大斗魂场不想提供 而是没法提供 谁能肯定 对方在之前两场斗魂中 没有刻意收敛的 魂技一旦判断错误 有可能会带来灭顶之灾 所以大斗魂场 选择让史莱赫七怪 来自行试探 看过了对方资料 其人抬起头来 面面相去 都看出了大家眼神中的经意 他们虽然也想到 对手能够成为 引斗魂 肯定不弱 但是也没想到 居然会抢到如此地步 弗兰德 拖了拖鼻子上的水晶眼睛 说 如果我猜得不错 这支队伍 在某座城市一定大有名气 怎么会突然来了索托城 小高 你真不该答应和他们斗魂 恐怕我们不是对手 大师淡然说道 压力才是动力 面对困难就退缩 永远也成为不了 真正的强者 弗兰德 你年轻时的锐气呢 弗兰德被大师说的 脸色有些难看 一旁的赵无极 不忘闪风点火 幸灾乐祸地说 大师 您真敢啊 您说的对 只有迎难而上 才能有所收获 好吧 不过一切 要以安全为主 弗兰德瞪了赵无极一眼 这才向大师说着 大师点了点头说 我已经隐约地猜到 这个黄斗战队的来历了 如果我猜错正确的话 那么 孩子们就不会有丝毫的危险 唐三 老师 唐三敢蒙上前一步 大师说 这次虽然我依旧要求你们不能使用你们那些个暗器 但是 我允许你使用八竹毛 不到最后的关头 绝不许人输 见大师都不看好几方 唐三 皱了皱眉 说 老师 我们真的就无法站上对手吗 大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说 机会只有三成 而机会主要就在你 穆白和竹青三个人身上 他抬手指向周安上的资料 对方的七个人按照资料上显示 是一种非常完备的组合 你们最要注意的是两个人 就是他们的正副队长 蓝电霸王龙魂师和比林蛇魂师 蓝电霸王龙 小高 弗兰德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 但他的话却被大师的眼神阻止了 大师继续说 蓝电霸王龙作为兽武魂中顶级存在 攻击力极为强劲 被誉为攻击最强的兽武魂 他在兽武魂中的地位 就相当于融融在七宝琉璃塔的 辅助系武魂当中一样 至于这比林蛇魂师 他既然选择了控制系 那么他让我想到了一个人 弗兰德 你还记得他吗 经过大师的提醒 弗兰德脸色骤变 你说的该不会是他吧 大师点了点头 对 我说的就是他 戴木白忍不住说 院长 大师啊 你们不要打雅咪啊 您说的究竟是什么 大师正色说的 比林蛇武魂在大陆之上 和几个家族的武魂一样 属于稀有武魂 但比林蛇魂师 有史以来 却只有一位出名的 他就是一位特殊的 控制系战魂师 准确地说 他应该被称为 比林斗罗 我想你们 应该有听说过吧 听到比林斗罗四个字 戴木白顿时脸色大变 急促地说 您说的是那位 号称独霸天下 最难缠的比林斗罗 大师深吸口气 缓缓点头 除了他以外 还有哪个比林斗罗呢 据我所知 除了他以外 本身就少有比林蛇魂师存在 就算是有 也不会是控制系的 对方这个副队长 既然是控制系的比林蛇 我可以肯定 他和比林斗罗 有着密不可曾的关系 别人或许不知道 但我却非常清楚 比林斗罗 也是负姓独孤 宁荣荣突然开口问 那他们那个队长 难道就是蓝点霸王龙家族的人 弗兰德苦笑说 除了蓝点霸王龙家族 至少我还没听说过 哪里有蓝点霸王龙 魂师的存在 这个黄豆组合的背景 大的吓人 不仅是这两个 玄武龟乃是与蓝点霸王龙 齐名的武魂 只不过 玄武龟魂师 数量更少 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宗门存在 所以才不像蓝点霸王龙那样出名 尽管如此 玄武龟在防御类武魂中 也是顶尖的存在 唐三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作为一名控制系魂师 他最关心的自然是 对方控制系魂师的情况 向大师问道 老师 那对方的碧林蛇魂师 究竟是凭借什么来控制呢 以蛇为武魂 似乎不应该擅长控制才对啊 大师的回答很简单 就只有一个字 以毒来控场 唐三瞳孔过渐手缩了一下 但心情却平复了许多 毒 多么熟悉而亲切的字眼 微微喊手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还真的有机会 战胜他们 唐门最拿手的是什么 轻功暗器 还有令人闻名丧胆的毒 尽管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唐三还没来得及收集自己需要的毒 更不用说提炼唐门剧毒 但是他对于毒的理解和毒的认识 却是深得唐门精髓 一个用毒高明的人 对于抗毒自然也是有着机强的能力 和更多的办法的 大师误解了唐三的意思 奥斯卡的小腊肠 这是第二魂环剂 恐怕挡不住碧灵蛇的毒 最多也只能在短时间内控制毒素而已 宁荣荣说 大师 我能不能提个意见 大师点了点头 你说吧 在斗魂的时候 我们的首要目标 一定要放在对方那名辅助系魂师身上 哦 为什么 听了宁荣荣的话 连大师也不禁感到有些惊讶 九心海棠这个武魂 连他也没有听说过 这种情况是极为少有的 但考虑到 本方有两名辅助系魂师 包括宁荣荣的鸡宝琉璃塔 他并不担心在这方面会弱于对手 宁荣荣说 九心海棠这个武魂我知道 和其他武魂不一样 这个武魂是一脉单传 每一代只能有一名继承者 同时活着的 也只能有两名九心海棠魂师 只有死亡一个 后代才有可能再出现一个 可以说是数量最少的武魂 我爸爸曾经说过 九心海棠是武魂中的奇迹 宁荣荣的父亲是谁 别说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 就算是史莱赫七怪的 其他人也都知道 那可是七宝琉璃宗的宗主 代表着辅助系魂师的权威 连他都这样形容一个武魂 那么这个武魂的作用 就可想而迟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继续收听 由紫禁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 第149章 对于新奇的武魂 大师总受着比常人更多的好奇 立刻追问他 那这九心海棠武魂 它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呢 在哪个方面起到辅助作用呢 宁荣荣沉声说 九心海棠擅长的能力 只有一种 不论他有多少个魂环 但魂迹却只有一个 这也正是他的可怕之处 它的作用就在于 范围性全体治疗 治疗程度随魂师心意控制 等级越高 魂环越多 用来治疗的魂力就越多 我爸爸说 有九心海棠魂师在 就算想死都不容易 所以斗魂开始之后 我们必须先让他脱离战场 否则的话 在他魂力耗尽之前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 对任何一个对手造成伤害 听了宁荣荣的话 大师的脸色似乎变得强硬了 待了一半赏 才徐徐说 这果然是一个 进户完美的组合呀 我们能赢 就在士气低落 大家都陷入沉寂的时候 唐三突然大声说出 这充满着震撼气息的词 将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到自己的身上 我说 我们能赢 穆白 小傲 胖子 小武 荣荣 主亲 你们忘记了吗 我们已经拥有了27连胜的战绩 对方固然强大 可是我们也同样不弱 我们有着穆白顶级的强攻性武魂 有着小傲的持续战斗能力支持 还有胖子顶级的变异兽武魂和小武那神奇的柔记 荣荣 难道你认为自己的青宝琉璃塔就比不过九仙海棠吗 还有主亲 你的速度是我见过同等级中民工系魂失礼最快的 对方虽然强大 难道我们就弱小吗 不 我们一定能够证明 我们比他们更强 更何况 你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年纪 我敢肯定他们的年纪要比我们更大 就算真的输了又怎么样呢 失败是成功之母 就算今天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但总有一天也一定会战胜他们 胜利必将属于我们史莱克七怪 如果我们连赢的信心都已经失去 那么何必参加这场斗魂呢 唐三的话就像点燃信心的隐线 史莱克七怪这团队中的每一个队员 无不是天才中的天才 怪物中的怪物 他们又怎么会甘心复苏呢 大家都没有再说话 但每个人的眼神都变得坚定起来 戴木白率先神出自己右手 紧接着是奥斯卡 史莱克七怪 七个人将手掌相叠 每个人的目光都在燃烧 失去的信心已经找回 此时的他们心中已经充满了强烈的战意 老师 这场斗魂 就让我全全安排吧 可以吗 唐三坚定地看向大师 他知道 这一战将是最艰难的考验 他之所以说出之前的话 是不愿意看到自己伙伴们 死气沉沉的样子 两世为人 他知道想获得什么 就一定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在之前每次斗魂之前 大师都会进行一定的战术指定 但这次唐三却主动要求 接替大师的工作 虽然显得有些狂妄 但却看得大师弗兰德和赵乌基三人 暗暗点头 一个团队需要战术 需要团结 需要配合 但是也不能缺少另外一样东西 那就是血性 没有了血性的战队 永远也无法激发最深处的潜能 而此时 作为团队灵魂的唐三 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在弗兰德三人看来 胜负已经不重要了 这些孩子们已经成长到 超出他们的预估的程度 现在他们所能做的 就只是看着这些孩子 带给他们更多的惊喜和奇迹 看看他们修静能走到怎样的程度 索托大斗魂场 贵宾休息区 三号贵宾室 豪华的房间足有200平米 巨大的真皮沙发长度超过15米 足以容纳十几个人舒服的休息 整个房间内装饰都以金色为主 金色的宫灯 金色的壁纸 还有各种金色的装饰 无不给人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 在巨大的白色真皮沙发面前 摆放着一张水晶茶几 上面有精致的点心 和各种饮品提供 最为重要的是 这个房间的一面墙壁是一整块透明水晶 经过特殊的处理 从这里面能够看到外面 而外面却绝看不到房间内的情况 而水晶墙外正是索托大斗魂场 拥有着最重要地位的中心主斗魂场 此时房间内只有七个人 七个各具特色的人 看上去都是二十出头的样子 坐在沙发正中的 是一名有着黑色长发 身材修长的青年 相貌算不上英俊 脸上表情很少 似乎脸部筋肉僵硬了一般 身穿蓝色金装 没有任何装饰 整个人都给人一种很简单的感觉 可偏偏这种简单却让人感到危险 她正靠在舒适的沙发上闭目养神 同样坐在沙发上的还有一名女子 她的姿态可就不那么正常了 不靠在沙发背上 而是靠在蓝衣青年肩膀处 一脸懒散的样子 身紫色短发看上去阴气十足 奇异的是 她却有这一双绿色的眼眸 给人几分诡异的感觉 说不上有多么角色 但却有一种妖异的魅力 此时 她正在闭目养神的蓝衣青年尖头 玩弄自己染成碧绿色的绝脚 燕子 我说你和老大 别在我们面前秀清润好不好 怎么说兄弟们都是一群处男啊 万一引起了什么冲动 总是不好的 说话的是一名相貌英俊的青年 身材不高 胖瘦适中 金色短发 一双眼睛显得十分活络 靠在大型水晶窗上 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 沙发上的少女 瞥了她一眼 绿色的眼眸中 流露出一丝魅笑 那你来呀 要不要姐姐教教你 怎么变成男人 呃 还是算了吧 你那一身碧绫毒 也只有老大才能承受得了 我可无福消瘦 青年忙不得拒绝 一脸的惊恐 看着绿某少女 明显有些恐惧 活该 谁让你没事招惹燕子的 在她对面 水晶窗的另外一边 靠着一名全身黑衣 同样为金发 相貌秀美 堪比女子的青年 一边晃动手中饮料 一边幸灾乐祸地说着 嬴俊青年怒道 豹子 你有意见是不是啊 等今天团战斗魂完了 我们来一场一对一 看我怎么教训你 黑衣青年不懈地哼了一声 和我一对一 你也好意思说 你一个飞行魂师 要和我一个地面魂师 一对一 明显是欺负人嘛 有本事你找老大一对一 别说赢了 只要你能支持三分钟 我就服你 你 青年虽然不服 但却不得不承认 自己确实 无法在队长手中 坚持三分钟以上 好了 你们安静一点 就不能像石家兄弟那样 养精蓄锐吗 坐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的蓝衣青年 终于开口了 他所说的石家兄弟 就坐在一旁墙壁下的地面上 盘心冥想 而人都是笔直口方 身材壮硕的大汉 只坐在那里 就给人一种厚重沉稳的感觉 英俊青年笑道 老大 我们还有养精蓄锐吗 以我们四十级钱 就达到银毒魂的水准 我敢说 这索托大毒魂场 绝对找不到对手 别说这儿了 就算是首屈一指的 黄天天斗大毒魂场中 都没有和我们对抗的 蓝衣青年 淡然说 就算如此 你也不能养成大义的坏习惯 魂世界强者辈出 谁也无法肯定 会否有更强者 出现在我们面前 灵灵 到沙发上坐会儿吧 总是站着 也一样消耗体力 她最后一句话 是对房间中 另外一名女性说的 那名女性 站在整个房间中 最为阴暗的角落处 不仅是一身黑衣 甚至连脸上 都蒙着一层黑纱 身材苗条 一头瀑布般的蓝色长发 披散在背后 与头发同色的眼眸中 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情绪 从她身上 似乎只能感受到 孤独和落寞 不用了 我在这里很好 叶玲玲的声音 很动听 但却极为空洞 给人一种 不真实的感觉 这房间中的亲人 正是唐三他们 在资料上看到的 黄斗战队成员 坐在沙发上的 就是队长玉天恒 和副队长 独孤燕 英俊青年 是风铃鸟魂师 玉峰 和他斗嘴的 黑衣男子 是鬼豹魂师 敖瑟罗 坐在地面上 冥想的兄弟二人 自然是 两名玄武龟的魂师 而站在阴暗角落中的 就是黄斗战队 唯一的辅助魂师 九心海棠 也灵灵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自今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 第150章 索托大斗关场 高级贵宾区 3号房间内 黄斗战队队员们 正在等待着团战到来 正在这时候 房间的门开了 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 这个人的出现 令房间内形态各异的 黄斗战队队员 都做出相同的动作 包括坐在沙发上的队长 玉天恒在内 连冥想中的十家兄弟 也同时睁开双眼 新人原地站起 向来人恭敬行礼 齐声喊着老师 从门外走进来的是一个中年人 看上去30岁左右的样子 相貌普通 简单的黑发 简单而朴素的衣着 只有他那双眼睛格外的明亮 他没有黄斗战队队员们 外表那么容易引人注意 感觉上就像是一个 平凡普通的普通人 但是他能够得到 所有黄斗队员如此的尊敬 又岂会普通呢 中年人的脸色显得有些怪异 这种神色 连黄斗战队队长 玉天恒都没见过 小人上前几步 低声说 秦老师 你怎么了 秦老师眼中光芒一闪 明亮的眼眸中流露出一丝 深邃的光芒 这一次 你们恐怕是要遇到对手了 我刚从城主那里 拿到你们今天晚上 对手的简单资料 这是索托大斗魂场 刚刚确定下来的 你们看看吧 一边说着 他走到水晶桌后面的 沙发处坐了下来 手上光芒一闪 已经多了一块布帛 弹开在桌面上 黄斗战队队员 赶蒙围了上来 向布帛看了过去 副队长独孤燕念叨 史莱克七怪战队 队员七人 来历不详 铁斗魂徽章 老师 这个什么史莱克战队 才是铁斗魂 他们有资格和我们 进行团战斗魂吗 秦老师淡然说 不错 一个月前 他们确实都是铁斗魂徽章 但是他们通过 这个月的斗魂 积分都已经达到了 银斗魂的水准 虽然还没有准确测算 但索托大斗魂厂 已经决定提前授予他们 银斗魂资格 正好用来向你们挑战 根据城主所说 史莱克七拐参加团战斗魂二十七场 二十七战 二十七胜 当初你们获得银斗魂用了多久 不是一个月吧 是整整的一年时间 一旁的风铃铃鸟魂师御风 有些不服气地说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强大的对手 才这么轻易地就拿到了这些胜利 索托城怎么能和我们皇城相比呢 秦老师瞥了御风一眼 根据城主调查所知 史莱克七拐的团战斗魂第一场 就是上一场你们所面对的狂战队 狂战队的实力你们应该很清楚 魂力等级并不比你们差 只是在魂迹和武魂本身有所差距 才败给了你们 难道史莱克七拐赢了 这次开口的是黑豹魂师奥瑟罗 副队长独孤艳白了他一眼 这还用问吗 不然老师还用指出来 于天恒一直在仔细地看 布博上的资料 突然说 老师 他们的魂力这么低 怎么也能赢狂战队呢 黄斗战队的队员们 不禁将目光重新投向布博 仔细看着上面的资料 史莱克七拐战队 队长邪魔白虎 武魂白虎 三十八级强攻系战魂师 魂魂两黄一子 副队长 先手修罗 武魂蓝银草 三十二级控制系战魂师 魂魂两黄一子 队员 戎骨魅兔 武魂玉兔 三十一级近身强攻系战魂师 魂魂两黄一子 队员 邪火凤凤凰 武魂邪凤凤凰 二十八级强攻系战魂师 魂魂两黄 队员 幽明灵猫 武魂 幽明灵猫 二十八级 敏攻系战魂师 魂魂两黄 队员 香肠专卖 武魂香肠 三十一级辅助系战魂师 魂魂两黄一子 队员 七宝琉璃 五魂七宝琉璃塔 二十七级辅助系战魂师 魂魂两黄 在这些团队资料下方 还有一行注解 史莱克 七块自本月以来 团队获得全胜之击 其真实实力远不是等级所显示的那么简单 其中 作为控制系战魂师的牵手修罗 需格外注意 此人控制力极强 往往能够力挽狂拦 看了资料 独孤雁不禁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秦老师 这资料是谁给您的 笑死人了 一个蓝银草魂师 居然还要格外注意 还什么力挽狂蓝 我看 他恐怕连我的第一魂计都受不了 秦老师冷横了一声 黄斗站队的队员们同时感到 心脏瞬间收缩了一下 强烈的震荡 令他们脸上都流露出几分 骇然之色 燕子 御风大意一点也就算了 你作为副队长 居然如此小看对手 以这样的心态上场 我几乎可以保证 你立刻就会受到一次 巨大的挫折 独孤雁吐了吐舌头 却不敢再说话了 虽然黄斗站队这些队员 都是桥不逊之辈 但唯独臣附于眼前这位秦老师 不只是因为这位秦老师是他们专门的指导老师 同时也是因为他的实力 秦老师全名叫秦明 今年34岁 却在年初时刚刚突破60级的门槛 成为一名魂帝 据说是五魂殿记载中 历史上第二年轻的魂帝 仅次于另一位得天独厚的天才 34岁的魂帝 这是黄斗战队每一位队员的目标 宇天恒在背后向毒蛊验白了白手 示意他不要再说话了 自己向秦明说 秦老师 这史莱克七怪战队 究竟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注意的 从他们的武魂来看 七宝琉璃塔无疑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 不过他们本身的等级和我们相差不小 就算是有七宝琉璃塔辅助 最多也只是拉近我们之间的魂力差距而已 这恐怕也是为什么 他们能够在之前团战斗魂之中 获得全胜的重要原因 其他的六个人中 他们的队长拥有白虎武魂的那个邪谋白虎 应该是值得注意的 还有就是邪凤凰武魂 我从未听说过有这种武魂的存在 恐怕这个邪字应该是源于变异吧 至于资料上提到的控制系魂是牵手修罗 在这点上 我和燕子的意见倒是一样的 他就算是魂环再出色 他的武魂也毕竟只是蓝阴草而已 又能有多强呢 秦明微微寒手说 你的分析还算冷静 史莱克奇怪的资料 我们也只有眼前看到这些 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要等到真正交过手才能知道 记住我的话 永远不要笑看任何对手 索托大斗魂场既然敢派他们出场 必然有着一定的把握 还有一点 是我对你们的要求 无论这场斗魂的结局如何 谁也不许下杀手 甚至不许伤残对手 听明白了吗 燕子 尤其是你 如果对方中了你的毒 结束斗魂后 立刻给他们解毒 不得有丝毫耽搁 毒孤燕奇怪地说 为什么 老师 您不是经常对我们说 战场上无父子 必须要全力以赴吗 如果不伤对手 自己恐怕就要受撤 绝不能手下留情 秦明脸上流露出一丝苦笑 这次不一样 你们现在还不需要知道 等到这场斗魂结束之后 我会告诉你们答案的 好了 时间快到了 跟我走吧 说完 他率先转身 向贵边室外走去 一边走着 秦明心中 暗暗叹息了一声 孩子们 不是我不告诉你们原因 我希望 这次你们能够受一点挫折才好 太顺利的成长 往往更容易被折断 索托大斗魂场之 中心主斗魂场 这里并不像只能在分赛区 观战的拼命想象那么大 相反的 如果他们来到这里 一定会以为 这是另外一个分赛场 整个中心主斗魂场的面积 只比其他分斗魂场 略达一点 最为奇特的是 在这中心主斗魂场 其微的安静 因为周围并没有露天看台 而完全是有一个一个 密闭的包厢组成的 只能单面看到景象的水晶玻璃后面 才隐藏着一位位背景深厚的贵宾观众 这些人 谁也不愿意在这里轻易表露身份 更不会像普通平民观众那样 去欢呼呐喊 他们要的是属于自己那种 骄傲和高高在上的感觉 更何况 这里赌注之大 是所有分会上加起来都远远不及的 为了避免贵族之间 因为赌博而产生矛盾 隐藏身份就更加重要 至少大家不会知道 是谁赢了自己的钱 就算想报复 也没有办法 水晶玻璃窗 虽然从外面看不到内部情况 但是在中心主斗魂场 绚丽的金色魂倒戏灯光照耀下 是闪闪的发光 而这里斗魂台也是格外巨大 因为没有露天观众的原因 斗魂台的范围 足有直径70米之多 别说是10人以下的团队斗魂 就算双方是各有百人在此厮杀 也是绰绰犹豫了 在中心主斗魂场 一共有高等贵宾房12间 普通贵宾房320间 这些房间几乎没有空着的时候 高等贵宾房都各自有了他们的主人 而普通贵宾房 也在每年年初的时候就被预定一空 突然 中心主斗魂场 那原本已经十分明亮的金色灯光 亮度再次增加 而所有光芒也不再是朝四面散射 而是朝斗魂台集中过去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聚光灯 把金色光柱从天而降 正好笼罩在整个斗魂台上 但是从这样一个灯光类的浑倒器 就能看出 斗魂场是一个多么富有的存在 在斗魂台阵中 地面突然凸起一块直径两米的圆形 缓缓上升之中 能看到 升起的圆形之下 有一根粗大的金柱在支撑着 而那金柱之上 此时正依靠着一位女郎 女郎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 一身端庄秀丽的白色长裙 棕色的大波浪长发 风银的胸脯 和她那动人心魄的纤细腰枝 无不体现出惊人的美感 手中拿着一个锥形的阔音浑倒器 翘脸上带着迟夜的微笑 很荣幸再次见到各位贵宾 白群女郎在圆台上升到位之后 走了出来 原地旋转一圈 向周围看台回了回首 送她上台的圆台悄然下降 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位置 居然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 能够再次为各位贵宾 主持主斗魂场的团战斗魂大赛 是兜兜的荣幸 希望各位贵宾今天晚上能够尽兴 今天将是一场重头戏 我们在今晚也只安排了这一场斗魂 尽管对战的双方 只是魂尊级别 但是 他们却都已经拥有了 银斗魂徽章的荣誉 如果非要给他们冠上一个称号 我想天才儿子将非常合适 兜兜将全程为各位贵宾进行解说 下面 我来为贵宾们介绍对阵双方的情况 黄豆战队队队长 玉天恒 蓝天暴王龙魂狮 史莱克七怪战队队长 邪魔白虎 白虎魂狮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斗罗大陆 第151章 这位作为主持人的白虚女郎兜兜 很有技巧地将对阵双方的情况 介绍了一遍 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将期待 带给在场每一位贵宾观众 好了 兜兜多余的话就不说了 下面有请双方队员上场 兜兜也是一名魂尊级的魂师 真的很想看看 这些与兜兜同级的魂师们 会有怎样精巧的表现 一边说着 白色光芒突然从这位主持人兜兜身上喷涌而出 紧接着 他那一头棕色波浪长发中 突然多了一缕白色 而背后却悄然伸展出一双洁白的羽翼 三个黄色魂魂同时出现在他的身上 第三魂魂闪亮起来 羽翼轻拍 竟然拿着他的阔音魂导器腾空而起 正像兜兜自己所说的那样 他也是一名魂尊级别的魂师 虽然他的第三魂魂并不是最佳的千年级别 但这个魂魂赋予他的能力显然是飞翔 对于一名拥有飞行类五魂的魂师来说 这是极为重要的 兜兜的五魂是一种可爱温和 相争着和平的动物 白鸽 斗魂台两旁 两扇门同时无声无息敞开 双方队员同时入场 朝斗魂台中央走去 左侧来的正是黄斗战队 蓝电霸王龙 魂师 玉天恒走在队伍最前面 独孤艳习惯性地依偎在他的身边 紧随两人之后的是十家兄弟 然后是黑豹奥斯罗和风铃鸟御风 走在最后的 则是那位神秘的九仙海棠浑师 叶玲玲 和黄斗战队的装束各异相比 史莱克七怪这边就显得整齐很多了 同样的黑色金装 同样的绿色面具 虽然高矮不一 但一看就是一个严整的团体 这些衣服是大师特意为他们定做的 只有斗魂石才会穿上 一个是为了更好地隐藏他们的真实情况 另外也是让他们更有团队的感觉 衣服可以俯改身体 面具可以掩盖容貌 但是眼睛就是怎么都掩盖不了的 当双方队员刚已出场 走在史莱克七怪最前面的戴幕白 与黄斗战队队长 玉天恒的目光 在空中狠狠地碰撞了一下 两个人的眼神都出现了片刻的凝固 整个斗魂场上 似都响起一片龙吟虎啸之声 玉天恒心中凛然 戴幕白那双邪谋对视过来 他立刻感到一股强烈的压力扑面而至 他立刻就明白过来 这个只比自己低上一级的对手 绝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冷冷相对 双方眼中同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斗魂尚未开始 双方的气势也在彼此碰撞 双方参加团战斗魂的魂师请注意 现在开始 你们有一分钟召唤出自己武魂的时间 当我宣布开始时 方可攻击 直到一方认输 拳倒 或者跌下斗魂台为止 漂浮在半空的兜兜 以便拍打着自己那对雪白的歌艺 以便用他那温柔柔美的声音 向双方队员说着 那柔美的声音 停在观战的大斗魂场 贵宾观众耳中 是一种享受 而停在 史莱克七怪和黄斗战队 队员们耳中 却代表着 战斗即将开始 在两支斗魂战队出现时的通道口 各自站着两方的领队 在队员们彼此相对的时候 他们自然也是看到对方了 史莱克七怪这边的领队 是大师弗兰德和赵乌吉三人 他们没有贵宾资格 自然也只能在这边观战 而另一边 黄斗战队的领队 则正是那位秦老师 弗兰德一眼就看到了 对面白米开外的秦明 脸色骤然一变 紧接着逐渐放松下来 原本紧张的情绪 似乎舒缓了不少 看来 这次我不需要再担心了 武吉 你看看对面那是谁 赵武吉也看到秦明了 眼睛顿时瞪大 怎么会是他 大师疑惑地看着两人 你们认识对方的领队 怎么回事 弗兰德 嘿嘿一笑 保密 等到这场斗魂结束后再说吧 忠心斗魂台上 几乎同时 双方一共十四个人 全部释放出自己的魂力 使四股强烈的战役 冲天而起 惊得空中白鸽魂石兜兜 赶紧再次提升自己空中的高度 比下面这些人更强的斗魂团队 他也不是没见过 但是像眼前这样 双方都有如此强烈的战役 却还是极为少见的 在兜兜眼中 下面这十四个人 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强 作为现场主持人和解说 他现在已经不知道 该用什么样的语言 来解说这场比赛了 他知道 马上一场针尖对脉盲的斗魂 即将开始 一声唬吼 从戴木白口中发出 心昂的有些灼热的气息 从他体内喷波而出 伴随着骨骼 宛如暴斗般的琵琶声 全身肌肉瞬间膨胀 立场从呼掌弹出 虽然戴着面具 但是他那锋利如刀的目光 充满了狂野的气息 在戴木白的带领之下 史莱克七块 所有人都释放出自己的武魂 奥斯卡的三种香肠 在战前就已经分给大家 和宁荣荣依旧站在 队伍的最后方 小五和朱竹青 分别在戴木白左右两旁 唐三站在三人的背后 马洪俊 比宁荣荣和奥斯卡 所处位置略微靠前 紫红色火焰 不断在掌心处跳动着 蓝紫色的蓝银草 从唐三身体周围 悄然游出 随着魂力的上升 进入魂尊境界之后 它能释放出的蓝银草数量 比之前更多 掌心处蓝光不断闪动 蓝银草就像 无穷无尽一般释放着 占据着几方一边的地面 同时有六根蓝银草 悄然升起 闪绕在史莱克七怪 另外六人的腰颈 在蓝银草的作用之下 七人顿时形成一个 以唐三为中心的整体 史莱克七怪这边 释放了自己的武魂 对方自然也不会牵着 黄斗战队的阵型 和史莱克七怪这边 是截然不同的 站在最前面的 并不是他们的队长 蓝铁霸王龙魂师御天恒 而是两位玄武龟魂师 史莱克兄弟 两人一左一右 在兜兜宣布斗魂开始之时 同时抱贺了一声 土黄色的光芒 从脚下升起 他们身上发出的声音 甚至比戴木白骨骼暴动声 还要剧烈 在释放武魂之前 史莱克兄弟 已经先甩掉自己的上衣 露出花钢炎一般的 监视肌肉 伴随着武魂的释放 两人肩膀缓缓前探 整个后背办公 所有魂力凝聚成 土黄色光芒 都朝他们的背后凝聚而去 竟形成一个巨大的 暗黄色龟甲 龟甲上的纹路 是浅黄色的 史莱克兄弟全身骨骼 似乎伴随着 龟甲的出现 而发生了一些改变 不只是背后出现龟甲 身前也同样出现 而他们的四肢也随着龟甲出现 变得缩短了一些 在龟甲中的腹部正中 有着一个巨大的符号 闪烁淡淡蓝光 两黄一子 三个魂环 由下而上 盘绕在他们身体周围 因为他们武魂产生出龟甲之后 令身体膨胀不少 魂环 盘绕在身上 似乎也有些变形 戴木白身上产生出的强烈气势 在史莱兄弟释放出自己武魂之后 竟然从正面被强行挡住 根本无法对他们身后的 其他黄斗战队队员产生压迫力 从史莱兄弟之间的缝隙处 正好能够看到 玉天恒 作为顶级兽武魂之一的 蓝点霸王龙 在刚一开始 就点燃了所有贵宾观众的情绪 一团夺目的蓝光 从玉天恒眉心处凝聚亮起 紧接着蓝光瞬间扩散 从他眉心处降入全身 一条条蓝紫色积片 像小蛇一般爆发出来 围绕他的身体周围游走 表面上看 玉天恒的变化并不是很大 除了额头处 多了一个蓝色闪电表着之外 整个身体只有一处 因为五魂附地而出现变化 但是仅仅是这一处变化 却被在场所有受魂式的变化 更为彻底 出现变化是他的右臂 原本右边的衣袖 因为右臂的膨胀 而全部爆裂化为灰烬 手臂的长度增加半尺余 整条手臂极其粗达 附满了蓝紫色鳞片 手变成了爪子 风改着同样的连接 手上每一个骨节都变得极为粗大 围绕在他身上的盘旋的蓝紫色舌垫 不断地在手臂上凝聚 或是流窜着 两黄一子三个昏缓 并不像其他浑身那样盘旋在身上 而是盘旋在他那条变异的手臂之上 斗罗大陆第152章 唐三的目光越过戴墓白 仔细盯视着玉天恒身上的变化 大师曾经详细地给他讲解过 蓝点霸王龙这个顶级武魂 蓝点霸王龙和其他武魂都有一些不同之处 首先作为一名蓝点霸王龙魂师 所能获得的魂魂必须是亚种龙的魂兽才行 类似于奥斯卡获得魂魂凤尾机冠蛇那一类的 蓝点霸王龙魂师从30级开始 每得到一个魂魂 在使用五魂师身上就会多出一出类似于龙 像现在玉天恒的右臂 就是他第一肢体的变化 等到70级 蓝点霸王龙魂师就能真的化身为龙 爆发出极其恐怖的力量 被誉为同等级中最恐怖的强空系魂师 简单来说 如果玉天恒与赵无极同为70级 那么赵无极的五魂本体 大力金刚熊化身 绝不是蓝点霸王龙化身的对手 试问 熊和龙又怎么会是一个级别呢 因此 玉天恒现在的右臂 已经完全不属于人类的范畴 那是一只龙臂 上面附着龙鳞 右手也变成龙爪 玉天恒背后是一片碧绿之色 红发绿眸的独孤燕 此时的身体似乎变得极为柔软 轻轻晃动着上身 紧贴在玉天恒的背后 一双绿眸变得格外的锐利 冰冷的气息 却没有丝毫属属于人类的情绪 没心处多了一块菱形绿色鳞片 此夕看时 是莱克七怪众人都不禁吃了一惊 此时的独孤燕 竟是没有了双腿 不 应该说是双腿融合在一起 变成一条粗大的蛇尾 依靠蛇尾支撑身体 难怪它会来回的摆动 黑豹魂是奥斯罗的变化不大 它本就通体黑衣 此时头发都变成黑色的 秀美如女人般的面庞 显得有些苍白 而它的瞳孔 却已经变成两条竖线 全身都充满叙事待发的威胁 同样是两黄一子三个魂缓 这种最佳魂缓配置 在整个黄斗战队来说 似乎是如同家常便饭一般容易 在所有黄斗战队之中 五魂附体之后变化最大的 恐怕就属风铃鸟魂狮御风了 一对中等大小的翅膀 从它背后伸展开来 与空中那白鸽魂狮兜兜不同 它的翅膀是棕黄色的 翅膀上的鳞毛看上去 没有丝毫的柔软感觉 却更多了坚实的质感 御风的这双翅膀 并不是凭空长出来的 而是他的双臂所花的 此时双翅拍打 已经飞入半空之中 军高临下注视史莱克七怪 行动的同时 还不忘看着上面的美女兜兜 甚至还朝兜兜那双长腿 吹了一声口哨 显然他根本就没把对手 史莱克七怪放在心上 由于前排队员密集 此时从史莱克七怪的角度 是看不到对方那名辅助系魂师 九星海棠也灵灵的 宣布两黄翼子最佳魂魂配置 带来的压力是无与伦比的 不论在武魂质量上 还是魂魂配置上 这一次史莱克七怪 已经处在全面的下方 而这两样却是他们在面对其他 斗魂团队时优势的地方 这一战虽然尚未开始 史莱克七怪隐藏在面具下的面旁 就已经极为凝重了 对于他们来说 这必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苦战 这时候空中漂浮的兜兜 被武魂附体之后 一脸轻松的御风 看得翘脸有些发烧 但他的职业素养还是在的 两个极为简单 却又成为点燃炸药引线的字 从他的樱桃小口中拓出 开始 杨天一声呼吼 戴木白用行动提振几方的气势 率先朝对方扑了上去 施展白虎护身杖的他 全身笼罩在一层金光之中 再加上他那一往无前的气势 看起来极为惊人 十家兄弟两人脸色 就像他们身上龟甲一般 从始至终都没有任何变化 眼看着戴木白悍然前冲 两人丝毫不惧 身体同时向中间靠拢 从正面挡住戴木白前进的去了 身上第一魂魂亮了起来 一股沉宁的气息 从两位玄武龟魂师身上释放而出 弥漫在身上的黄色光芒 再配上他们那一身厚重的龟甲 显然已经做好了迎接戴木白冲击的转 戴木白左脚重重在地面一探 整个人以腾空而起 利爪上利刃弹出 两手左右分抓 直奔十家兄弟脑袋而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 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 力量与速度30%增幅 正好落在他的身上 顿时使戴木白的出手速度和利爪 所带出的力量再次增加 这虽然只是看上去很普通的变化 但力量与速度的同时增加 却很容易令对手在防御上吃大亏 史莱克奇怪 经过这段时间的磨合 配合起来已经完全不需要语言了 以戴木白的魂力和胡爪的锋锐 别说是人头 就算是坚硬的岩石 要被抓破的 但是 十家兄弟使用一个简单又诡异的动作 就画起了戴木白的攻击 石墨石墨两兄弟在胡爪笼罩之下 头突然收缩 竟然一下子锁进胸腔之内 更准确的说是缩进他们身上 那无比坚硬的硅甲之内 戴木白一对胡爪 自然也就只能抓在那坚硬的硅甲之上 铿枪之声 响彻全场 戴木白的胡爪 抓在十家兄弟硅甲上 竟见起一片的火星 戴木白此时身体腾空在空中 双臂竟被震得高高抬起 尽管有白虎护身杖化解不少的重力 但还是被硅甲上附带的强烈反振力量 震得胡爪一阵麻痹 作为最强防御武魂之一的玄武龟 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攻破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蓝色身影已经出现在戴木白的面前 粗壮的龙臂 在中心斗魂场灯光照耀之下 闪烁绚丽的蓝色光彩 人未知 蓝色雷电已经在半空凝结成爪形 直奔戴木白空门打开的胸膛排了过来 这所有一切就像早就计算好了似的 在戴木白发力前冲的同时 黄斗战队的队长蓝电霸王龙魂师 玉天恒也已经发起了冲锋 但那时候正好是两名玄武龟魂师 身体靠拢的一刻 将玉天恒的行动完全遮挡在背后 是这边的史莱赫奇怪无法看到 而就在戴木白攻击魏国空门大陆的一刻 玉天恒腾空而起 身上第一魂魂暴闪起来 凝聚出的雷霆龙爪已经拍了出来 是属于黄斗战队的配合 闪电的速度是何等快捷 戴木白几乎是在看到那蓝色身影的同时 蓝紫色的电爪已经到了自己胸前了 就算此时戴木白能够收回被震起的双臂 也只能用手臂去硬挡对方这一击 立刻就会落于下风 作为攻击最强的蓝点霸王龙魂师 玉天恒只要跟上追击 再配合几方队友 胜负的天平直接将倾倒 可就在这时候 戴木白突然消失了 就在玉天恒眼前凭空消失 以玉天恒的沉稳 腾身在空中的他 不禁就愣了一下 戴木白自然是不会瞬移的 但是不要忘了 他腰上还缠绕着一根 属于唐三的蓝银草 斗罗大路第153章 戴木白腾起的空中 向两名玄武龟魂式发动攻击 而唐三却站在地面上的 他是所有蓝银草的核心 此时戴木白正是被他缠绕在腰间的蓝银草 轻轻引拉 已经重回地面 那几雷电龙爪几乎贴着戴木白头顶上方 掠过去的 玉天恒发出的雷电龙爪 足足在空中掠过20米才消散 所过之处 空气剧烈扭曲 爆发着令人心悸的琵琶声 战斗也在这琵琶声中点燃 戴木白落地之后没有丝毫停留 以唐三为中心 演化着史莱克七怪 七位一体核心战术 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应用于实战了 就是要将七个人力量合而为一 缩小与对方的实力差距 戴木白脚一探 一腿横扫而出 直奔面前十家兄弟双腿扫去 小五和中猪青也在这时候同时扑了出去 分别朝着两侧绕过十家兄弟 奔向黄斗战队的后方 十家兄弟的龟甲轰然落地 双腿在剑步绒发之际缩入龟甲之中 眼看着戴木白这一脚 就要扫在龟甲之上 缠绕在他腰间的蓝阴草再次发力 让他往后扯了一米 拎着一腿扫在空处 如果唐三只有蓝阴草五魂 他不可能将每一根蓝阴草都控制得如臂食指 毕竟扯动需要力量 想要控制的恰到好处是绝不容易的 但是他还有着唐门的控鹤秦龙之功 凭借着这特殊的功法 他就完全可以做到对场面上的控制 之前戴木白狐爪 积在龟甲上那一幕唐三看得清楚 他明白这两位玄武灰魂式的防御力 绝不是现阶段他们这边任何人的魂迹 所能攻破的 一旦戴木白这一腿扫在龟甲上 恐怕未伤敌就先伤到自己 而作为唯一和对方魂力接近的主力 戴木白是绝不能轻易地受损的 横起在空中的玉天恒 眼看自己雷电龙爪击空 短暂待着之后 他一脚踏在身前玄武龟魂式龟甲之上 身体骤然加速直奔戴木白背后的唐三冲了过来 蓝点霸王龙之臂再次挥动 又是一击雷点龙爪 只不过这次目标却换成唐三 身为黄斗战队的队长 玉天恒已经看出 对方战队中最重要的人物 并不是实力最强的戴木白 而是那用蓝银草缠绕在每一位队员身上的 控制戏魂师牵手修炉 只要能够击破这一点 那么对方的阵型就将不攻自破 当玉天恒的雷电龙爪再次出击时 他已经和唐三在战场上面对面 他惊讶地发现 面前这个控制戏魂师的双眼 已经完全变成紫色 脚下步伐微动 整个人看上去都已经变得不真实了似的 就在那奇异的步伐之中 他的上身不动 人已经拼迷到八尺之外 雷电龙爪强横的攻击 却只能红中地面 唐三脚踏鬼影迷走 低魂环光芒大放 无数蓝银草从地面蜂拥而上 缠绕向空中的玉天恒 与此同时 他释放出的缠绕在伙伴腰间的蓝银草 瞬间绷紧 刹那之间 整个战场上都出现了诡异的影 黄斗战队这边 黑豹魂狮奥斯奥森罗 已经迎着朱竹青冲击的身影窜了上去 空中的风铃鸟魂狮也是低魂环大量 带着极尽的呼啸风声 俯冲向小五 他那由手臂所画的双翼前端边缘 变成如同刀刃一般的锋利 正是他的第一魂计 赤刃 而就在黄斗战队这两位 民工系魂狮 眼看就要接近对手的刹那 突然之间 他们的对手毫无征兆地消失了 在消失的一瞬间 小五甚至还面带微笑地 朝风铃鸟魂狮御风摆了摆手 显然这所有的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两道曼妙的身影被甩入空中 不是前冲而是后飞 和他们同样谈起的 还有玄武归魂式面前的 邪魔白虎戴魔白 是来和七怪一方的三名主攻手 同时后退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不好了 中计了 快抽 独孤燕脸色大变 宛如灵蛇的身体急速向前冲去 黄斗战队其他成员也看出不妙了 可是他们的反应终究还是慢了一拍 澎湃的紫红色火焰 从马红郡身上骤然暴起 紧接着伴随他身上两个魂团 同时亮起 一道足如大腿的紫红色火焰 狂喷而出 直奔空中 蓝电霸王龙魂师御天恒 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在唐三算计之中 戴慕白的攻击 只吸引对手的诱饵 已经知道 十家兄弟是玄武归魂师的他们 又怎么会认为 戴慕白能够短时间内解决对手呢 而唐三凭借蓝音草 帮助戴慕白化解玉天恒的攻击 不只是担心戴慕白 在对方攻击下被压制 更为重要的是 让玉天恒注意到自己 玉天恒终究还是上当了 或者说 在他内心深处 对于眼前 这支看上去实力明显弱于几方的队伍 还是有些大意 再加上小五和钟竹青的出击 令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孤军 沈入 脚下疯狂缠绕而上的蓝音草 获在眉睫 正面 带着高热 经过的浴火凤凰增幅的凤凰火线 悍然曝来 背后 邪魔白虎 褶骨魅兔 幽冥灵猫 三大主攻手 封死所有的退路 此时的玉天恒 已经完全处于必杀之举中 团战开始之前 唐三就和伙伴们讨论过他们的对手 无论怎么分析 他们也都明白 对方的实力要比几方强的太多了 如果只是凭借实力硬碰 根本不可能战上对手 想获得这场团战斗魂的胜利 就必须要依靠团队的力量 黄斗战队最强的就是强弓系魂师 拥有蓝点霸王龙武魂的玉天恒 他不但魂力最高 又是黄斗战队队长 毋庸置疑 他的攻击力是整个黄斗战队最锋利的矛 更是黄斗战队的精神领袖 如果能将这根矛先折断 那么这张团战斗魂之间 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差距了 身在空中 玉天恒对唐僧的蓝阴草是必无可避 第一时间被缠绕而上 没有理会缠绕住自己身体的蓝阴草 右臂骤然挥出 又是一剂雷点龙爪 正面轰在马洪郡发出的凤凰火线之上 半空中一阵雷霆暴鸣响 无数紫色火焰四散纷飞 那一刻的绚丽就像是盛开的烟花一般 尽管玉天恒施展的是第一魂技 但是他的魂力要比马洪郡抢太多了 竟然就那么凭借雷电龙爪之力 拍碎了马洪郡凤凰火线的攻击 玉天恒又何尝不知道 此时自己正处于一个极端危机的状态之下 在危险压迫之中 他所有潜力同时爆发 第二第三两个魂魂光芒大胜 此时此刻他根本不可能再有所保留 只要能够冲破对方眼前这个杀局 那么这场团战斗魂的胜利 就属于黄斗战队的 蓝电霸王龙千年魂技雷霆之怒发动 玉天恒身上瞬间爆发起一团极其耀眼的蓝色雷光 反随一声强烈的爆炸之力 缠绕在他身上的蓝音草 竟瞬间化为焦炭四散分散 雷霆之怒 效果 在一定时间内 令蓝电霸王龙处于暴躁状态 雷电之力提升百分之百 魂力提升百分之五十 如果他不主动停止技能 将直到魂力耗尽为止 而每一次发动雷霆之怒 本身就会损耗大量的魂力 对身体产生不小的负荷 如果不是因为陷入危惧之中 玉天恒是绝不会这么轻易的 就释放出自己的第三魂技的 蓝音草本身是不倒电的 但是雷霆之怒所蕴含的能量 实在是太过庞大了 蓝音草无法阻挡住 它那爆炸性的能量 但是也就在雷霆之怒爆发的同时 紫红色火焰已经轰然 轰击在玉天恒的胸前 它的雷电龙爪毕竟只是第一魂技 虽然轰开凤凰火线 但胖子的变异五魂 又起身那么好对付的 凤凰火线源源不绝的优势 完全发挥 趁对手炸开身上蓝音草 缠绕的同时 已经重重地轰击在 玉天恒的身上 玉天恒厉吼了一声 他并没去管凤凰火线的攻击 身体在空中强行扭转 正面朝向背后扑来的带幕白散人 大吼了一声 雷霆万钧 含绕在身体周围的无数蛇电 在同一时间放大 下一刻已经化为无数雷电之势 朝四面八方爆闪而出 这在神域天恒真正的全力一击 在雷霆之怒的百分之百雷电之力提升之下 他第二魂技雷霆万钧爆发出 无与伦比的攻击力 第一时间就将胖子的凤凰火线详性炸开 而大部分的雷霆万钧形成的雷电之势 都朝带幕白 小五 中竹青三人飞了过去 只要能够挡住他们 甚至创伤他们 玉天恒相信 在雷霆之怒状态之下 他足以给对手带来极大的破坏力 而那时候 他根本不需要退去 他的伙伴们也会来到这边战场时上 将对手一击而溃 史莱克七怪能够在索托大斗魂场 获得27战27胜的成绩 尤其是那么轻易就能被击败他们 玉天恒的蓝电霸王龙武魂虽然强横 但是他此时毕竟是孤军深入 只有一个人 朱朱青和小五的身影 悄然隐没 隐没在戴木白的背后 他们身上缠绕的蓝音草 都是以唐三为起点的 在接近唐三的时候 三人显然是重合在一起 而这先后顺序 自然是由唐三对蓝音草的收放来控制的 戴木白正面面对玉天恒 朱朱青和小五在他背后第二第三的位置 而就在玉天恒释放出第三魂记雷霆之怒的同时 戴木白也同时释放出自己的千年魂缓之计 白虎金刚变 五魂白虎附体而变得雄壮的身体再次膨胀 紫身肌肉夸张的隆起 上身衣服被完全撑爆 露出恐怖的筋肉轮廓 最为诡异的是 他的皮肤上都出现一条条黑色横纹 一双胡掌再大一圈 上面弹出的利刃变成亮银色 最为奇特的是 他全身上下都笼罩在一层强烈的金光之中 仿佛刺身镀金一般 血红色双眸流露着视线的光芒 全身上下都带着那种兽中之王的霸气 龙和虎同样是五魂中的强者 就算虎略逊于龙 差距也不过是一线之隔 而戴木白的魂力比起玉天恒 显然也只是略逊一击而已 伴随狂暴的虎吼之声 戴木白斜谋双瞳瞬间合一 一团耀眼的白光 在白虎金刚变的金色光芒包袱下 骤然释放 白光在空中扩散 达到直径两米的程度 宛如流星一般 朝着玉天恒的身前撞去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第154场 同样是强弓系战魂式 同样拥有强力武魂 戴木白和吕天恒之间的魂迹 本就有些类似 当白虎金刚变状态下的白虎猎钢波 遇到雷霆之怒状态下的雷霆万军 会是一副怎样的局面呢 雷石与烈光波在空中轰然碰撞 整个斗魂台都剧烈的颤抖了一下 恐怖的爆炸力化为强烈的冲击波 四散纷飞 兜兜飘迫在高空 俯瞰着下方的战局 刺眼的蓝白色光芒 令他眼前一阵发花 呆呆的自言自语 这 这真的只是魂钻之间的斗魂吗 雷霆万军发动之后 玉天恒的身体已经落到地面 戴木白也同样落了下来 魂力魂迹的全面碰撞 令两人几乎同时后退 玉天恒后退三步 而戴木白却只后退两步 嘴角处都流淌出一丝血丝来 显然在刚才碰撞之中 戴木白占去了上方 并不是说戴木白的实力 就强过玉天恒 而是因为 玉天恒在之前 已经应受胖子火焰攻击 虽然有雷霆之怒 对火焰的抵消作用 但胖子的凤凰火焰 比一般的火焰 不仅更加炽热 同时还有附着作用 此时 玉天恒的胸前 已被烧得一片漆黑 更何况 雷霆万军的攻击力 虽然恐怖 但却是范围性杀伤 而戴木白的攻击 则是单体 在魂力凝聚上 显然是戴木白的 白虎烈光波 占据了上方 尽管如此 玉天恒也只比戴木白 多后退一步 可见蓝殿霸王龙武魂 是多么霸道的一种存在 可惜宁荣荣的 七宝琉璃塔 目前对魂技 还没有任何的增幅作用 增幅的只是力量和速度 否则的话 但是戴木白这一击 就能让对手吃大亏 戴木白表面 虽然受到冲击少了一些 但实际上 他此时身体已经完全麻痹了 白虎护身杖和白虎金刚罩 也没能将雷霆万军中附带的 雷电之力完全抵消 可是向对手发动攻击的 并不是戴木白一个人 而是史莱克七怪全体 戴木白的攻击结束 也将正面雷霆万军全面化解 也就在这个时候 灵动的身影悄然闪现 从他背后闪了出 游鸣突刺 将朱珠卿的速度提升到极限 身体甚至在空中带起一连串的残影 身上两个魂环同时爆闪 玉电横身体还未站稳 朱珠卿就已经冲到他的面前 幽命灵毛第二魂环迹 幽命白爪发动 无数爪影勾置成一片恐怖的利刃之王 玉电横体内此时气血翻有未定 又在之前雷霆万军下 释放出太多雷电之力 此时正处在就力刚进 心力未生的究竟 关键时刻 玉电横展现出出色的心理素质 丝毫没有因为对手的攻击而慌张 蓝电霸王龙之臂 横挡竖接 尽可能化解朱珠卿的攻击 但是朱珠卿的攻击速度实在太快了 七宝琉璃塔的速度和力量附加 在他的幽命白爪攻击中完全展现出来 蓝电星火不断地从玉电横龙臂上爆发 同时溅起的还有片片血光 玉电横能够防住的只有自己身上的要害部分 而他的另外一条手臂 肩膀 双腿上都在幽命白爪的攻击下 付出了不小的台价 要知道 朱珠卿的主要能力就体现在速度和攻击力上 他所发动的攻击都带有穿刺效果 看上去并不是很深的伤口 魂力却已经渗透而入 疯狂地破坏着玉天横体内的筋脉 雷霆之怒终于帮助玉天横缓过一口气来 强烈的雷霆之力再次爆发 但朱珠卿的身体却在雷电临身前刹那横移树 刚好躲开玉天横的反击 毫无疑问的 又是唐三的蓝音草控制了战斗的节奏 紧随着朱珠卿的横移 胸长的胶躯出现在玉天横的面前 正是小五 剧烈疼痛从四肢百害中传来 背后一热 显然那炙热的凤凰火线又已经攻到背后 而面前敌人却又出现一个 玉天横知道 再这样被动下去 不等几方援军赶到 自己就要挂在这里了 强提魂力 玉天横口中发出一声怒吼 迎着小五扑上来的郊躯 就是一击雷电龙转 在雷霆之怒的附加之下 雷电龙爪的范围和强度都增加了一倍有余 以小五此时前冲的速度 显然是无法去闪避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 史莱克七怪战队的战斗力才完全爆发出来 迎着雷电龙爪冲锋的小五 丝毫没有停顿的意思 雷电的刺激 已经令他的身体略微有些静挛 紫色的第三魂魂 一条长长的蝎子辫 迎面缠绕上他的脖子 小五腾身跃起 双手接住辫子的拉力 勾住郁天横的龙臂 强忍着上面腹带的雷电之力 双腿同时蹬在郁天横小腹的部位 熔骨魅兔 第一魂环技 腰弓发动 郁天横弱大的身体 在无法抵御的距离作用之下 骤然被甩了起来 尽管他的魂力高出小五八级 尽管雷霆之怒 令他的魂力增幅50% 但此时 他的身体状态已经跌到底骨 再加上小五的力量 有七宝琉璃塔30%的附加 令他对小五的柔记 根本没有阻挡的可能 当郁天横的身体 从戴姆白面前掠过的时候 戴姆白一双胡掌 同时拍向他的肋下 不得不说 尽管此时 郁天横已经受到极大的创伤 可他的林迪经验是极为丰富 勉强用龙臂挡住胸腹之间 凭借着坚实的手臂 应受了戴姆白一击攻击 骨骼碎裂声音清晰传来 这两掌可是有着30%力量加成的 又是戴姆白从麻痹中恢复过来之后 蓄力的一击 哪怕是郁天横的龙臂防御力相当出色 也只有骨折的下场 整个人在戴姆白的帮助之下 更加快速地朝着黄斗战队一方 飞了过去 从郁天横越过玄武龟魂石发动攻击 道士莱克轻快完成合围 再到重创郁天横 全部经过也只是极为短暂的树心事件而已 轰的一声 郁天横的身体重重撞击在两名玄武龟魂石的龟甲上 才停了下来 全身伤口鲜血激设 嘴里也是鲜血狂奔 在一连串攻击之下 他已经身受重创了 就连雷霆之怒都险些被史莱克轻怪一方震散 这还是史莱克轻怪并不想随便杀人 手下有所留情的结果 否则如果唐三再加上一次攻击的话 此时的郁天横 恐怕已经不是吐血那么简单了 混蛋 我要杀了你们 郁天横的重伤 无疑彻底激怒了黄斗战队 尤其是副队长独孤燕 作为郁天横的红颜之计 眼看着自己的男人被对方围攻中创 而自己来不及救援 这种感觉是何等痛苦 此时此刻 他已经完全忘记了齐鸣的交代 尖笑声中 身上第三魂魂骤然大量 原本碧绿的双毛完全变成紫色 连首尾上的碧绿鳞片都覆盖上一层淡紫色光芒 张开嘴 一口浓郁的植物喷涂而出 在空中迅速扩散 朝史莱克奇怪的方向激荡而去 唐三大喝了一声 都回来 小冲上去跟进攻击的戴姆白朱竹青和小五 扯到自己身后 此时称了他站在史莱克奇怪最前方 而对手的风铃鸟浑狮和黑豹浑狮 想利用速度发动攻击的 眼看紫物喷吐 却慌忙停住 从两侧撤回奔放 显然 他们对于独孤燕喷吐的紫物 也是极为忌惮 唐三脸色凝重注视着 那逐渐飘来的紫物 四身紫物像屏障一般 将双方隔绝开来 并且朝着史莱克奇怪一方 缓缓地迫近 除了飞起或者是退下斗魂台 否则他们必将被紫物所落罩 独物未到 已经传出一股刺鼻的兴起 闻着令人作呕 头脑发昏 史莱克奇怪毫不犹豫 试下一根奥斯卡的小蜡肠 而奥斯卡自己 则飞快地制作解毒小蜡肠 以备不时之需 双手按在自己腰间的 二十四桥明月夜之上 唐三略微思索便可 淡然说 不过是 碧零五毒中的 碧零蛇而已 看我破你的舌头 唐三双手抬起 各自多了一个很大的水囊 每一个水囊足足装了十斤清水 一般来说是长途旅行时才会使用的 唐三双手用了一甩将两个皮囊甩向空中 同时大喝了一声 老代 排虎烈光波 胖子 凤凰火线 发动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继继续收听 由自今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 第155章 史莱克七怪合作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马洪俊和戴姆白心领神会 此时戴姆白仍旧处于白虎金刚变状态之中 毫不犹豫的就是一口白虎烈光波喷吐而出 直奔唐三抛出的水囊而去 胖子的凤凰火线紧随其后 两个水囊在白虎烈光波面前 毫无疑问的瞬间破碎 里面的水在强烈魂力冲击下 化为大蓬水雾四散飞扬 而就在这时候 胖子的凤凰火线已致了 刹那之间 原本的水雾竟完全变成火雾 带着一股特殊的香气弥漫全场 并将紫色雾气全部笼罩在内 凝实的紫雾 在这爆起的火焰面前 竟然同时燃烧起来 发出一连串的扑扑之声 瞬间消失了 空中在灯光的照射下 只有那两个破碎的水囊残片 栩栩落下 双方战队之间的屏障 却已经完全消失了 不 这不可能 你怎么能破得了我的鼻林子毒 独孤雁呆呆注视着对面的唐三 眼中充满了不敢置信的神色 不止是他 黄斗战队一方 每一位成员都有些呆住了 对于独孤雁的鼻林蛇毒 他们再清楚不过 哪怕是强如玉天恒 也绝不敢轻易沾染 这第三魂祭 更是独孤雁的制毒攻击 毒素作用极快 只要稍微沾染一点子物 一时三刻之间 就会化身为浓水死亡 远在入口通道的秦明 看到此物出现时 本就心中大急 想出宴阻止 可还没等他开口 独孤雁的此物 就已经被化解了 却让他怎么也想不到的 唐三淡然说道 独零蛇毒 不过雕虫小技而已 如果是独零五毒旗帜 说不定我还会注意一些 但你的碧林蛇毒 还不到火候 毒本身是唐门赖以成名 真正让人恐惧的东西 在唐三面前玩毒 就像是关公面前 耍大刀一样 唐三破解方法 其实很简单 那两个水囊之中 装的并不是水 而是度数极高的烈酒 而且在烈酒之中 还有熊黄粉的存在 稀有能够帮助熊黄挥发 一般来说 在进入一些 蛇虫较多的地方时 都要喝上一些 以预防蛇虫鼠蚁的叮咬 唐三将水囊抛出 利用带木白的白虎烈光波 帮助烈酒 在空中扩散成酒物 再用胖子的凤凰火焰来点燃 顿时将那蛇毒烧得一干二净 碧林蛇毒虽然是剧毒 但是在无情的火焰面前 也是无法丢存 早在唐三知道 东姑燕的五魂是碧林蛇的时候 他就已经做好了 对付他的准备 当然 这熊黄酒 是他一直待在身上的 而是四小明月夜空间那么大 不用 岂不是浪费了 其实 唐三表面虽然冷静 但心中也是暗自吃惊 东姑燕的碧林蛇毒 比他想象中还要霸道 而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他还一直没有时间去寻找足够的毒物和药物 来配置唐门毒药和解药 此时他已经在心中暗下决心 等这次历练结束之后 一定要早日配出解药和毒药 那时候他才能将唐门的实力真正的发挥出来 正在这时候 一个清冷的声音突然从黄斗战队背后传了过来 你们还在等什么 一点小小的挫折就令你们惧怕对手了吗 紧接着 伴随一股淡淡的香气 一道白色光芒从天而降 那白光看上去极为奇特 竟是花瓣形状 栩栩飘落 直接落在玉天恒的身上 轻飘飘地融入他的体内 玉天恒倒在毒孤艳怀中的身体一阵颤抖 露露在外的伤口竟然奇迹般地飞锁愈合着 整个人的脸色看上去也已经变好了很多 他竟然直接站起身来 力声说道 玲玲说得对 我们还在等什么 动手 雷电之光再现 刚才还被史莱克七怪痛殴到重伤的他 竟然率先冲了出来 电手围绕全身激荡 连那骨折的龙臂竟然也重新抬了起来 没错 那片宛如花瓣一般的白色光芒 正是从黄斗战队中唯一的辅助系魂师 叶玲玲手上飘出来的 此时黄斗战队队形已经不像开始那么整齐 史莱克七怪也终于能够看到 叶玲玲的武魂九星海棠了 拖在叶玲玲双手之中 那是一朵粉红色的海棠花 由白色和粉色花瓣组成 海棠花色艳丽 花姿优美 华叶和芝曼从叶玲玲手掌两旁滑落 柔满迎风垂迎鸟鸟鸟 如绣发遮面的淑女 默默深情 风姿连人 此时的她身上紫光刚刚收敛 显然之前那白色的花瓣状光芒正是她的千年魂环击 眼看玉天恒 恍若无视一半再次冲了上来 史莱克七怪一遍 大家脸色不禁同时变了遍 要知道 刚才他们对玉天恒的攻击 可以说是预谋已求 也是拉近与对手之间差距的办法 毕竟对方强大的并不只是玉天恒一个人 如果能让玉天恒先失去战斗力 在少亿人情况之下 几方自然将会大有机会 可此时玉天恒再度冲来 代表的不只是黄斗战队 仍旧拥有完整的战力 更对是莱克七怪士气打击的事 对方就些海棠浑尸 随时可以治疗伤者 这场战斗还如何进行下去 此时大家才真正明白 宁荣荣为什么对九仙海棠 推崇被制的原因 这特殊的负重系武魂 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 有了先前教训 黄斗战队 显然不会再像之前那么大意了 两名玄武归魂师 紧跟在玉天恒背后 风铃鸟魂师玉峰 直接扑向 史莱克七怪最后方的 七宝琉璃宁荣荣 黑豹魂师 奥斯罗从侧翼冲向朱竹青 而独孤燕口吐绿武毒气 悄然释放 从周围笼罩全场 此时 黄斗战队的队员们 每个人都往自己嘴里 塞了一点什么 在绿武中丝毫不受影响 真正的团战 此时才完全展开 而在唐三控制下 好不容易建立的大好局面 却已荡然无存 不能慌张 这是唐三 首先意识到的问题 戴木白低吼了一声 正面影响玉天恒 他的白虎金刚变 是有时间限制的 此时更不能耽搁 而玉天恒的雷霆之怒 似乎也没有收回 这龙虎两大魂师 再次碰撞在一起 朱竹青身影闪烁 战上黑豹魂师奥斯罗 他的攻击和魂力不如对手 但是速度要快上不少 意识之间 也不至于落入太大的下方 当然 只是必须建立在 宁戎中 七宝琉璃塔辅助的情况之下 否则 差了一个魂环 他绝不是黑豹魂师的对手 此时 唐三身边只剩一个小五 背后的胖子 正在用凤凰火线 与对方的风铃鸟魂师 不断纠缠着 阻止他对宁戎融融和奥斯卡 发动攻击 根本帮不上忙 而此时 唐三和小五所要面对的 却不只是迎面而来的 绿色雾气 还有两名玄武龟魂师 和随时都会伸展技能的 地鳞蛇魂师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禁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第156章 在这场团战斗魂之前 唐三获得的可不只是 团战的27战连胜成绩 同时 他和小五以30级出头的成绩 在30级当中 二对二斗魂中 同样获得27战全胜 或许有的斗魂存在侥幸 但又怎么可能 27战下来都是侥幸呢 单论配合 在一起已经有近7年时间的二人 不疑是史莱克七贵中 最为熟悉的 所以 尽管他们面对的是三名强大的 最佳魂魂配置 强达35级以上的对手 却没有任何的恐惧 尤其是对方战队的灵魂 控制洗魂师 独无厌的信心 已经因为之前第三魂魂剂 被化解而出现裂痕 玄武龟魂是十家兄弟的头和双腿 已经从龟甲中探了出来 两人同时发出一声低沉的怒吼 身上第二魂魂 骤然亮起 身上的龟甲边缘亮起一圈 并不强烈的火猛 火盾 兄弟二人既有默契的叮吼了一声 胸前和背后的龟甲竟然奇异的分离 分别在他们双手之中 变成两面直进一米的巨大龟甲盾牌 而失去了龟甲的他们 和之前使用五魂签的本体相比 不但矮小许多 而且壮硕的体魄也变得瘦弱了 似乎那龟甲是由他们的骨骼和精血 所划一般 奇异之处令人叹为观止 一直以来 黄斗战队最引人注意的始终是 蓝天霸王龙魂师队长郁天恒 但实际上 在黄斗战队中论战斗力 石家兄弟并不比郁天恒逊色多少 无论是玄武龟武魂 戴木白的白虎武魂 还是 云天恒的蓝天霸王龙武魂 都在丁金武魂之力 低调的石家兄弟 绝对比大部分想象中还要强大 只是一般的战斗中 根本不需要他们发挥出 自己强势的一面 而此时 云天恒之前受到的重创 显然也令他们沉稳的兄弟 动了震怒了 此时两人身上的前两个魂魂 同时善良着 目光灼灼的 盯视着正是唐三 兄弟二人对慎一眼 口中同时大喝一声 各自掌控中的两面 巨大龟甲盾 竟然抛飞而出过 直奔唐三和小母而来 龟甲盾在空中旋转呼啸 但是那乌与伦比的气势 就足以令人心惊 最为奇特的是 在每一面龟甲盾的后方 都带着一道蓝色的魂力 与世家兄弟双手相 龟甲盾锋利的边缘 不断前进的过程中 割裂空气 带着令人惊心动魄的 力笑而至 绿色的雾气 已经弥漫全场 淡淡心田气气扑鼻而入 尽管已经吃下了 奥斯卡的小腊肠 但是来和七怪一方的 七人中除了唐三以外 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大脑一阵发晕 幸好小腊肠的抗毒功能不错 在坚持着不漏败效 此时相对轻松一点的 反而是面对对方最强者的戴木白 再次和玉天恒交手 戴木白立即意识到 对手的状态并非恢复到最佳 那奇异的花瓣白光 虽然帮助玉天恒 治愈了身体的创伤 但他之前释放过的魂力 却并为恢复 要知道 他先前在史莱赫七怪的围攻之下 魂力大幅度消耗 比戴木白不知道大了多少 皮肉伤恢复得快 但作为玉天恒最强的 蓝点霸王龙之臂 在骨折之后 虽然已经勉强愈合了 但他依旧不敢过度用力 此时只能凭借 自己雷电能力 与戴木白周旋 在魂力已经低于 被七宝琉璃塔 附加的戴木白情况之下 玉天恒冷静地选择油斗 尽量发挥雷电的麻痹效果 不和戴木白硬贫 戴木白想要抓住机会 学生也无法做到 能够成为控制系魂师 碧琳蛇独孤艳 以毒控场的能力 是非同小刻的 要不是唐三利用自己 对各种剧毒的熟悉 凭借雄黄烈酒 化解他最强的第三魂技 以灵子毒 恐怕此时 史莱克七怪 已经全部倒了 而朱如钦和马洪俊的情况 就不那么乐观了 两人面对的对手 都是比自己高出七八级魂力 尽管七宝琉璃塔的效果 能够令他们缩小 与对方的魂力差距 但是那相差的一个魂环 却怎么也无法弥补 多一个魂环 并不只是多一项魂技那么简单 魂环在吸收时 附带的各种的属性提升 是魂力所无法弥补的 就像进入三世纪境界之后的唐三 在力量控制上 就有全方位的提高 马洪俊的五魂 凤凰 虽然也是飞翔类的 但此时他还不能飞 只能凭借凤凰火线 与对手消耗 但是那风铃鸟魂 是御风的攻击 却极为刁钻 一堆翅膀像利刃一般 随时做出俯虫动作 只要马洪俊攻击 稍微慢一点 就有可能被他一击命中 更令马洪俊运门的是 御风的能力是风 虽然他不敢让凤凰火焰灼烧上 但是凭借翅膀煽动的风力 却往往能够化解 凤凰火线的攻击 为了能够不让对方靠近 马洪俊不得不始终开启 自己的御火防凰技能 总而是凤凰火线攻击力 保持在最佳状态 这样做 虽然能够暂时遏制住对手 但是他自身的魂力 也是在大幅度消耗 要不是奥斯卡 是不是给他吃下一个大香肠 恐怕现在已经坚持不住了 朱竹青的情况 要比马洪俊还要不堪 马洪俊还有奥斯卡支持 他却只能凭借自己的势力 黑豹五魂师奥森罗的速度 在正常情况之下 要比朱竹青更快 黑豹五魂本身就是 明宫系魂师中最为出色的存在 朱竹青在七宝流离塔的速度增加下 也无法将两人之间的差距完全弥补 只能不断地与对方游斗 奥斯罗的攻击越来越猛烈 随着魂力的消耗 朱竹青已经渐渐地要坚持不住了 戴木白大喝了一声 朱竹青 靠近我这边 朱竹青心领神会 身心一闪 已经来到戴木白的身旁 宇天恒给戴木白的压力不足 凭借白虎金刚变 戴木白强行逼退奥斯罗 与朱竹青一起 面对奥斯罗与宇天恒 形成二对二的局面 这样一来 朱竹青的危机 虽然暂时化解了 但是 宇天恒有了奥斯罗的帮助 也有了喘息的机会 四面巨大的硅甲 破空而至 旋转的硅甲 从四个不同方位 朝唐三攻击过来 小五 唐三做出一个简单手势 小五飘身而起 一个藤月已经跳到 唐三身前上方 唐三双掌在小五脚小用力一拖 金龙禁迸发了 将小五的身体 像炮弹一般送了出去 玄武魂师最大的防御凭借 是硅甲 此时硅甲出手 他们自身的防御力 自然会大幅度下降 唐三不是没想过 让小五去攻击 对方的控制性魂师 避临舍毒孤燕 但那毕竟太危险了 毒孤燕身上的毒素 唐三是没把我能够解除的 但是 小五离开了这边 此时的唐三 就要以毅然之力 面对两个魂力 比自己高伤六级的 对手的攻击 他能够抵挡的住 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 自信的微笑 他不只是控制性魂师 同时也是唐门弟子 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武技 才是他真正的底牌 脚踏鬼影迷踪 唐三在抛出小五之后 不退反进 迎着四面飞来的 龟甲盾牌冲了上去 玄天宫内进澎湃 双掌已经完全变成 淫润的玉色 四面龟甲盾 看似封死唐三所有去路 可不是怎么回事 在鬼影迷踪一圈环绕之下 就让他避开了正面的锋锐 紧接着 唐三双掌同时拍上 最左侧一面盾牌 身形再闪 又是两掌牌中另外一面 红河金龙进发了 借离达利 妙道颠嚎的 将那附带着 强横魂力的龟甲盾 引道的飞了出去 眼看着 四面盾牌就要撞到一起了 两声闷哼 同时自石家兄弟口中发出 连接在龟甲盾 后方的魂力光芒 骤然收紧 四面盾牌 强行改变了方向 这一次轮到唐三脸上变色了 他并不是因为担心 贾顿会伤到自己 有着鬼影迷踪 他根本不需担心 自己被这种笨重的武器迷走 他之所以担心和吃惊 是因为 龟甲盾目标变了 不再是他 而是他身上释放出的蓝阴草 四尔的割裂声密集响起 唐三身上释放出的蓝阴草 在四面强横的龟甲盾急速旋转之中 竟被宗族割裂一半制度 尤其是那几根 连接在其他史莱克 切怪队员身上的蓝阴草 更是被全部割断 一下子就破开了 他们其为一体的阵型 唐三心中意冷 他此事已经明白过来 这两名看上去沉稳的玄武归魂师 绝不像表面看上去 那么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他们真正的目标 固然是要攻击自己 可是更重要的是 先破坏几方的联手知识 此时 小五已经成功翻阅 四面盾牌覆盖的范围 眼看着 两名玄武归魂师 已经尽在之尺 小五小心 一丝心悸感觉 突然从心底生气 唐三几乎下意识 向小五发出了提醒 因为他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两名玄武归魂师从始至终都还没用过他们的第三魂器 作为拥有强力预防武魂的他们 又怎么会在抛出归甲之后就不考虑自己的防御了呢 正像唐三预料的那样 两名脸色沉宁的玄武归魂师 身上同时亮起紫色光芒 千年魂魂之际发动 小五自然听到唐三的呼喊声 但此时他的身体已躺在空中 根本无法改变前冲之势 关键时刻 小五也展现出他快速的应变能力 第二第三魂魂同时亮起 美眸凝望 带着墙里的红光 看向左侧的石墨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禁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 第157章 荣古魅图第二技能 魅惑 效果根据对手的精神状态 令其处于僵直状态 僵直时间 根据双方精神能力差距而定 如果双方精神力差距过大 会引起反噬 像当初的赵无极 直接反噬了小五的魅惑能力 而眼前的两名玄武灰魂师 与小五之间竟然没有那么巨大的差距 虽然僵直时间会很短暂 但小五在一瞬间爆发出的魂迹 还是获得了应有的效果 石墨整个人呆了一下 身上紫光也黯然不少 就趁着稍纵即逝的机会 小五的瞬移技能发动 整个人虽然依旧在前冲 但是却凭借瞬移的技能平移五米 躲开了正面 诱敌深入 这本是唐三之前用来对付玉天恒的方法 此时却被世家兄弟用来对付小五 玄武灰魂师的第三魂迹 直接发动之后 才令人明白他们的恐怖 那切开了唐三蓝银草的四面龟甲 以肉眼难辨的素典 骤然回收 每一片龟甲都在紫光渲染之下 骤然爆裂成16块菱形碎片 瞬间爆射 几乎封死两名玄武灰魂师身前的所有的范围 如果此时小五的腰间 还有唐三的蓝银草 或许唐三能够将它拉回 可现在人在空中 它却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平切了 玄武灰魂师 这龟甲爆裂技能是一个面积性空气 主要用途是保护自己和攻击敌人 世家兄弟的龟甲各自列成32块 围绕他们身体周围 10平米的范围内剧烈旋转着 强烈的破空声 已经令龟甲覆盖范围内空气变得一阵扭曲 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绞肉机一般 而世家兄弟两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横向分开 不但让这第三魂级龟甲玄武 发挥到最大程度 也避免了鼻子的相互碰撞 小五横移五米 虽然避开正面的龟甲 但是却没有完全避开龟甲的攻击 郊区在空中翻转之中 雪花飞扬之下 小五坦哼了一声 郊区被龟甲上的力量给带起 在空中横向旋转数周朝地面跌去 眼看着小五落入对方龟甲玄武攻击范围之内 唐三心胆剧烈 再也无法保持冷静 小五 懒鹰草终于追上落下的小五 缠绕在他的腰间将他迅速拉了回来 小五双眸紧闭 身体剧烈颤抖着 左臂 右侧腰部以及大腿处血肉翻卷 鲜血已经染红他半边身体 更为严重的是 玄武龟甲的魂力渗入体内 已经震伤他的内腹了 唐三的心跳几乎停止 右手在小五伤处周围快速点击下 封住血脉 不让他流血过多 另一只手按住小五背后 融合的玄天宫魂力快速输入 其和小五自身的魂力 驯除着入侵的禁令 龟甲在空中融合 龟甲重新融合 重新覆盖在两名玄武龟魂石身上 他们的攻击已经取得了极大效果 不但切断 唐三于是来和七怪其他成员的联系 更是重创了小五 本来十家兄弟也没想过要使用第三魂技 毕竟齐鸣之前曾经提醒过他们 不得杀伤对手 但玉天恒的重伤 弘扬令他们极为愤怒 虽然表面上并没有流露出什么 但实际心中已经怒气勃发 这才有全力以赴攻击的局面出现 独孤雁大喝了一声 掌口又是喷出一口浓污 令斗魂台上独物更加恼郁 奥斯卡的小腊肠效果已经开始有些不足了 两名玄武龟魂石大踏步朝唐三的方向冲了过来 他们很清楚 只要能够击溃这名控制系魂石 那么今天至少团战斗魂就将结束了 黄斗战队配合同样默契 眼看着这边小五受伤 唐三即将面临两名玄武龟魂石的合力攻击 还有后面的碧林蛇的支持 他们同时向史莱克七怪 其他人发起全力攻击 目的很简单 就是不让他们有去援救唐三的计划 小五的受伤也同样点燃 史莱克七怪众人的怒火 马洪骏再也不顾解节省自身火力 凤凰火线在空中勾勒出一幅恐怖的火焰画卷 朝着风铃鸟魂石御风攻去 风气云涌 关键时刻 雨风不再暴流 紫色魂魂光芒大放 漂浮在半空之中 双翼剧烈震荡一下 一层青色如云般的魂力波度 骤然释放 迎着马洪骏的凤凰火线拍了下去 青色的魂力在空中凝聚成巨大的鸟星俯众而下 与马洪骏的凤凰火线剧烈碰撞在一起 强大的压力和小五的受伤彻底激发马洪骏内心的凶行 尽管他的魂力比对方小得多 但此时此刻身上的凤凰火焰却无与伦比的剧烈燃烧起来 欲火凤凤几能全力开启 从身旁的小傲手中拿起一大把香肠送入自己口中 再次喷吐强烈的火焰 马洪骏很清楚 这边不止他一个人 还有奥斯卡和宁荣荣 一旦他挡不住对手的魂迹 那么七宝琉璃塔的支持也将立刻消失 几方只会更加不利 紫红色的火焰 在马洪骏极限爆发之下 渐渐变成真紫色 那原本应该破火而入的第三魂迹风气云涌 竟然被强行阻挡在外 明明是能量形态的鸟身 居然开始有着燃烧的趋势 从马洪骏的身上 预风感觉到一股特殊的压力 令他内心深处 产生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大压力 尽管战斗经验丰富 但这种情况也还是第一次遇到 他当然不知道 此种情况就像上次 唐三面对狂战队那名蜘蛛女魂是一样 这是武魂等级所产生的威压 马洪骏拥有的武魂是凤凰 尽管是邪火凤凰 但也是凤凰的一种 凤凰那是鸟中之王 掌管着天空的强者 在等阶上自然不是风铃鸟所能相比的 因此尽管预风的魂力高出马洪骏许多 但是这五魂之间的压力却还是无法避免 当然也正因为双方魂力的差距 这种情况才在马洪骏自身潜力被彻底激发出的情况下 才会出现 周青有名白虎 戴木白口中虎啸大作 作为史莱克奇怪的队长 眼看着小五受伤 他又怎能不怒呢 此时此刻他终于也不再有所保留 大师在这场团战斗魂之前就曾经说过 如果史莱克奇怪想获得这场斗魂的胜利 那么关键就在戴木白朱竹青和唐三三个人身上 其中他所指的戴木白和朱竹青 并不是他们本身的实力 毕竟戴木白和玉天恒相比还要弱了一些 他之所以这么说 正是因为戴木白和朱竹青之间的秘密 五魂融合的秘密 伴随着虎啸声 原本就处于白虎金刚变状态的戴木白 全身再次膨胀 白色毛发融合着黑色虎纹从体内狂涌而出 朱竹青 心咬背齿 全身俘改着淡淡黑光 身体飘忽 看上去竟然像是透明了一般 朝戴木白冲了过去 看着两人身上的异变 玉天恒不禁心中大惊 不好 是五魂融合剂 老四龙 全力以赴 此时玉天恒也再顾不得自身魂力下降到危险状态 已经渐渐无法支持的雷霆之怒 在近乎透支状态之下 强行点燃 巨大的手臂抬起 在龙银声之中 又一次发动雷铁万军 这一次 为了阻挡戴木白和朱竹青 他凭借着最后的魂力 强行约束着雷霆万军的脑量 只朝两人方向发出 黑豹武魂奥斯罗身上的第三魂环同样点燃 竖起的瞳孔瞬间收缩 在魂环紫光盘旋之中 整个人身上的骨骼一阵琵琶作响 从他本体之中 竟然分离出了一个暴行光影 朝戴木白和朱竹青撞了过去 黑豹武魂第三环境 暴影分身 发动 朱竹青和戴木白都没有去看对手 双同合一 戴木白此时眼中只有朱竹青 双臂张开 影响朱竹青循环的身影 此时此刻 戴木白突然惊讶地发现 朱竹青眼中 一想存在的冰凉似乎消失了 看着自己的目光 带有几分呆滞 还有几分特殊的情绪 两道身影 终于在对方攻击来临前一刻重合 邪魔白虎与幽明灵猫的气息 在这一刻完全相容 下一瞬间 悬上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那震撼的能量波动 五魂融合剂 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哪怕是完全相同的五魂 也未必能够拥有五魂融合剂 因为这需要互补和完美的搭配 当五魂融合剂产生的时候 那种威力体现的绝不是两明魂师的等级 而是超越的存在 戴木白和朱竹青的身体 都在融合的瞬间消失了 留在斗魂台上的 只有一只巨大的白虎 白虎通体透明 白毛黑纹 紫毛双头 冷冷注视着对面冲过来的攻击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禁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 第158章 黑暴魂是奥斯罗的 暴影分身 首先来到透明的白虎面前 和那白虎长达8米 高度超过2米的 巨大身影相比 它看上去是如此的渺小 有名白虎只简单地 抬取自己右转 再缓缓拍下 扑的一声 那淡紫色的暴影分身 就已经化为无数光点 消失不见 而有名白虎的透明身体 只略微地晃动一下 下一刻 它突然化为一道流光 直接投入那疯狂的雷电之中 沐浴在雷电的海洋中前进 庞大的白虎 在闪耀那一瞬间 高傲地仰着头 那俯视天下的傲慢 充分展现了它雄霸天下 手中之王的风采 空中的白鸽魂狮 兜兜已经看呆了 黄斗战队的所有队员 在那一刻都治了治 两道身影同时应声抛飞 蓝电霸王龙魂狮 玉天恒 在空中已经是鲜血狂喷 在九仙海棠作用下 阶穴的手臂再次折断了 它的队友奥斯罗 一点也不比它强 在第三魂计被破的时候 就已经受到魂力反噬 在幽冥白虎骤然爆发之中 鲜血喷吐的同时 在空中已经昏迷过去 幸好它本身魂力不弱 再加上又不像玉天恒那样 之前受到重创 否则此时情况只会更加糟糕 幽冥白虎发动这一击之后 瞬间消失了 戴木白和朱祝青 同时出现在斗魂台上 朱祝青因为魂力消耗过大 整个人直接昏迷在戴木白的怀中 戴木白自己也不好受 因为发动武魂融合剂 它那白虎金刚变重附带的能量 全部被抽空 此时正处于技能反噬状态之下 也已经失去战斗的能力了 但他们的成功的击溃 黑豹魂师和对方队长 玉天恒 戴木白相信 就算那九线海棠再生气 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不可能让两人再恢复战斗力 魂力消耗殆尽 奥斯卡的小蜡肠的抗毒效果也渐渐消失 戴木白在毒物中遥遥欲坠 此时 奥斯卡和宁荣荣都在马洪郡的保护之下 根本就无法向他输送小蜡肠解毒 蓝天霸王龙武魂不会是最强横的兽武魂之一 尽管二次受到重创 但玉天恒仍然没有昏迷过去 只是此时他倒在地上 却怎么也爬不起来了 更令他心胆俱寒的是 在斗魂台正中央 石家兄弟与对方那名控制绣魂师牵手修罗的战斗 唐三轻柔地将小五平放在斗魂台上 此时的小五已经面入金纸 虽然在唐三的玄天宫正宗道家内力帮助下 驱除了入体的异尖 但经脉和内腹都受到极大震荡 三处外伤更是深可见过 要不是唐三及时封住他伤口处的血脉 但是流血就足以要了他的性命 缓缓站直身体 面对迎面扑来的两名玄武龟魂师 唐三隐藏在史莱克面具下的面庞 并没有任何表情 但是 他能让对方看到的双眼 已经泛起了淡淡的红光 噗的一声 唐三的上衣在魂力作用下 化为翩翩蝴蝶四散纷飞 身处他背后的目光都能清晰地看到 从唐三脊柱中段 迅速雇起八个古包 紧接着八根诡异的蓝银草 祸背而出 以闪电般速度骤然伸展开来 这八根蓝银草与众不同 红体紫亮 在灯光的照耀下 朔朔放光 正是外腹魂骨 八周毛 伴随着八周毛的出现 唐三身上的魂力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变化 整个人的气息似乎都变得阴冷了许多 自然他身体周围的温度明显下降 八周毛上附带着一层淡淡的紫漆 鼻铃蛇魂是毒孤燕 释放的毒物 只是一靠近八周毛附近 立即如同冰雪一般 迅速消融了 变异误魂 石墨石墨小心 陆姑燕看着唐三背后钻出的八周毛 立即感觉到不妙 但是正像大师所说的那样 八周毛和唐三兰茵草过于类似 所以只要他自己不说 谁也想不到 这竟然是外腹魂骨 世家两兄弟前冲的势头顿时迟缓了片刻 两人身上第二魂魂同时亮起 鬼甲再次换为两面盾牌出现在手中 他们现在这个等级情况之下 最强悍的技能就是第二魂技与第三魂技的配合时 盾牌在任何位置都可以爆裂成碎片 发动攻击 他们这鬼甲不但极为沉重 而且切割力极强 否则之前也不可能折断唐三那根坚韧的蓝银草 唐家兄弟谨慎的靠近 唐三却丝毫不将他们放在眼中 并没有向世家兄弟发动攻击 反而是身形半转 探想背后空中 正用第三魂技压迫的马红骏 渐渐不知的风铃鸟魂师 御风 下来 两个仿佛能够掉出冰渣一般的字 从唐三口中投出 事件他随手一甩 一团绿光已经破空而出 朝着御风飞过去 谁也没有想到 唐三在面对黄斗战队三大魂师情况之下 还能够照顾到另外一边的战场 再想出言提醒御风已经来不及了 御风此时正催动自己第三魂技 渐渐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眼看就能将马红骏三人击溃 但在控制第三魂技的情况之下 对他自身的附和也是不小的 当他惊觉背后有误息来时 只能尽可能在空中飞起 想避过唐三的攻击 但唐三这一集在出手之前 就已经算准了御风的反应 绿色光球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 眨眼间已经追上御风 只见绿光瞬间扩散 在骤然声明 御风的身体连带双翼 已被瞬间束缚住 唐三一直在忍 始终没有发动自己第三魂技 诸王束缚虽好 但消耗的魂力却太大了 一旦他用出 自身实力会立刻受到削弱 哪怕有七宝琉璃塔的辅助 战斗力也会有所下降 而此时正是唐三等待的机会 戴木白和朱竹青击贿对方两名威胁极大的队员 此时黄斗战队拥有战斗力的 也只剩下风铃鸟混尸 比临蛇混尸和两位玄武龟混尸 第一个解决风铃鸟混尸 自然是因为对手速度和空中的优势 以及对马红骏和几方两名负重型混尸的威胁 将背后空中的敌人先解决 接下来唐三所需要面对的 就会只剩下对面的正面三个人 两名玄武龟混尸 把握时机的能力绝对不弱 就在唐三回身抛出珠网束缚的同时 他们手中四面龟甲盾已经甩出来了 四面巨大的盾牌再次发出刺耳的力效 他们深信 就算唐三拥有变异武魂 也绝不可能在他们两人联手之下硬挡 更何况他们刚刚施展过第三回忌 此时也正处在魂力下降的状态 对唐三一击必杀 至少也能将这名控制戏魂师重创 从而结束这场团战斗魂 冷静的唐三是可怕的 在愤怒中依旧保持冷静的唐三 更是恐怖的 哪怕是史莱克奇怪一方的众人 也想不出死者的唐三 能够用什么方法 来抵挡两名玄武龟魂师的攻击 第三魂技使用不但对魂力消耗很大 同时也必然会造成短暂的魂力真空 使唐三必然无法像之前那么快速 施展出鬼影灭踪 更何况 玄武龟魂师的第三魂技随时都有可能释放 但现在这个时候 戴木白朱朱卿已经失去战斗力 在独武中苦苦支撑 小武重创倒地 马洪俊刚刚有了一些喘息机会 根本没有人能够帮助他 就算唐三八周毛极为坚硬 但也不可能与龟甲盾之中盾气正面硬撞 毕竟他的魂力要弱于对手不少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由紫荆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第159章 但是令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一幕 在这一刻发生了 唐三用实际行动 向战场上所有魂师证明了 胜利不一定要好实力 智慧和计划同样可以做到 一道身影就像飞蛾烹火一般 刹那天来到唐三面前 正面挡住唐三的身形 此人身体高大 几乎将唐三整体护在自己背后 如果龟甲顿想要命中唐三 那么最先倒霉的就是这个人 突然出现在唐三面前的不是别人 正是黄斗战队队队长 蓝电霸汪龙魂师 郁天恒 怎么可能 这是出现在所有黄斗战队 队员们心中的第一个想法 紧接着 他们已经看清了 郁天恒此时的情况 郁天恒当然不可能 去帮唐三挡住自己队友的攻击 别说他本身就不会这么做 以他现在身体状态 就算他想这么做 也不可能有足够的速度 来到唐三身边 而这一切 都是唐三早就计划好的 是个伏笔 在团战斗魂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卖下了 郁天恒的身体 被蓝阴草紧紧缠绕着 完全是被强行拉扯到唐三面前 做了他的人肉断牌 早在双方最初交手的时候 郁天恒就陷入唐三的算计之中 在史莱克轻拐围攻之下 身受重创 而当时魂攻的开端 就是唐三蓝阴草对他的缠绕 蓝阴草目前有三个魂缓 也就是三个魂迹 缠绕无疑是最实用的 朱网束缚自然也是最霸道的 但是那看似作用不大的第二魂迹 却绝不可忽略 此时的一幕 就是唐三通过他第二魂迹寄生 而导演出来的 郁天恒虽然在九星海棠浑石 叶玲玲的帮助下恢复了战斗力 但蓝阴草的种子却在之前 身体被缠绕的时候 就悄然寄生在他身上 第二魂迹发动的时间 在种子寄生之后 完全由唐三控制 唐三在回身向风铃鸟浑石 发动中网束缚的时候 同时也发动潜藏在 郁天恒身上的寄生 并利用自己的蓝阴草 将他强行拉到自己的面前 此时的郁天恒实在是太脆弱了 如果他是全胜状态 甚至不需要雷霆之怒 都能够挣脱蓝阴草的束缚 但现在的他 却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唐三把握的 不只是战场上的局势 同时也是对方的心理 两世为人 他拥有的可不只是13岁的智慧 而是将近40年的经验 尽管小五的受伤 令他极为愤怒 但通过当初在星斗大森林中 曾经遇到的危难 他就已经明白 愤怒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只有时刻保持冷静 他能看清楚战局中的每一次变化 两名玄武归魂是扔出的归甲盾 如果只能发而不能收 那么唐三绝不会像这样做 虚弱状态之下的郁天恒 只是普通人的身体 根本不足以阻挡 玄武归魂式的归甲盾攻击 无非搭上一条性命而已 但从之前的战斗之中 唐三已经清晰能看到 他们的归甲盾是能够收回的 所以才有眼前这一幕的出现 石墨石磨两兄弟 眼看着将击溃唐三 绿天恒曲突然出现 两人顿时就大惊失色 面对队长的身体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考虑 拼命催动自身魂力 强行牵引龟甲盾 改变方向 但是为了击溃唐三 他们的攻击力 几乎本就是全力以赴的 龟甲盾不但极为沉重 更附带他们庞大的魂力 即是说收回就能收回的 玄武归武魂固然强悍 但兄弟二人 还远远没有达到 收放自如的程度 强行改变 龟甲盾的攻击 两人终究还是成功了 四面龟甲盾 在剑步融发之际 从御天恒身前擦锅 朝两旁飞去 但用错力的感觉 却令这胸底胸口发闷 同时喷出一口鲜血 而就在这时候 一道身影 已如星丸跳跃般 从御天恒的身后弹起 心胡志眨眼功夫 就来到他们的面前 正是双眸血光绽放的唐三 唐三的动作是极其连贯性的 回收猪往束缚 拉过御天恒 紧接着 从他背后伸出的八猪毛 同时插向地面 将他身体撑了起来 八猪毛中间的关节 如同弯曲 在猛然伸直 强大的弹性 将唐三的身体 闪电般地送出 站在史莱克七怪一边 通道出口的大师 眼中闪过一丝满足的神光 难难自语 在唐三利用八猪毛 跳跃处的刹那 他就知道 这场团队斗魂已经结束了 失去了最关键的硅甲保护 尽管玄武归魂师是两个人 但是又怎么可能挡得住 唐三的八猪毛呢 此量的八猪毛 在空中已经伸展开来 毛间像八点寒星一般 同时刺向 两名玄武归魂师的身体 龟甲在外 自身被魂力反噬 本身又不擅长速度 摆在玄武归魂师面前的方法 时有一刻 硬挡 两人同时大喝一声 双掌朝着空中唐三全力挥出 魂力迸发 土黄色光芒 冲天而起 薛武归魂师的魂力 就像他们的龟甲一样厚重 可惜 这宁师的魂力 连他们无称的实力都没有 魂技的使用 自身的损耗 令他们哪还能保持最佳重来 八猪毛作为外腹魂骨 一旦使用 本身对唐三的攻击力 就有50%的增幅 还有是那么锋锐的存在 如果龟甲还在 两名玄武归魂师 或许还能够阻挡 但此时 他们的龟甲却根本来不及回收 子亮的光芒 刺入黄色凝视的魂力 爆发出一连串 沁金爆破之一 子亮的锋锐猪毛 根本没给对方任何机会 八根猪毛 在唐三准确控制之下 分别穿过对手的魂力 刺入两名玄武归魂师的 尖头和小臂 紫光闪烁之前 唐三并没有停留 身体在空中窃离旋转 再次以八猪毛点地弹起 直奔碧林熟魂师 独孤艳扑了过去 嗡名声中 龟甲各自回到 玄武归魂师身上 瞬间化为黄光 融入他们体内 但是两位玄武归魂师 再也无法站立 紫庆从手臂上奔涌而上 两人同时翻倒在地 全身剧烈竞乱着 八猪毛拥有的是 人灭魔猪的剧毒 那何不是兰茵草上 附带毒素 所能够相比的 在八猪毛的剧毒之下 两名玄武归魂师的魂力 就算再强大一些 也不可能抵挡得住 尽管刺中的不是要害 但他们此时却成为 黄斗战队中 受创最严重的人 眼看着紫亮的猪毛 迎空而下 独孤艳眼底 已经流露出恐惧的光芒 在这次团战斗魂开始之前 他从未想过几方会败 可此时此刻 面对唐三 他却已经没有任何 战斗的欲望 最强的第三魂技 被眼前这个男人 轻松地破掉 以毒物为战略的他 还有什么资格 再和唐三战斗下去 此时他所能做的 也只是再喷出一口毒物而已 诡异的紫光 在八猪毛上闪亮 独孤艳接近全力地 再次喷出紫色毒物 竟如同海纳百川一般 疯狂地朝八猪毛涌去 眨眼之间被吞噬一空 唐三的八根八猪毛 四根落地 支撑起他的身体 另外四根 分出两根 轻松地刺入 独孤艳的蛇尾之中 用力一挑 竟将他的身体 挑入空中 是此 黄斗战队 所有可以战斗的魂石 已经全部失去 再战能力 九仙海棠魂石 也零零眼中 同样流露出 惊惊之色 虽然他的九仙海棠 再次发威 对几方受创的魂石 进行治疗 但是却无法恢复 几方魂石的魂力 更无法解除 八猪毛上附带的 恐怖剧毒 放射他 我们认输了 玉天恒眼看着 独孤艳被 唐三的八猪毛挑起 心脏骤然受缩 他清楚地看到 就在自己身前 不远处的 两名玄武龟魂石 被刺中的双臂 已经肿大了一倍 满脸此气 眼看着就要不行了 竹毛轻甩 将独孤艳甩落一旁 唐三没有理会 玉天恒 上面四根毛珠前指 风锐之气 直逼九仙海棠魂石 也灵灵 替我们的人治疗 小三 先替他们解读 就在这时候 大师的声音 适时传入唐三的耳中 令全身杀起了他 略微愣了一下 拔猪毛会带给 唐三强烈的力气 令他的攻击 变得更加凶劣 却无法操控他的意识 听到大师的话 唐三心中的怒火 渐渐平息了 蓝银草四散飞出 将两名玄武龟魂石 和碧琳蛇独孤艳 同时拉到自己身前 拔猪毛 再次刺入他们体内 大师之所以 在这个时候出声提醒 是因为他深知 唐三拔猪毛的 剧毒的毒性 在如此紧张战斗之中 唐三显然不可能是留手 再晚一点 恐怕中毒的三人 就直接枯萎 就像当初那一株 用来试毛的大树一样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继续收听 由紫金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 第160章 毒孤燕本身就是毒魂石 对于八猪毛的毒素 还有些抵抗能力 但是两名玄武归魂石的情况 却极为危险 如果不是大师的提醒 再过片刻 就连唐三也无法救活他们了 当唐三吸毁八猪毛之毒的时候 心中也是暗暗吃惊 因为八猪毛上附带的毒素 已经逼近两人的心脉 不过 唐三在治疗对手的时候 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处中 除了将 被八猪毛刺中的三人 拉到自己身边以外 另一根蓝阴草 已缠绕在叶玲玲身上 将她也扯到自己面前 由于唐三此时是八猪毛称帝 叶玲玲自然被带的双脚离地 来到她的面前 叶玲玲面罩黑沙 离得近了 唐三才发现 对方这神秘的辅助系魂石 有着一双极为漂亮的大眼睛 眼神轻刻见底 没有半分杂质 胸长的睫毛微微上弯 眨眼之间就像是会说话一般 就我的伙伴 否则 他们依旧会死 唐三的声音很平静 并没有任何的冷意和任何情绪掺杂在内 但这就是这么平静的话语 却在叶玲玲内心深处 留下极其深刻的烙音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男人 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还有些稚嫩 可是他的手段却如此厉害 控制攻击剧毒 今日这一战 与其说黄豆战队败给了史莱克七怪 倒不如说失败给了他一个人 叶玲玲没有吭声 在荆棘之中勉强提取魂力 九星海棠光影飞出 飘然覆盖向小五的身体 毒素抽离两名玄武龟魂师 与毒孤燕的身体 唐三仰头望向空中 早已呆着的白鸽女魂师兼主持人 兜兜 是不是应该宣布 这场斗魂的结果了 兜兜这才如梦方形 根本不敢去看唐三的眼睛 慌忙宣布道 团战斗魂 史莱克七怪圣 没有欢呼 奥斯卡和马虹郡上前 将小蜡肠喂给小五 戴姆白和朱朱青三人 斗魂台上的毒物渐渐散去 双方的魂师都有些静 战斗虽然结束了 但是他们依然还在彼此注视对手 唐三没有收回自己的八竹毛 目光始终落在小五身上 眼看着他身上的伤口 在救星海棠的帮助下快速恢复 这才暗暗松了口气 当宁荣荣把小五从地上扶起来时 他看上去除了脸色苍白一些 一无大碍 唐三这才解除 黄斗战队众人身上蓝鹰草和猪网束缚 把猪毛跳远 将他送到几方的伙伴身边 戴姆白眼神有些复杂地看了唐三一眼 小三 看来真的只有在小五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才会化身为羞虏啊 唐三的眼神已经柔化下来 眼底的红光悄然散去 关切地看向小五 小五向他轻轻点了点头 示意自己已经没事了 直到这时候 史莱赫七怪才意识到 自己真正战胜了眼前那强大的对手 隐藏在面具下的面旁 不愿而同流露出一丝笑意 对于他们来说 直上团战斗魂史无前例的艰难 也逼出了他们的全部的实力 唐三的八周毛 戴姆白与朱竹青的五魂融合机 称为扭转胜负的关键 当然 唐三作为团队灵魂的控制能力 在这一战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没有那妙道颠嚎的控制 直上斗魂的胜利 依旧是不会属于他们这一边 而另一边 黄斗战队的众人 也在彼此搀扶之下聚集在一起 每个人脸色都是很难看 尤其是玉天恒和两名玄武归魂士 此时脸色沉宁的 似乎要滴出水来一般 玉天恒宁望向 史莱克七怪 正好迎上戴姆白投来的目光 这已经是两人不知道第几次对视了 但这一次情况却截然不同 玉天恒说 你们很强大 不过我们并不是全都输给你们 戴姆白坦然说道 不错 你们自身的配合有瑕疵 否则这场斗魂露死谁手还未可知呢 玉天恒的实力赢得戴姆白的尊重 如此强横的同级别对手 他也是第一次遇到 作为黄斗战队的队长 玉天恒几乎承受了史莱克七怪 绝大部分的攻击火力 可他依旧坚持战斗到最后的一刻 这场斗魂 黄斗战队虽然输了 但戴姆白却明白 蓝点霸王龙并没有输给自己的血谋白虎 玉天恒心中暗叹一声 向戴姆白点点头 说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交手 那时我们将不会在乎下次 戴姆白微微一笑说 获胜的依旧会是我们 两人目光再次碰撞出一连串的火花 玉天恒深吸一口气 这才向搀扶着自己的黑豹魂师奥森罗 以及其他队友说 我们走 一心欺忍 带着有些亮相的步伐 朝着魂师入口处缓缓走去 失败 令他们的背影看上去有些单薄 比临蛇魂师独孤艳突然停下脚步 扭头看向正缓缓收回八猪毛的躺三 你的毒很厉害 甚至能够破掉我的蛇毒 我永远都会记住今天的耻辱 总有一天 我会尚 也倒在我的蛇毒之下 唐三平静地看着对手 淡然回答说 随时恭候 和独孤艳一同回头的 还有九仙海棠魂师叶玲玲 他的目光和独孤艳眼底的怨恨不同 只带着一种经济情绪的特殊光彩 深深看了唐三一眼 想说什么 却终究没有开口 转身随着同伴们一同离去 看着对手的背影 戴木白突然笑了 我们赢了 奥斯卡黑黑一笑 递给美人一根恢复大香肠 是的 我们赢了 既然彼此对视 各自伸出自己的右手 史莱克轻怪的七只手 就那么在空中叠起 嘴中咀嚼着奥斯卡的大香肠 胜利的喜悦和彼此之间的情谊 在这一刻全面迸发 掌声在这一刻响起 那是从所有贵宾室中 通过专门的扩音设备传出来的 史莱克轻怪的表现 赢得了在场所有贵宾观众的心 尽管观众的数量并不比外面多 但是对于这样一场胜利来说 这恰如其分的掌声 却给这场强强碰撞的团战斗魂 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秦明始终站在入口通道处 等待着自己弟子们一一走来 他脸上并没有任何不悦的表情 反而带着淡淡的微笑 在他看来 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对不起秦老师 我们输了 绿天恒停在秦明面前 低下了他一向高傲的头颅 秦明没有说话 只是尽情地看着他 御天恒可以说是 他最得意的弟子 也是他的骄傲 御天恒继续说 今日之败 责任完全在我 是我没有做好指挥 古军深入 中了对方的埋伏 你要罚就罚我吧 秦明绝不是一个温和的人 正相反 他在教育弟子的时候 是极为严厉 动辄就是很重的处罚 御天恒轻叹了一声 摇头说 天恒 就算有错 错也不在你 是我 作为控制系魂师 战队的灵魂 我才是战场上的指挥官 是我没有指挥好大家 从小到大 独孤雁很少哭过 他这二十年的生活 几乎都是在一帆风顺中度过的 少有的毒系控制能力 深厚的出身背景 同理人中强大的魂力 令他始终处于金字塔的顶端 今日之败 对他的打击比任何人都要大 此时此刻 群辱的眼泪 不自觉地从眼泪中流淌而出 两名玄武归魂师没有吭声 玉丰刚想说什么 却被秦明抬手阻止了 秦明面带微笑着说 对你们来说 这虽然是一场失败 但却是好事 与其中丝毫没有黄斗战队 对员们等待的严厉 玉天恒愣了一下 看着秦明 心中顿时明白了些什么 奥斯罗忍不住说 秦老师 我们败得这么惨 为什么还是好事 秦明淡淡地说 因为 一直以来你们所经历的一切 实在太顺利了 眼前你们固然遇到挫折 但这挫折 毕竟没有让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 受到无可挽回的伤害 如果这个挫折是在未来发生 或许 你们将会用生命的代价 才能领会眼前的这一切 失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无法从失败中得到教训 我想 你们应该已经找到了一些属于自己的错误 那么 当你们下次再遇到这样的对手时 你们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是莱克七怪击败了你们 但也相当于唤醒了你们 你们中的每个人都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条件 我只送给你们一句话 说到这里 他停顿了一下 目光从黄斗战队全部队员身上扫过 在失败中成长 黄斗战队队员重复着秦明这句话 在失败中成长 秦明挥了挥手 说 你们都回去休息吧 尽快恢复过来 我还要去见几个人 说完 秦明转身大步而去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荆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 第161章 和黄斗战队这边的御门截然相反 当时莱克七怪在掌声中 走到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三人面前时 眼中充斥着无法抑制的兴奋 大师与唐三师徒二人对视一眼 从大师眼中 唐三看到了满意 得到老师的认可 对于唐三来说 比观众们的掌声更加重要 大师并没有练色 增加的夜眉之词 说 很好 你们赢了 你们不仅战胜了对手 同时也战胜了自己 其实这场团战斗魂 就算是第二阶段试炼中的考试了 你们都以非常优异的成绩 通过了我的考验 奥斯卡嘿嘿一笑 大师那回去以后是不是该给我们放个假了 一旁的弗兰德皱眉说 你们这群小家伙 你们这群小家伙也不要太得意了 难道你们看不出今天的胜利是多么的幸运吗 真正比拼实力 你们并不是黄豆战斗的对手 奥斯卡说 可是院长 我记得您曾经教导过我们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难道您已经忘记了吗 你个臭小子 好啊 弗兰德嘴上虽然训斥奥斯卡 可实际上 他心中的兴奋甚至比大师更多 史莱赫学院可以说是他的坚持 一直以来的坚持 而现在他终于盼来史莱赫学院 有史以来最为出色的一批学院 他相信不出二十年 眼前的这些孩子们 都会给整个陡罗大陆浑世界 带来一场风暴 一场神正的风暴 赵无极笑了 好了 弗兰德 你就不用自理内人了 孩子们这段时间也够辛苦了 大师 您看回去是不是 让他们休整一段时间 大师缓缓点头说 是应该让他们好好地休息一下的 这次回去给他们半个月的假期 你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然后 我在考虑什么时候开始第三阶段的试炼 啊 还有第三阶段 除了唐三以外 其他六人不禁同时近乎出声 大师只是平淡地扫了他们一眼 脸上又恢复了那传统的僵硬 怎么 你们有意见吗 奥斯卡抢着回答 不 不 当然没有 大师 您最英明了 别说是第三阶段 就算是第四 第五 我们也一定能坚持的 其他人却都在暗暗摸汉呢 他们都要承认 大师的训练方法无疑是有着极好的效果的 但这其中所要经历的痛苦 却绝没有谁愿意再回首 第一第二试炼已经如此艰难 那第三阶段试炼又会是什么呢 正在这时候 一个人环步走了过来 人未到 声音已经率先传来 弗兰德院长 赵无极副院长 你们好吗 弟子秦明拜见 来的正是黄斗战队的指导老师秦明 只见他快速上前几步 胆心跪倒在弗兰德和赵无极面前 此时 他已经完全没有之前 替黄斗战队压阵时的平静 眼眸中充满了激动的光泰 弗兰德用手拖了拖 鼻梁上的水晶眼睛说 我还以为你这臭小子 早就把我们忘了呢 赵无极将秦明从地面上扶了起来 上下打量着秦明 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好小子 你是越来越厉害了 看来用不了多久 你就要追上我们这些老家伙了 秦明恭敬地垂手而立 说 不论什么时候 两位院长始终是秦明的老师 秦明也永远都是史莱克学院的弟子 看着眼前这一幕 史莱克轻快不禁一阵目瞪口呆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秦明究竟是干什么的 但之前秦明在斗魂台另一端入口出现时 他们也是分明看到了 这个人显然和黄斗战队有着很深的关系 可是听他话语中的意思 他难道是 弗兰德抬起手 在秦明肩膀上用力拍了拍 已经离开学院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像以前那样拘束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大师 另外这七个小怪物 刚才你在斗魂台上也都看到了 秦明首先恭敬地向大师行礼 而且指的是弟子礼 你好 大师 大师身心一侧 并没有接受他这个礼 淡然说 不必客气 秦明见大师没有受自己的礼 不免冷了一下 一旁的弗兰德却笑道 你是他侄子的老师 从这方面论辈分和他平辈 他当然不会受你的礼数了 秦明不解地看向弗兰德 大师眼中流露出一丝不满的光芒 似乎在责怪弗兰德 透了自己的底 弗兰德黑黑一笑 说 都是自己人 你也不用藏着掖着了 难道非要我告诉大家 玉天恒就是你侄子吗 什么 史莱克七怪几乎同时近乎出生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大师竟然出生于七大家族中 被称之为最具有攻击力的 蓝典霸王龙家族 大师的脸顿时阴沉下来 你已经告诉他们了 弗兰德 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和蓝典霸王龙家族 早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丢下这句话 大师转身向外面走去 唐三向前想追上老师 却被大师抬手阻止了 你们待会儿 还要去计算这个月的抖魂金字 等会儿和弗兰德一块回去吧 我有点事 目送着大师离去 唐三有些疑惑地看向弗兰德 心中却已渐渐明白 这其中的缘故 难怪大师当初在提起蓝典霸王龙家族的时候 表情有些异样 原来他竟出身于那样一个强大的魂士家族 在那样的家族之中 拥有一个变业到像三炮那么弱的武魂 换了是我自己 恐怕也 弗兰德有些懊悔地说 是我多嘴了 不过没事 小刚早就习惯了这些 秦明长出口气 真没想到 大师竟然是天恒的叔叔 弗兰德神情很快就回复了正常 向史莱克奇怪说 你们一定很奇怪 为什么秦明会来这里 其实很简单 他也曾经和你们一样 是史莱克学员中的一员 而且还是曾经最出色的学员 史莱克学院第一届毕业生 穆白 小三 小五 你们不久前破掉的最快三十几记录 就是秦明保持的 秦明向史莱克奇怪 微微一笑说 各位学弟学妹 你们好 弗兰德老师 看来 我们史莱克学院发展的 比以前更好了 一旁的赵无极 有些无奈地说 好什么好啊 他们这些孩子 将是学院最后一批学员了 秦明心中一惊 下意识说 难道学院的经济问题 还没有解决吗 话一冲口 他才意识到自己受错了 脸色有些尴尬的 看向佛兰德 佛兰德叹息了一声 事实就是如此啊 也没什么好掩盖的 而且我们也累了 随着年纪增大 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冲力 等他们这些孩子毕业后 我想我们也可以去过一些 属于自己的生活 秦明 你教的那些学员都很不错 每个都算得上精英 秦明苦笑的 不是我教的好 而是那些孩子本身 就有着极好的天赋和出身 也不是我有吸引力 能够教到他们 而是我们学院 拥有足够吸引他们的东西 好 这么说 你在一家学院忍教了 弗兰德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秦明点了点头说 弗兰德老师 我现在在天斗皇家学院任教 黄斗战队这七个孩子 都是天斗皇家学院 最出色的弟子 这次带他们出来 算是一次历练 正好也能顺便回来看看 咱们史莱克学院 没想到 刚来两天 学弟学妹们 就送给了我一份大礼 弗兰德呵呵一笑 一看到你 我对这场斗魂就放心了 好了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到我们住的酒店去吧 这么多年没见 我们好好聊聊 秦明痛快地点头答应 目光从史莱克七怪身上 一一扫过 心头暗动 他可是清晰地听过 弗兰德之前说的话的 他也很清楚 当初自己在史莱克学院 是保持着怎样的记录 而这记录 居然已被这七个孩子中 三人所破 可见 他们现在的年纪 都应该不大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自今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 第162章 奇名暗示 史莱克奇怪的情况 和我判断的一样 也就是说 眼前的史莱克奇怪 比天斗黄家学院 培养出来的黄斗战队 奇名学院更加年轻 也更加出色 以学院那样的条件 竟然能够培养出 这些天才魂师 这证明了什么 史莱克奇怪 此时的目光 都集中在亲民之上 世间的一战 对于他们来说 是那么的艰难 此时对方的戴队老师 竟然是自己的学长 这种感觉 对他们来说 很奇异 也有些奇怪 弗兰德转向 史莱克奇怪 说 好了 你们也先去 把积分结算了 然后赶回来 无计亲民 我们走吧 弗兰德三人走了 只剩下史莱克奇怪 此时 七人在奥斯卡的 恢复香肠帮助下 体力都已经恢复的很多 魂力也恢复了一些 马洪俊 喃喃自语地说 原来我已经这么厉害了 连天斗皇家学院的精英 都打不过我 我果然是个天才 戴慕白 没好气地 在胖子头上敲了一下 天才个头 黄斗战队是你打败的吗 那是小三厉害 要是靠你 我们恐怕早就让人家 打得屁股尿流了 胖子黑黑一笑 那老大 话可不能这么说 大师不是说过吗 我们是一个整体 每人都有功劳的 小三是厉害 跟我胖子也有两下巴 不过 三哥 兄弟谢了 小五有些奇怪地看着胖子 说 你谢小三什么 胖子呵呵一笑 看着唐三的眼神 明显流露出几分感激 我胖子虽然不算聪明 但也绝不是傻子 小三面对对手 那盾牌攻击的时候 始终不肯使用奥斯卡的蘑菇香肠 飞起来躲闪 而是因为我和奥斯卡 还有荣荣在后面 否则的话 他只要轻松飞起来 那两只玄武龟 能有什么作为 唐三玩耳一笑 说 你不是刚说过 我们是一个整体 我总不能出卖队友吧 大家都是自己人 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 要是我出现了破绽 你不也一样会帮我顶住吗 戴老大 我们走吧 领取积分 换斗魂级别之后 早点回去 对了 刚才秦明学长说的 天斗皇家学院 是一座什么样的学院呢 戴牌白一阵无语 小三 你不是吧 连天斗皇家学院都不知道 唐三挠了挠头说 我确实不知道啊 一旁的小武也点了点头 我也不知道 宁蓉蓉说 那其实有名二字能解释的 天斗皇家学院 是天斗帝国皇室所创立 历届天斗皇家学院的院长 都是由天斗帝国国王兼任的 你说有没有名 在天斗帝国 天斗皇家学院 是最大的一所高级魂室学院 各种设施之完备 无法想象 当初要不是被咱们史莱克学院录取 说不定我也去那里了 戴牌白说 只可惜天斗学院本身虽好 但他的皇室背景 却给学院带来了很大的制约 天斗皇家学院 收学院的第一条要求 就是学院必须有贵族投降 最令许多出色的平民学院 无法加入其中 也正是因为学院既为贵族 才导致设施完备 师资力量强大的天斗皇家学院 始终占着天斗第一学院的名头 但从里面出来的著名魂师 却并不都见 唐三缓缓点头 他倒并不羡慕 对方学院有什么设施 只多少对这个学院 有些好奇而已 难怪黄斗战队的成员 都拥有那么强悍的武魂 竟然是冲刺这样一个著名学院 奥斯卡突然说 哎 调老大 唐三 你们看 秦明学长现在有多少集 戴牧白 愣了一下 看秦学长的样子 应该也就是三十多岁 学院之前的记录 是十四岁三十级 比你还要早两个月 这样看来 现在秦明学长 至少应该有五十级了吧 三十出头就已经五十级以上 果然强悍 难怪能成为 天斗皇家学院的教师 唐三缓缓点头 表示赞同戴牧白的猜测 奥斯卡摇头说 我看不然 五十级成为一名高级魂师学院的老师 固然没什么问题 但你们要注意到 秦明学长可是带队黄豆战队的 那么他在天斗皇家学院里面 就必然有着很高的地位 没有实力做保证 这怎么可能吧 我看他就算没有六十级 恐怕也差不了多少了 胖子显然是在这里站得有些不耐烦了 说 好了我们走吧 想知道秦明学长多少集 回去问问不就行了 何必在这里猜来猜去的 一个月的斗魂终于结束了 七外黄豆战队 是莱克七怪获得团战斗魂 二十八掌全胜的战绩 而且根据大师与索托大斗魂场的协议 他们中除了奥斯卡和宁荣荣以外 每人都会增加一场一对一胜利的记录 而除了没有搭档的胖子之外 心余六人还会各自获得一场二对二获胜记录 这么多场斗魂进行之后 每个人对自己的积分都有些好奇 他们也不知道经过这些连胜之后 自己的积分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 这可不仅仅是积分 同时还有奖金 都是在今天月末这最后一天统一发放的 没等七人去专门计算积分的地方 那位敖主管已经主动来到他们面前 将七人请到一高级魂师专用的积分兑换处 敖主管此时一脸春风得意 史莱克七块战胜黄斗战队 不但避免索托大斗魂场的损失 而且还令大斗魂场大赚一笔 对眼前这些极其出色的魂师 索托大斗魂场当然不会吝啬 敖主管将一张黑色卡片 递给史莱克七块队长戴姆白 这是大斗魂场 答应你们领队先生的一万金魂币 这张黑卡在陆地所有钱庄同涌 可以直接兑换相应的数额 戴姆白也不客气 直接将黑卡收入怀中 敖主管 现在可以给我们计算积分了吧 我们也累了 想早点回去休息 当然 当然 敖主管分为客气 赶忙施以旁边的工作人员 对史莱克七块这一个月以来的 斗魂积分进行计算 今日这场团战斗魂 他都清晰地看在眼中 唐三固然出色 但他更看重的却是戴姆白和中竹青的 五魂融合机 你要知道 在魂师中 出现五魂融合机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 一旦两人实力增加到一定程度 那么五魂融合机就是逆天的存在 对于拥有这样的潜力的年轻魂师 大斗魂场都是绝对要拉拢的 所以对戴姆白 这位敖主管更加增加几分客气 他已经想好了 等到下个月 史莱克七块再来参加斗魂的时候 一定对他们格外的关照 尽可能地笼络这些实力强悍的年轻人 可他又怎么知道 这是莱克七块在索多大斗魂场的最后一场斗魂 很快 计算结果已经出来了 工作人员拿着计算表格说 雪莫白虎 因本月之前的上一次参加斗魂 已经时隔三个月以上 且之前没有五连胜以上的成绩出现 因此本月之前获得的斗魂胜利 将不与本月连胜场次累计计算 一对一斗魂 本月成绩二十六胜二负 其中负的两场分别在第十五场和第二十七场 因此五连胜以上场次分计两次 共十场 十连胜以上场次为五场 获得积分609分 而对二斗魂 双一白虎组合成员 十七胜十一负 其中五连胜场次两场 获得积分24分 团战斗魂是来和七块团队队长 二十八连胜 其中五连胜以上场次五场 十连胜以上场次十八场 获得积分1855分 月初积分为三 本月获得积分总计2488分 目前总计分为2491分 斗魂徽章提升至银斗魂级别 宣布完毕 工作人员将一枚 已经按照代目白留下记录 制作好的银斗魂徽章 交到她的手中 并且递给她另一张黑色卡片 里面是她所有连胜场次 获得的金币奖励 香肠专卖 本月之前无斗魂记录 本月成绩 一对一斗魂无 二对二斗魂 双翼白虎组合成员 十七胜十一负 其中五连胜场次两次 获得积分而是四分 团战斗魂 是莱克七怪团队成员 而是八连胜 其中五连胜以上场次五场 十连胜以上场次十八场 获得积分1855分 月初积分为零 本月获得积分总计1879分 目前总积分为1879分 斗魂徽章提升至银斗魂级别 弘扬的 奥斯卡也获得他专用的银斗魂徽章 和相应的金魂币处置卡 第三个自然轮到唐三了 在所有人中 唐三的战绩无疑是最好的 无论是一对一 二对二 还是团战斗魂 他都获得了全胜 先手修罗 因本月之前上一次参加斗魂 已经时隔三月以上 且之前没有五连胜以上的成绩出现 因此本月之前获得了斗魂胜利 将不与本月连胜场次累计计算 一对一斗魂 本月成绩二十八连胜 其中五连胜以上场次五场 十连胜以上场次十八场 获得积分 一千八百五十五分 二对二斗魂 三无组合成员 二十八连胜 其中五连胜以上场次五场 十连胜以上场次十八场 获得积分 一千八百五十五分 团战斗魂 是莱克七怪团队成员 二十八连胜 其中五连胜以上场次五场 十连胜以上场次十八场 获得积分 一千八百五十五分 月出积分为二 本月获得积分 总计五千五百六十五分 目前总计分为五千五百六十七分 斗魂徽章提升至金斗魂级别 别说唐三和史莱克七怪 联谊旁的站着的敖主管 听到五千五百六十七分这个数字的时候 也是不见呆住了 在他的记忆中 还从未有一名铁斗魂魂师 能够一个月之内获得如此多的积分 请直接从铁斗魂跳到需要五千积分才能够到达的金斗魂 如此情况 别说是锁托大斗魂场 恐怕整个大陆所有斗魂场上也未出现过 结果沉甸甸的金斗魂回程 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一个月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 马洪俊突然怪叫了一声 不好我 戴木白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 有什么不好的 马洪俊瞪是唐三 三哥这一下弄了个金斗魂回程 那我们以后再参加团战战斗 岂不是要和金斗魂级别的团队作战吗 我们怎么打得过呀 一个银斗魂级别的黄斗战队就已经是险胜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由紫荆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第163章 听胖子这么一说 众人顿时明白过来 团战斗魂是按照团队成员最高斗魂级别和最高魂力级别来计算的 也就是说 有一名金斗魂成员存在 他们就必须要参加金斗魂级别的斗魂 一时间众人不禁愣住 怪异的看向唐三 唐三苦笑说 看来积分一下拿太多 似乎也不是什么好事 他们是这种想法 站在一旁的敖主管可不这么看呢 这个我想你们根本不需要担心 敖主管一脸苦笑的看着他们 各位别说是金斗魂级别 哪怕是银斗魂级别队伍 恐怕你们也很难遇到 除非再出现一个黄斗战队 唐三好奇的问道 为什么 老主管说 一般来说 获得积分都是循序渐进的 连胜都是很难达到 像你们这样快速获得积分的情况 我这么多年来还是第一次见到 按照正常情况 三十几魂失踪 也只会出现铁斗魂和铜斗魂 根本就不会出现银斗魂存在 只有到了四十几以上 随着实力增加 四身五魂的优势展现出来 在同级别中拥有一定优势 积分才会快速增加 提升到银斗魂 甚至更高级别的银斗魂 像你们这样 三十几就达到银斗魂战队 我连听都没听过 星斗帝国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反正咱们天斗帝国 所有的大斗魂场 都再没有第二支 三十几的银斗魂战队了 哪怕是三十几的银斗魂战队 恐怕也不会超过五支 而且很难有比黄斗战队再强的团队了 所以你们完全可以认为 在同级别中 你们是最强的 没有对手 史莱克七怪都笑了 除了唐三以外 他们之中最大的 年纪也才不过十五岁 作为魂师 谁不希望自己的实力强大呢 一个共同的声音出现在他们心中 我们史莱克七怪是 金斗魂级战队了 剩余的四人也分别计算自己的气氛 在二十八场团战连胜情况之下 无一例外都在千分以上 顺利获得了银斗魂会场 直到出了大斗魂场 众人还觉得有些不合思议 此时 他们都已经在大斗魂场 找了个僻井洗手间 换回自己的衣服 看着夜空中亮闪闪的繁星 奥斯卡喃喃说道 一个月 真的才一个月 我就成为 一斗魂了 今后 每再参加一场斗魂 就能获得丰富的金币了 这 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手臂上突然一疼 奥斯卡吉林林打了个冷战 委屈地看向身边的美少女 哎呀 容容 为什么掐我呀 宁容容 柔美的小脸上 流露着人畜无害的微笑 我看看疼不疼啊 疼的话 就不是做梦了 作为两名辅助系魂师 能够这么快 获得银斗魂资格 他们的感触 自然是最深的 奥斯卡并没有因为 宁容容掐的是自己 而有什么不满 揉了揉 自己被掐疼的地方 一本正经地说 我确定了 七个月 不洗澡了 唐三笑道 那没问题 只要你别和我住一个房间就行了 否则 我不能保证 会不会在你睡着之后 把散发臭气的你扔进河里 一边说着 还做出一个投掷动作 顿时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黄斗战队队员 在互相搀扶下 朝剧主的酒店走去 尽管他们的伤势 都在叶玲玲的九星海棠下治愈 但因为之前 石家兄弟和独孤燕 都中了唐三的人面魔术剧毒 此时身体依旧是很虚弱 更重要的是 这次斗魂败北 对他们精神上的打击 是十分严重的 叶玲玲搀扶着独孤燕 奥斯罗搀扶着于天恒 状况算是最好的 风铃鸟魂师御风 搀扶着石家兄弟 喊上去就像打了败仗的残兵一般 七人在沉闷的气氛中走着 正当他们即将回到酒店的时候 一个人突然挡住他们的屈辱 天恒 你还认得我吗 有些怪异的洪亮声音响起 令心情抑郁的玉天恒 在惊讶中抬头 接着月光 勉强看清拦路者的向往 他略微迟疑片刻 你 你是 叔叔 你怎么会在这里 拦住黄斗战队去路的 正是大师 大师走到玉天恒面前 站定 说 我们单独聊聊 玉天恒此时 甚至已经忘记了战败的抑郁 赶忙点点头 向队友们示意 让他们先回酒店 黄斗战队等人一听 这个人是玉天恒的叔叔 虽然也没有多说什么 时间走回不远的住处 叔叔 您这是 看着大师 玉天恒猴重 突然有些 嗝住的感觉 尽管大师离家 已经很多年了 但他还清楚地记得 在自己小时候 这位叔叔 经常抱着自己玩耍 那时候 他的脸 也不像现在这么僵硬 父亲作为嫡长子 每天都要和爷爷 学习管理家族事务和修理 童年的时候 伴随自己更多的 就是眼前这位叔叔 甚至可以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玉天恒是将眼前的大师 当成父亲看来的 大师眼中流露出 一丝柔和的光芒 在玉天恒肩头拍了拍 说 看样子这些年过得不错 三十九级了 小恒终于长大了 玉天恒眼眶微红 刚刚经受挫折的他 突然见到亲人 那是一种 找到寄托般的感觉 哽咽着说 叔叔 您跟我回家吧 其实爷爷 爷爷一直在惦记着你呢 爸爸也是 强烈的情绪波动 从大师眼中掠过 惊叹了一声 丹然说 你爷爷虽然是族长 但家族内 却并不只是由族长说了算的 我早就已经被赶出家族 不在家族族谱之列 我还能回得去吗 你爷爷和爸爸他们还好吗 玉天恒点了点头 说 他们都很好 只是爷爷年纪大了 已经不怎么管事了 族内大部分事情都交给爸爸管理 叔叔 您知道吗 我曾经不止一次的看到爷爷 对着你的画像发呆 他 他一定很想你回去看看的 别说了 大师突然有些暴躁地 打断玉天恒的话 整个人身体略微抽出了几下 两久无法平静 玉天恒识趣的没有再吭声 但看着大师 眼中却流露出浓浓的 如沐之情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禁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 第164章 曾几何时 大师那双温暖的大手抱过他 领着他玩耍 给他讲解魂石中的去世 在玉天恒整个童年之中 这记忆比其他所有的一切 都要深刻的多 作为家族长孙 爷爷和父亲 对他的要求是极为严厉的 关心的只有他的魂力进步和魂迹使用 只有大师 只有眼前这位叔叔 则真的带给自己一些属于童年的快乐 良久 大师深吸口气 平复着内心激荡的情绪 天恒 或许不久之后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不用为今天的失败而起内 失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不能从失败中总结教训 你们本身的实力都很强 但从今日的斗魂这一战来看 你们并没有将自己全部的实力都发挥出来 否则的话胜负难料啊 于天恒心中一动 说 叔叔 你也看了我们今天的团战斗魂 我给家族丢人了 大师摇了摇头 你知道你错在什么地方了吗 于天恒有些茫然地看着大师 如果这句话是秦明来问的话 或许他会有许多种回答 可问自己的却是秦叔叔 在整个家族中最没有地位 甚至没有继承直系霸王龙武魂的叔叔 不知道为什么 他有些无言以对 大师抬起右手 抓住于天恒的肩膀 说 你并不是输在对手的手中 而是输给了你自己 不错 你的基本功乃至于魂技的应用 都没有任何问题 之所以会落到对手的陷阱当中 是因为你心中那份骄傲 属于蓝殿霸王龙家族的那份骄傲 骄傲 于天恒看着大师 眼中渐渐多了些什么 他本就极为聪明 有了大师和沁明两人先后的提点 顿时意识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叔叔 您放心 下一次再无机会 我绝对不会输给他们 大师脸上难得地流露出一丝微笑 你会有机会的 因为 我就是史莱克七怪战队的领队 什么 于天恒大吃一惊 不敢置信地看着大师 在家族中 他听到所有关于大师的传闻 都是 大师拥有一个怎样的废物魂 还有那些带给家族的耻辱往事 尽管他并不在乎这一些 但他对于大师的实力 还是非常了解的 那是永远无法突破三十几的实力 大师淡淡一笑说 什么 很奇怪是不是 不错 我自身的实力并不强 但却并不代表 我无法交出好的弟子 史莱克七怪 不能说全是我的弟子 但现在 我是他们的老师 我的嫡传弟子 只有一个 你刚才也见过了 就是史莱克七怪当中 那控制系的魂师 是他 于天恒看着大师的目光 变了变 在之前那场团战斗魂中 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两人中 除了能够在正面与他对抗的戴幕牌之外 那就是控制整个战局的躺三了 大师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总有一天我要让世人知道 我玉小刚虽然是一个废物 但 我却可以交出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 天恒啊 我要走了 记住我的话 如果你希望在任何情况下都发挥出自己全部的实力 带领自己的团队获得最终胜利的话 那么你就要放弃那份骄傲 说完 大师深深看了玉天恒一眼 又到他肩膀上拍了拍 转身朝着黑暗中走去 叔叔 你能不能也教教我呢 玉天恒追上一步 大师停下脚步 轻轻摇里摇头 天恒 如果让家族的人知道我来教你 你认为他们会怎么做呢 恐怕 我将立刻成为蓝点霸王龙家族的仇敌吧 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名伟大的魂师 那么 就以我那徒弟为目标吧 如果有一天你能超过他 那么 你必然已经站在陆地魂石的顶端了 叔叔 为什么 玉天恒有些不服气地问着 他虽然对唐三的控制力 以及五魂附带的剧毒十分吃惊 但他却肯定地认为 那不论是怎样变异 也只不过是蓝阴草而已 始终也不可能与自己蓝点霸王龙五魂相比 如果是一对一的决斗 自己一定能够战胜对手 大师停下脚步 回头看向玉天恒说 你知道 他的魂力多少级吗 玉天恒想了想说 我得到的资料上看 他应该是三十二级 绰号牵手修罗 那我想 他的魂力应该和我差不多吧 对于唐三控制全场局面的情形 此刻他依然历历在目 他怎么也无法相信 那是一个魂力比自己低上七级的控制器魂师所能做到的 西方独孤雁也是控制器魂师 三十八级魂力却被他完全压制 大师摇里摇头说 不 资料上给出的是正确的 小三确实只有三十二级魂力 那么 你知道他今年 他多大吗 玉天恒摇里摇头 心头却突然露了一拍 大师淡然一笑 他刚过十三岁生日 在十二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获得了自己的第三魂魂了 说完这句话 他不再停留 转身飘然而去 即使是这些 也不能完全代表唐三的天赋 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秘密 双生无魂 玉天恒整个人都呆着 站在那里 半晌没有异度 直到独孤燕 在叶玲玲搀扶之下 重新找了回来 他才从呆着中 心醒过来 三十二级 十三岁 原来如此 所以叔叔会说 想要成为伟人的魂师 就要追赶上那个人的脚步 叔叔 您究竟教出了 怎样一个怪物呢 唐三打了个喷嚏 就要揉自己鼻子 小三 你怎么了 不得不说 那救星海棠五魂治疗能力 是极为惊人的 小巫子是除了脸上 还有些苍白之外 身体一无大碍 伤口处 甚至连疤痕都没有留下 唐三摇里摇头 笑道 没事 或许是有人在惦记着我们 说完这句话 他不自觉地想起自己的父亲 爸爸 你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么多年了 你究竟去了哪里 为什么一直都不回来见我 你不要我这个儿子了 在来索头城之前 他还特意回家了一趟 在家里留下字条 并且告诉村长老杰克 如果父亲回来 就告诉他自己的去处 六年了 已经过去了六年多的时间 可是父亲却音讯全无 前一世 自己从未有过亲人 这一世 好不容易有了一位父亲 可是他却离开了自己 小五对唐三自然熟悉得很 看着他的目光变化 就已经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了 小三 别多想了 相信不久之后 叔叔一定会回来的 唐三默默地点了点头 此时 一兴人也终于回到他们的酒店 一进酒店 他们就看到 坐在餐厅角落处 正在喝酒聊天的弗兰德三人 三人桌子上 韭菜看上去冻得不多 正在说着什么 哎 有酒喝了 胖子第一个走了过去 他也算是弗兰德的 第一传弟子 在弗兰德面前 并没有其他人 那么容易拘束 老师 今天我们赢了 是不是也该 犒劳犒劳我们呢 马洪俊 走到弗兰德的身边 伸手 向桌子上酒杯拿去 弗兰德 手中筷子一翻 敲在胖子手骨上 胖子手上一疼 哎呦一声 赶忙把手收了回来 清明有些疑惑地看着 站在弗兰德身边的马洪俊 说 老师 这位小兄弟 也是学院的学员吗 我们史莱克学员 什么时候有这么多弟子了 马洪俊 大大咧咧地说 秦学长 刚分开没多久 你就不记得我了 秦明瞪大双眼 仔细地看着胖子 你 你是刚才史莱克七怪中 那个会喷火的胖子 你今年多大 尽管心中已经有了一定预期了 可真正看到马洪俊 还带着稚气的胖脸的时候 他不禁感觉到自己心脏一阵抽搐 秦明一向知道 自己在魂尸界 算得上是天才中的天才 哪怕当初在史莱克学院 他也是佼佼者 可眼前这个胖子的实力 他之前是见过的 尽管是在七宝六里塔五魂的帮助下 但他能够顶住 三十五级风铃鸟魂尸 预封第三魂级攻击 那么长时间 自身的实力 又怎么会差呢 但这面具的史莱克七华 给人感觉 只是相对矮小一些 但其中像戴木白 小五几人 已经有成人身高了 只要他们自己不说 谁也猜不到 他们真正的年龄 马洪俊有些得意的说 没错 我就是刚才那个邪火凤凰 十三岁了 哦 我明白了 之前我们戴着面具 所以你才认不出我了 对吧 此时 史莱克七华 其他人也已经走了过来 七明有些发呆的 看着这些 大部分都是十五岁以下的孩子 一时间不禁说不出话来 弗兰德习惯性的发出 他能带有沙哑 和感觉很是阴险的笑声来 怎么 秦明 忘记我们学院的传统了吗 我们可是只收十二岁的学员 马洪俊十一岁到学院的 唐三小五 还有宁荣荣和朱朱青 都是今年入学 这几年 也就算今年收到的学生 比较多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荆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 第165章 秦明 免讲 突厌了一口唾沫 说 那这么说 他们大多数 都只有十二三岁的年龄了 弗兰德点了点头 秦明目光 分别从史莱克七块 身上扫过 苦笑说道 我现在才知道 你们为什么要戴面具 你们真是给了我 太多的惊讶 我一直以为 天赋已经很不错的 黄斗战队 在你们面前 根本什么都不是 如果年龄相同的话 他们将没有任何获胜机会 弗兰德没有说话 只是微笑地看着眼前这些弟子们 史莱克学院的学员 可以说是他一生之中最大的成就 秦明是如此 眼前的史莱克七块 也同样是如此 戴姆白问道 学长 能不能冒昧地问一下 您现在多少级魂力了 秦明下意识地回答说 62级了 运气还不错 史莱克七怪面面相觑 同时想起了弗兰德那句治理名言 史莱克学院只收怪物 不收普通人 行了 别互相吹捧了 这怪物们都坐下吧 吃什么自己点 今天这顿 你们吝啬的院长大人 慷慨解囊 逼给我面子 随便要 赵乌吉看着得意的弗兰德 大声地招呼着史莱克七怪 弗兰德脸上的笑容顿时变得僵硬了 而史莱克七怪则同时欢呼一声 立刻叫来服务员 果然是不给赵乌吉面子 直接开始点菜 马洪俊率先抢过菜单 翻了翻 菜单只有三页 抬手在菜单上点了几下 示意服务员记住这几道菜 弗兰德就在马洪俊身边 掀开着自己徒弟点的那几道菜 都是最便宜的菜 心中不仅大爽 哦 不愧是老子的弟子 还真会给我省钱呢 真是不错 但是 马洪俊紧接着说出的话 就令他立即从天堂跌到了地狱 嗯 刚才我点这几个都不要 菜单上其他的全部来一份 亮腰道 再来两桶上好的麦酒 啊 快点上菜 马洪俊根本没给别人点菜的机会 直接就替时来客奇怪 完成了这光荣的任务 扭头看向弗兰德 马洪俊有些奇怪的说 哎 老师 你的脸怎么了 怎么有些发青啊 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一旁的亲民还能保持矜持 但赵无极却也毫无形象地打笑起来 弗兰德的小气 在学院老师中可是人尽皆知的 秦明此时的表情已经恢复了正常 微笑说 怎能让院长破费呢 这么多年了 我终于回来了 两位老师 就给我一个感谢你们当年教导的机会 没有你们 也没有今天的秦明了 赵无极哈哈一笑 哈哈 小明啊 你还是那么懂事 本来我还想看看弗兰德打出血的样子 现在是看不到了 弗兰德一听 秦明说要请客 脸色顿时变得好看许多 瞪了赵无极一眼 说 看我出丑你很爽是不是啊 好啊老赵 我们也好久没有切磋切磋了 等回去以后 我找你列列手 也好促进魂力提升 这次轮到赵无极笑不出来了 他和弗兰德不知道切磋了多少次 对于弗兰德的实力 自然是再清楚不过了 作为力量型魂式的他 对于属于敏攻系 又是非型魂式的弗兰德 根本没有一点办法 更何况弗兰德的魂力 还比他高上两极 到了他们这个级别 每一级的魂力差距 可不像史莱克七怪 现在这个级别那么不明显 每差一级 那是绝对的差距 金明看着坐下的史莱克七怪 最后格外的将目光 放在唐三 戴木白 和竹竹精神上 真是可惜了 如果学弟学妹 不是咱们史莱克的人 我想方设法 也要把他们弄到皇家学院去 如果有了你们的加入 说不定 金明刚收到这里 熟悉的声音 突然从不远处响起 就算他们是史莱克学院的人 也同样可以把他们带回皇家学院 众人定睛看事 只见大师从外面走了进来 也不客气 直接在弗兰德身边 挤了个位置坐下 秦明试探着问道 大师 您刚才说的意思是 没等大师回答 弗兰德已经不敢了 大师 你特意来拆我的台是不是啊 这些孩子是属于史莱克的 现在是以后也是 难道在史莱克 我们就不能给他们良好的教育吗 大师并没有因为弗兰德的交集 而有什么变化 依旧僵硬着他那张脸 淡淡的说 我又没说让他们加入 天斗皇家学院去 我的意思是 希望两个学院能够彼此交流一下 秦老师 我想这应该问题不大吧 如果你不能做主的话 我可以找五魂殿 秦明愣了一下 看着大师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弗兰德也同样看着大师 心中暗笑 小刚这家伙葫芦里 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但现在当着秦明 他也不好问出来 但他和大师这么多年修理 自然相信大师是个有原则的人 秦明想了想说 能和学弟学妹们交流 是天斗学院的幸运 只是我怕 大师说 你是怕这些孩子太出色 到了你们天斗皇家学院 就回不来了是不是 被人看穿的感觉 绝不好受 大师看上去平淡无奇 但是他的话却极具穿透力 直接说中了秦明的心声 秦明也不做作 点了点头 说 是的 天斗皇家学院 在天斗帝国 虽然是第一学院的称号 但这些年已经很少出强大的魂师了 地位每况愈下 学院的领导们对于天才性学员 求财若渴 要是学弟学妹们去了 难保他们不会有什么想法 我怕他们会动用各种关系 尽可能地请学弟学妹们留下来 那样 岂不是挖了咱们史莱克学院的墙角吗 弗兰德笑道 小明 你小子不错 不愧是从我史莱克学院出去的 知道为学院着想 大师啊 小明也不是外人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大师瞥了弗兰德一眼 说 我就是在直说 秦老师 如果我记得不错 作为天斗帝国皇家建立的学院 一年后那场盛会 天斗皇家学院应该有两个参赛名额 对吧 我可以让这些孩子暂时作为交流生 加入到天斗皇家学院 直到一年之后的盛会结束 我想 这样的话 你也好做一些 新鸣大吃一句 大师 您是说要让学弟学妹们 代表天斗皇家学院 去参加那场盛会吗 可是那样 天斗学院 一定会对外宣布 学弟学妹们 是天斗的人呢 大师 惨然一笑 说 多一个学院的毕业名头 也没有什么不好 不 我不同意 弗兰德猛的拍案而起 瞪视着大师 说 孩子们是属于史莱克的 大师 你不要忘了 史莱克是我这二十年来 全部的心血 大师的情绪 并没有因为弗兰德发怒 而发生改变 弗兰德 我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你能解决 那么孩子们 去不去天斗都无所谓 首先 你能不能提供给孩子们 那一态训练环境 其次 你能够给他们提供 一年后参加全路的 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资格吗 第三 你凭什么就认为 进入天斗皇家学院之后 这些孩子 就不属于史莱克了呢 或许 你不能理解我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我还是要问你 最后一个问题 你建立史莱克学院的 意义是什么 我 我 弗兰德被大师接踵而来的几个问题 问得哑口无言 瞪使了大师 但刚才那股愤怒 却已经渐渐消失 逐渐变成颓然 大师淡淡地说 逆太修炼环境 能够令他们修炼魂力的速度 再次增加 全路的魂师学院精英大赛 只有正规的学院通过出赛之后 才能够参加 而史莱克学院 并没有在任何一个王国 或者是帝国注册过 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硬件条件 尽管在魂师界 史莱克学院有名声 但那并不能带来参赛资格 而你应该知道 全路的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奖励是什么 对孩子们有多重要 你当初建立史莱克学院的理想 是要培养出魂师界的天才 让整个魂师界因为他们而震惊 而我为他们选择的道路 就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之下 让他们走得更加的顺畅 而且我刚才的话还没有说完 说到这里 大师转向秦明 让这些孩子加入天斗皇家学院 我有一个条件 学院必须要接纳 现在史莱克学院的所有教师 并且让我们来亲自教育这些孩子 天斗皇家学院不得有任何干涉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替天斗学院获得荣誉 出了一道难题 坦白说 站在天斗皇家学院的角度 能够让学弟学妹们代表天斗皇家学院出战 无疑会给学院带来无数荣誉 令学院名声大噪 您提出的条件也绝不过分 各位老师都是魂师界的名人 学院也绝不会拒绝 并且会提供最好的酬劳 只是 史莱克学院是弗兰德院长的心血结晶 如果真这样做了 那么今后恐怕 行了 照小刚说的做吧 弗兰德再次急身 脸色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 小刚说的对 我不应该只是考虑自己的骄傲 一切都应该为了孩子们好 天斗皇家学院属于天斗帝国皇室 是少有的不受到五魂殿干涉的魂师净土 孩子们在那里不会吃亏 史莱克现在的老师们 也能够有个养老的地方 一直以来 我都只考虑自己的想法 可大家却一直都跟着我 现在我们都老了 也该给大家找个归宿了 天斗皇家学院 这个名头似乎也不错 更何况 孩子们在那里也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你们商量吧 小刚和无极全权代表我 我要一个人去静一静 说完 弗兰德转身向外面走去 赵无极向马红军使了个眼色 胖子立马回忆 也顾不得正在一盘盘端上来的美食 赶忙追着弗兰德去了 在这个时候 他这个做弟子的 比大师和赵无极更能给弗兰德安慰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荆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 第166章 大师叹息一声 说 弗兰德 虽然执着了一些 但并非不明理之人 我相信他能够想明白 少无极 苦相爽 毕竟学院是我们这么多年 一直以来的支持 弗兰德并不是不明白 你这建议的好处 哪怕他已经决定 要在这些孩子毕业之后 关闭学院 可真到了这个时候 他心里却依旧是不好接受 对我们来说 这实在是有些突然 在这里 我们已经生活了20年了 大师点了点头 说 这件事情也只能够靠他自己了 赵无极说 或许对我们来说 这也算是一个最好的归宿 大师 谢谢你 我知道 你这样提议 不只是为了孩子们 也是为了弗兰德和我们 天斗皇家学院 是少数不受五魂殿影响的地方 也有足够的名声 你是在尽可能照顾弗兰德的面子 他那里养老 似乎也不错 脸上流露出一色微笑 赵无极的表情轻松了许多 他并不是弗兰德 没有弗兰德那么好面子和内心的执着 在史莱克学院 20年固然会令他充满留恋 同样的也会有些疲倦 换个环境或许并不是坏事 在这件事上 史莱克七怪完全插不上嘴 除了去追弗兰德的马洪俊以外 剩余六人面面相须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冲淡了他们胜利之后的喜悦 甚至连吃饭也没什么心情了 弗兰德站在酒店门口 仰手望向星光点缀的夜空 淡淡的说 你跟出来干什么呀 吃饭去吧 马洪俊此时脸上 也没有了平时那带着些淫荡的笑容 恭恭敬敬的站在弗兰德身边 老师 您就别难过了 弗兰德摇了摇头 我并不是难过 只是多少有些失落而已 对我来说 这一切来得有些快了 洪俊 我发现你那邪伙的问题 似乎随着这段时间 跟随大师的训练减弱了许多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一听老师提到自己的邪伙 胖子脸上笑容重现 挠了挠头说 我又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这段时间以来实在是太累了 似乎所有的精力都已经消耗干净 根本没有想那些的功夫 弗兰德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这是好现象 你的武魂正在潜移默化的变化之中 或许用不了多久 你或许就不会再受到他所带来的困惑了 好了 你回去吧 不用劝我了 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 马洪俊眨了眨眼 揉了揉自己的胖脸 说 马老师 其实这只是借机圣诞 坦白说 我不太明白 你为什么会郁闻 借机圣诞 弗兰德转身看向自己的敌传弟子 有些惊讶地重复着他的话 马洪俊赶忙点点头 说 是啊 那不就是借机圣诞吗 就那什么皇家学院的设施 帮助我们训练 而我们帮他们出战 也相当于支付一点费用罢了 别人我不知道 反正我不会因此觉得 自己就是那什么皇家学院的人了 我永远都是您的弟子 是史莱克的 邪火凤凰 弗兰德呆呆看着马洪俊 虽然胖子的比喻实在不怎么样 但是却令弗兰德脑海中 似乎打开了一扇门 借机圣诞 借机圣诞 好一个借机圣诞 看来 我真的是太执着了 早一点 晚一点又能如何呢 史莱克终究会结束 但是 曾经留下的一切 却永远也无法改变 小刚 谢谢你 谢谢你帮我为史莱克画上这个句号 第二天一早 史莱克学院众人结长离开酒店 结束了这为期一个月的第二阶段训练 或者在身体上 这第二阶段训练不像第一阶段那么极限 但在精神上却更令史莱克七怪更加疲惫 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对手 每天都要为了胜利而努力 面对强敌 不但要和对手对抗 还有和伙伴们配合 斗魂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切磋完全不同 那是真正的战斗 实战经验充实的同时 也让史莱克七怪 清晰地发现第一阶段那魔鬼训练的效果 战斗中的耐性 韧性 以及恢复力 都得到了长足的进度 否则他们又怎么能支撑住 每天参加斗魂的高强度战斗 尤其是每天要参加三场斗魂的几任 可是在斗魂中 将第一阶段魔鬼训练的效果 完全发挥出来 大师带给他们的 除了基础训练和实战训练以外 还有第二阶段 包含了另外一个含义 那就是持续战斗能力 回到那熟悉的小村 虽然这里没有所多城那么的繁华 但也少了城市的喧嚣 家的感觉是那么亲切 对于史莱克七怪来说 史莱克学院 早已是像家一般的存在 弗兰德的情绪已经恢复了正常 连这二十年一直跟着他的赵无极也没有想到 他居然这么快就能想通了 弗兰德已经职业节拍板 一切按照大师的计划来做 至于如何进入皇家学院 以及以后的一切 那就是属于秦明的问题了 孩子们都休息去吧 这段时间你们也辛苦了 无极 你把大家都叫来 弗兰德一回到学院 就开始下达命令 这史莱克学院并不是他一个人的 还有另外三位老师 他同样也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奥斯卡一回到宿舍 也顾不得床铺上这一个月积攒的灰尘 直接就搞在自己床上 还是回来叔父 小三 别叫我 我要大睡一场 睡觉睡到自然醒 唐三看着奥斯卡在床上摆住木字形的样子 不禁微微摇头 这个家伙 要是没人逼迫他修炼 可这懒散的个性 恐怕早就让他这出色的武魂 荒废了 根据大师和秦明之间的商议 史莱克学院重任 将会在两个月后 前往天斗皇家学院 作为交流生进行学习 在这之前 秦明会将天斗皇家学院那边的事情 都处理好 史莱克学院这边 也要进行一些善后工作 大师并不基于开始 那第三阶段的试炼 在今天离开索头城之前 他给史莱克 奇怪布置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在这两个月时间内 首先处理好自己的问题 其次 将之前一个月以来 斗魂得到的经验 充分的消化吸收 同时 这两个月也是魂力集训期 大师要求 除了必要的事情以外 每个人都必须集中精灵 修炼魂力 奥斯卡很快就进入梦乡了 但唐三却想着自己的事情 还有两个月时间 自己必须将一些事情处理好才行啊 尤其是答应宁蓉蓉的事情 所谓受人之托 众人之失 答应了人家 自然要做到 想到这里 唐三起身走出宿舍 朝宁蓉蓉蓉和小武的宿舍 走了过去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禁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 《斗罗大陆》 第167章 啊 好累啊 宁蓉蓉和小武此时 都脱了外衣 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 他们自然不会像奥斯卡 那么不秀蝙蝠 床上的被套 床单之类的寝具 都换了新的 小武说 是啊 在索托天天逗魂的时候 也不觉得 怎么一回来 会感觉这么疲倦啊 这应该就是大师所说的疲劳期吧 蓉蓉 你皮肤真好 连我都忍不住 要流口水了呢 宁蓉蓉和小武此时都只穿着 半长的胸衣和小热裤 躺在床上 裸露着手臂和大腿 宁蓉蓉皮肤确实好 但是来和奇怪的三个女孩之中 她那水嫩的像是荔枝般的肌肤 连小武和朱鲁青也非常羡慕 白嫩的肌肤上 根本找不到半分瑕疵 尤其是那种盈润的感觉 真的像是杨芝玉一般动人 虽然她们还没有完全发育 但女孩子的发育 一向比男孩子要早一些 小身材已经有些规模了 当然论发育 在三个女孩子中 显然还是朱鲁青最好的 宁蓉蓉蓉蓉一笑 睁大眼睛盯着小武猛看 你也很棒啊 我是洁白而你是粉白 看上去我反而没你那么健康了 小武的身材比例和一般人 略微有些区别 她那双大腿格外的长 一般来说 人体的大腿与身高的比例 在62%左右 是最完美的黄金分割 但小武的比例 已经超过了六成半 可却丝毫不会给人突兀的感觉 反而和谐 那有些夸张的大腿 比一只紧绷 皮肤同样娇软 虽然不像宁蓉蓉那么白 但是她那肌肤上带有几分红韵 尤其是纤细的小腰向下 因为她的腰实在是细 到臀胯为止 就勾勒出完美的弧线 顺着小翘臀一直向下 露在小热空外的修长大腿 连宁蓉蓉看着都猛吞口水了 尤其是完美的身材 再加上小武那常可及地的蝎子变 更给人一种邻家小妹 处处动人的感觉 当然如果真的把她当成邻家小妹 来调戏的话 之前那位猥琐怪叔叔不乐的结局 恐怕就会再次上演呢 宁蓉蓉压低声音说 小五 你说 为什么我们这里 就没有竹青长得那么大呢 真羡慕她 一边说着 宁蓉蓉双手 还在自己胸上轻柔了一下 小五翘脸一红 心脆的 这你要问她才行 我怎么知道 那里大就真的好吗 女生宿舍中的话题 惶惶比男生宿舍更加火爆 宁蓉蓉嗤嗤笑道 怎么能不好 我在宗门的时候就听人说过 男人都喜欢女人那里大 可能是我们还太小了吧 你看 大老大天天追着竹青 可能就是因为他那里大的缘故 小五扑斥一笑 你懂得真多 奥斯卡不是也天天追着你吗 宁蓉蓉吐了吐舌头说 其实小奥这个人也挺好的 只是 说到这里 她忍不住叹了口气 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怪 小五疑惑地问 可是什么呀 宁蓉蓉轻轻地摇里摇头 做门有规矩的 我和小奥是不可能的 而且 我们都还那么小 现在说这些也太早了吧 小五疑惑地说 什么规定啊 难道是因为奥斯卡 不是出生贵族家庭吗 宁蓉蓉摇头手 那倒不是 我们七宝琉璃宗 从来不歧视出身普通的魂师 否则又怎么会有那么多魂师 甘愿做家族的附属 只是 家族规定 本族直系成员 不得与辅助系魂师结合 这也是家族 为了直系成员的安全考虑 一般来说 我们的族人 都是与战魂师相结合的 毕竟来自爱人的保护 肯定要比其他人更加可靠 但小奥也是辅助系魂师啊 所以我说我们之间 是不可能的 小五恍然 哦 原来如此 你们七宝琉璃宗的这个规定 也无口后非 不过你还是早些告诉小奥都好 让他别有惦记了 宁荣洞美眸 失神片刻 才强打精神 说 哎 别说我了 倒是你 真羡慕你和唐三 说到这里 他脸上突然流露出一丝神秘 听说 想要这里长得大一点 让男人柔柔有效果 你还不让唐三抱抱你 呸 蓉蓉 你怎么这么瘦啊 小五翘脸通红 这都是谁告诉你的啊 宁荣蓉 嘿嘿笑的 嘿嘿 组里的姐姐们呢 我听他们聊天的时候说的 应该是真的 小五 没好气地说 你可不要乱讲 我和小三是兄妹 怎么能 哎呀 羞死人了 宁荣蓉从床上翻身坐起 我看是阿哥和阿妹吧 你们又没有血缘关系 你问问其他人 有谁把你们是当成兄妹看待的 你简直就是小三的禁卵 你没看到小三为了你双眼透红的样子呢 真是吓死人了 上次在星斗大森林中的时候 你被泰坦居然抓走 他整个人像是疯了一般 要不是后来你回来了 真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上次我和竹青聊天的时候 甚至连竹青都羡慕你呢 他当时说 要是戴木白能像小三那样 他就满足了 相悟说 哎 蓉蓉 那他说没说 他和戴木白究竟是什么关系啊 大老大对他 为什么会那么与众不同啊 我们才刚进学院时就是这样 你也很漂亮啊 可没见大老大有什么表现 宁荣蓉吐了吐舌头 说 那就不知道了 我也问过啊 可竹青不肯说 只是说了一句 他们以前就认识 或许是青梅竹马 也说不定呢 小五摇里摇头 他还清楚地记得 自己和唐三刚来到学院的时候 戴木白第一眼看到竹竹青 似乎并不认识他似的 只说这两人有可能会拥有五魂融合脊 正在这时候 桥门声突然响起 宁荣蓉问 是谁 是我 唐三 啊 是你家小三来了 宁荣蓉敢忙慌乱地去套自己的外衣 小五也吓了一跳 但他动作没有宁荣蓉快 等宁荣蓉上前开门的时候 再勉强把衣服套好 走进两个女孩子宿舍 唐三多少也是有些尴尬的 更令他奇怪的是 宁荣蓉和小五看着他的眼神 似乎都有些怪异 唐三疑惑地问 怎么了 你们为什么都这么看着我 这个啊 是因为 宁荣蓉嬉笑地刚想说 却被小五翘脸通红地赶忙捂上嘴巴 小五充满威胁地瞪着他 心头也如小鹿乱撞一般 联想起之前宁荣蓉说的话 胸前不禁一阵苏马 唐三自然不会明白这些女孩子的心理 更不知道他们之前正在讨论一些 闺房中的小秘密 一时间竟有些无所适从的感觉 要不是真的有事情 说不定他就先离开人家宿舍了 宁荣蓉向小五连连点头 示意自己不会乱说 小五这才松开捂住他嘴巴的手 挡在宁荣蓉面前向唐三说 小三 你怎么来了 唐三微笑说道 我上来找荣蓉的 还有两个月时间 我们就要去天斗皇家学院了 我之前答应过荣蓉 帮他的家族提供金货类案情 要是等我们去了天斗学院 恐怕就没时间了 所以我想先和荣蓉 确定一下这件事情 宁荣蓉才知道 原来唐三是找自己的 小三 你的诸葛神奴前几天给我了 这件事只有我爸爸才能做主 现在时间还够 不如这样 我向弗兰德院长请假回家一趟 我想爸爸应该会答应的 在参加斗魂的这个月 一共十架诸葛神奴的零件 已经全部制造完毕了 唐三顺利地将它们组合在一起 给了每人一个 这次 唐三身上的金货类案情 已经成功地复制到每个人身上 唐三点了点头说 这样也好 只是你一个人回去 会不会不安全呢 宁荣蓉嘻嘻一笑说 不安全倒是不会 其实我知道 在咱们学院周围 一直都有我们家族的护卫 爸爸是不可能不知道我在这里的 他一直没让人把我带回去 显然是默认了让我在学院学习 我回去自然会有人保护的 唐三恍然 这样是最好的 蓉蓉 你没忘记那些暗器怎么用吧 使用的时候 千万要小心 不要误伤了 尤其是钟格神奴 他的威力太大 而且又需要时间来上饥黄 所以不要轻易使用 宁荣蓉说 我知道了 好了 那我现在就去找院长 其实我家也就在天斗皇城不远的七宝城 回头 我从家里直接到天斗皇家学院去找你们也就是了 唐三说 要是这样的话 你现在不回去也没关系 等咱们到了天斗皇家学院之后再说吧 只是那边离索脱城比较远 再想找一家像现在这么好的铁匠铺 不知道是否容易 宁荣蓉笑的 原来你是在担心这个 这个没问题的 我家就有铁匠铺 你要是不怕自己暗器的秘密泄漏 让我家的铁匠铺来制造零件就行了 工艺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继续收听 由紫荆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 第168章 唐三想了想 点头说 那好吧 其实也没什么可保密的 有些东西并不是想学就能学会的 唐门案起何等著名 又怎么会没有仿造者 于是在唐三那个时间 唐门艺历数百年 却从没有任何仿冒案起能够超越唐门的 一名普通唐门的案起制造技师 需要十年时间来培养 唐三在这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 也是经过了二十多年的不断研究制作 才达到金库案起制造大师的水准 想要仿造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宁荣荣说 这就更好了 不用先回去 说实话 我还真怕回去以后 爸爸就不让我出来了呢 正好这段时间也不用再训练了 也能好好玩玩 小五啊 你说我们去哪里玩玩好呢 诶 唐三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唐三皱眉说 老师可是让大家修炼魂力的 荣荣 你忘了吗 宁荣荣秃了秃舌头 笑道 没事的 我又不是总去玩 现在我们史莱克七怪中 就是我的魂力最弱 我知道努力的 但也总要放松一下 劳易结合嘛 小五点了点头 说 嗯 竹竹说的也有道理 小三 你要不要和我们出去转转 唐三摇头说 算了 我还有不少事情要做 你们去吧 注意安全就好 说完他赶忙告辞 在女生宿舍的感觉 总是有些怪 这两个月的时间 干什么 唐三早在回来的路上 就已经想好了 经过上次星斗大森林的遇险 唐三越来越感觉到 自己实力上的不足 虽然有了八猪毛之后 令他在同等级魂师中 拥有很大的优势 可一旦等级上有所差距 这个优势就将荡然无存 四十级以内的魂师 唐三基本上有信心置身 超过四十级 就要看对手的魂师类别 和属性如何了 如果正好是属性 能够克制对手的话 他相信凭借暗器 自己也不是没有一拼之力 但如果是自己被对手所克制 他就几乎不可能战胜 唐三上次从铁墙铺买来的炉具 已经送到了史莱克学院 在今天回来之前 度过铁墙铺 他还特意订购了一批金属 豆魂令他有五千多个金币的收益 购买一些上号的金属毫无问题 再加上上次买的金属 他准备在这两个月内 给自己增添一些武装的力量 同时加强暗器手法的练习 内力不足 使很多唐门精妙的内门暗器 都无法发挥威力 所以唐三还要在自己 最擅长的基阔类暗器上下功夫 史莱克学院虽然简陋 但地方还算不小 再加上老师和学员数量不多 唐三在卢去运来的时候 就向弗兰德要了一间空房使用 当然房租是不能少的 从小武和宁荣荣的宿舍走出来 唐三直接来到这间房屋之中 房子建筑很简单 严实堆砌而成 虽然并不是很规则 但是却十分坚固耐用 这是普通平民最常用的搭建方式 房间不大 有近三十平米 铸造炉 断烧炉 用来敲打的铁毡 铸造锤 一应俱全 只是因为 有段时间没有使用 都有些生锈了 在房屋的一角 还堆砌着大量木炭 和各种成块的金属 大部分都是没有经过 任何加工的 唐三简单地将房间收拾了一下 当他手握铸造锤 熟悉的感觉悠然而生 脑海中不仅回想起了 父亲教自己锻造时候的样子 尽管唐浩并没有教导唐三太长时间 但那段时间就是唐三出生以后和父亲最亲近的时候 对于那段时间内唐浩说过的每一句话 唐三记忆都格外的深刻 神匠并不适用神铁打造出神器的铁匠 而适用反铁打造出神器 唐三难难重复着父亲的话 手中铸造锤伴随小腿发力 已经抡了起来 没有任何目标 来着呼啸的风声 铁造锤就在这个房间内 随着唐三的双手而舞蹈着 每一锤都灌注满内力 身体的半转 一锤锤之间的衔接 无补恰到好 内力与身体的变化 令唐三再次斩起 这乱披风锤法变得更加得心应手 尽管并没有锤机的目标 但那痛快淋漓的发泄感 带给他极为舒畅的感觉 一支挥出足足九九八十一锤 唐三才停了下来 全身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了 痛快啊 真是痛快 唐三将铸造锤送到自己面前 脑海中不断浮现着 自己在唐门和与唐浩学习 铸造记忆时的情景 一时间不禁百感娇气 十三岁 意味着自己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十三年 在这个全新的世界 他得到了许多从前 从未有过的东西 亲情 友情 武魂 武技 这所有的一切 已经完全融入了他的灵魂 唐三身影一闪 已经来到堆积金属的地方 铸造锤在一块直径半米多的金铁上一瞧 顿时震的金铁略略倾斜 脚尖事实探出 轻轻一挑 那足有近百坚重的金铁就已经被他挑了起来 左手探出 将金铁切入掌握之中 唐三 永远无法放弃的老爷 我一定会让你在这新的世界中 绽放光芒 金铁放在锻造炉上 唐三熟练的对方木炭点燃拉风箱 充满节奏感 有力的风箱声 开始在有事物内回答着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通红的火焰冒起 铸造炉开始恢复了他的作用 唐三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的话 他也明白 为什么父亲会说 用繁铁铸造神器 则是真正神长的意义 那不只是技艺 更重要的是坚定的毅力 再普通的铁 如果经过上万次断档 他也会成为铁中之王 唐门对自己制造的暗器 要求极为严格 作为曾经制造机阔类暗器的佼佼者 唐三对自己的作品 要求更加严格 他绝不会因为暗器质量出现问题 而导致陷入危机的情况 出现在自己身上 金铁烧得通红 就像一块无比巨大的红宝石 也只有在完全烧红的时候 才能看出其中内涵的杂质 朱造锤跳入唐三手中 属于他的舞蹈开始了 充满韵律和节奏的交击声 从石屋中飘然传出 唐三开始了属于他的锻造 从这一天开始 除了吃饭以外 唐三甚至没有回过自己宿舍睡觉 每天都重复着不停的短造 累了就在原地坐下修炼魂力 精力一恢复 就继续开始他的工作 谁也不知道唐三究竟在制作什么 就连大师也不清楚 但大师却从来没有到他的铸造房间去找过他 那是完全的信任 大师相信 唐三绝不会因为铸造而荒废自己的修炼 唯一进过铸造间的就只有小五了 小五每天都会前往铸造间 他也不打扰唐三 只是默默地将干净的衣服放在一旁 将自己打好的清水和一些去皮去乎的水果摆在那里 就悄悄地退出去 他并不是不想和唐三说话 只是因为自从认识唐三之后 他还从未见过唐三如此费尽忘食地去做一件事情 唐三的身上都充满了金属的味道 整个人身上都是铁灰和焦炭的颜色 对于唐三现在的情况 小五是有些担心的 只有当他再次悄悄进入铸造间时 看到唐三换上干净衣服 喝光他送来的清水和空调的水果盘 他才会感到欣慰一些 时间一天天过去 铸造街内的交集声 只是变得更加的密集 每一天天还没亮 他就开始想起 直到夜幕完全取代天光 才会完全停止 在这段时间内 哪怕是到食堂吃饭 唐三都显得沉默寡言 始终处于一种思考的状态之中 对于这样的情况 戴木柏也找过大师和弗兰德 大师只说了一句话 无要去打扰他 深蓝渐渐取代纯黑 远处天边 一条金色的丝线 渐渐透出迷蒙的光彩 黎明又一次来临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共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 第169章 铸造间的门开了 一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乱蓬蓬的头发 带着铁灰的面旁 还有落露在外 满是污渍 却充满强健肌肉的上身 看上去 他比以前更加强壮了 身高也似乎增加了几分 淡淡的紫意 从双眸中隐隐透出 带着射人心魄的感觉 凝望远方 遥望那金线渐渐扩张的东方 眼中紫气渐生 小然抬起双手 随着拳头的钻紧 他全身钢铁一般的肌肉 骤然绷进 就像叙事待发的猎豹一般 充满了力量和狂野的美感 四十九天 整整四十九天 我终于成功了 缓缓摊开手掌 一对浑原的铁球 出现在他掌握之中 铁球漆黑 哪怕在阳光的照耀之下 也没有任何光泽出现 那一层森冷的气息 从铁球内悄然弥漫 红样的铁球 在他背后房间中 还有十六枚 如果让是莱克轻拐 其他人知道 在一整整两个月时间内 他绝大多数经历 都只是制作出 这十八枚铁球的话 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感想 唐三捏起手中的铁球 喃喃地自言自语地说 现在所差的 也只有毒 真的好想再制作一次佛弩唐炼 还有那未完成过的暴雨梨花针 可惜 这个世界中 材料的限制 终究是太大了 手腕轻动 两颗铁球破空飞出 一左一右 同样是悄无声息 他们奇异地在空中 划出两道弧线 再重新飞回到 唐三掌火之中 则在掌心中 滴溜溜地转个不停 但是自始至终 他们始终没有碰撞在一起 习惯地修炼完 紫迹魔童 唐三重新走回铸造间内 房间内的金属 已经全部消失了 包括唐三后来 从铁墙铺买来的也一样 右手在桌面上磨锅 包括他掌握中的两颗 一共18枚铁球 全部消失在24桥明月夜中 目光落在房间角落中 那唯一还算干净的椅子上 一身干净的衣裤 平静放在那里 那是小五昨天送来的 看着他们 唐三眼中不禁流露出一丝 难掩的温柔 小五最让唐三欣赏的 就是他在什么时候 都知道该做什么 平时他总是那么的快乐活泼 可当自己需要安静的时候 他也不会丝毫打扰 只是默默地为自己坐着 那看似微不足道 但却令人永远 有无法忘怀的事情 此时天色还早 按照往常的惯例 是来和学院这个时候 是没人会起床的 唐三打来清水 写个冷水澡 从上到下 把自己清理得干干净净 然后才换上 小五昨天送来的干净衣服 全身顿时一阵清爽 手势好一切 舒爽的感觉 传遍全身 唐三将右手抬到自己面前 淡淡的蓝光 从掌心涌出 一个蓝阴草 悄然生长出来 在他掌心摇曳生姿 似乎 又进步了呢 唐三脸上多了几分 欣喜的笑容 对于唐三来说 这次是九天的铸造 对体力和精神的考验 丝毫不比之前 大师带大家 进行了两个阶段的训练差 每天都在不停地 铸造和思考 他的身体 所承受的压力 一点不比负重跑要少 如果不是他的身体 拥有足够的韧性和耐力 再加上内力的支撑 恐怕早就已经支撑不住了 这也正是 这每天对身体的磨练 令他全身肌肉 变得比以前更加绷紧 最明显的是手臂 粗了一圈的手臂上 没有一丝多余的坠肉 肌肉棱角分明 肩膀变得更加宽阔了 每一个随意的动作 都能看到 手臂上筋肉收缩 放松的过程 只是 唐三的手 却依旧像以前那么修长 手掌上 也没有任何老箭存在 进步的 不只是他的体力和魂力 同时还有玄瑜手 按照唐三自己估计 这算是九天 几乎疯狂和痴迷的铸造 竟然令他的魂力 再次进步了 提升到33级 当然 这不只是这两个月努力的结果 与之前两个月的磨练 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魂力再次进步一级 这样的速度 只能用恐怖来形容了 尽管是突破了30级的瓶颈 可是每一级魂力 需要积蓄 对于普通人来说 也需要修炼至少半年以上 才行的 私质差的 甚至需要一年的时间 才能有所提升 当唐三走进食堂的时候 令他有些惊讶的是 大家竟然都在 已经开始吃早饭了 其实 众人并不是从今天开始 才这么早起吃早饭的 只不过唐三这些天 一直在忙于他的铸造 根本就没注意过这些 我们的铁人来了 哟 铁人今天怎么这么干净 说话的是戴木白 面带笑语地看着唐三 戴木白一向是十分骄傲的 他也有着骄傲的本钱 可是在唐三面前 他却怎么也骄傲不起来 尽管唐三的魂力 和他还相差许多 但是戴木白知道 如果真的用性命相拼的话 几乎可以肯定 自己拼不过唐三 在整个史莱克七怪中 唐三无疑已经成为 最重要的一个 但是戴木白也知道 唐三的成就 并不只是天赋那么简单 这49天的时间 唐三在做什么 大家虽然不知道 但是每个人却都能听到 那几乎从未停歇过的敲击声 那是需要怎样的毅力 才能完成的 在唐三的刺激下 不只是戴木白 包括最懒惰的奥斯卡在内 其他人在这些天以来 也都在努力修炼着 他们的魂力 大师提出了一个 不睡眠修炼法给他们 那就是让所有人 以修炼魂力 来代替自己的睡眠时间 每天除了一些 必要的魂技锻炼 和身体活动之外 剩余时间 都在魂力修炼之中 过程虽然枯燥 但对于实力提升 无疑有着很大的好处 期间 小五的魂力提升到32级 其他人魂力 也都有不少的上涨 现在 史莱克七块的魂力等级 分别是 截摩白虎戴摩白 38级三环战魂尊 香肠专卖奥斯卡 31级三环战魂尊 牵手修罗唐三 33级三环战魂尊 邪火凤凰马红俊 28级二环战魂大师 容骨魅兔小五 32级三环战魂尊 七宝琉璃宁容辱 27级二环战魂大师 游名灵猫朱祝青 28级二环战魂大师 唐三唯唯一笑说 东西弄完了 自然就出来了 算算时间 距离咱们前往天斗皇家学院 也没几天了 宁容容好奇地问 三哥 这次你又弄了什么好东西出来 给我们大家看看 唐三说 其实这段时间 我做的东西并不多 因为制造起来 实在是比较麻烦 除了几件暗器之外 我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实用的东西 我们也有份呢 宁容容一听顿时大喜 使来客奇怪的其他人 也不禁都面露笑容 唐三对暗器的制作要求近乎苛求 他们已经得到全套金库的暗器 哪一样不是制作精良 唐三既然用这么多天来制作 可见这次的东西 质量是不会错了 马洪俊 黑黑一笑 说三哥就是好啊 还能雨露均战 快拿出来 让我们看看 小五瞪了马洪俊一 什么叫雨露均战 难听死了 小三还没有吃饭呢 让他先吃饭吧 宁容容一笑 还是小五心疼三哥啊 小五向他拖了吐舌头 把一边给唐三专门留出的早点 送到唐三面前 自从大师来了以后 史莱克学院的伙食 就发生巨大的改变 当然 现在这些早点 已经不是学院出钱了 而是史莱克七块 自己花钱 但东西还是一样的 对于学院的经济情况 大师并没有隐瞒 而经过这一个月的斗魂 大家都是囊中充盈 自然也不会在乎 这些饭钱 嗯 好 我先吃饭 待会儿我们到外面去 我也好给你们演示 食堂地方太小了 唐三向小五笑了笑 接过自己早餐 毫不客气地大吃起来 最近这段时间 他的工作量太大了 饭量也是随着水涨船高 在史莱克七块中 就说他吃的最多了 其他人都吃的差不多了 一边看着唐三大块朵仪 心中惦记着他的礼物 都不禁有些痒痒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继续收听 由紫禁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 第170章 被众人关注的感觉 可不怎么好 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 唐三快速吃完自己的早饭 立刻站起身说 再让你们看下去 我都消化不良了 走吧 出去我给你们把东西配好 小吴很自然地 拿过唐三用过的碗筷 就要去清理 唐三抓住他的小手说 待会再收拾 我们先到外面去 一心七人来到学院操场这种 操场上空荡荡的 阳光洒满操场 此时已是初夏了 史莱克学院地处大陆中央 今时是清晨 依旧十分的温暖 宁荣荣有些急切地说 哎呀 小三快拿出来吧 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唐三微微一笑 右手在24小明月夜上摸过 取出一个样子特殊的东西 那是一个完全用金属打造成的桶状物 通体呈现颜色 看上去和绣件有些相似 但是要比绣件更大一些 也更为厚实 唐三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 挽起自己左臂的衣袖 双手一搬 将桶状物一侧搬开 形成由两个半圆组成的样子 众人看到 在桶状物内侧又容不称底 唐三将其扣在自己左小臂上 桶状物的长度 正好将他的左小臂完全包覆在内 他先调整了一下 然后甩了甩手臂 桶状物完全依附在他的手臂上 没有丝毫晃动 看上去严死合风 这下连小五也不禁有些好奇了 啊 小三 这是什么东西啊 是威力更大的修建吗 唐三摇里摇头 说 准确地说 它是一种工具 我叫它飞天神爪 你们看清楚 我的操作方法 他在飞天神爪上方前端位置一拉 拿出五个环扣式的金属 套在自己左手五指上 紧接着五指收紧攥住 伴随一声精粹的铿枪声 一个金属锥猛地弹了出去 正好超过手掌长度 紧接着 金属锥前端突然爆开 变成一个金属爪 爪分五指 在阳光下闪耀着寒光朔树 尤其是爪尖的位置 感觉上像是污点寒星一般 唐三从一旁地上捡起一块石头 说 飞天神爪是用几种金属融合在一起 千锤百炼打造出来的 本身极为坚硬 总以穿金透实 这金属爪就是它最关键的步骤 爪子张开之后 只要稍微触碰 就会触动我内部制作的弹侧和齿轮 令金属爪直接收紧 一边说着 他把石头凑到金属爪上 只听噔的一声 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金属爪就像磁砖洞一般 轻松地扣入岩石之中 整个爪身足足没入了一半 唐三详细地解释说 在金属爪扣住目标之后 有五种操作方法 第一 把套着金属环钻拳的伸直伸直 那么金属爪就会重新弹开 恢复到之前的样子 第二 如果伸直中直 那么金属爪就会全力扣入 力量极大 大约可以抓透一寸厚的钢板 至于另外三种方法 则需要配合它的其他作用 一边说着 他中止伸直 噗的一声 一阵尘烟冒进 那块普通的石块 竟直接被抓碎了 看到这一幕 史莱克七块 其他六人都不禁咽了咽唾沫 他们实在想不出 如此坚固的钢种 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 其实 唐三所说的千锤百炼一点都不夸张 当金属成型之后 就连铸造锤都无法改变他们的形态 是唐三耗飞大量魂力 凭借着他的另外一个武魂的小锤子 才完成的 在铸造过程之中 唐三也发现一些专门属于那小锤子的奥妙 当金属与那看似不大的锤子接触时 竟然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 不论是什么金属 与小锤子一接触都会变软 用他来打造暗器 简直是如虎添一眼 可惜他对魂力和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不断消耗之下 唐三就必须要通过打坐来恢复 这也是他能够在这段时间内 将魂力提升到33级的重要原因 戴木白心中一动说 这钢爪的作用还有什么 如果只是现在这样的话 似乎还不如我的胡爪 别说抓碎石头 以他现在的实力 他的胡爪就算切尖断玉也毫无问题 唐三微微一笑说 当然不止是如此 否则他也不用叫飞天神爪了 他最主要的效果就是带我们飞起来 尽管并不是真正的飞 但作为一件工具还是很有用的 你们看 这是他的第三种效果 一边说着 唐三先重新将钢爪弹开 然后朝着大约20米外的一株大树 抬起左臂 拇指猛地伸直 只听嗖的一声 附带着户壁上的钢爪闪电般地弹出 在阳光照射之下 带着一道闪亮的光芒 眨眼间已经飞了出去 扑的一下 直接抓入树干之中 众人清晰地看到 在钢爪后面连接一根 大约只有麻绳粗细的钢锁 紧接着 唐三无名指伸直 脚尖的地面一点 身体如离弦之剑一般 在钢锁牵引之下 眨眼间扑到那棵大树之上 脚尖在树上轻点 凭借飞天神爪的拉扯 整个身体就横在树干之上 寻指弹度 松开钢锁 唐三几个脊落已经回到众人面前了 在一些特殊的地形 飞天神爪能够发挥出很好的作用 同时 它也可以用来抓人 钢锁的长度为三十米 收缩力大约是三百斤 只要我们的体重不超过三百斤 就可以凭借它 攀登上一定高度的地方 每一个飞天神爪内部结构 都是非常的复杂 有大量齿轮和弹侧组成 当然对于唐三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精细的工作 真正清晰的 还是沉睡在二十四小明月夜中的 那十八颗铁球 小指弹起 钢爪收回护壁这种 扛三手弯一抖 五指也从铁环上脱离开来 铁环自行回到护壁内隐藏 看上去 它依旧像是一个很普通的钢铁护壁一般 马洪俊 喃喃说 这简直是飞檐走壁 溜门翘锁的必备工具 躺在没好气的时候 什么叫溜门翘锁 胖子 你可要注意自己的体重 要是哪天超过三百斤 它对你就没用了 还有 大家在装配它的时候 必须卸下一个锈键 木白 你在使用武魂的时候 身体筋肉会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你的飞天神爪活在连接处 增加一些弹力绳索 这样就不会因为机膨胀而破坏它了 除了唐三以外的石莱河六怪 在此时充分展现出彼此的默契 做出了一个同样的动作 向唐三伸出自己的右手 虽然看上去这飞天神爪 并没有什么攻击力 但是大家都是聪明人 谁都能看出 这东西在一些时候 能够起到作用有多大 至于具体使用 却还要熟悉一下才行 唐三取出六个飞天神爪 分别交给他们 每个人都是专门量身定做的 因为大家年纪都还小 为了避免大家年纪增大 导致手臂粗细变化 在飞天神爪接后处为止 都是由弹力绳索来连接的 一边把玩着手中的飞天神爪 戴木白忍不住说 小三 真不知道你的大脑是什么构造 居然连这种东西都能想得出来 康三面露苦笑 信众暗想 这些东西又岂是能够凭空想象的 这可都是唐门多年研究的解经 自己只不过是掌握了制作的方法而已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两个月的休整期已经度过了 史莱克学院这片地方 是弗兰德当初买下来的 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几位老师对大师的提议都没有反对 眼看约定时间就要到了 在弗兰德的命令之下 大家收拾行装 准备出发 前往天斗皇家学院 这天风和日丽 万里无云 站在学院门口 弗兰德望着 那看上去已经有些破败 刻着史莱克学院字样的边额 一时间心中百感焦急 二十年呢 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 在这里曾经拥有过的点点滴滴 不断地在他心中流淌着 酸涩的感觉 陷于彼断 赵乌吉 搂住弗兰德的肩膀 说 别看了 走吧 又不是不回来了 大不了 以后兄弟我陪你回来养老就是了 弗兰德瞪了他一眼 我很老吗 赵乌吉苦笑说 不老 只是我们才都五十岁而已 还不算太老吧 不过我们几个 那都算得上是奇葩了 居然一个结婚的都没有 弗兰德哼了一声 那是你们眼界太高 女魂师哪有那么好找的 不知道女魂师 才占了所有魂师里面的异程吗 那你呢 你眼界不高啊 怎么也没有老婆呀 赵乌吉有些不服气地说着 我 不 布兰德愣了一下 有些说不出话来 当他抬眼看向大师时 却发现大师正在看着自己 两人眼中都流露出几分苦涩 几乎同时摇了摇头 出发吧 弗兰德收拾心情 下到了出发的命令 一心十余人 踏上了离开史莱克的步伐 天斗帝国 皇城 天斗城 位于天斗帝国中心偏东北方向 是整个天斗帝国政治权力核心所在 也是整个大陆最大的两座城市之一 在斗罗大陆 也只有星罗帝国皇城能够与之相比 尽管现在两大帝国旗下的王国公国已经不太受管制 但帝国底蕴还在 以天斗城为中心 天斗帝国所掌控的三大军区都在附近 总兵力超过百万 实力雄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天斗帝国并没有强行去制约下属王国 也有他自己的道理 不论是天斗还是星罗 两大帝国麾下的王国公国 那都在彼此边境处 一旦发生战事 肯定是这些公国和王国先顶上去的 当然这也是无奈之举 哪个帝王不希望能够利用皇权掌控一切 可现在大陆的局面 却根本不允许统一的情况出现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此今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第171章 大陆目前局面的形成 除了两大帝国的内部原因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来源于 几大魂石家族以及五魂殿的暗中干涉 试问 一个庞大而统一的帝国 怎么会允许这些 影响自己统治地位的势力生存下去呢 史莱赫学院一姓人 想要到达天斗城 需要先离开巴拉克王国境内 然后穿越巴拉克王国以北的 希尔维斯王国全境 才能进入天斗帝国皇城固 再向东方是天斗帝国皇城所在 整个路途漫长 足有近两千里 由此可见 天斗帝国国土面积的庞大 在史莱赫七怪中 戴木白、唐三、中竹青和宁荣中 都拥有储物用的浑倒器 老师们也大度有类似的 因此他们在赶路时 倒是不需要为携带物品发愁 出发之前采购的食物 还有准备好的清水 都放入浑倒器之中 就算中途没有补给 这些食物饮水 也总够他们十天之用 好了小怪物们 你们也休息了两个月的时间 从现在开始 加速赶路 每个人都必须跟上我的速度 否则的话 嘿嘿嘿 布兰德似乎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 眼中流露出奸诈的神色 你这大手抓住大师的手臂 话音一落 已经向前方弹身而起 弗兰德自然不会全力赶路 以赵乌吉为首的学院老师们 展开身形 跟在他两旁 史莱和奇怪对视一眼 毫不犹豫地跑了起来 负重跑他们都不在乎 孩子们会在意这普通奔跑 甚至不需要使用魂力 哪怕是奥斯卡和宁荣荣 也完全能够跟得上弗兰德此时的步伐 大师被弗兰德用魂力带着 自己根本不需要耗费一点力气 有些疑惑地说 弗兰德 你这样对孩子们有什么锻炼的意义啊 他们现在的身体基础已经非常牢固了 弗兰德嘿嘿一笑 说 真的没有锻炼意义吗 小高 有些方式是你不能用的 更何况 就算没有锻炼意义 赶路得快一些 少耽误点时间 路上 不也能够少吃几顿饭 少住几次旅店 这样 应该能省下不少钱吧 上次已经说好了 我们从最后一场抽成的三千金魂笔 用在这第三阶段试炼上 能省则省吗 你 你还真是老样子 大师一阵无语啊 和弗兰德正相反 他从来不把钱看得很重 向来是千金散尽还付来的想法 反正他一直都是大魂师 五魂殿也有补贴 弗兰德有些奸诈地向大师眨了眨眼睛 脚下突然加速 如同离贤之屎一般 前冲起来 最熟悉弗兰德的无疑是赵无极 无奈地看了一眼身边的糖豆浑尸 绍心 抓住他的手臂 弗兰德这家伙 要省钱 也不用这么折腾我们这些老骨头吧 辅住些浑尸的速度自然不行 他索性带着绍心一起提速 弗兰德这一加速 后面的史莱克七怪可就有些吃不消了 只是用肉体跑步 怎么可能追得上使用魂力的 更何况弗兰德可是民工系魂师 而且是魂帝级别的民工系魂师 匆忙之间史莱克七怪也只得加速了 这样一来 宁荣荣和奥斯卡就无法在自己前进了 奥斯卡有戴木白带着 宁荣荣有朱如今和小五轮流带着 七人依旧没有掉队 全力展开速度朝前面追去 赌完时间使用魂力当然没什么 但是莱克七怪的魂力 又怎么能和他们的老师们相比呢 弗兰德控制的速度 又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最大速度 不到一个时辰 史莱克七怪的魂力 就已经消耗得七七八八了 弗兰德看后面已经跟不上 车载放缓脚步 以平常速度前进 给史莱克七怪吃大香肠恢复的时间 当然弗兰德是不会去吃奥斯卡那大香肠的 几颗糖豆的效果 要比大香肠好得多 毕竟那位糖豆魂师绍心等级 可远远不是奥斯卡现在所能逼你的 用这样的方式赶路 一天下来史莱克七怪类的 就像是又经历大师的魔鬼训练 不过这一天的时间 他们也足足跑出四百公里左右了 完成了全程的五分之一 还好弗兰德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扣门 没有让大家露宿眼外 在一处小城镇住了下来 所谓的小城镇 其实就是一座比较大的村子 史莱克学院众人录住的 是唯一的一间旅馆 虽然简陋了一些 但是也勉强钻得上干净 弗兰德充分发挥他抠门的天赋 一共只要三个房间 老师们睡一间 男学院一间 女学院一间 哎 累死了 奥斯卡直接躺在床上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一脸享受的样子 大家都赶来一天路了 终于能够休息 谁也顾不上这里是否简陋 戴木白没好气地说 你累什么 你大部分的体重都挂在我身上好不好 奥斯卡说 可我要给你们制作大香肠和蘑菇肠啊 最后那段 要不是我的蘑菇肠 咱们能够跟得上吗 我的魂力消耗可是一直都不比你们少 魂力消耗也是会产生疲倦的好不好 马洪菇说 你就别抱怨了 最倒霉的还不是我 我体重最大 速度又不快 真希望早日能够拥有飞行的能力 到了那时候 赶路就不再是问题了 烫散笑的 别抱怨了 赶快休息吧 谁知道明天我们的院长大人 还会不会再来这么一次 正在这时候 桥门声突然响起 房门打开一道缝 小五从外面探头起来 小三 烫散答应一声 坐出房间 小五 怎么了 看着同样一脸疲倦的小五 唐三不禁有些心疼 小五有些撒娇式的肚气嘴 赶了一天路 我腿都酸了 哥 你给我揉揉腿 好不好 魔鬼训练那段时间 小五每次疲倦了 唐三都会帮他揉揉腿 玄天宫内力和魂力 终究还是有区别的 其中属于道家的医疗作用 就是魂力所不具备的 总体来说魂力 偏于霸道 而玄天宫 则是中正平和 好 在这里嘛 唐三宠溺地揉揉揉 小五的头 嗯 就在这里吧 容容和竹青他们都睡了 一边说着 小五右腿一抬 充分展现出他的柔韧性 把胸长的小腿 直接扎在唐三肩膀上 唐三抬起双手 一只手捏住他的脚腕 另一只手 在他小腿肌肉上 轻轻揉着 玄天宫的热力 石头激烈 小五顿时舒服地 闭上眼睛 小脸上流露出 几分唐红 唐三一边帮小五 揉捏着小腿 一边对他说 明天要还是这样赶路的话 不行 我就带着你走吧 我使用八猪毛 速度应该没问题 小五嬉戏一笑 不用 我能行 其实这样累一点也好 我也有理由 让你给我揉腿啊 真的好舒服啊 哥 为什么你的手掌 那么热啊 唐三无奈地摇头 对于这个妹妹 她是发自内心的疼惜 也不顾她鞋上的泥土 清掰着小五的脚掌 帮她放松 这样感觉如何呀 嗯 很舒服啊 似乎脚都不那么酸了 哪怕是搁着鞋子 唐三手掌中的热力 依旧能够传入她脚中 就像是泡在温泉热水中一般 韵味的感觉令小五舒服的眼神一阵迷离 好了 换另一条腿吧 小五看着唐三 眼神有些凝固 说 哥 要是以后 我们一直都这样就好了 你以后要是有了嫂子 会不会 就不要我了 唐三 微微一笑 说 傻头 怎么会呢 什么时候 你都是我妹妹 对于男女感情 她上辈子没有经历过 这辈子更加不明白 父亲不在身边 但自从到了史莱赫学院之后 唐三却一点也不感到感情上的空虚 友情上的伙伴们 心情上有小五和大师 她很满足现在的生活 小五扑斥一笑 说 要不 等我们长大以后 我嫁给你 好不好 这样才能当一辈子你的妹妹 让你照顾我 唐三失笑的 好啊 只是你这么漂亮 嫁给我 可就委屈你了 小五哼了一声 人家是认真的 有什么可委屈的 在我心里 你是最好的 哥 你知道吗 荣荣她老是取笑我 说我跟你 是阿哥和阿妹 唐三愣了一下 没错啊 你不就是我妹妹吗 小五翘脸一红 不一样的 哎呀 不和你说了 真是个木头 一边说着 她收回自己的长腿 走到唐三背后 双手在她肩膀上轻捏着 虽然小五的手法有些声色 但还是让唐三很舒服 尤其是那淡淡的温情 更令唐三内心深处的柔软 被轻轻地触动着 好了 你也早点去休息吧 明天还要赶路呢 唐三有些不舍地 按住小五的手 嗯 好 小五答应了一声 这才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她的心跳有些加速 但眼底却流露着几分犹豫和深邃的光芒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荆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第172章 重新回到自己的宿舍 令唐三有些惊讶的是 戴姆白三人还没有睡 三人都似笑非笑地看着唐三 奥斯卡从床上站起身 朝戴姆白方向 抬起一条腿 嗲声嗲气地说 赶那一天路 我腿都酸了 哥 你给我揉揉腿好不好 戴姆白哈哈一笑 雪儿唐三的声音说 好啊 在这里吗 奥斯卡赶忙接上一句 嗯 就这里吧 容容和竹青他们都睡了 看着他们那滑稽的样子 唐三气节道 好啊 你们偷听我们的话 你帮那胖子黑黑笑道 不是我们偷听啊 是这里的隔音实在太差了一些 哥 你也给我揉揉腿吧 一边说着还比划着自己的胖腿 唐三认真地点了点头 好啊 没问题 我听说 有些毒素对人体反而是有益的 还有疏精活血的作用 不知道我的扒猪毛行不行 就你试试吧 一边说着 他脱下自己的上衣 露出精致结实的上身 摆出一副要释放扒猪毛的样子 胖子吓了一跳啊 赶忙拉过被子盖住自己的身体 有些惨烈的怪叫一声 不要啊 三哥 我错了 当初扒猪毛的剧毒 而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唐三没好气地说 睡觉 戴木白呵呵一笑 说 唐三 人家小五都向你表态了 你这个当哥哥的 就不要那么迟钝了吧 小五可是不可多得的美女 手快有 手慢无 唐三愣了一下 可我们是兄妹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我们都还这么小 现在讨论这些 是不是太早了呀 你以为我是胖子吗 我可没他那么多邪火 马红军从被子里探出头来 炕声说 我怎么了 男女之事天经地义 是最原始的本能 唐三瞪了他一眼 我看你啊 也就只剩下本能了 戴木白也不再多说什么 微笑着摇了摇头 潘西坐在自己床上 进入冥想状态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众人继续赶路 此时 他们已经出了 巴拉克王国 进入 希尔维斯王国境内 还好 弗兰德今天 并没有再提速 只是按照正常速度 带领一行人 朝东北方向前进 当天 他们一直来到 希尔维斯王国 位于国境南方的首都 希尔维斯城 弗兰德 有些破天荒的 竟选择这座大城市 作为落脚地方 而且他们在入城的时候 天色才刚刚暗了下来 弗兰德 你转性了吗 刚弗兰德院长大人 带着众人 住住一家价格 相当之昂贵的酒店时 连一项不把金钱 看在眼中的大师 都不禁觉得怪异起来 而且这一次 弗兰德竟开了五个房间 让大家能够住得松快一些 甚至连晚饭都前所未有的风声 不论是大师 还是赵无极等几位老师 都对弗兰德的行为大为不解 一向恋色的他 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大方起来 晚餐上 弗兰德终于露出 他的本来面目了 弗兰德面带微笑 端起面前的酒杯 说 赶路两天 大家也都辛苦了 今天请大家好好吃一顿 不过 小怪物们 每人只许喝一杯酒 说着 他率先将酒灌入腹中 并且极其热情地招待大家吃菜 戴木白在唐三耳边低声说 和笑容相比 我更希望看到我们这位院长大人 严肃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 他每次一笑 我都感觉他笑得那么奸诚 你等着看吧 今天我们这位院长大人 花了这么大的成本 肯定有问题 果然 当酒过三巡 采过五位之后 弗兰德 擦干净自己的嘴 温和地 向史莱克气管说 你们也两个月 没有进行实战了 这座西尔维斯城 也有一座大豆昏场 今天晚上 你们也去活动一下吧 嗯 也不用参加所有豆昏了 为了不影响明天赶路 只参加团战斗魂就是 戴木白好笑地看着 露出狐狸尾巴的弗兰德 说 宣长大人 那我们这次实战得到的奖励 是不是也应该上缴学院 弗兰德大意凛然地说 学院虽然已经关闭 但作为你们的院长 你以为我会占你们的便宜吗 所有收入你们自行分配 与我们无关 木白 难道你竟然怀疑我有目的 这次轮到戴木白愣出来 他原本以为 弗兰德是想让他们参加团战斗魂 获得奖励上角 这样的话 以他们现在的级别 一场团战斗魂 每个人都能得到 至少一百金魂币的收入 加起来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没想到 居然被弗兰德 义正言辞地批评了 难道这位院长大人 真的转心了 还是马洪俊 对自己的老师最为了解 在另外一边 朝戴木白 比划一个嘴型 戴木白这才恍然过来 马洪俊嘴型的意思 只有两个字 赌博 是啊 在同等级级别情况之下 连黄斗战队都无法胜过的 史莱克七冠 又怎会遇到对手 只要在他们团战时候 压上重铸 那么自然会有一笔不响的收入 这才是弗兰德真正的算计 好了 我们出发吧 弗兰德痛快了戒拉杖 问清楚 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的位置 带着众人走出酒店 希尔维斯大斗魂场 看上去比索托大斗魂场 更加的雄伟 这里毕竟是 希尔维斯王国的首都 比起索托来 还要高尚一个级别 戴上那令索托大斗魂场 震撼的面具 史莱克七冠再次出动 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的工作人员 仔细检查了 史莱克七冠的斗魂徽章 不禁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 这七位戴着面具的魂师 有些艰难地说 对不起各位尊敬的魂师 恐怕你们不能参加 今晚的团战斗魂 史莱克七冠倒是无所谓 弗兰德却起了 要知道啊 进入维尔斯城之后 他已经花了不少钱了 就指望着能够在这里赚上一笔呢 弗兰德怒声说 为什么 难道希尔维斯大斗魂场无人了吗 虽然弗兰德的话有些嚣张 但工作人员却丝毫没有反驳 三十级一档的金斗魂队伍 确实有嚣张的资格 他在大斗魂场工作二十多年 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种怪异的斗魂战队出现 工作人员为难地说 对不起尊敬的先生 我们希尔维斯大斗魂场 确实没有一支 三十级的金斗魂团队 可以进行公平斗魂 弗兰德说 那银斗魂队伍也行 你没看到 他们中只有一名 刚刚到达金斗魂称号的魂师吗 工作人员摇头说 这肯定是不行的 首先银斗魂的三十级战队 我们这里也有一支 也只有一支 可让他们出战 显然是不公平的 想必你也明白 打斗魂场的规矩 团队等级是按照团队中最高级魂师来计算的 一旁的赵无极有些幸灾乐祸的笑 后来某人的算计要落空了呀 站在赵无极身边的卢锡斌 还有李玉松和绍欣三位年长魂师 都不禁笑了出来 他们和弗兰德并不是从属关系 在史莱克学院成立之前 就这一样好的朋友 看着弗兰德之别 显然是一件令他们相当开心的事情 弗兰德不甘心地问道 就没有别的办法吧 工作人员想了想 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各位决定月集参加斗魂的话 我虽然可是可以安排的 月集就不再受到斗魂徽章级别的限制 也就是说 你们可以挑战最低的四十几一档斗魂队伍 在我们这里 四十几一档几乎都是银斗魂战队 也有几支金斗魂战队 你们可以任意选择 四十几 弗兰德先是愣了一下 紧接着他坚定地摇了摇头 那还是算了 所谓君子哀才许之有道 这个道理弗兰德还是明白的 虽然在斗魂台上 一般来说都不会置对方于死地 但他也绝不会让自己的弟子们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冒险 在肯定能够获胜不存在危险的情况下 赚取一点外快没什么 可要从史莱克七怪冒险中寻求收益 弗兰德是绝不会做的 他虽然恋色 但毕竟还是有原则的 我看可以 大师僵硬的声音突然响起 环步走到弗兰德身边 弗兰德眉头大皱说 小刚 你看什么玩笑 这怎么可以 你也不是不知道 差一个浑环的差距 难道你想让孩子们去送死吗 你别忘了 你们中还有三个人 连三十几都没到 面对四十几的浑石队伍 他们没有任何机会 大师摇头 我当然不会让孩子们去冒险 弗兰德 四十几的斗魂队伍 也是有很多区别的 说着 大师转向工作人员 刚才你说 可以让我们任意挑选对手 没问题吧 工作人员赶忙点了点头 当然没问题 而且我可以保证 这场团战斗魂 将在中心主斗魂场进行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继续收听 由紫禁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 第173章 越级挑战的情况 在大斗魂场是很少出现的 尤其是在团战之中 如果是一对一的情况之下 有一方武魂特别出色 或许还有在一个魂魂差距下 战胜对手的机会 可团战却是集体的力量 如果整个团队都弱于对手一个魂魂 这团战还怎么打呀 因此 团战出现越级挑战的情况 几乎是不会出现的 在整个大斗魂场的历史中 也没有几次成功的例子 而越级挑战 无疑是一种极为吸引观众眼球的斗魂 更容易令观众兴奋 只要消息一发出去 中心主斗魂场可以预计作无虚习 这种好事 斗魂场一方又怎么会拒绝呢 大师继续说 你们这里四十级的队伍中 有没有特别凶残的队伍 最好是那种 每次都曾经杀伤对手的 杀伤比例越高越好 啊 工作人员吃惊地看着大师 心中暗想 这个人难道让他们的团队来自杀他们 原本他以为 大师会选择一支实力最弱的四十级团队 可怎么也没想到 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弗兰德抓住大师的肩膀 低吼了一声 小哥 你疯了 你想让孩子们去送死 大师淡然一笑 说 弗兰德 你认为我会让小三去送死吗 放心吧 我自有用意 弗兰德愣了一下 大师怎么也不可能 让孩子们去送死 尤其是 这才反应过来 雄神战队 四十级银斗魂战队 进入银斗魂级别之后 四十六战 三十一手 共击杀对手达六十三人次 伤残对手 九十八人次 被称为银斗魂战队中的凶器 大部分银斗魂战队 都不愿意遇到他们 因为他们的打法过于凶残 大师满意地点了点头 说 那我们就挑战这支凶神战队 我们的战队名字叫史莱克机关 一共七名队员出战 大师 眼看大师竟然是认真的 少无忌等四位老师也赶忙凑上来 想要阻止 大师向他们摇了摇头 滴滴说了一句什么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脸上的担忧 这才消失 弗兰德有些迟疑地说 可是 这样好吗 大师淡淡地说 弗兰德 这也是一种历练 总有一天 他们要面对这样的情况 你认为 他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有我们在身边输到好 还是让他们自己去承受好呢 弗兰德的目光与大师在空中碰触 似乎擦出了几分火花 最后妥协的 依旧是他 点了点头 说 好吧 希望你是对的 大师淡淡一笑 说 这是检验他们心里素质最好的办法 也是他们早晚都要经历的 这样吧 我们来表决一下 支持大师决定的人举手 少数服从多数 一边说着 弗兰德 率先举起了手 几位老师迟疑片刻之后 也先后表示同意 大师这才转向工作人员 麻烦你 帮我们安排吧 好 请您稍等 团队斗魂 越级挑战 在任何一个大斗魂场 都是大事 并不是他这普通工作人员 能够做主的 一会儿的功夫 那名工作人员 召来负责主管 再将这个事情 给盯了下来 奥斯卡 第一声说 大师 没搞错吧 让我们挑战四十级的团队 虽然我们的武魂和魂环都还不错 但是等级差距和魂环差距过大 也不可能获胜啊 而且 还是最凶残的四十级战队 戴木白冷声说 四十级又如何 我们也未必不能获得胜利 更何况 越级挑战可以获得十倍级分 要是我赢了 每个人就能增加一千级分 这可是洁净 马洪俊说 乃老大 怎么说你也是三十八级了 这明显战士说话不腰头 我可在二十八级 和四十级差着两个魂环呢 这样的斗魂怎么打呀 三哥 你怎么看呢 唐三皱着眉头 他也在琢磨着大师的用意 老师绝不会无敌放肆 大师既然这么做 就一定有他的目的 但这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虽然自己有外富魂骨 这等同级别中逆天的存在 但也不可能弥补 是莱克七怪战队 和四十级战队的整体差距 毕竟除了戴木白之外 其他人和对手的魂力差距 实在太大了 尤其是魂环的差距 想要获胜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很快大师办完手续了 希尔维斯大斗魂厂的工作人员 立即开始忙着宣传去了 此时斗魂还没开始 作为最后才开始斗魂的团战斗魂 还有一个多时辰的时间 如何利用好这段时间 做好宣传工作 吸引高级观众 以及开下赌盘 对于大斗魂厂来说 都是必须做好的事情 他们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好机会 为了表示对史莱克一行人的重视 大斗魂厂特意给他们找了一间单独的近视休息 等待这场越级挑战的开始 进入房间 已经参加多次斗魂 经验丰富的史莱克七怪 就准备开始冥想了 好让自己的魂力保持在最佳状态 但大师阻止了他们 不用冥想了 我有话对你们说 史莱克七怪疑惑地看着大师 连唐三也不例外 大师淡淡地说 你们是不是很奇怪 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让你们去参加一场如此危险的斗魂 史莱克七怪彼此对视 各自点了点头 大师说 平实力 或许你们无法战胜四十级的对手 我之所以这样决定 一 是为了成全弗兰德 同时也是让你们试验自己身上的武器 在这场团战斗魂当中 我允许你们使用唐三制造的暗器 至于如何使用 唐三 你对你的暗器最熟悉 就由你来调动 大师的话 顿时令史莱克七怪 心中疑惑禁区 或许他们的实力不如对手 但唐三给他们的暗器 他们已经试验过了 尤其是那霸道无比的诸葛神奴 唐三迟疑了一下 可是 老师 这样的话 大师打断了唐三 我选择的是一支凶残的队伍 你们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记住 你们的对手比你们要强大 想要战胜他们 就必须要出其不意 不能给他们任何翻身的机会 小三 你明白了吗 唐三虽然不知道 大师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他终究还是选择了 相信自己的老师 点了点头 说 老师 我明白了 大师说 那好 现在 你开始安排战斗方式吧 蒙利最近心情有些差 作为凶神队的队长 也难怪他心情郁闷 凶神战队 也有半个多月 没有参加过团战斗魂了 原因很简单 他们受到了所有 四十级的银斗魂战队 集体抵制 任何战队 都不愿和他们进行斗魂 凶神战队 自成立以来 充分发挥疯狗战术 蒙利一向推崇 强横的怕凶狠的 凶狠的怕不要命的 在以前的团战斗魂中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对手 在他带领之下的凶神战队 都会向对方拼命的去疯狂攻击 哪怕是输 也会令对手出现伤惨 甚至是死亡 久而久之 每当凶神战队参加团战斗魂的时候 对手在近身上首先就会被压倒 哪怕实力明明比他们强 也很难战胜他们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 凶神战队却遇到了麻烦 因为他们过于凶狠的作风 所有银斗魂战队 都拒绝与他们进行团战斗魂 魂师培养不易 谁希望自己的伙伴死在斗魂台上 偶尔的意外是难以避免 但如果与凶神战队斗魂 出现死亡就不是意外 而是必然 在这种情况之下 抵制凶神战队 就成为了四十级 银斗魂战队的共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片的 多人小说剧《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由紫荆故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斗罗大陆》 精彩继续 《斗罗大陆》第174场 蒙利已经在琢磨着要离开西尔维斯城了 到另一座大斗魂场去 毕竟没有战斗就没有收入 他这个战队 不论是队员还是他自己 都是凭借着大斗魂场的奖金 过着奢华的生活 本身又不愿受到制约 因此并没有加入任何的势力 不过就在半个时辰之前 蒙利突然得到大斗魂场传来的消息 居然有一支战队要向他们发起挑战 而且还是越级挑战 这个消息令蒙利大喜过望 别说他本就不是什么谨慎的人 就算谨慎的魂师 也绝不会认为一支三十级的战队 能够战胜四十级战队 要不是因为拥有斗魂徽章的魂师 是不允许下注在大斗魂场进行赌博的 他一定会给自己下上重注 蒙利已经召集几方所有队员 尽快赶往大斗魂场 来获得半个月以来的第一次收入 除了收入还有发泄 杀人尤其是杀魂师 对他和他这些疯狗一般的队员来说 本身就是一种宣泄和享受 要不是他们一直住在大斗魂场的势力范围之内 恐怕已经不知道被更强大的魂师杀死多少次了 蒙利的座有名就是在杀戮中成长 他今年三十岁 甚至连他自己以后封号斗罗的封号都想好了 就叫凶神 当然他也有些自知之明 这辈子想要成为封号斗罗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非有什么特殊的际遇 比如得到极好的魂魂 或者是万年魂魂改变体制 西尔维斯大斗魂场 中心驻斗魂区 今天这里格外的热闹 虽然消息是一个时针前才传出来的 但出现越级挑战这种斗魂 还是吸引大量高级观众的好奇 尤其是这种越级的对象 竟然是以凶残著称的凶神战队 大斗魂场专门押注的地方已经开了盘了 双方的魂力等级一目了然 开盘的赔率也自然是十分的悬殊 凶神战队只有一赔一 而是莱克七怪战队 却高达一赔十 当然大斗魂场是绝不会吃亏的 输的自然不用说 赢的要按照比例交上一成的手续费 这也是为什么大斗魂场 经常会组织一些精彩斗魂大赛的重要原因 赌注越高 他们抽成的比例自然也就越大 这早已是陆地上任何一座大斗魂场的主要收入来源 甚至还有高于门票 很快 赔率又发生变化了 由于投注到凶神战队身上的赌注太多 导致赔率再次倾斜 史莱克战队一边已经提升到一赔十七 赔率依旧在不断的上升中 下注分两边 凶神战队的投注点排满了长队 观众们唯恐无法及时在斗魂开始前下注 而史莱克七怪这边投注点则是门口落雀 除了一些投机的投注者之外 几乎无人关注 正在这时候 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 令史莱克七怪战队投注点的工作人员 从浑浑欲睡中醒醒过来 我买三万金魂币 史莱克七怪战队 你说什么 买多少 工作人员愣了一下 赶忙追问 弗兰德 皱了皱眉 说 我说我买三万金魂币史莱克七怪胜 不行吗 工作人员咽了一口唾沫 尽管西尔维斯大斗魂场 是西尔维斯王国最大的一座斗魂场 但高达三万金魂币的投注 还是十分罕见的 弗兰德 这三万金币自然不都是他自己的 其中还包括史莱克七怪 大师 以及其他几位老师的私房间 另一边排队投注凶神战队的观众 已有不少的扑笑声 看着弗兰德的目光 就像是看白痴一样 工作人员再次问道 你确定吗 弗兰德 脸色不变 我确定 划卡吧 一边说着 他拿出数张金币处置卡 进行自己的投注 此时的他 其实是在尽可能不让自己笑出来 他可不希望因为自己的原因 导致有人跟风而让费率下调 当然 他的这种想法 完全是起人忧天的行为 在这个时候 谁会看好史莱克七怪战队 大斗魂场赚钱的方法固然众多 但有一点是让所有人都信服的 那就是他的公平公正 否则各地大斗魂场也不会有这么多观众了 斗魂等级差距实在太大 是莱克七怪这一边 30级以上的甚至只有4人 除了一个达到38级以外 剩余的队员最高在33级 甚至还有三名20多级的魂师 反观凶神战队一方 全部都是40级以上的银斗魂 虽然在40级当中 他们等级不算太高 平均只有43级的样子 但对付史莱克七怪战队的优势 实在是太大了 平均超越1.5个魂怀难 再加上魂力的优势 以及凶神战队疯狂的战斗方式 在这种时候 谁会看好史莱克七怪呢 弗兰德也是钻了大斗魂场的空子 虽说参长魂师不能直接偷住 但由他代表史莱克七怪 偷住大斗魂场 自然是查不出来的 就在弗兰德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胖乎乎 伤人模样的人快步而来 似乎生怕错过什么似的 立出一张金魂币处置卡 气喘吁吁地向投注工作人员说 给我压史莱克七怪 一万金魂币 工作人员心中暗想的 外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胜负分明的斗魂 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来送钱 有了弗兰德的前车之间 他倒没多想什么 快速地办理了手续 这次轮到弗兰德奇怪了 向胖子问道 这位老兄 你没看错吧 史莱克七怪和对方魂力 魂魂想差那么多 你还压他们 胖子黑黑一笑 压低声音说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是一名双人 往返于巴勒克王国和希尔维斯王国做生意 不久前 我在巴勒克王国的索图场 正好看了一场极为精彩的团战斗魂 其中的主角之一就是史莱克七怪战队 千万不要因为他们的武魂敌就小看他们了 老弟 你要是信我 就跟着我投注 绝对赚钱 原来是这样啊 我相信你 弗兰德嘴上虽然这么说着 但心中却有些好笑 没想到在希尔维斯首都 还能遇到小怪物们的支持者 不过他这支持也显得太盲目了一些了 要不是有特殊的原因存在 小怪物们就算武魂本身再出色 又怎么可能跳跃这么多等级战胜对手呢 虽然这边一下子投出四万金魂币 但赔率却丝毫没有降低 反而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为了均衡两边的赔率 大斗魂场不得不将凶神战队获胜的赔率 降低到一赔零点七 尽管如此 投注者依旧是没有减少的趋势 弗兰德老身在在的 走回大斗魂场时 史莱克七怪那边 都已经做好了团展斗魂准备了 而外面的投注点 也停止对赌注的接收 随着时间退移 希尔维斯大斗魂场 今天的最后一场团战斗魂 也就是越级挑战 就要开始了 大师习惯性的 将史莱克七怪 送到竹斗魂场一边的 斗魂团队入口出 最后叮嘱说 记住 你们的对手 尽是凶残之辈 不需要留守 用最快的方式解决对方 明白吗 如果出现意外变故 立刻跳下抖魂台 你可认输 也不要有丝毫损伤 唐三向大师点了点头 说 老师 您放心吧 我们不会输的 在工作人员带领之下 一星七人迈开大步 向主斗魂台走去 由于这次并不是 大斗魂场邀请 所以没有了 索托大斗魂场 最后那场斗魂时 领队也可以入场 在入口处观战的邮待 大师也只能赶快离开 和弗兰德等人会合 在观战台上 看这场斗魂了 大师之所以敢让 史莱克七怪 发起这次挑战 完全是经过周密的计算 唐三对于自己 每一种暗器 都向大师没有隐瞒过 大师早已计算出了 他各种暗器 能够给多少戒的魂石 带来多大的威胁 因此对于这一场 团战斗魂 大师相信 只要没有极为特殊的意外 将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有的时候 实力并不代表胜利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共事制作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精彩 继续 《斗罗大陆》第175章 希尔维斯大斗魂场的 中心主斗魂场 与索托大斗魂场 并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规模上 要更大上一行 但周围的建筑风格 却是一模一样的 由此可见 大斗魂场 是一个完善的体系 或许是因为 唐三他们的对手 过于凶散的缘故 主持人在宣布 双方入场时 就已经飞入半空之中了 可惜这位主持人 并没有锁头大斗魂场的 兜兜美女那么养眼 是一个英俊的青年 史莱克清怪 一眼就看到他们的对手 尽管战斗尚未开始 但对手身上的凶利之气 已经迎面而来了 凶神战队具体有多少人 史莱克奇怪也不知道 但上场的齐克 显然是对方最强的气人 也正是之前 他们得到的资料中 显示的气人 队长狂暴巨熊魂师蒙利 其余六人也都是战魂师 这凶神战队 竟是一支 完全由强攻系战魂师 组成的队伍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的攻击力 那么惊人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强攻系团队 他们的优缺点 都是极为明显的 优点自然是 瞬间爆发的攻击力 强横无比 至于缺点就更简单了 因为没有辅助系魂师 控制系魂师 和敏攻系魂师的存在 他们的持续战斗能力 是要差上许多的 凶神战队七个人 看上去都是三十岁左右的样子 都是男子 一个个身材高大强壮 眼中流露着嗜血的光芒 一边朝斗魂台中央走来 一边捏着他们的拳头 骨骼发出令人牙酸的琵琶声 如果只论气势 眼前这支战队 可以说是 史莱克七怪遇到的最强一支 凶神战队七个人身上 散发的血腥气息 绝不是黄斗战队可以相比的 是在不断杀戮中 才能战胜的气息 再看看他们眼中视线的光芒 似乎能够闻到 他们身上的血腥味 由于组合的特殊 凶神战队的队形 也是和其他战队迥然不同 七个人一字排开 排列成密集阵型 在主持人的准备声中 同时释放出自己的五魂 由于都属于强攻系魂式的原因 这七名拥有受五魂的凶残症 身体几乎都随着 五魂的释放而膨胀着 一时间在他们身上 仿佛都升起一张 能够吞噬一切的血腥巨口 凶神战队 能够让那么多魂师 联合发起打压 又岂会是朗得虚名 或许是感受到凶神战队 散发出的凶残气息 隐藏在贵宾看待内的观众 已经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 通过特有的扩音器 传入场中 大声喊着撕碎他们 杀了他们 无数叫嚣声 令凶神战队的凶残气息 更加嚣张起来 在热烈气氛之中 观众们并没有注意到 各系魂师配备齐全的 史莱克奇怪 竟是也摆出奇怪的真心 与对面的凶神战队一样 一字拍开 也同时释放出他们的武魂 奥斯卡压低声音 向戴木白问道 戴木白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回答 等不住 小五没好气地说 你个头 你对小三的宝贝 就这么没信心吗 奥斯卡 黑黑笑道 我不是没有信心 我不是怕万一吗 想我大好青年 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玉树临风 好了 大家准备 唐三的声音 及时打断奥斯卡的话 史莱赫七怪 手腕同时一翻 从各自昏倒气 或者怀中 摸出一个长约齿鱼 看上去毫不亲眼的黑匣子 黑匣子的一端 静悄悄地对着他们的对手 或许也是因为凶神战队 作孽实在太多 四周传来的呐喊声 令他们凶行大发 一个个正央天怒吼着 敲打着自己的胸膛 将观众们展现着 自己身上的魂环 根本就没注意到 史莱克七怪 手上的小动作 大斗魂场 是不禁止使用武器的 只不过一般来说 武器对于魂师 只是累赘 很少有人用就是了 大师弗兰德等人 都在一间贵宾室内 注射外面的变化 弗兰德的武魂是毛鹰 虽然他戴着眼睛 其实他的视力是最好的 唐三等人取出 中格神弩的小动作 全收眼底 对于这场斗魂 弗兰德多少还是有些担心的 忍不住 向身边大师问他 小高 唐三那什么暗器 真的能够击杀这些四十级的魂师吗 那些可都是强攻系的 防御能力在各系魂师中 仅次于防御系 他们的魂机 也挡不住唐三那种暗器啊 大师淡淡地说 挡是挡得住 你说什么 弗兰德顿时瞪大了眼睛 看着大师 以他的沉稳 都不禁露出惊慌之色 大师说 那诸葛神弩 唐三也送了一个给我方式 我仔细地研究过他的攻击力 一般来说 强攻系魂师 前两种魂技 从防御强度上来看 肯定挡不住他的攻击 但只要是第三魂技以上 基本都可以将其化解 如果是第四魂技 那就更加没问题了 你 那你还让他们去斗魂 难道是让他们去送死 弗兰德的声音 明显提高起来 伴随怒火的迸发 魂力自行运转 整个房间 都在他的声音中颤抖了一下 大师看了弗兰德一眼 丝毫不为所动 依旧用他那特殊的声线说着 能躺住又如何 那并不影响唐三他们获得胜利 原本我还认为 唐三他们可能要用出 所有暗器才能获胜呢 现在看来 似乎是不需要啊 唐三和我说过 暗器暗器 关键就是一个暗字 你觉得 唐三他们的对手 能知道他们手中的暗器有多大威力吗 如果是你 在面对明显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的时候 会上来就施展出需要消耗大量魂力的第三魂技 或者是第四魂技吗 当然 吹尔的战斗模式是不可能复制的 但别忘了 这也是唐三的暗器第一次出现在大斗魂场 在只使用第一或者是第二魂技的情况之下 魂力不超过五十级的肉体 根本不可能挡得住他们手中的诸葛神弩 就算是超过五十级了 大意一些 恐怕也会吃亏 你认为 人面魔珠 是那么容易被杀死的吗 听着大师的话 弗兰德的情绪 渐渐平静下来 但他的心 依旧悬着 此时此刻 在他心中 那些投入的钱 已经不重要了 他唯一的希望就是 史莱克轻怪不能有任何的损失 这些孩子 可以说都是他的心头肉 就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 正在这时候 已经飞入空中的主持人 大鹤出声 环战斗魂 史莱克轻怪战队 越级挑战凶神战队 斗魂开始 几乎是主持人口中最后一个词 突出的同时 双方也分别有一人大鹤出声 凶神战队这边 吐气开声的 自然是队长 狂暴巨熊混尸 蒙利 他大喊了一声 史莱克七怪这边 大鹤的则是唐三 他的话要简洁的多了 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放 早已抬起的黑匣子 在大斗魂场明亮的灯光照耀下 并没有反光 凶神战队在冲出的一刹那 所有队员都已经开启自己身上第一魂技 如狼似虎一般呼了过来 但雷霆万军之势就像是万马狂奔一般 就在这时候 所有凶神战队队员都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 像是金属碰撞的铿枪似的 还伴随翁鸣 仿佛捅了马蜂窝似的 西架诸葛神弩同时发出专属他们的怒吼 每一架诸葛神弩都在这场斗魂之前已经上好了鸡黄 一共一百一十二只奴剑 刺破空气 大片的黑影像群风舞入 凶神战队队员们都是四十级以上的魂师 自然能够看到这扑来的黑影 但他们又怎么会想到 那根本就不属于魂技 什么是疯狗战法 就是不论敌人的攻击多强 都发动搏命式的攻击 今天的凶神战队依旧是如此 他们根本就没有因为对手的攻击而停顿 反而是更加提速冲了上来 抬起手臂 护住自己头部和胸部要害 硬生生的冲了上来 西埃进战一向是他们最为擅长的 伴随着一连串诡弃的声响 正在疯狂呼喊的观众们 就像是被同时切断喉咙一般 全场一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在那可怕的寂静振脱之下 大膨血雾如烟花一般 在主斗魂台上绽放开来 凶神战队队员们 依旧在前冲的作用之下 向前连接冲出数名 那瞬间的迅气 甚至令他们都来不及反应过来 怎么突然冷了 蒙利有些奇怪 身体好像是有些不定使唤了 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 最后的意识停留了 密集的报名声出现在凶神战队背后 主斗魂台的墙壁上 通替漆黑的弩剑密集的定在墙壁上 凶神战队队员们的脚步 也终于挺了下来 那血雾凝聚而成的烟花 正是从他们身上绽放而出的 惊呆的不只是观众 甚至连史莱和七怪本身也已经呆滞了 尽管他们对诸葛神怒寄予极大的希望 可这一刻真正来临的时候 他们却已经呆住了 唯一想到眼前的场景 只有唐三 但此时的他 眼角也不禁略为惆怅着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斗罗大陆》 欢迎收听下一集 下集更精彩